吉祥文莲花楼之朱雀 作者 腾平 壁窗有鬼杀人 长州城 小棉客栈 6月17日夜 三更 贺行标杭的总标头程云赫保着16箱红货上路已有两天 一路上虽然平安 精神却很紧张疲惫 本已睡了 不知为什么突然醒了过来 黑漆漆的房间一片寂静 窗外 有歌声 一阵阵缥缈的声音 像什么人在唱歌 似乎唱得十分认真 那声调却很奇怪 就像是断了的舌头地唱出来的歌 他睁开了眼睛 看着正对着他床榻的窗子 一片漆黑之中 那窗子上悠悠呼呼飘着些碧绿色的点状影子 忽远忽近 只在对着他的这一扇窗上有 窗外的歌声远远地唱着 那已经折断的舌头唱着生人无法听懂的七碗的歌 他已经练了近四十年的武功 耳目虽然不是江湖中最好 至少也觉不弱 但他 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声音 风沙沙透过未关紧的窗缝 他瞪着那碧影飘忽的窗户平生第一次想到了一个字 鬼 一吉祥文莲花楼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平山镇是一个不怎么齐眼的小地方 即没有齐真一宝 也没有人节地灵 和江湖上绝大多数地方一样 它的百姓有些无趣 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有些瘦小 河水有些脏 可作为饭后谈资的事有些少 是太少了 所以一旦有一件大家就要津津乐道很久 何况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是件怪事 事情是这样的 6月18这天 平山镇的人们开门扫街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每天看熟的大街上突然多了一栋两层的木楼出来 这木楼可不矮 里面完完全全可以住人 并且可以住得很宽敞 整栋楼完全是木质的 雕刻着出奇惊喜华丽的纹样 即使是瞎了眼睛的人 也摸得出来 那刻的是莲花和祥云 被议论了大半天以后 有些眼尖的人 终于认出这楼是怎么突然出现的 原来它整个结构就是一栋楼 却不和地面连在一起 总而言之 这栋楼是被人用车拉来 运到他们平山镇大街上 放在那里的 人们嘖嘖称奇 却都不明白有人趁大半夜 拉了这么一栋木楼放在街上 到底有什么用处 莫非是给平山镇当土地庙用 说来土地庙也已经年久失修 香火断去好多年了 这种议论一直持续了三天 倒有个在标行做赶标的偶然回家 一见之下大吃一惊 当场狂呼了一句 吉祥楼 然后他连家也不回了 掉头狂奔而去 一路狂叫吉祥楼 顿时这楼又被荡成了鬼楼 看了他的人会发疯 直到七天之后 那赶标的突然带了整个标行回到平山镇 人们才知道 原来这栋楼并不是什么鬼楼 他不但不是鬼楼 还是栋福气楼 是大大的福气楼 吉祥文莲花楼是一间医馆 他的主人姓李 叫莲花 李莲花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江湖上谁也不知道 师承来历不详 武功高低不详 年龄大小不详 连长相美丑都不详 此人出现江湖已有六年 一共只做了两件事 这两件事就让吉祥文莲花楼成为江湖中最令人好奇的传说 李莲花做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与人决斗重伤而死 已经埋入土中好多天的武林文状元 号手穷精 师文绝一活过来 第二件是把坠崖而死 全身骨骼禁断 也已经入土多日的铁销大侠 赫兰铁一活过来 单凭这两件事 已经使李莲花成为江湖中人最想认识和结交的人物 何况他还有一栋随时带着走的古怪房子 这更使李莲花成为传说中的传说 贺行标行的总标头带领着拳标上下策马匆匆赶到平山镇 沐浴焚香了三天之后 终于战战兢兢地对那栋南木雕城的木楼递出了败贴 贺行标行程云赫有要是败贱 败贴是从窗缝里投进去的 全标行上下四五十人跟着程云赫等着 庞扶楼里是阎罗王在判刑 很快的 那栋静悄悄 庞扶里面根本没有人住的木楼发出了咯吱咯吱的一阵清响 贺行标行全部屏住了呼吸 连旁观的路人都憋足了气 瞪大眼睛等着看楼里究竟出来什么鬼怪 木门很快开了 并没有像众人想象的那么慢慢地打开 门里碰的一声冒出了一大股灰尘 吹了成云赫一头一脸 门里的人哀呀一声 十分倩然地说整理食物 不知门外有客 惭愧 惭愧 贺行标行一众人等顶着满头灰尘木屑 愕然看着打开大门拿着扫帚 扫帚上正卡着那张鲜红败贴的人 他看起来很年轻 最多不过二十七八 如果不是他穿着一身打了许多补丁的灰衣 可能还要更加年轻点 肤色白皙 容貌文雅 但也并非俊美无双 令人过目不忘 他正右手握着扫帚 左手拎着波及 满脸欠然地看着门外四五十人的阵势 承云赫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抱拳行礼 在下贺行万里承云赫 拜见吉祥楼李先生 还请阁下代为通报 就说承某有要事请教李先生 灰衣年轻人啊了一声 通报 承云赫沉声道 还请李莲花李先生相见 在下有要事商谈 灰衣年轻人放下扫帚 我就是李莲花 承云赫陡然睁大眼睛 张大嘴巴 那一瞬间 旁观的路人们几乎想往他的嘴巴里 丢进三五个鸡蛋 很快他闭起了嘴巴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久仰李先生大名 下一句他不知如何开口 事情的原委他已仔细写入拜帖 那拜帖却卡在李莲花的扫帚之上 李莲花道 惭愧 惭愧 设下满地杂物 他举手请承云赫楼里坐 吉祥文莲花楼里果然遍地杂物 并垂巨幅有枝 抹布扫帚有枝 目屑灰尘四处皆是 还有几个箱子里面放置的不知什么东西 前厅只有一桌一椅 都是竹子搭成不值二十个铜板 承云赫心里重重疑惑 但吉祥文莲花楼何等名声 这灰衣人坐在楼中 要他怀疑此人是假 他却不敢 只得恭恭敬敬坐在李莲花对面 把他在半月之前所遇到的可不知事 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那夜三更小棉客栈 承云赫夜里惊醒发现窗户有闭影飘忽 窗外有诡异歌声的时候 心里堪堪想到了一个鬼子 但随即哑然失笑 他行走江湖二十余年 从不信世上有鬼 正当此时 隔壁大弟子的房间发出一声惨叫 承云赫大吃一惊随即赶去 他大弟子崔健科也是看到壁窗鬼影 起身查看货物 打开风漆完好的木箱 却发现木箱里货物踪影全无 运货时看见的那些金银珠宝不翼而飞 这还不是让干标行十多年的崔健科惨叫出声的事 让他发出那一声惊骇绝伦的惨叫的事 木箱里非但没了红货 里面压了一块粗糙的石头 四壁居然布满了血纸印 那些无止止印就像一个人被封在箱中急于爬出而不得其门留下的 而箱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半夜三更壁窗鬼影游在身边 尚有怪声震震 突然看见木箱中布满血纸印 纵然是行走江湖十多年的崔健科也是当场惨叫 承云赫惊怒交集 命令弟子们打开十六大箱 十六箱中有十箱笛笛雀雀装满珠宝玉石 渐渐都是人间真品 但还有六个箱子是空的一个箱中布满血纸印 三个木箱装满死人神龛 剩下两个木箱里 一个是全空的压着块凹凹凸凸的石头 另一个木箱里赫然有一具尸体 一个很年轻的容貌娇艳美丽的白衣少女的尸体 她临死的表情惊恐万壮 见到这具尸体之后 承云赫和崔健科的表情比她更惊恐 这位白衣女子江湖上人人认的 她是武林玉城城主之女秋双切玉剑玉秋双 玉城城主玉木兰称霸西南山玉 垄断昆仑玉矿 贵为武林第一富豪 她宠爱女儿之名天下皆知 这玉秋双怎么会死在 名不见经传的鹤行标行索宝的红货箱中 小棉客栈的其他客房起了一阵大花 不少片刻数十人闯入崔健科的房间 都是大吃一惊脸色惨白 承云赫在那时才知道 原来玉秋双当夜也在小棉客栈落脚 她身边随事的五六十位玉城剑士 惊觉闭窗鬼影时 和玉秋双同房的智友云娇 突然发现玉秋双踪影不见 大家四下寻找 竟发现她死在承云赫红货箱中 这就是半月以来闹得武林中 沸沸扬扬的闭窗有鬼杀人一事 玉木兰心伤爱女无故而死 大怒之下逼杀当夜跟随玉秋双左右的全部见识 并发出追杀令 要杀贺行标行满门 承云赫走投无路 正要带着家中大小解散标局各自逃亡 却突然听到吉祥楼的消息 李莲花能依活死人 承云赫突然想到 如果李莲花能把玉秋双依活过来 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依活死人 如是在半月之前 承云赫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但是到如今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既然天性让她遇到了李莲花 何不尽力一事 如果 传说是真 岂非万事大吉 但一直到她说完 闭窗有鬼杀人一事 也没有听到李莲花有什么惊人见解 只是听她啊了一声 点了点头 喝完茶后 承云赫只好走了 她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 在李莲花那洞满是杂物的空楼 和李莲花满脸温和的 茫然的表情下再待下去 承云赫走了 吉祥闻莲花楼二楼有人悠悠的说 是隔五年 你还是很有名吗 李莲花坐在椅上喝茶 啊 也不知她在啊些什么 其实我一直想不通 二楼上的人慢慢走了下来 这人瘦骨临循 脸色苍白 如果胖上二十斤或许是个偏偏美少年 当前看来只像个恶朴 偏偏这恶朴还穿着一身特别精细华丽的白衣 挂着只有卓士嘉公子才喜欢的长岁玉佩 配着一柄形状特别风雅的长剑 世上怎会有人相信死而复活这种事 都已经五年了 大家还没忘记你那两件糗事 因为他们没有你聪明 李莲花微微一笑 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 拿起扫帚继续扫地 你能不能不扫地 楼上下来的恶朴突然瞪大眼睛 我堂堂方大公子在你面前 你居然还扫得下去 你知不知道刚才成云鹤如果知道我在里面 他一定会跪下来求我 教育老头不要杀他满门 像本公子这样英俊潇洒又身份显赫的人在你面前 你居然一直都在扫地 不能 李莲花说 这栋楼我很久没有修理打扫了 很脏 下雨天会漏水 白衣饿骨大眼睛瞪了他很久 突然叹了口气 你这家伙即不会打架也不会治病 即不种田也不打劫 这么多年究竟是怎么这么有名的活下来的 我实在想不明白 这位白衣饿是武林方式一家的大公子 多愁公子方多病 他认识李莲花这个人已经六年那么久了 久得连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出名的都一清二楚 施文爵获人决斗身受重伤 施展归西大法必起疗伤 当地村民把他当死人埋了 李莲花去把他挖了出来 施文爵自然就活过来了 至于贺兰铁那小子讨老婆未遂 上演了一出跳崖大戏 装死把自己埋在地里 李莲花偶然路过 把他又挖了出来 世人都在好奇李莲花究竟如何让死人复生 而方多病只想知道 他究竟怎么知道哪里的地下有活人可挖 我早些时候还是有些银子 李莲花仔细扫了前厅 收起了波及 只要盘算得好 还可以过日子 方多病翻白眼 你还有多少银子 五十两 李莲花微笑 对我来说 已经可以用一辈子 方多病呸了一声 武林中居然有你这种 一辈子只打算花五十两的败类 简直是江湖支持 程云赫要是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看他还会上门来求你 哼哼 求一个不懂半点医术 小气的连客栈都住不起 只能背着房子到处跑的神医去治死人 亏他想得出来 眼珠子转了两转 方多病上上下下看了李莲花几眼 不过 你这小子究竟会不会真的替他去治死人 我还真看不出来 李莲花坐在椅上 手指仍在仔细地摆弄他那歌之作响的竹竹的笋头 文言微笑 为何不去 反正我即不会种田 也不会卖菜 又不缺银子 如果没有些事做 人生岂不是很无聊 玉老头一旦发现你是个蒙古大夫 要杀你满门的时候 方大公子是万万不会救你的 方多病悠悠地说 你去吧 本公子不送 然后李莲花在吉祥文莲花楼里 整整收拾打理了三天 也不知在他那小包裹里装进了什么 仔仔细细地写了一封长信把吉祥文莲花楼暂时托付给号手穷经施文绝看管以后 终于上路了 他要去玉城看玉秋霜的尸体 二玉城之内 李莲花是以要衣活玉秋霜的名义堂堂正正走进昆仑山玉城城内的玉城建在荒凉贫瘠的高山之上 内住奇珍异宝 武林之中能完完整整走进玉城的人不过十个 其中第十个是李莲花 第九个是宗正明珠 李莲花是要衣活玉秋霜的绝世神医 而宗正明珠的来头比她还大 她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婿 当朝丞相的孙子 还是朝廷无品的官 少女们梦寐以求的那种 看起来温文尔雅 失见双绝的翩翩着世家公子 宗正明珠比李莲花早来了半个多月 玉秋霜出世的第二天 她就到了玉城 只是玉木兰伤心爱女之死 进而在爱女尸体返家之后发狂 逼迫五六十位建士暗门归自尽 纵火焚烧玉城宫殿 至今神志不清 如何 那位锦衣玉石高雅金贵的白衣公子 如今正站在李莲花身后 微微有些紧张地看着她 李莲花弯腰看停尸在冰棺里的玉秋霜 已经看了半个时辰那么久了 居然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 文言李莲花啊了一声 宗正明珠全然不知她在啊些什么 李先生 她是玉秋霜 李莲花问 宗正明珠一正 玉城主纵火焚烧玉城之时 秋霜不幸被波及 原来那冰棺之中存放的 是一具被火烧的面目全非 猙獰可怖的尸体 只因为并非完全烧钱 所以才越发可怕 就算是大罗金仙要把这样的死人复活 只怕无知百姓都是不信的 何况李莲花并非金仙 但她是神医 宗正明珠至少希望她看出些许端倪 她真是玉秋霜 李莲花又问 宗正明珠点了点头 虽然尸体已经变得极其可怕 玉秋霜的许多特征还是依稀可见 李莲花从随身的印蓝碎花小包裹里 翻出了一把小刀 小心翼翼地往玉秋霜腹部滑去 宗正明珠吃了一惊 探手一挡 李先生 李莲花右手持刀被宗正明珠挡住 左手手指顺手一滑 玉秋霜的腹部应只翻开 她食指留着修剪整齐的指甲 玉秋霜的尸体又已腐败 要滑开口子并不困难 宗正明珠收回右手心头一振 好流畅的 突然看李莲花右手小刀 从玉秋霜腹部挑起一块东西 那是什么 李莲花回答 血块 那是一块已经凝结了很久的淤血血块 宗正明珠心头一振 血块 有些常识的人都能理解 腹内有血 证明内腹有伤 李先生的意思是 李莲花微微一笑 这鬼杀人的方法奇怪得很 她不惜光玉姑娘的血 还是包了她的皮去化脸 却震断了她的肠子 以至她腹内出血而死 外表上却看不出来 宗正明珠眉头一蹴 那就是说 秋霜并非为鬼所杀 而是被人所害了 李莲花答非所问 我只知道她死了太久 又遭火焚 已经无法活过来了 以她从容平静的语气 似乎她自己真有本事 能让死人复活 而与秋霜唯一的缺憾 只是死得太久了而已 宗正明珠抖了抖 她白愁金线的衣袖 我想不明白 即使秋霜是为人所杀 何以会被人镇断长子 各门各家掌法全法 绝无一招重手 工人胸腹以下五寸之处 这不合情理 李莲花啊了一声 宗正明珠又是一正 她仍然不知李莲花 在啊些什么 顿了一顿 她转了话题 最近玉城夜间 总会出现一些离奇之事 李莲花喃喃地说 我怕鬼 宗正明珠心里奇怪得很 这人敢用手指 去剖开腐蚀的肚子 却说怕鬼 嘴里却说 那么李先生今夜 与我同房而睡便是 李莲花欣然同意 满脸残残 惭愧惭愧 当日李莲花 与玉家上下吃了顿晚饭 玉家除了玉木兰之外 玉家夫人 玉红竹 让李莲花 稍微地吃了一惊 这位夫人丧女丰富 却仍然处事得当 有条不吻 其精明强干之处 远生玉家其他男子 并且年近四旬 仍旧雪夫花容 美艳之极 原来昆仑山玉家 这一代 唯有玉红竹 一个独生女儿 未传香火 落魄书生 蒲木兰 在二十年前入赘玉家 改姓为玉 她虽然以城主之名 名扬天下 城内事务 却是玉红竹操持管理 倒是一位难得的女中豪杰 听说李莲花来医治她女儿 玉红竹分明不信 却也不说破 只认李莲花自己折腾去 夜里 玉城客房 宗正明珠和李莲花 同在一间客房 李莲花睡床上 宗正明珠有另一张床可睡 她却睡不着 她从不曾和别人同房而睡 即使有了未婚妻 也未曾一亲方泽 何况现在她房里那人 不是貌美如花的玉秋霜 而是个看似平庸 形式让人仔细一想 却怎么都觉得奇怪的男人 李莲花给宗正明珠的印象 是个坐室专心致志 有些书卷呆气的男人 似乎不大懂人情世故 但如果她真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 又怎么会懂得以仗名气在玉城中来去自如 要说她心计深沉 考虑再三 她也想不出李莲花上玉城装傻 要知玉秋霜对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 玉秋霜是被人震断肠子出血而死 外表丝毫无伤 李莲花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种种疑惑 让宗正明珠根本睡不着 突然之间她眼睛一睁 门外似乎有了些异常的响动 她还未打定注意开门查看 突然注意到对门的窗子上 出现了许多碧绿色的点状影子 忽远忽近的飘忽 紧接着一种腔调奇异的歌声 在遥远的庭院中唱了起来 那是一种听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是女生拖着奇怪的音调 十分认真的唱着一首缠绵的歌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人被折断了舌头之后 唱出来的情歌 虽然悲伤 却已不是声人能听懂的曲调 这就是秋双死的当日 众人说看见的闭窗鬼影 宗正明珠人在漆黑的房间里 看着窗上诡异的影子 一刹那间也禁不住毛骨悚然 深吸一口气 宁神静听的一阵 他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声音 陡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很快掠了出去 一伸手就抬起了窗户窗外月明星熙 空气微凉 什么都没有 在窗户上 宗正明珠全身一震 他没被闭窗鬼影吓倒 却被李莲花吓出了一身冷汗 文言顺手拉下窗户 李莲花点亮了蜡烛 下床慢慢地走了过来 烛光照在鬼影飘忽的窗户上 那些诡异的碧绿色影子 竟而全部不见了 似乎畏惧烛光 李莲花右手食指伸出去 以修长的指甲在窗纸上用力一滑 只听吃的一声 窗纸英纸破裂 却并不透光 反而有些东西从纸缝里爬了出来 宗正明珠苦笑 这窗户上贴了两层窗纸 在中间缝隙放入拔去翅膀的萤火虫 一到夜间萤火虫在窗缝间 一闪一闪地发光 在漆黑一团的房里 看来就如鬼影忽远忽近 而白天和有烛光的时候 因为日光和烛光强于萤火虫 就看不到萤火 原来壁窗鬼影竟是些虫子 她看着李莲花 忍不住问 先生是怎么知道窗上的秘密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怕鬼 你只在听有没有人声 我却在听有没有不是人的声音 宗正明珠已不知该信她好 还是不信她好 唯有苦笑 李莲花摇了摇那扇窗户 你闻到迷香的味道没有 这些虫子被要迷昏 直到夜里三更才会醒来 外面的窗纸上开着缝隙 一旦萤火虫醒来找到出路 鬼就消失了 宗正明珠点了点头 果然秋霜之死大有内情 壁窗鬼影 果是有人装神弄鬼 正在说话之时 那唱着可不情歌的声音 突然以淒厉的腔调惨叫了一声 随即无声无息 宗正明珠被吓了一跳 那俊美白皙的脸上顿时煞白 壁窗鬼影怎会出现在玉城 今夜究竟是 李莲花摇了一声 这一次宗正明珠听懂了她的意思 只听李莲花说 因为有人不信有鬼 所以鬼就出来了 随即她打了个哈欠 我很困了 睡吧 宗正明珠不能相信 她看破壁窗鬼影的秘密之后 结论居然是她很困了 还招呼她睡吧 呆了半晌 李莲花已经回到床上继续安睡 她却睡不着 只能坐在床上 对着那破了条缝的窗口 正正的出神 脑子里一团混乱 秋霜是被人所杀 那尸体怎会突然出现在 成云鹤的红货箱里 壁窗鬼影是谁做的手脚 今天晚上又是谁在装神弄鬼 是因为李莲花的到来 让那个她不放心了吗 种种谜题在她脑中汇聚成团 风神俊朗的白衣公子 在月色明朗的黑夜里 脸色惨白如死 双目之中流露着迷茫与恐惧之色 如果让清心于她的痴心少女 见了定要失望得很 而她身后床上的另一个人 却舒舒服服地在睡觉 非但没有流一滴汗 还似乎睡得快活得很 连半点忧愁都没有 三浇花 第二天 宗正明珠从一脑子迷茫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李莲花已经不在床上 她拿着个葫芦瓢 在门外的花园里浇花 浇得仔细的很 有时候摸摸花草柔嫩的枝叶 似乎心情很愉快 花园里还站着三个人 带着各种异样的表情 看着李莲花浇花 一个是玉红珠 一个是玉秋霜的好友云娇 另一个是玉佳的管家周福 玉红珠是满脸煞气 云娇是泪眼盈盈 周福则是满脸不安 宗正明珠起身洗了把脸 走出去的时候才了解 李莲花已把玉秋霜的死音 告诉了玉红珠 玉红珠怒不可遏 她的亲生女儿被人所杀 凶手竟还装神弄鬼 欺蒙于她 不将凶手千刀万剐 她不是玉红珠 云娇是满脸惊恐 向非常激动 周福是将信将疑 而李莲花嘶嘶文文说完 为何玉秋霜 似乎并非被鬼所杀之后 十分认真地问周福葫芦瓢在哪里 而后她便打电精神兴致勃勃地浇花去了 宗正明珠的目光越过玉府花廊半人高的白玉栏杆 看着李莲花在花丛里从容的背影 呆了半嗓 叹了口气 她想了一个晚上才勉强把事情的疑点理了出来 闭窗有鬼杀人一事 难以解释的地方共有七处 第一 凶手为何让玉秋霜断肠而死 第二 玉秋霜何以死在成云和霍香之中 第三 闭窗鬼影是何人所贴 第四 那窗外的鬼歌是怎么一回事 第五 鬼是如何从小棉客栈到玉城的 第六 凶手为何要杀玉秋霜这样一个娇柔少女 第七 她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这七个疑问 宗正明珠只能答出两个 而她期待能回答更多的人 现在却在娇花 正当她越发迷茫的时候 李莲花突然持着葫芦瓢 转过身来微微一笑 太阳起了 玉城主也该起了吧 她看着玉红竹 闻周周地说 李莲花不彩 虽然治不好玉姑娘 如能为玉城主尽三分薄利 也不枉我来此一遭 玉夫人可信得过我吗 她这么问 即使是一万个不愿让她去的人 多半一时也难以拒绝 何况李莲花要给玉木兰看病 玉红竹求之不得 顿时连连点头 云娇试了是眼泪 低声道 那么我回房休息了 李莲花温言道 云姑娘请便 玉红竹领着她前往玉木兰的房间 一路上颇见玉城的奢华富贵 走廊乌宇之上 明珠碧玉闪闪生辉 只是人间难以想象的豪华 李莲花脸带微笑 对着那些金银珠宝 着实张望了几眼 绕了几个圈 便到了城主卧房 玉木兰坐在房内 整个人呆若木鸡 双眼发直 无论别人说些什么 问些什么 她都没有反应 玉红竹说 自从那野城中起火之后 她就一直是这副模样 茶饭不思 也不睡觉 无论谁和她说话 她都没听见 她引下一句话没说 来看过的大夫都说 玉木兰撞鬼中邪了 还有个大夫竟在 给玉木兰把脉时 突然发疯 李莲花对着 玉木兰的眼睛 看了一阵 从她印蓝包裹中 摸出一支银针 缓缓对着 玉木兰的眼睛刺去 玉红竹一正 她从未见过 有大夫这般致病 宗正明珠跟在身边 经过闭窗一事 她已知 李莲花绝非糊涂之辈 只是对她的言行举止 往往难以理解 两人相顾茫然 李莲花的银针 已经缓缓刺到 玉木兰右眼之前 她居然不停 虽然缓慢 但也并不减慢速度 继续往玉木兰眼球插去 宗正明珠和玉红竹 忍了诱人 终于没有出手阻止 就在那银针只差毫厘 就刺入玉木兰的眼球的时候 李莲花停了下来 把银针移了一个位置 仍然对着玉木兰的眼睛 玉木兰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 竟是真的吃了 玉城主看来病得很重 李莲花轻轻叹了一声 像宗正明珠这般 与她仅是泛泛之交的人 万万想不出 这人不懂半点医术 听她一叹 宗正明珠和玉红竹 都是眉头深醋 玉夫人的花园里 重有医治风急的奇药 不知在下可否采上一些 用以治疗玉城主的丸症 李莲花平静从容地问 玉红竹点了点头 先生随意 她心里有些奇怪 花园里的花草 都是她亲手所指 不过茉莉 牡丹 玉兰等等平常花卉 哪里有什么奇药 莫非这些花卉 其实另有药性 而她并不知情 李莲花迈出房门 突然爬上白玉栏杆 灯高四下望了望 又从栏杆上爬了下来 慢吞吞地 往不远处的房屋走去 那房屋墙角 生着一撮青草 李莲花走过去 折了两叶 宗正明珠越看越奇 忍不住开口道 李先生那是断肠草 内有剧毒 李莲花眉头一跳 不防是的 她把那含有剧毒的断肠草 放入怀里 对着那房屋瞧了两眼 这是谁的房间 玉红主道 是一栋空屋 李莲花点了点头 绕到牡丹花丛 对着盛放的牡丹 瞧了一阵 突然从牡丹花丛底下 拔起一颗形状奇特的杂草 玉红主和宗正明珠 面面相去 只见李莲花 专心致志地在花园里来来回回 共折下了六种形状奇特的杂草 这六种杂草 宗正明珠认识的有三种 断肠草含有剧毒 另两种含有小毒 其他三种 她却不认得 便在李莲花收起杂草的时候 突然她轻轻地啊了一声 宗正明珠一听她 啊了一声 就本能地开始心惊肉跳 怎么 在花园外通往另一条花廊的地上 留着一个清晰湿润的脚印 李莲花早晨在花园里浇花 把整个庭园都给泼湿了 刚才大家在玉木栏房里的时候 不知是谁从花园里经过 留了一个脚印在地上 脚印只有一个 似乎那人直往花囊上踏了一步 李莲花突然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 在脚印边做了个记号 站起身来 理了理衣服 宗正明珠惊讶地看着那个脚印 随即抬起头来 看那花园的方向 谁 玉红竹突然冷冷地说 是云娇 李莲花奇怪地看着玉红竹 怎么见得 玉红竹冷笑一声 自从双儿死后 她留在玉城不走 人前说是和双儿姐妹情深 呸 她 哼 她是跟着明珠来的 我已经不止一次见到她 在城里鬼鬼祟祟偷看明珠 李莲花又啊了一声 摇了摇头 宗正明珠脸现尴尬之色 伯母 我没有 玉红竹打断她 我知道 否则我早把你赶出去了 宗正明珠越发困窘 李莲花微微一笑 对玉秋双 云娇和宗正明珠之间的 情爱纠葛不做置评 宗正公子 你能帮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宗正明珠问 李莲花对她招了招手 轻声在她耳边 说了几句 宗正明珠起道 你怎么知道 李莲花微笑 猜的 随即她又轻声说了几句 玉红竹凝神细听 李莲花的魅力不佳 不能把声音凝练恰当 送入宗正明珠耳中 她以天听之术 听到了几句火 你去 玉木兰是 真相 几个字 心里大为迷惑奇怪 难道此人在玉城转了两转 浇了浇花 用银针比了比喻木兰的眼睛 她就知道这整件事的答案 李先生 她从未如此在意一个人的答复 难道你已明白我玉城发生的诸多惨事之真相 李莲花啊了一声 这一次玉红竹听出她啊那一声的韵味 那是李莲花在想些什么 心不在焉发出来的习惯性的气息 果然她转过头看玉红竹 茫然问 惭愧 惭愧 方才夫人问我什么 李莲花究竟要宗正明珠帮什么忙 玉红竹还没来得及猜测 李莲花转身把怀里折下的六种杂草递到她手里 樊劳夫人把这六位药草切成小段 以清水浸泡 半日之后 不须监主莲草扶下 她极认真的说 保管玉城主扶下立刻见效 玉红竹接过那些药草 她本以为她把这个御书生看得很透彻 但多看李莲花一眼 她就觉得多一分看不透 到李莲花把这六种杂草交到她手上来的时候 她已和宗正明珠一样 完全看不穿这个人言行举止的真正用意 李莲花完全是个谜团 从头到脚都是 似深夜鬼谈 深夜 宗正明珠已经下山去做李莲花要她做的事了 烛火盈盈中 李莲花一个人对着玉秋霜放在冰棺中的尸体 本来玉红竹要来的 但发生了些小事需要她处理 如今只有李莲花一个人 点着蜡烛看那具半焦半斧的年轻躯体 哎 李莲花持着烛火对着她看了很久 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将一个十七八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弄成这般模样 即使她见过比这更可怕得多的许多尸体 也觉得这凶手可恨得很 在玉秋霜房门的门口 有玉成剑士为她守护 李莲花用她蓝色包裹里的小刀轻轻拨开玉秋霜腹上的伤口 昨天她从里面挑出了血块 看见了被震断的肠子 今夜不知又想从中看到什么 窗外漆黑一片 今夜云浓 无星无月 李莲花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玉秋霜的尸体 铁制的小刀在她身上各处轻轻敲击 对于对医术一窍不通的李莲花来说 除了剖开人肚子 瞧瞧里面有没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她即不会验伤 更不会验尸 小刀敲着敲着 在冰冻的硬式的躯体上 不断轻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李莲花脸带微笑 却似乎是敲得有趣得很 门外剑士静静地站着 突然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就在这漆黑一片的深夜中 他们又听到了那种断舌的歌声 声音从庭院的大树后传来 但那里并没有人影 歌只唱了两句 随即停了 欲成剑士面面相去 各自一声轻和抄到树后 庭院中空空无人 两人越过围墙 往两个方向搜索过去 李莲花持着微笑 欲成剑士训练有素 果然名不虚传 此时四面无人 黑夜寂静真是个适合 鬼出来吃人的晚上 他喃喃地念了一句 打了个哈欠 我还是回房间躲躲 有点恐怖 突然背后吹来一阵凉风 一个披头散发的高大影子 骤然出现在门口 宛若并没有头 在头的位置上 是一撮乱发 那阵凉风吹得 李莲花一眉飘动 他喃喃念着 恐怖得很 小心把那小刀收进包裹 静不回头 慢慢地从后门走掉了 他没看见 站在门口的鬼 那站在前门的长发鬼 将在门口 有那么片刻 似乎他气得全身发抖 顿了一顿 随即他轻敲地 跟在李莲花身后 无声无息地 进了宗正明珠住的客房 李莲花回房以后 先把蜡烛点了起来 门窗关好 想了想 还把门窗都锁了起来 好像真的很怕鬼 门窗全都锁死之后 他输了一口气 很放心地 吹灭了蜡烛 爬上床去 用被子 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罩住 开始睡了 过了半个时辰 长发鬼悠然从乌梁飘下 他早在李莲花进门的同时 就跟了进来 掠上了乌梁 李莲花慢吞吞地点蜡烛 关门窗 锁门早给了他许多时间 在乌梁上藏好 他无声无息地走到李莲花床边 缓缓对床上照得严严实实的人提起了一小节闪烁寒光的东西 接着缓缓地沉下手肘 云姑娘 被子里突然冒出了人声 而且说话的人心平气和 没有半分吓人的意思 即使那长发鬼听得全身一颤 宗正公子今夜不在 长发无头鬼倒退两步 手肘一沉 那小节寒光闪烁的东西猛地往床上人插了下来 躲得一声插入床板 他收肘回拔 屋里寒光一闪 那寒光闪烁的东西竟是连翘的一只匕首 外翘卡在床上 刷得一声正好拔刃出翘 反手切向李莲花颈下 这一把一切动作灵力敏捷 绝非拥手 李莲花仍然蒙在被子里 长发鬼匕首寒刃 堪堪带风划到颈下 突然被子鼓起一块 有个不轻不重的力道 在他持匕首的手腕处一敲 咚得一声 那匕首脱手而出 斜飞三尺 定在门板之上 阿的一声 那长发鬼大吃一惊 脱口惊呼 这一惊呼 已显出了女子生气 李莲花的声音透过被子 云姑娘 似乎显得有些无奈 斯文一点 不知为何 他就不从被窝里钻出来 直躲在里面说话 宗正公子今夜不在 我有件事 霍云姑娘商量 长发鬼低下了头 突然轻敲地转身 快步往门口走去 正想推开房门逃走 却赫然发现 房门已锁而 宗正明珠锁住的客房 却是里外两面 都可以用金锁锁住 定要钥匙才能打开的 他默然回身 拔起门上的匕首 目光有些惊恐地 看着李莲花 床上那一团貌似可笑的凸起 在他眼里 可不非常今夜竟是 鬼掉进了人的陷阱之中 只听李莲花柔声道 今夜云姑娘 想被打扮得不合心意 我就不看你了 长发鬼一正 浑身四起的一阵颤抖 突然扯下乱发 脱下外衣 你 可以把被子拉下来了 他冷冷地说 眉宇间还未拖惊恐的神韵 声音有些发颤 李莲花缓缓把被子拉了下来 在他拉下被子的一瞬间 云娇突然有一种错觉 那是一张 并不让人感觉到 恐惧的温和的脸 可是给他这种错觉的却是 他彭佛曾经在哪里 见过这张脸 所以不会害怕 在看到李莲花的瞬间 他全身都放松了 背靠着门板 深吸一口气 眼泪无缘无故划过脸颊 掉了下来 房里一阵安静 不知为何李莲花没有先开口 云娇突然颤声说 不是我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知道 他全身都软了 顺着门板缓缓坐倒在地 你 怎么可能知道 玉姑娘被人震断肠子 骨骼却未碎 该是被人以劈空掌力 击中小腹所致 云姑娘武功不弱 但并不善内力 李莲花以一种愉快 谈天的语气微笑说 杀死玉秋霜的凶手 当然不是你 但是 他顿了一顿 缓缓地说 玉秋霜是怎么死的 想必云姑娘很清楚 云娇的脸色苍白 一言不发 只听李莲花微笑道 我想和云姑娘商量的事 就是姑娘能不能告诉我 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云娇缓缓摇头 坚定摇头 李莲花慢慢地说 云姑娘 这很重要 我只不过今夜 穿了件男人的衣服 你从哪里看出我知道 双儿她 她本就是被鬼所杀 死在小棉客栈 与我何干 云娇胸口起伏 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 方才被李莲花一声 云姑娘惊扰的情绪渐渐平复 没有人杀人 从来就没有人杀人 我更没有杀人 是吗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从城云鹤告诉我 闭窗有鬼杀人一事 我就知道云姑娘脱不了干系 昨日在这里看到鬼影 听到鬼歌 更加证实了这事 胡说八道 云娇脸色苍白 你只不过听了夫人胡说 她一向不喜欢我 李莲花看着她 叹了第二口气 云姑娘 你忘了 从小棉客栈到玉城 承云鹤逃亡江湖 玉城主下令追杀 致鸡犬不留 当夜在客栈的见识 又全都被玉城主逼杀殆尽 唯一可以活下来的人 只有你一个 她缓缓抬起视线 看着云娇的眼睛 闭窗鬼影 从小棉客栈到玉城客房都曾出现 在这两个地方都待过的人 只有你一个 那又如何 云娇死死咬着嘴唇 是鬼 鬼的话也可以的 我没有杀她 她看着她展颜微笑 似乎很能容忍她这种挣扎抵抗 是鬼的话 不会骗人 她的脸色瞬间死白 骗 人 壁窗有鬼杀人一事 最离奇的不过是 玉秋霜的尸体突然出现在 成云鹤霍香中 鹤行彪行虽然不是高手云集 却以信用扬名江湖 颇受敬重 李莲花温言说 成云鹤是不会骗人的 她说霍香没有人碰过 那就是没有人碰过再装满贵重珠宝 从来没有别人碰过的香中 突然出现玉秋霜的尸体 听起来是件无法解释的事 但其实很简单 她对着云娇微笑 只要想通一点 就知道玉秋霜是怎么进火箱的 云娇在脸色变得死白之后 刚才强硬的气势渐渐软了 什么 成云鹤是老实人 并不表示人人都是老实人 李莲花保持着平静而愉快的微笑 成云鹤是不会骗人的 云姑娘确实会骗人的 只要想通这一点 其实这件事并不奇怪 她闭嘴了 默默听着 只听李莲花继续说了下去 鹤行彪行的人并不知道 当夜玉秋霜在小棉客栈 他们看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死了 是吗 云娇僵硬了一下 点了点头 当夜在场的玉成剑士 护送与秋霜回玉成之后 也已经全都死了 是吗 李莲花又问 云娇又点了点头 那么其实称云鹤并不了解 玉秋霜当夜的情况 玉成剑士已训练有素文明 玉秋霜突然死去 也不会对旁人讲述当晚的情况 根据玉秋霜的尸体 在半月之内就被送回昆仑山计算 他们一定是日夜兼程 立刻赶回了 可惜的是一回程 就因为玉成主发狂一事 而全部死去 李莲花缓缓地说 那么江湖上传说的 程云鹤得知的 关于当夜与秋霜 究竟是死是活 在还是不在 都是由她的闺中密友 云姑娘你说的 正人也只有你一人 如果云姑娘在说谎呢 她的眼睛看着云娇的眼睛 那天晚上 与秋霜究竟如何 有谁知道 云娇不达 向人已经整个吃了 如果你在说谎 那么事情显而易见 玉秋霜一开始 就在成云鹤的货箱内 李莲花一字一字地说 与其温和 并不激烈 既然箱子没有被换过 也没有人碰过那箱子 那箱子就是原来的箱子 只不过在那天晚上 发现了尸体而已 整件事便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要是没有骗人呢 她低声问 那就是世上真的有鬼 她回答 我怕鬼 所以我不信 她也不可能 在成云鹤的货箱里的 她根本不认识她 云娇无力地说 她不过是被托给 成云鹤的 16箱货物中的一箱 李莲花说 标主本是来自玉成 与秋双人 在箱里毫不稀奇 你怎么知道 标主来自玉成 她突然脱口失声问 脸上露出了 极其惊骇的表情 要是说其他的事 可以用推论和猜测解释 但这件事 怎么可能凭空猜出 她这一声尖叫 无疑确定了标主 来自玉成 李莲花一笑 昆仑山出产白玉 山上的石头 多是礼石 中间夹带玉石矿脉 玉成建在玉矿之上 冰川之旁 城内的石头 更与别处不同 用来压箱底的石头 和玉成主花园里的石头 一模一样 16箱货物中 十箱装满了金银珠玉 若不是玉成脱标 难道是皇帝脱标不成 那 他咬住了嘴唇 湿色的唇在颤抖 玉成富可敌国 或者是太富可敌国了些 李莲花很温柔地看着他 石箱珠宝 即使对于高官富豪来说 也实在是太多 我不知道脱标之人是谁 但那不重要 他缓缓地说 重要的是 这批红货来自玉成 玉成不可能不知 与秋双之事 你说了慌 还有和你一起出现的 壁窗鬼影 那些萤火虫 云姑娘 那不是鬼 鬼不必假扮鬼火 和鬼自己 他低头看自己穿的一身黑衣 和置在地上的一棚乱发 眼泪突然又一滴滴掉了下来 玉秋双不是你杀的 你在替谁遮掩 为谁装神弄鬼 李莲花微笑说 其实只要明白 玉秋双并不一定死在小棉客栈 就很容易明白 你在为谁遮掩 但是我希望云姑娘 不要因此决意顶罪 云娇缓缓低头 你既然这么聪明 什么事都能看破 你去抓住凶手就好 李莲花摇了摇头 自欲秋双死后 所有装神弄鬼的事 都是云姑娘在做 不是吗 包括今夜杀李莲花 都是云姑娘亲自来你保护的人 并没有打算和云姑娘一起涉嫌 你明白吗 李莲花的眼神和语气都很温和 那是一种非常内敛的和气 她并没有咄咄逼人的意思 云娇正正地看着她 她一直觉得这个时候的李莲花很眼熟 彷復在哪里见过她 但是怎么可能见过她呢 又或者只是曾经看过非常相似的侃侃而谈 以至于她一直没有感受到太深的恐惧 你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她喃喃地说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 可是我 可是我 你愿意替她死 李莲花问 她泪珠盈然 我不知道 也许是 李莲花凝视着她 看了好一阵子 难难地道 玉成财宝 果然害人不浅 我很困了 她突然把被子拉上盖住头脸 夜深了 姑娘也该回去了 云娇愕然 她把她锁在房里说了半天 看破她装神弄鬼 不把她擒柱交给玉红主 却下主客令 顿了一顿 她竟然不是惊恐 放松 而是尴尬 门 锁了 李莲花的声音 从被子下传来 啊 锁了 但是没关啊 没关 她愕然看着锁死的大门 果然金锁锁的 整整齐齐 门缝间上中下 三条门栓都没插上 锁的另一头 根本没扣在门板上 只是虚眼而已 一时间 她不知该经 该怒 还是该哭该笑 正正地推开门 行尸走肉般走了出去 五一代神医 距离见鬼之夜 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从那夜以后 再也没有看到鬼影 或听到鬼歌 云交当晚 虽然走出了 宗正明珠那间客房 但很快被玉成剑士 发觉她穿着古怪的衣裳 神情恍惚 形迹可疑 当晚就被玉红竹 关了起来 云交在玉红竹 严刑拷打之下 仍是什么都没说 这让李莲花 遗憾得很 这已是玉木兰服用 李莲花那六味杂草汤 第八天了 病情仍然未见好转 仍旧是呆若木鸡 对身边人士 茫然无知 玉红竹在李莲花 拔杂草的时候 就隐约猜到 这并不真是什么奇要 但李莲花既然说 玉木兰要服下 她仍旧每日照旧浸泡 端一碗给玉木兰喝 这六味杂草汤 究竟有什么奇效 不止玉红竹 玉城内 大家都疑惑得很 但就在第九天 玉木兰的风病突然好了 第九日早晨 玉木兰的房门开了 那位昨日还目光呆滞的病人 今天早上开门出来的时候 身着紫衣 精神饱满 神采焕然 当人精神一震的时候 果然和病时不同 玉木兰此时看来修为其长 浑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书生 眼若寒兴 鼻若玄胆 他对发狂之后发生的一切 茫然不知 即不知道他纵火焚烧玉城 也不知道他竟下令 要护送小姐回城的五十六件事 全部自尽 听到消息之后 大痛 在死者坟前眼泪姗姗而下 悔恨不已 玉红竹心下叹息 不敢让他看见玉秋霜 死状可怖的尸体 只劝他精心修养 照顾自己 而李莲花赶来 为玉木兰查看病情之后 却只在喃喃自语 为何药物到第九日才生效 真是奇怪野灾 不可思议 早饭之后 夫人抓住云娇之后 当真没有查出究竟是何人指使他假扮鬼怪 在玉城内装神弄鬼 玉木兰听说了云娇被擒的经过之后 奇怪地问 难道城内种种古怪离奇之事 都是云娇一人在暗中作怪 他和双儿是好友至交 怎么可能做下这等事 他和双儿一样吃恋明珠 双儿若不死 他怎可能得到明珠的心 玉红竹冷冷地道 双儿之死断然就是这个贱人搞的鬼 杀了我的女儿 居然还胆敢装神弄鬼 道我玉城作怪 好大的胆子 他杀了双儿 玉木兰失声问 他半夜三更到李先生房里装神弄鬼 出来的时候被见识所勤 哪里还有假 玉红竹冷笑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小贱人竟然敢在玉家犯下这种滔天大罪 若不将他像双儿一般火焚而死 我不配当这个娘 玉木兰木中露出怨恨之色 夫人不如今日午时 我们便处置了他 为双儿报仇血恨 玉红竹点了点头 我正是这个意思 他并未受人指使 装神弄鬼全是他一人所为 那天晚上还想谋害李先生 幸好被李先生挡下赶了出来 玉成夫妇认定 云娇是杀死玉秋双的凶手无疑 就在说话之间 门口有白影一晃 一名白衣剑士赶到门口 城主 夫人 属下有要事相报 什么事 玉红竹 唯有韵色 宗正公子回来了 白衣剑士赶 宗正公子回来了 也是要事 玉木兰也是韵怒 宗正明珠自从和玉秋双 有了婚约之后 常常住在玉城 在城中已不算客人 宗正公子回来了 算什么要事 竟要打搅他们夫妻谈话 不 城主 夫人 宗正公子被人用枷锁靠住 被补青天压进来了 白衣剑士素来冷漠的语调中 充满了惊骇 还有花青田 也来了 玉红竹和玉木兰 都是全身一阵 面面相去 脸上忍不住流露出极度的惊恶之色 怎会 当今朝廷之中 有两位朝臣 位属大理寺 在圣上巡查天下刑案 一位号称补青天补承海 另一位号为花青天花如雪 这两人曾经抓过十一位皇亲国妻 杀了九人 流放两人 是朝野之间都十分忌惮的人物 这两个人竟然压着宗正明珠禁玉城来了 这还不是让朝野江湖震惊的大事 玉红竹和玉木兰双双一拍桌面 腾身而起 身形皆是角如飞燕 直扑玉城大殿之中 玉城大殿之中 仍旧金碧辉煌 宗正明珠被人点了穴道 脸色惨白地站在店中 他身后站着两人 一人身材高大 一人身材瘦小 两人都穿着官袍 一人只嫌官袍太小 一人只嫌官袍太大 衣冠都不甚整齐 有些滑稽可笑 但正是如此 让人一眼人出 这两人正是捕花二青天 捕成海和花如雪 见到玉红竹和玉木兰双双落地 长得又矮又瘦 皮肤又黑 有三角眼和老鼠鼻的花如雪 冷冷地问 可是你们二人暴称 此人杀人 玉红竹和玉木兰再次恶然 玉红竹心里惊骇非常 这位公子乃是当朝宗正丞相之孙 两位大人是不是抓错人了 玉木兰却是大叫一声 明珠 难道是你杀了双尔 花如雪皱了皱眉 捕成海也是一阵 从怀里抖出一张字条 难道不是你们夫妇 暴称此人杀害玉秋双 要我等捉拿归案 此事究竟是真是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 这当然不是我夫妻的意思 玉红竹道 她是我家双尔未婚夫婿 怎么可能杀害双尔 这到底是谁 胡说八道 实在是可恶之极 玉木兰却力声道 定是这小子勾结云娇 杀害我双尔 我还当云娇意见女流 武功不高 怎可能害死双尔 原来她还和明珠同谋 定是明珠指使 花如雪和捕成海又相视了一眼 这倒奇了 他们两人寻查天下已久 这宗正明珠 前八八地拿着一封信 找上他们赞助的平宴楼 打开信一看 写信人只写了一句 素拿信使 此人为杀害玉秋双之凶手 玉解全案 请上玉城 两人考虑良久 仍是把人勤下 带上玉城 不料一进玉城 城主夫妻一人称 宗正明珠 绝非杀人凶手 另一人一口咬定 他与旁人勾结 杀害玉秋双 这案情离奇之极 地窗有鬼杀人一事 补成海和花如雪 也久有耳闻 但事情如此诡诀多变 也甚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你是何人 就在玉家夫妇意见分歧之时 补成海却瞪着店中 一个坐着喝茶的年轻人 这个人从他们进来的时候 就在倒茶宴 洗茶杯 泡茶 如今正端端正正地 坐在那边 很惬意地喝茶 竟然好像悠闲愉快得很 我 坐在店里喝茶的人 当然是李莲花 闲人 玉红竹突然尖叫了一声 玉木兰和她成亲多年 从未听过她这样 不要命的尖叫 李莲花 是你原来是你 你 你 这妖怪 李莲花 按了一声 看着玉红竹的脸上 满是歉意 让夫人失望了 惭愧 惭愧 玉红竹恶狠狠地瞪着她 那美艳的眼瞳之中 混合着惊恐和绝望 你 她突然飞身而起 一掌往李莲花头上劈去 掌势灵力 竟是要把她立弊掌下 她一掌未知 李莲花手里的茶杯 已被她掌风趴辣扫落茶水 泼了一身 她站起来 转身就逃 玉红竹这一掌 把她坐的椅子 踢得爆裂粉碎 但她脸色惨白 有些事已然无法掩饰 花如雪已经鬼魅般 站到了她背后 用两根手指夹着她的脖子 阴侧侧的道 夫人赶在钦差面前杀人 你好大的胆子 身边的卜尘海 也冷冷地问李莲花 是你写的信 李莲花逃到门口 发现安全之后 转过身来微笑 是我 被点住穴道的 宗正明珠脸色死白 全身都在瑟瑟发抖 李莲花欠然地看着她 似乎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她 宗正明珠对她推心致富 她却似乎把她给卖了 宗正明珠是玉秋双未婚夫婿 为何你说她杀害未婚妻子 花如雪问 李莲花慢慢从门口走了回来 坐到了被玉红竹劈碎的那张椅子旁边的太师椅上 舒舒服服地叹了口气 露出李莲花特有的微笑似乎很温和平静 却怎么看都隐隐透露着一点点未免太过愉快的感觉 因为玉城主不会劈空长 花如雪和补城海都是眉头一皱 玉木兰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却是松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却很奇异 不知她是希望听见李莲花往下说 还是不希望李莲花往下说 只听她说 劳烦城主下令把云姑娘放出来吧 你最清楚她是无辜的 随即她喃喃地道 然后我就说故事给你们听 六奇怪的凶案 其实一开始成总标头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 我只知道这个故事太像有鬼 以至于是太像有人在装鬼了 李莲花很愉快地微笑说 而这个故事 鹤行飙行 玉秋霜 玉城剑士 云娇 到最后能活下来的人只有云娇一个 所以她和玉秋霜之死一定有些关系 开始的时候我没想到她装鬼 也没想过她杀人 只是她可能有些条件和别人不同 比如说应该知道些什么而大家都不知道 被从玉城牢房里放出来的云娇 默然过了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 等到我上了玉城以后 发现第二件很奇怪的事 李莲花说 宗正公子告诉我 她是在玉秋霜死后第二天上的玉城 可是很奇怪 一则从圆州到昆仑山 即使是玉城剑士有日行八百里的骏马 也走了半个多月才到达 她怎么可能再得到消息之后 第二天就到了昆仑山 李莲花微微一笑 除非她本来就在山上 或者她在玉城附近 二则 听到未婚妻遇害的消息 她竟从未到小棉客栈查看过 直接就上了昆仑 虽然说是担心未来岳父母 但也有些不合情理 你岂非也没有去小棉客栈查看过 花如雪阴森森的道 你也很可疑 李莲花回答 我既然发现云娇的处境和别人不同 自然就会想到她可能说谎 如果云娇所说的关于玉秋霜当晚的情况 全都不予考虑的话 她微笑说 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 玉秋霜本来就在货箱里 补城海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 花如雪也点了点头 既然玉秋霜很可能本来就在货箱里 那她就不是在小棉客栈死的 李莲花叹了口气 如此 我去小棉客栈干什么 补城海又点了点头 花如雪跟她一起点了点头 所以宗正明珠有些可疑 李莲花继续说 但我又怎么知道 她不去小棉客栈 是不是因为和我一样的理由 但还有一个人比她更可疑 谁 李莲花一笑 看了玉木兰一眼 玉成主 补城海和花如雪都是一阵 玉木兰 玉秋霜的尸身带回之后 是玉木兰放火焚烧 以至于难以辨认 李莲花缓缓地道 难道不是毁尸灭尽吗 何况她装疯装了大半个月 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那为什么这个人是凶手 花如雪指着宗正明珠的鼻子 你又怎么知道玉木兰在装疯 而不是真的疯 因为我又突然发现 玉木兰绝对不可能杀死于秋霜 李莲花叹了第二口气 我差点就以为玉木兰是凶手了 但当我和玉家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 原来玉木兰原姓徒 而不是性欲 那很重要吗 补承海问 很重要 玉木兰是一位 不会武功的落魄书生 到二十几岁 才入坠玉家练习武功 李莲花说 她没有从小练就的根基 不可能练成上层武功 习武之人你我都很清楚 玉秋霜是被人镇断肠子 腹内出血而死 虽要以劈空掌力 凌空震死于秋霜 她是做不到的 有道理 花如雪点了点头 但是她在装疯 李莲花瞪眼说 我几乎以为她真的疯了 所以我用银针去刺她的眼睛 用银针去刺她的眼睛 花如雪奇道 干什么 就算是一条小虫 你用银针去刺她的眼睛 她也是会避开的 那是动物的自然反应 李莲花说 何况玉木兰只是疯了 还不是瞎了 但是我刺她的眼睛 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证明她在装疯 玉木兰医症 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奇异 似喜似悲 似哭似笑 但我还是怀疑 她说不定得了一种 不怕瞎眼的疯病 所以我给她喝了一种药汤 李莲花微笑 一种妙不可言的药汤 喝了几天以后 我就知道 玉木兰迪的确确在装疯 什么药汤如此好使 花如雪开始对这个年轻人 感兴趣起来了 一大堆我不认识的杂草 泡成的水 李莲花回答 如果喝下去了 十有八九会腹泻或者呕吐 中毒什么的 她微笑得很文雅 很值得信任的模样 没有疯的人 是不会把它喝下去的 没有喝下去 就会把它泼掉 而泼掉以后 那些清水泡过的草子 在玉木兰和玉红竹房间的窗外 最近就长着这么一撮 六种杂草幼苗 混在一起的草丛 有趣得很 玉木兰露出了极其惊讶的神色 李莲花很和气地看了她一眼 继续说 玉木兰一旦是在装疯 郑明玉秋霜之死 和她脱不了干系 即使人也不是她杀的 但是她一定在其中藏着亏心事 但就在我想不通 宗正明珠和玉木兰 究竟谁更可疑的时候 我又发现 玉夫人也很奇怪 她微笑地看了玉红竹一眼 玉夫人几次三番 要引导我怀疑凶手便是云娇 而女儿死后 她似乎不怎么悲伤 最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不把玉秋霜埋了 而要把她放在宾馆里 而以她精明强干的为人 居然会相信鬼魅杀人一说 李莲花实在难以理解 玉木兰在装疯 难道她真能在同居二十多年的妻子面前 不露破绽的装疯装这么久 尤其以银针刺眼之后 我不信玉夫人看不出她在装疯 玉夫人似乎也有些可疑 补承海汉手 有道理 云娇和玉木兰都和真相有关 玉夫人和宗正明珠也都可疑 我必须绕回头想 玉秋霜是怎么死的 李莲花缓缓地说 她是被劈空掌力震死的 尸体却被装入祸箱 脱标出走 既然云娇在脱标路上遇到了成云鹤一行 那么她定然和脱标有关 壁窗鬼影在客栈和玉城都出现了 除了云娇 别人不可能在这两个地方都制造鬼影 所以她知道运走尸体的全部过程 顿了一顿 她继续说 小眠客栈发生的事 完全是凶手找鬼替罪的一场闹剧 指挥这一幕的是云娇 可是她为什么要装神弄鬼 李莲花微微一笑 还有玉木兰为什么要纵火焚尸 又杀死全部见识 他们没有杀人 却做了掩盖罪行的事 我猜测 他们以为自己杀人了 以为 花如雪大出意料之外 以为自己杀人 有这种事 我发现玉秋霜是被长力震死的时候 云娇很惊讶 李莲花说 玉城李莲城 批空掌力 能震死玉秋霜的人很多 但是为何有人要她死 我实在想不出来 她死了 对谁有好处 没有好处的事 怎会有人去做 砸烂一个花瓶 对谁都没有好处 但这种事 似乎常常有人在做 那就是不小心的时候 花如雪笑了出来 你是说玉秋霜之死 纯属误杀 玉秋霜只在城内活动 见识练功之处 修在城外 没有召唤他们 不会进入城内 丫鬟仆人们 武功却都不高 既然别无旁人 那么能误杀玉秋霜的人 不过常在玉家 来往的几个人而已 李莲花微笑 宗正公子 玉夫人 玉木兰 云娇 既然玉木兰和云娇 都没有批空掌的修为 那么凶手只可能是 宗正公子和玉夫人之一 或者他们两个都是 他的视线停留在玉虹主身上 但这个时候 就会发现事情很奇怪 花如雪和补城海 都是黑黑一笑 他们都是老江湖了 一听便知是哪里不对 果然李莲花接下去说 这四个人的组合很奇怪 玉木兰和玉夫人 竟然是分开的 玉木兰和云娇是一组 玉夫人和宗正明珠是一组 玉木兰和云娇相互协作 而玉夫人掩护宗正明珠 为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 玉木兰和玉红珠两人的脸色都很苍白 云娇的脸色更苍白 苍白的近乎是她立刻就会死一般 宗正明珠脸上突然有泪流了下来 李莲花很无奈地各自看了这四人一眼 叹了口气 我记得刚到玉城第一次为玉木兰看病的时候 有人曾经在门外的花园里窥探 还在走廊上留下了一个脚印 玉夫人说那是云娇 是吗 云娇像木偶一般僵硬了很久 最终点了点头 她脸上也有泪流了下来 那证明你很关心玉木兰 李莲花柔声说 云娇闭起眼睛又点了点头 你甚至愿意为这件事死 为这件事杀人即使人不是她杀的 她却难以解释为什么她要运走尸体 李莲花温柔地说 她对着女子说话都很温柔 文雅得很 你爱她 玉红竹和宗正明珠都是一阵 露出了极其错愕惊讶的表情 只见云娇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又点了点头 李莲花的视线转到宗正明珠脸上 很无奈地笑了笑 与大小姐行走江湖 相识的朋友果然都是人中龙凤 宗正公子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云姑娘温柔贤体贴细心 只可惜 是太优秀了些吧 玉城主正当盛年 玉夫人美艳无双 只怕比年方十八的小姑娘胜过多多 宗正明珠的脸色惨白如死 李莲花顿了一顿 想通了这层关系 就明白玉秋双为什么会死 玉秋双的致命伤是小腹中长 她为何会小腹中长 这位置对于劈空掌而言未免太低了 纵观玉城楼宇 只有城主卧房之外 有一圈白玉栏杆围起的花廊 往左连接一栋空屋 往右连接玉秋双的房间 她缓缓地说 雨气在这时慢慢透露出一丝诡异 如果有人爬上栏杆 她就能从右边窗户 看见房里的情景 而这时房里的人发现她在窥探 这么一挥手劈出一掌 正好打中她的小腹 她受伤跌倒之后 可能因为受惊过度 跑错了方向 逃到了那间空房里头 她真是个运气不好的姑娘 逃进了那间空屋以后 看到了另一件万万想不到的事 而她被镇断肠子 腹内出血 或者就在指责和哭诉之间 倒地死去了 所以才有人以为 她是自己杀的吧 以上说法并无证据 尽是李莲花一派妄想 不过她与其温和地问宗正明珠 记得我托你帮我做一件事的时候 问你什么吗 我问你 刚能劈碎五丈以外的沙包吧 你很惊讶地问我 你怎么知道 从城主卧房到那白玉栏杆的距离 恰好五丈 而如果是玉夫人动手 她瞄了一眼身边被劈烂的南木太师椅 只怕连她的骨头也劈碎了 故事说完了 玉成大殿中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 啪 啪 啪三声 花如雪拍了三下手 宗正明珠张了好几下口 补成海拍开她哑学 只听她沙哑开口道 我不是有意杀她 虽然 虽然 你说得不错 但宗正明珠对于秋霜如何 天地可见 那天只是 措手 李 你不能怪她的 我明白 云娇突然惨然开口 木兰和夫人成婚二十几年 他们 他们之间并不相爱啊 只是为了秋霜 二十多年都抢颜欢笑 在女儿面前假扮恩爱夫妻 就算遇成富可敌国 可是他们过的日子 或者还不如贫穷百姓 木兰她 是很可怜的 夫人也 夫人也 她想找个看重她的男人 有什么 错 她脸颊上泪痕纵横 错的只是我们都骗了秋霜 怕她受不了 结果我们四个人 联手 把她弄成了那样 我不怕死 要抵命就杀我吧 我不怕死 和木兰无关 云娇 宗正明珠没有想到 她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全身颤抖 人是我杀的 她 她爬到栏杆上去采花 看到了我和红烛在房里 我想也没想 想也没想就批了她一掌 可是我发誓 那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她 她从栏杆上摔下去 跑到空房子里去了 我和红烛穿好衣服出去找她的时候 她已经不见了 然后我再看到她的时候 他们竟然说她死在圆周 尸体被运回来了 我 我真的以为有鬼 李先生调查她为何会死在圆周 我比谁都想知道真相 她跑进屋里来的时候 我和木兰在一起 云娇悠悠地道 她冲进来的样子像疯了一样 指着我和木兰说了很多很多 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突然她摔倒在地死了 我和木兰一直以为是我们把她气死的 秋双先天柔弱 小时就有气促之症 她死在我和木兰面前 我们很害怕 木兰虽然富有 可是一切都是夫人给的 如果夫人知道她害死了秋双 还有背着她和我在一起 绝不可能原谅她 所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 处理秋双的尸体 我和木兰完全不知道她和明珠的事 她可能一直误会 我会和她争夺明珠 也不知道我和木兰在一起 她秋水般的眼神看着李莲花 李先生真的很可怕 每件都好像亲眼看见一样 我戴了面具 立刻下山去找了一家彪行 木兰把她藏进了空箱子里面 然后把她这么多年 在玉城私藏的钱财和秋双 一起拖标运走了 当作后路 对外只说是贩卖玉石 但是现在是夏天 尸体在箱子里不能放太久 所以我在小棉客栈追上她 装神弄鬼果然吓得她 打开箱子查验 成云鹤老实得很 一点不懂得怀疑别人 这事顺顺利利全都推在鬼头上了 我和木兰想 只要是鬼杀的 便不必追查凶手 这件事也就此完结了 她轻声说完 擦浅了眼泪 默默无语 我和明珠找不到秋双 就已听到江湖上传言闹鬼了 玉红竹终于开口了 李先生 你之所以能顺利进入玉城 就是因为当时我和明珠 害怕得狠 她用冷冷的语气说 音调却很苍凉 你是江湖有名的大夫 果然你一来不负我望 立刻看出秋双 是死于那家长法 绝非鬼魅作祟 这让我放心不少 李莲花文言微笑 夫人生怕明珠杀人被人发现 又误会 云娇常来玉城是为了明珠 所以下了杀心 几次暗示提醒我 云娇就是凶手 可惜李莲花愚钝 一直没有领会夫人的意思 她说她没有领会 却一点惭愧的意思都没有 你深藏不露 没看出来是我有眼无珠 玉红竹淡然说 杀死秋双的是明珠 玉木兰已经全然放松了 哈哈笑了起来 李先生果然聪明 没有冤枉好人 我和云娇本就是无辜的 哈哈哈哈 正在她言笑之际 花如雪冷冷地道 你装疯卖傻逼 杀手下见是五六十人 难道他们就不是人 只有你女儿才是人 玉木兰的笑声陡然耿住 云娇闭着的眼睛一直没有睁开 此时眼睫在颤抖 已说不出话来 补承海森然道 我等本就不是为了 遇秋双仪式前来遇成 五十余年来 江湖之中逼迫门人自杀之事 早已绝迹 我等不过想认识认识 逼迫五六十位门下弟子自杀的 玉成主 究竟是如何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花如雪紧接上一句 你是装疯 不是真疯 那五六十条人命 少不得要你担当了 玉木兰脸色变得惊恐之极 不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 我没有杀人 他们全都是自杀的 玉红竹冷冰冰的道 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么一天 木兰 你自私狂妄 自从踏进玉家大门 就从不拿别人性命当回事 心胸狭窄卑鄙无耻 却又装得道貌黯然 他看了云娇一眼 当年我和你一样 被他偏偏风度 潇洒的外表谈吐所骗 我还知道回头 你却是冥顽不灵 和蒲木兰一样死不足惜 云娇无助也惨淡地看着李莲花 在他揭穿玉木兰装疯的时候 他就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他和他想象中的那些梦幻般的将来 都已成泡影 李莲花看着他的眼神充满歉意 但是云娇清楚得很 他给了他很多次悔过和抵罪的机会 使他不珍惜 明珠 玉红竹看向宗正明珠 是我害了你 他深吸一口气 我若没有引诱于你 如今你和秋双都会好好的 过着羡煞神仙的日子 他是个好孩子 只是我不是个好娘亲 宗正明珠点了点头 再点了点头 什么都说不出来 玉红竹闭上眼睛 打从玉秋双出生之后 无忧无虑地长大 从不知爹娘貌和神离 他有多快乐 他就有多恨他若不是为了秋双 他绝不会和蒲木兰过了大半辈子 青春韶滑如流水 就这么消磨而去 而如果今生不曾遇见宗正明珠 他又何尝算是曾经美丽过呢 虽然那是罪 孽 妻女归 等李莲花从玉成回来的时候 江湖上对李莲花又有了新的传说 传说他用药如神 一碗药汤就让得了失心疯的玉木兰 神志清醒 最终揭露了落日明珠袍 宗正明珠杀妻和玉氏夫妻 各自偷情的起案 宗正明珠被捕 花二青天捉拿归案 这两人行事狠守规矩 宗正明珠使官 所以他被关进刑部大牢 而玉木兰和云娇这些江湖中人 他们交给佛比白石 佛比白石是一个十年前就存在的组织 他本是十年前四股门 对抗邪教金冤盟时内设的刑堂 而后金冤盟土崩瓦解 四股门门主李向怡 与金冤盟盟主狄飞升海上一战双双失踪 四股门也随之解散 十年前铲除金冤盟的少年侠士 都已步入中年 归隐的渐渐声名淹没 而未归隐的都已纷纷取其生子 开宗立派 显赫一时的四股门只有刑堂留了下来 因当年对四股门的敬仰 他十年来成为江湖刑堂 为各家各派叛徒逆子评审功过 施以刑法 佛比白石一共四人 汉佛 比丘 白鹅 石水 这四人曾是李向怡左右手 经过十年岁月 早已成为这一代江湖弟子 心向往之的当世大侠 道士当年和敌飞升在海船上两败俱伤 一起失踪的李向怡 已渐渐被人遗忘 反倒不如佛比白石如今声名显赫 玉木兰和云娇一入佛比白石 定能得到最公正的评判 李莲花提着他那个小小蓝色印花的包裹 慢吞吞地回到平山镇的小路上 大老远他就看到一个人摇头晃脑地 对着他那栋莲花楼在吟诗 心骄别我吸睛去 愁满春魂不易醒 从此无人访穷病 马蹄车者草青青 突然那个人转过头看见李莲花回来了 大惊失色 骗子回来了 你还没死吗 李莲花看着这个人微微叹了口气 这个书呆就是号手穷精诗文绝 第一个被他从地下挖出来的大活人 诗文绝或方多病相反 方多病兽骨临巡貌若饿飘 却自诩为病若贵公子 诗文绝明明是以文若书生 却在太阳下晒了一张黑如包公的脸 已是他并非白面书生 你还没有疯 我怎么会死呢 诗文绝学着他叹了口气 歪着头看他 我听说了李莲花抓鬼的故事 突然替你觉得伤心得很 李莲花微微一笑 你这人虽然是个骗子 还是个穷鬼 不会治病 打架的本事也差劲得很 但是至少并不是个笨蛋 诗文绝说 如果在几年以后你突然变成疯子 我会很不习惯的 李莲花也叹了口气 我也觉得自己过得蛮不错 如果那天来了 你记得替我掉两滴眼泪 我也会伤心得很 两个人面面相去 同时叹了口气 然后忍不住一起笑了起来 走进吉祥文莲花楼去了 李莲花的首哨音心经 首诀音心包经 足阳明被经曾受重创 此三经对大脑影响甚多 三经受损会导致智力下降 出现幻觉 最终疯癫 并且无药可治 此事只有诗文绝一人知道 私底下他为李莲花叹了不少气 这人的的确确是个骗子 那张笑脸底下不知藏了多少 他根本搞不清楚的狡猾心思 但正因为这个人狡猾得很 一天天等自己变傻变风的日子的滋味 他实在想象不出来 而显然李莲花的日子却过得很舒服 这让他佩服得很 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进了吉祥楼 诗文绝突然发现李莲花的布包里多了一个活的东西 这是什么 老鼠 李莲花小心翼翼从布包里掏出一只鹦鹉 鸟 这是鹦鹉还是一只母的 诗文绝瞪了他一眼 哪家小姐送你的定情信物 这是云娇养的 李莲花很愉快地笑 她会唱歌 你想不想听 唱歌 诗文绝绕有兴趣地看着那只羽毛鲜黄 形态爱娇的鹦鹉唱两句来听听 李莲花摸了摸他的头 没过多久那只鹦鹉开始张口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鬼在叫 长得这么可爱 怎么会发出这么恐怖的声音 女妖一样的 诗文绝在听到犹如断舌鬼哭的歌声 从那只娇小玲珑 神态害羞的鹦鹉嘴里唱出来的时候 吓得当场跳了起来 摸着胸口鱼鸡未消 这是什么鬼东西 李莲花温柔地摸了摸那鹦鹉的会 她只不过舌头被人剪了一截 我给她起了个名字 叫做女龟 接着她喃喃地说 方多病想必会喜欢她的声音 不行 这东西万万不能让她看见 诗文绝大吃一惊 你要是把这东西送她 我保管她天天晚上带着她到处吓人 吓完了方式吓武当 吓完了峨眉吓少林 你不要祸害江湖 那么我就送给你吧 啊 不要 我不要晚上做噩梦 很可爱的 也很好呀 一个钱的大饼可以让她吃十天 很便宜 李莲花很认真的推荐 李莲花 你他妈的现在就疯了不成 我不要 一品坟 一品坟 风霜冬雪 松木争容 这里是前朝西城皇帝的陵寝 方圆五十里的山头给皇帝修整成了圆形的宝顶 种上整齐的松木 宝顶下建有规模宏大的宫殿 史称西陵 当地人多称一品坟 前朝西城皇帝是个平庸皇帝 在位期间未有什么功绩 但也未曾出过什么大错 驾崩数百年来 西陵寄计无闻 连书生默克也急稍想到这里悲风怀骨 当朝皇帝在五十里西陵 寥寥留了百人军队替西城守陵 显然并没有什么诚意 而驻西陵的士兵又多以喝酒闹事闻名 毕竟 看着一个绝对不会从坟墓里爬起来的死人 实在是无聊得很 张青毛摇摇晃晃踏着下了四天的积雪 从西陵地上攻走了出来 提着两个酒壶 大冬天冷得紧 他划拳输了要去打酒 顺便买几斤卤牛肉回来消寒 虽然外面风大雪大 但想到过会儿就能舒舒服服的喝酒吃肉 他还是打起精神垫着肚子 往西陵外二十里地的平山镇走去 这一天是腊月初一 雪已经下了四天 积雪一直积到他膝盖 他走了一阵就逐渐咒骂起来 突然绊倒石头一跤摔倒 更是止不住对在西陵地上 攻避寒的同僚的娘亲们一阵痛骂 好像他正是被这许多人踢下去的一般 等他咒骂到心怀舒畅 爬起身来 突然看到积雪里露出一只脚 那是一只有点像萝卜 又有点像树干的脚 他唯一让张青毛认出那是一只脚 是因为他还穿着裤子和鞋子 那只脚穿着质地良好的黑色紧缎 在被张青毛铺了个坑出来的雪地里 分外明显 那只脚上的鞋子薄底软面 上面绣着一个没有脸的人头 只有头发和脖子 啥是古怪 张青毛在变成酒桶之前 也在江湖上混过几年 看见那鞋子 他呆了半天 半嗓大叫一声 杀手无言 从雪地里露出来的那只 犹如萝卜的脚的主人 叫做慕容无言 名列江湖艺人榜第28名 杀手 年岁不祥 胡人 他做过的最轰动的一件事 是刺杀少林寺方丈未成 从少林寺全身而退 并且没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 一佛比白石 佛比白石的落脚地 在青园山后一片沼泽之后 有处很小的庭院 名百川 取义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百川之内有房屋四五处 青砖乌瓦 积雪盈寸 一位年约四旬的青袍人 副手眺望庭院 他的窗户所对那一面 院中空空如也 只有一脚青砖 上面寄满了白雪 留着不知是什么鸟 却落过的细微痕迹 青袍人浓眉俊墓 身材高大 在窗前站着 便似顶天立地一般 他是佛比白石之手 姓继 明汉佛 听说最近伊品坟出了件大事 继汉佛身后有人说 慕容吴言和吴广都死在那里 我查过伊品坟的历年纪事 自三十年前开始 在那里失踪的共计十一人 其中七人都有一身不错的武功 但以慕容吴言为最高 纪汉佛冷冷地道 此人武功不在你我之下 在纪汉佛身后说话的那人 穿着一身肥厚的棉衣 圆脸肥醇 体重至少在二百斤以上 身材却不高 圆圆的就像只肥鹅 正是白鹅白浆醇 这次和慕容吴言 一起出现在伊品坟雪地松林里的 有铁骨金刚五广的尸骸 两人都一样上身骨瘦如柴 下身浮肿 全身并无伤痕 恩 纪汉佛淡淡应了一声 比丘派出人手调查此事 应当不久便有消息 白浆醇嘻嘻一笑 比丘这小子自从门主去后 算来也有快十年不出门了 他穿着大棉袄 却拿把菩扇扇了扇风 就像你自费右手 人都死了 你们拿自己过不去 有什么好处 你想得通 何必在你房里摆东海海岛地形 又悄悄遣人去找 纪汉佛淡淡地说 白浆醇哼了一声 转了话题 比丘死不出门 他那些手下弟子笨蛋居多 我刚好有件事要去云南 你和老四手头上也还有事 一品坟的事又是大事 你打算怎么办 一品坟的事比丘已经托给方氏 纪汉佛眼中掠过一丝 积不可见的光彩 他的人虽然不出门 但是做事仍旧很妥当 白浆醇被肥肉挤在一起的小眼睛闪了闪 交给方多病 纪汉佛汉手 墓地 白浆醇的小眼睛又精又亮 纪汉佛沉颜了一会儿 缓缓地道 李莲花 白浆醇趴的一声把菩萨拍在了桌上 李莲花 年岁不详 出身不详 样貌不详 六年前出道江湖 为江湖第一神医 有吉祥文莲花楼一座 制作精巧可以扭马托拉行走 医术如神 曾使施文爵和贺兰铁死而复生 最近和捕花二青天合作查明 闭窗有鬼杀人一事 不知其人在暗中起何等作用 白鹅白浆醇负责佛比白师里人脉琐事 江湖中人只要有名字 他多半都知道一点 若是名人 他更是如属家珍 纪汉佛道 此人和门主并无相关之处 只是那莲花楼 他顿了一顿 陈生道 你可还记得 当年你我攻入金约蒙腹地 一飞升寝供之前 有一处佛堂 白浆醇点了点头 我还记得我们冲进去的时候 纳佛堂还在烧香 只是狄飞升却已不见了 纳佛堂上的雕花 是狄飞升手下金像大师索克 金像来自天竺精善佛法 雕刻 纳佛堂的雕花建造 深得比丘勤佩 纪汉佛道 莲花楼上的纹路和纳栋佛堂极其相似 如出一辙 你和比丘怀疑李莲花是金约蒙弟子 白浆醇细细地思考 此人值得已是 如果莲花楼真是金约蒙之物 那么李莲花必定和狄飞升有关 纪汉佛淡淡地道 他和门主双双失踪 他若未死 门主也应无恙才是 白浆醇没有回答 过了两久 从肥硕的鼻孔里长长地喷了两道气 比丘让谁去西陵 葛潘 葛潘是比丘手下最得力的弟子 甚至他记账和算账的本领可算百川之中最出色的一个 年二十有五 进入佛比白石刚好满十年 李相仪失踪后 不久他便被比丘收为弟子 他平生最遗憾的事 就是没有亲眼见到过李相仪 四顾门门主李相仪以俊美冷俊出名 一手相仪太监名震江湖 为人冷傲孤僻 智慧绝伦 他十七岁成立四顾门 十八岁名扬天下 四顾门内人才积极 他能令如纪汉佛 白江纯等人俯首听令 对他敬若神明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凭此就可以想象一二 葛潘常常感慨他生也晚 未曾亲眼见过李相仪的风采 这一趟和方氏合作前往一品坟 葛潘对自己的任务 觉得有些兴奋 十年以来他也很少因为任务触动心情 但这一次去试探李莲花究竟是否金约蒙的人 他却真的觉得有些兴奋 他快马加鞭 午后就可以到达方多病信上说的地点 小月客栈 骏马极弱流星 从山道上掠过 在转过弯道的时候 突然有些水洒在了山道旁的积雪上 葛潘似乎办到了什么 那马匹亮呛了一下 继续往前奔行 二路在河方 方多病很烦恼地坐在客栈里 看李莲花走来走去 这个人抱着小月客栈老板娘的儿子 在屋里走来走去已经很久了 他一停下来 那小子就用一种狼嚎般的声音哭 这是你儿子 不是 李莲花抱着那长得并不怎么可爱的小子 轻轻拍着他的头 不是你儿子 你干嘛要哄他 方多病简直要被李莲花气疯 我坐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时辰那么久了 本公子事务繁忙 日理万机 千里迢迢来这种小地方找你 你竟然在我面前哄了一个时辰别人的儿子 翠花出门去了 李莲花直指门外 她买酱油 儿子没人照顾 这世上还有更多寡妇的儿子没人照顾呢 你不如一一娶回家算了 方多病瞪眼 狠狠一拳砸在桌上 我告诉你 佛比白石 帮本公子做见识 这件事事关铁骨金刚吴广和杀手吴炎 慕容吴炎 你若不和本公子去调查凶手 本公子立刻杀了你 他威胁地看着李莲花 你去不去 不去本公子立刻杀了你 吴广也会死 李莲花吓了一跳 慕容吴炎也会死 连李相仪和狄飞生都会死了 这两个人算什么 方多病不耐烦地看着他怀里的孩子 拍桌子吼道 你到底要抱别人的儿子抱到什么时候 格拉一声 是门开了右关上的声音 门外传来了一个年轻人尴尬的声音 在下葛潘 佛比白石门下弟子 他显然开门听到方多病一声怒吼 也吓了一跳 手一抖把门又关了 方多病立刻整了整衣服 他今天没带那饼 被他起名叫做尔雅的长剑 露出一张温文尔雅的笑脸 嗨嗨 请进 在下方多病 葛潘推门而入 他身着一席仇治青山 足灯保底快靴 比起他这个年纪的少年人 微笑得更加和气一些 葛潘见过方公子 李先生 他抱拳对方多病和李莲花一礼 在看到李莲花怀抱婴儿的时候 显然睁了一下 很快回过神来 只坐不见 一品坟情况如何 方多病双手搭着椅子扶手 比秋传信于我时 只说吴广和慕容无言死在一品坟 其余细节说等你到了之后戏谈 究竟是怎么回事 葛潘在方多病桌前再拱了拱手 师父得到的消息也不确切 根据俄师叔所获情况 两人上身受瘪 下身浮肿 并无伤痕 尸体在离一品坟地上攻 十里左右的山树林里 两人相隔十五丈 模样十分古怪 发现尸体的叫张青毛 本是少林弟子 慕容无言死在西陵 这事虽然和守陵军没有什么关系 但在江湖之中却是大事 俄师叔查过资料 这不是在西陵发生的第一起 三十年来 已有十一人在西陵失踪 其中不乏好手 西陵就在后面 方多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上去看看就知道 只是还要等一等 葛潘急道 等什么 方多病又哼了一声 等老板娘回来 等老板娘 回来 葛潘倾咳了一声 无法理解 方多病怒气冲冲地 瞪着李莲花 李莲花满脸 方氏对佛比白石之托 十分重视 以再三告诫 方多病行事 务必谨慎 此事要查明 而方多病 定要托上李莲花 一起行事 他自诩是聪明人 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时候最管用 葛潘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位半赏之后 终于开口的江湖神医 只觉有人能把老板娘 买酱油 看得比调查慕容无言之死 更为重要 倒也少见 他们又等了半个时辰 也没有等到 小月客栈的老板娘孙翠花 最后李莲花 只得把孩子 托给隔壁怡红院的老宝 回到客栈 其他两人 已等得满心焦躁 很快三个人 往西陵行去 登上西陵的时候 天色已晚 四周人际寒至 这里是皇家禁地 虽说驻兵不过百人 平常百姓也很少踏入西陵地界 靠近西陵的地方全是山树 几乎没有野味出没 是块整齐前径的死地 三个人的脚印在雪地里 蜿蜒呈现 清晰异常 在这样的雪地上 只要没有大雪 天气没有转暖 几天之内的足迹 也必清晰如新 前面不远的树林中 有些火光 三人尚未靠近 林中已有人大声喊话 说是朝廷驻军 要嫌人速速离开 葛攀扬言 是佛比白石弟子 林中却有几人 手持火把出来 自称是少林 武当门下弟子 已等候佛比白石多时了 林中手持火把的 共有五人 其中肥胖的便是张青毛 其余四人两人 也是少林俗家弟子 又是孪生兄弟 也姓张 叫张庆虎 张庆诗 两人相貌极其相似 只是张庆虎脸颊 有一颗黑质 张庆诗却没有 张庆虎膳使少林十八棍 张庆诗精通罗汉权 另两人是武当弟子 一个叫杨秋月 一个叫古风心 几人守着慕容无言 和吴广的尸身已有数日 毕竟是江湖出身 深知这两个死人 与其他死人不同 这是一个不好 只怕这两人的亲戚朋友 族人尸门统统赶上山来 那时这百人驻军 有个屁用 还不是只有引颈就路的份 三个姓张的同门师兄的 看守慕容无言的尸体 杨秋月和古风心 看守吴广的尸体 眼见等到了人 都是脸线喜色 方多并看了那两具尸体两眼 这两人生前虽然不是胖子 至少也很壮实 现在却成了上身浅瘪 下身浮肿的古怪模样 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是怎么搞的 中毒还是中邪 葛潘利索地翻看了一下 吴广的尸体 奇怪 这两人竟是饿死的 饿死的 方多并大吃一惊 他看得出身边那位神医 也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这两个人都不穷 怎么会饿死 在潮湿的地方饿死的人 就是这副模样 葛潘说 李先生应该很清楚 我本来还当他们受毒物所伤 以致浅瘪和浮肿 现在看来断然是饿死的 他抬头恭敬地看着李莲花 不知在下浅见 可是有错 李莲花一正 微微一笑 不错 方多并在旁边嘿嘿一笑 不置可否 奇怪 在这空旷之地 两位绝带高手竟然会饿死 看来他们绝非在这里死的 葛潘非常困惑 四下张望 走到树林边缘 往西陵眺望 除非有人将他们困在 什么没有石水的地方 难道竟是 方多并接口道 西陵 葛潘点了点头 方圆五十里内 除了西陵 只怕并无其他地方能吸引这两位高手 李莲花插了句话 那他们是如何到了这里 方多并和葛潘都是一正 西陵距离这里仍有十里之遥 虽然尸体附近脚印繁多 却都是步履沉重的首陵军的脚印 绝不是慕容无言和吴广留下的 方多并脑子转得快 难道他们出来的脚印被张青毛他们踩没了 李莲花似乎没有听到方多并的疑问 却抬头呆呆看着身旁的一颗沙漠 方多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脑筋一转 突然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这两个人既然不是在这里死的 当然不会有脚印 他们之所以会被丢在这里 是因为出路的缘故 葛潘起到 出路的缘故 什么道理 方多并指着那颗沙漠 你看葛潘凝目望去 那颗巨山的枝干之间 有一块积雪微微凹了一块 留着一个清晰的印记 落足点 方多并点头 这棵山树在慕容无颜和五广尸体之间 他们相隔十五丈 这棵树正是终点 慕容无颜便在此树外巴掌处 葛潘四下一看 顿时醒悟 原来如此 这个山头山树虽多 却不连贯 难怪这两人相隔十五丈 方公子目光如炬 葛潘十分佩服 方多并后颈顿时冒出许多汗 前笑一声 瞪了李莲花一眼 李莲花却听得连连点头 原来西陵山头长满沙木 但是沙木林并不连贯相接 不仅是一片沙木林本身有空余之地 从山头到山腰还有一段段带 慕容无颜和无广的尸体 正处在上面一片沙木林的空地 和下面一片沙木林之间的段带之中 若有高手想平级沙木 不着痕迹地从西陵山头下去 势必跨越近二十丈的雪地 而即使是绝带高手 也不可能一掠二十丈 若是在其他山头 只削拾起石头垫脚 便可从容离去 偏偏西陵却是黄陵 整座山经过精细的人工修整 山头铺满大小一致的卵石 此刻也都在积雪之下 若是挖出一块来垫脚 反而暴露行迹 而此时若是身边恰好有两具尸体 只怕便有人夹带尸体 自沙木树梢而行 将两具尸体置在雪地之中 当作借力之物 它越过二十丈雪地 自山腰树林离去 不在雪地上留下任何痕迹 单看此人丢置尸体 浑然不当一回事 便知绝非寻常人物 却不知为何 他宁可丢下两具 势必引起轩人大波的尸体 也不愿留下脚印 方多病难难自语 难道这人不是害死 慕容无言和无广的凶手 如果是凶手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我知道了 他眼睛一亮 这人的脚肯定有毛病 他平日一定自卑得很 所以无论如何 不肯在雪地里留下脚印 方大公子得意洋洋地 说完他的妙论 却发现李莲花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树上留下的落足痕迹 葛潘走过去 不住翻看慕容无言的尸体 似乎并没有人听见 张青毛对这三人静若神明 在一旁静静听着 张庆虎却开口道 我等守卫西陵已有年头 明楼和宝城里住满了人 就算有人被关在西陵宫里 也不可能直到饿死也没有发现 张庆师不善说话 点了点头目光却一直看着葛潘 方多并和张庆师目光一对 隐隐觉得似乎有哪里一样 一时却想不出来 如果是在地下宫呢 杨秋月冷冷地问 你不要忘了 虽然西城皇帝遗诏入葬从简 但是这里既然是皇陵 说不定地下真的有什么宝物 值得慕容吴炎和吴广来这里寻宝 这里也有不少传说 什么观音垂类的灵药 什么传位玉玺 各种各样皇陵该有的传说都有 此人相貌斯文 说起话来透着一股阴气 方多并一看就很不喜欢 但是我们在西陵三年有余 从来没有发现地下宫的入口 古风心道 如果真的有人找到地下宫的入口 又从里面带了尸体出来 那入口岂不是很大 到底会在哪里 根据史书所载 皇陵入口一般都在明楼的某个角落 葛潘道 不如我们进西陵分头寻找 李莲花看了他一眼 葛潘倾咳了一声 李先生可有其他看法 李莲花啊了一声 脸上浮起几分尴尬之色 我怕鬼 葛潘再度愕然 方多并忍不住哈哈大笑 绝代神医 夜里居然怕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葛潘叹了口气 既然先生怕鬼 那么我们明日早晨再寻 三第三个死人 档碗 李莲花 方多并和葛潘留在西陵 张青茅在百人军中是个不大不小的头目 档碗招待三位住在他房间两侧 方多并和李莲花住在他右侧 葛潘住在左侧 张青茅的对门便是张家兄弟 方多并和李莲花的对门是杨秋月 而葛潘的对门是古风心 这明楼宝城本不该住人 如是前朝派兵驻扎 必是住在陵外寻山铺 但百人驻军贪图方便便住在明楼之中 天寒地冻 他们也不寻山 整日在西陵中饮酒赌钱 输光之人出去买酒买肉 倒十分逍遥 鸡血迎城 星月暗淡 这一夜方多并几乎就睡不着觉 除了张青茅的憨声 四下寂静的出奇 窗外的雪光透过左边房间的窗户 在硬到右边房内 仍然硬得人全身都不舒服 像上下每一根寒毛 都能给数得清清楚楚一般 而李莲花却已睡得安安稳稳 连眼角也不往他这里瞟一下 不知为何 这一夜方多并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 这种感觉在看到张庆诗的时候就有 可是他分明不认识这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 一夜无眠 到快天明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有人快步冲进张青茅的房间 金黄诗错的道 张统领 张庆诗 张庆诗被人杀了 他的头不见了 有谁 有谁看到张庆诗的头 来报张庆诗被杀的人 是杨秋月 方多并从床上一跃而起 李莲花也从床上坐了起来 两人面面相去 张庆诗死了 张庆诗死得十分古怪 当张青茅穿好衣服来到张庆虎和张庆诗兄弟房里 只见张庆诗穿着便衣坐在床头 头颅已经不见了 鲜血浸透了半件便衣 天气寒冷 鲜血都结成了冰 牢牢地冻在张庆诗身上 色泽鲜艳 前进了白粉墙壁之前 一具无头血尸 着实触目惊心 据张庆虎言 他昨夜在杨秋月房里堵钱 一大清早回来就发现弟弟竟然死了 方多病和李莲花已经在张庆诗房里多时 张庆诗除了脑袋被砍 身上并无伤痕 那满脸茫然的穷书生仍是看着张庆诗发呆 而方多病满脸烦躁 显然这件事出乎他意料甚多 为何有人要杀张庆诗 他和慕容无言 吴广饿死一世 又有什么关系 奇怪 为何有人要杀害张庆诗 葛潘难难自语 莫非他和慕容无言 吴广仪是有关 方多病点头 他很可能知道地下宫的入口 葛潘急道 如果他确实知道什么的话 为何不说 方多病道 如果那两个人是他引入地宫害死的 他当然不会说 葛潘皱眉 那他为何却死了 郑明和此事有关的不止他一人 正因为今日我们要搜查地宫入口 有人便夜里将他杀了灭口 方多病叹了口气 那说明凶手肯定就在这附近 说不定就在守灵君和我们三个人中间 外面没有脚印 李莲花插了一句 葛潘一领 那说明昨夜没有别人进来 不 李莲花呆呆地说 那只能说明 还有个人也可能杀张庆师 就是从灵恩门月台越过树林 把两具尸体丢在树林里下山去的那个人 他一句话没说完 方多病和葛潘都是一阵 异口同声问 灵恩门月台 李莲花正正地道 是啊 灵恩门后是琉璃影壁 琉璃影壁之后就是明楼 明楼里一直住着人 灵恩门侧是厨房 平日有人走动的都在这一段地方 所以这段地方都有扫雪 不会有脚印 那个 厨房夜里是没有人的 月台外面有山树林 其他地方都没有 方多病啪的一声一掌拍在他肩上 赞道 好家伙 有道理 看来地宫的入口 就在灵恩门附近 李莲花仍是充满困惑的摇头 不对啊 如果是从地宫里带尸体出来的人杀了张庆师 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早上要找地宫入口 然后在夜里就把张庆师杀了 方多病一症 那就是说 葛潘脱口而出 那就是说杀死张庆师的凶手 就在昨夜小树林里听到我们今日要寻找地宫入口的几个人中间 文言 杨秋月和张庆虎的脸色都有些清白 昨夜在小树林里的人不过八人 张庆虎兄弟 杨秋月 古风新和张庆毛以及李莲花 方多病 葛潘 剩下的七人有一个是凶手 那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要割去张庆师的头颅 一切的谜团都必须进入西陵地宫才能有头绪 这沉寂了数百年的皇家灵寝 究竟隐藏着什么隐秘 能令两位绝代高手在坟中饿死 又是一位守灵兵在深夜里失去了大好头颅 张庆毛当即召集了昨夜在树林中守尸体的几人 跟随李莲花三人往灵恩门月台走去 跨过几道气势恢弘的石柱和石门 西陵的灵恩门里供着两个雕刻精美 祥云缭绕的石刻图 为九龙盘云和一条坐龙 都是守灵之物 七人开始着手寻找地宫的入口 对前朝皇帝并没有什么敬意的众人 手持刀剑 在各处浮雕之上悄悄打打 叮咚之声不绝于耳 莲花 方多并把李莲花扯到一边 悄悄地道 告诉我谁比较可疑 我就牢牢地盯着他 李莲花微笑道 啊 我也不知道 一句话还没说完 方多并斜眼看他 你那只鹦鹉好像还在我家 李莲花置了一下 皱起眉头 难道你突然喜欢吃鹦鹉肉 方多并明笑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说不定我就会突然很喜欢 李莲花叹了口气 堂堂方大公子 居然绑票小小一只鹦鹉 实在是丢脸得很 他压低了声音 唇边泛起一丝笑意 你有没有发现 张庆诗的房间里 除了他身上 其他地方都没有血 方多并想了想 嗯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要说 他不是在那里死的 李莲花道 你注意到他身上的血迹吗 那是一层层浸透下来的 并不是喷涌出来的 墙上前前静静 没有半点痕迹 方多并皱眉 你想说什么 李莲花道 我想说他是先死了 才被人砍了头 不是因为砍头死的 方多并一正 杀人灭口 只要人死了就要 何必杀了人又砍头 李莲花微微一笑 杀人可以说是为了灭口 但砍头不是 总之 反正如果他是活着 被人砍的头 他坐在床上 床后的白墙 不可能没有丝毫痕迹 你我都很清楚 刀剑砍了人 伤口如果立刻出血 血液多少会附在兵器上 当用力斩落的时候 使出的力气越大 速度越快 血沿着湿力的方向 溅出去就越清晰 他房里没有半点痕迹 只能说砍他头的人 是在他血液快要凝固的时候 才砍的头 所以刀剑分开皮肉的时候 伤口并不立刻流血 方多并祈祷 你怎么知道 他一定是在房里被砍 说不定他是在外面被砍的头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如果是在外面被砍了头 身上的血迹就不是这样的 这些血是他的头 被砍了以后不久才慢慢冒出来的 他被砍头以后一直没有被人冻过 所以才会一层一层进头衣服 却不是很快流成一道一道 也没有见得到处都是 方多并仍在反驳 他仍然可能在外面死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好像有些无奈 我只说他是先死了 才被人在房里砍了头 我几时说他一定是死在房里 你不要胡搅蛮缠 方多并哼了一声 就算他是先死了 才给人砍了头 那又如何 那就说明张庆诗被人杀了两次 要么凶手是同一个人 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砍头 要么就是除了死人和凶手 其中还有一个砍头的人 李莲花慢慢地说 有趣的事不是杀人 而是砍头 方多并一正 砍头 李莲花微笑 头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会泄露很多秘密 不管是活的时候 还是死的时候都一样 方多并无比诧异 啊 什么意思 李莲花在他耳边悄悄道 砍头 比如说砍了头 你就不知死的究竟是谁 方多并被他突如其来的 这声低语吓了一跳 哇 一抬头猛地撞上李莲花的头 寻觅入口的人们猛然回头 李莲花满脸歉意 方多并很用力地揍了他一拳 怒在那边 不要撞我 李莲花唯唯唯诺诺 满脸无辜 葛潘一直都很注意方多并和李莲花 此刻忍不住问 两位在说什么 找到地宫路口了吗 李莲花道 小方说他找到了 方多并又吓了一跳 哈 李莲花正正地看着他 很困惑地问 你不是说在琉璃影壁后面吗 方多并用力抓了抓头发 哦 李莲花继续争冲得到 是你说大凡黄陵 地宫隧道都在陵墓中心线上 入口有很多 都在琉璃影壁后面 方多并连连点头 没错 正是本公子说的 葛潘顿时大步向陵恩门外 琉璃影壁走去 西陵的琉璃影壁上 绘的图案稍微有些异样 一般琉璃影壁上 绘的都是龙凤图案 以神兽护生守灵 而西陈皇帝的琉璃影壁上 画的是极其繁复的图案 经大家辨认许久 认出是两尾长着龙头和翅膀的鲤 正绕着莲花嬉戏 这是鲤鱼画龙图 按道理这种图案 绝即不会出现在皇家事务中 此刻却居然会在了一位 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陵墓之上 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 葛潘抚摸了一阵那琉璃影壁 以剑间轻轻敲击 四处毫无异样 这里虽然有些奇怪 但是入口却在何处 一品坟的入口 肯定不是挖出来的 张青毛突然说 我在这里三年多 琉璃影壁这里人来人往 绝对没有人在这里挖过什么 也没有看到挖出来的土堆 方多病眼睛一亮 那就是有机关了 葛潘喃喃自语 有机关 但这里每一块砖后面都是实心的 入口究竟在哪里 他四下看了很久 又道 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拉扯搬动的 什么突出的东西 机关究竟藏在何处 前人巧思实在令后人敬畏 方多病斜眼看了一眼李莲花 这人既然说找到了 总不会骗他吧 不过这人骗人本是家常便饭 不骗才奇怪 哎呀不对 他说是本公子找到了 他要是没找到 岂不是本公子没面子 正在方多病在心理性性然之际 突然膝盖一麻 不知有个什么东西在他膝盖之侧血海撞了一下 他扑的一声趴在地上 大家都吃了一惊 方公子 方多病趴在地上 下巴贴着地板往前看去 突然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这时候是太阳出起的时候 光线很充足 他看到从自己鼻尖以下 到琉璃影壁下方为止 这块地面所有的沙子 都是个头大的卡在前边 靠近自己这一边的缝隙边缘 几乎没有沙子 靠近影壁的那一边缝隙边缘 多半都积着沙子 而在隐蔽地下散落着一些极小的碎石和粉尘 他往后爬了一步 地上仍是这样 再往后爬了一步 一直后退到灵恩门的后房门槛下 他才看到了毫无规则的小沙子 张统领 这里的雪是几天扫一次 只要没有下雪 这里大多不大打扫 本就少有人来 张青毛道 反正这地方本就是给鬼住的 又不是给人住的 方多病拍拍灰尘 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就是说最近都没有扫过 没有 雪是大半个月前下的 一直都不化 也有大半个月没有扫了 那么方多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入口就在这里了 啊 在哪里 李莲花惊讶地看着他 而方多病 很想用一大块布团 把他那张嘴塞住 他的血海穴 被李莲花的弹过来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撞得麻得要命 却又不得不咳嗽一声 解释道 这地上的砂石 都往琉璃影壁 那个方向滚 如果不是扫地的人 故意把砂石 都扫到琉璃影壁下面去 那就是这整块地面 曾经竖了起来 或者被抬了起来 否则地面上的砂石 不会往同一个方向滑落 有谁能把这块地板拉起来 我猜下面就是地宫入口 葛潘连连点头 有道理 不过这地面如此沉重 要如何拉僵起来 方多病顿时语色 顿了一顿 有些恼羞成怒 武功练到家的人 自然可以用手去拉 葛潘皱起眉头 那至少也要有天生神力 还是练得外加功夫 铁骨金刚吴广想必做得到 你我却都做不到 张青毛突然说 说起立起 张家兄弟是少林横练功夫出身 双手可提千斤重物 不知能否派上用场 葛潘和方多病都觉意外 看不出张庆虎个子不高不矮 人不胖不瘦 一张苦脸 却居然是天生神力 张庆虎点了点头 就从身上摸了一把钢勾出来 勾住灵恩门台阶 与地面的一条细细石缝 陡然吐气开声 哈 一声大叫 那地面咯吱作响 冒起一股烟尘 竟被他勾得晃动一下 那钢勾随即被双方距离扭曲得不成样子 葛潘及时将自己长剑剑鞘递过去 方多病袖中短棍递出 两人的兵器双双卡在张庆虎勾起的那条石缝中 大家纷纷动手 自己的兵器抵在缝隙上 齐心协力 张庆虎丢去钢勾 换了方多病的短棍 一声狂喊 猛力一翘 双手拼力上举 开 那地面突然无声无息向上抬起了约三尺之高 粉尘沙石搁之四下滚落 大多掉入了底下黑暗的洞口里 也有部分滚落到琉璃影壁之下 在地面抬起之时 杨秋月 古风新 张庆虎三人似乎都受到入口打开 里面什么暗器袭击 纷纷月开相避 落地之后 入口已经完全开启 再无暗器射出 大家的兵器都在石板的重力下压得不成样子 只有方多病的短棍还完好如新 张庆虎恭恭敬敬地把短棍还给方多病 好兵器 方多病笑嘻嘻地收入秀了 往那洞口一探头 折舌好大一个洞 那入口上方盖的石板也足有一尺来厚 方圆五丈左右 绝迹不止千金 大家对张庆虎的臂力都是凛然声味 少林弟子果然有独到之处 四溪陵地宫 七人围绕着那黑漆漆的入口看了一阵 那入口底下微微有风吹来 却是暖的 也并没有什么尘封多年的气味 葛潘兴奋得到 看来底下另有通风口 西陵果然藏有隐秘 一般皇陵唯恐封闭不全 怎会留有通风口 大家都有些奇怪 张庆毛叫人带了些火把过来 守住洞口 葛潘手持火把当先一跃 对着那漆黑的入口跳了下去 火光就在底下不远处亮了起来 那洞底离上边并不远 目约落差只有两丈 其余六人一一下到通道里 那石板若非天生神力 也搬它不动 倒不怕有人悄悄扣上 七人手持火把 那通道四壁被火焰照亮之后 大家都觉惊奇 那是一条雕琢十分精细 以石板砌成的通道 四壁上刻满了文字 并非汉字 线条纤细优美 在通道顶上还会有西天诸佛 诸菩萨 罗汉 的确是有些陵墓的样子 但如果西陵只是西城皇帝 及其妃子安息之地 为何留下一条隧道与外相通 慕容无言和吴广 真是死在这地下陵墓之中 为何他们能轻易找到入口 大家沿着那刻满文字的通道往前走 心里各自胡思乱想 一路上竟寂静无声 莲花 在寂静了好一会儿以后 方多并问 这墙上写的什么 怎么没完没了的 这墙上写的范文 在说一个故事 李莲花啊了一声 有点心不在焉 在说儿子的故事 儿子的故事 方多并祈祷 什么儿子的故事 隧道里静悄悄的 大家对着无边无际的隧道 心思越发猜疑紧张 何况身边还潜伏着杀害张庆诗的凶手 不知不觉都集中注意力去听两人的谈话 以免自己越发浮躁 只听李莲花心不在焉的道 这是妙法莲华经第五卷如来寿亮品里 如来说的一个故事叫做医子玉 如来说有一个神医 医术很高明 他生了许多儿子 有一天这位神医有事出门远游 他的儿子们在家里误服了毒药 都非常痛苦 神医回来以后 看见儿子们很痛苦 立刻配了灵药给儿子们吃 平时孝顺他的儿子相信这是灵药 平时不孝顺他的儿子却怀疑是毒药 相信是灵药的儿子吃下以后便没事 不相信的儿子却始终不肯吃 宁愿在床上痛苦呻吟 只当父亲要害死他们 这位神医其实没有责怪不孝的儿子 他留下信件说我年纪也很大 差不多要死了 我的灵药都放在家里 你们如果需要可以拿去吃 然后神医就去了远方 托人带信回来说他已经死了 那些害怕父亲要毒死他们的儿子们 想到父亲已死 怀念父亲的慈爱 又想到他不会知道究竟是谁去拿药 药应该不会是假的 便领了灵药来吃 身体就好了 然后神医归来 不孝的儿子们大彻大悟 发现原来自己有多么愚蠢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说 如来问弟子 这位神医有没有犯虚妄罪 众弟子说没有 方多病听得昏昏欲睡 西城皇帝把这种故事 当作宝贝一样刻在墙上 果然是老糊涂了 葛潘突然插口 修筑皇陵是力朝大士 他把故事刻在这里定然有用意 只是我们一时无法参悟 话正说到这里 转过一个弯道 隧道的尽头 出现了一面对扣的石门 火光照映之下 众人清晰地看到那石门由一种白色石头雕成 上刻四角海浪 两条盘龙在大浪中争夺一朵未开莲花 石门双扇 中缝在莲花纸上 左右各是一条龙 葛潘暗存 据史书记载 凡是灵目石门 其后必有自来石或是石球顶住门后 以使大门能出不能进 这石门门缝严密地插不进一根头发 要打开此门 只怕非三五个如张庆虎那般气力的满汉不可 正在他思考之际 张青毛双手一推 那山石门竟然无声无息地向后滑动 开了 众人为之一恶 葛潘往里至今一只火把 里面仍是一段隧道 石门之后果然另有巨大石球 只是早已被人震碎大半 轻塌在一旁 众人鱼贯而入 经过那堆碎石都不禁有些心惊 第一个开门之人 不知是以何等方法打开石门 又是如何震碎这半人高的巨石 如果当真是以内力传入 用隔山打牛之法隔着石门震碎石球 那人的武功尾石无法想象 石门之后的隧道渐渐往下倾斜 石壁之上依然刻着文字 隔不多远石壁上就留有空槽和孔洞 有些微风从孔洞吹入 这里的空气反而比前面好 又未走多远 前面再度出现一扇石门 这门上却会着面貌猙獰的鬼怪 门前也堆着一堆碎石 大家满腹疑团 越过这道石门 没走出石杖 前面又一道石门 这一道石门却是黄金镶嵌 以金银丝露成了一尊观音 观音慈眉善目 坐帘持柳 让人见了顿生祥和之感 张青毛用力去推 却是再也推不开了 换张庆虎去推 也是推之不开 仅是微微晃动 葛潘仰头张望了一下 看来慕容无言和无广 便是葬身此处 张青毛顿时毛骨悚然 何以见得 葛潘高举火把 在墙边一照 石墙原本刻满范文 在此处却多了许多兵器砍凿的痕迹 地上也有很多凿痕 一柄扭曲得不成样子的长剑 一落在地上 剑尖沿着墙角 硬生生插入石缝之间 只怕他们进来的时候 这里的门本是打开的 等他们聚在这扇门前 商量开门之法的时候 有人在身后 关上那扇鬼门 隧道往下倾斜 如果两扇大门本是开着的 门边顶着那石球 门关上的时候 球就会滑过来顶住门后 就算吴广和慕容无言 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来 张青毛认真看了看 身后那扇会有鬼怪的石门 一股寒意自备己升起 只听方多病接了一句 其实也不需怎么用力 只要把门稍微推动一下 那石球就会自己把门压上 而且这石球相当大 他压着两扇石门下滑 那种力道只怕无人能挡 如果还在黑暗之中 要及时找到空隙 逃生绝不容易 这里有张羊皮 李莲花从地上拾起异物 羊皮上有地图 地图上有 他困惑地看着那张图 观音 他只指面前的石门 指的是这幅观音图像吗 方多病凑过去一看 我这里也捡到一张 画得和你这张差不多 杨秋月也实起异物 这里还有一张 啊 他手里的火光 突然照到观音门底下一堆事物 羊皮覆盖着一具 已经变得漆黑的骸骨 这里有个死人 大家目光齐齐聚在门下 各自高举火把四处细看 才发觉地上 其实零散着许多骨头 大多数都给敲碎 散落于泥泞之中 以至于开始众人并未注意 大部分的头骨 都给拆散的七零八落 难以合并 而地上散落的羊皮地图 并非只有一张两张 居然有十一张之多 看着这细碎的满地骸骨 方多并突然打了个冷战 这些骨头难道是 是因为李莲花从地上 拿起一枚碎骨细看 轻轻叹了口气 没错 这骨头里面还有兵器 划过的痕迹 这些人 是被人当作食物生吃了 骨头才会被弄成这般模样 想必多年以前 这群人和咱们一样进入陵墓 却被人关了起来 相互斗殴 强者以弱者为食 但最后也不免落的一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 危待怜悯 众人却听得毛骨悚然 各自牢牢握住了兵器 这些地图指示了地宫的入口 只不过西陵之中 究竟有什么异宝 值得人干冒齐险 定要闯入西城皇帝的陵墓 李莲花难难地道 葛攀目光炯炯盯着那观音金门 不打开此门 不能明了真相 说到西城皇帝 听了吃人惨事之后 已经在瑟瑟发抖的张青毛 颤声道 我听说这墓里是有一件宝物 是一瓶西南方国进贡的药丸 那丸一耳能治百病 而且还能提高练武人的功力 我听说 听说西城把百丽那样的药丸 炼成了一粒 叫做观音垂类 方多病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看来这满地尸骨 都是为了观音垂类而来 果然西市珍宝往往害人不浅 东西还不知道有没有 就已葬送了十一条人命 杀手吴炎和吴广 显然是收到羊皮 受到诱惑而来 杨秋月道 这些人都收到一模一样的羊皮 都一起饿死在这扇门前 十一张羊皮地图背后 并有主谋 方多病虽然不喜欢杨秋月 此话却是有理 接口道 近三十年来 有十一人失踪 这里十一张羊皮 看来真的都死在这里 如果背后另有主谋 这主谋也已经谋划将近三十年了 葛潘点了点头 三十年的图谋 自是大事 方多病又道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进来得很顺利 众人都有同感 张庆虎突然沉生道 开道 方多病连连点头 大力拍在张庆虎肩上 没错 本公子正是觉得 这幕后主谋 必是经过精心策划 挑选他认为合适的开道人才 将他们引入地宫 这地道里的机关暗器 什么陷阱毒药 都给地上这些家伙收拾去了 我们才进来得如此容易 只是 最后这道观音门始终无法攻破 即使是力大无穷的 铁骨金刚无广 和在少林寺全身而退的 杀手无言 在断了后路的情况下 竟然也无法打开这道门逃生 定要打开观音门 否则无法揭开其中的秘密 葛潘轻叹了一声 李莲花的目光却在众人脸上转来转去 方多病皱起眉头 你想说什么 李莲花轻咳了一声 正正地道 我在想 在打开门之前 是不是先说清楚 那个 杀死张庆虎的凶手 杀那之间 隧道里鸭雀无声 众人都以极度惊奇和错愕的目光看着他 方多病只当自己听错了 什么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杀死张庆虎的凶手 李莲花欠然看着张庆虎 那个 虽然你砍了他的头 在脸上贴了颗痣 但是半路上掉了 众人的视线顿时起起集中在张庆虎脸上 张庆虎本能地伸手一摸 他在翘起石板的时候 已经满身大寒 这地下又潮湿温暖 方才上推了石门 脸颊流汗未前 被李莲花慢吞吞一说 心下甚是紧张 用力过猛 竟把那颗黑痣从脸上抹了下来 众人哀哑一声 这人果然是被杀的张庆虎 而不是张庆虎 方多病心里暗骂李莲花 又骗得人晕头转向 嘴里却一本正经的道 你究竟是张庆虎 还是张庆虎 庆虎 你 你没死 死的是庆虎 哎呀 我糊涂了 张庆毛惊恶之急 你们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 庆虎怎么被杀了 你干什么假冒庆虎 他陡然双目大睁 难道是你杀了庆虎 李莲花小心翼翼的看着张庆虎 眼角瞥了瞥 小心翼翼的看了杨秋月一眼 其实杨秋月口齿一动 庞腐想说什么 正在这时突然微风侧然 张庆毛发出一声惨叫 众人大吃一惊 陡然眼前六把火把同时熄灭 耳边指纹噼啪 咕咚一连串肢体相撞和扑跌之声 随即陷入一片死寂 方多病在黑暗中大喝一声 哪里逃 随即有人往外奔逃 很快远去 一团火光从上徐徐亮起 李莲花不知何时 已经躲到隧道顶上 拿着火折子 小心翼翼的往下看 方多病脸色一变 他刚才在黑暗中与人交手三招 招式繁复 简直想不通凶手如何身外化身 竟一掌劈死了张庆虎 我没想到他如此辣手 庆虎他还是 葛潘叹息 只见方才还活生生的张庆虎 转眼之间已经头骨碎裂 一声不吭当场毕命 歪坐在一边 因为头骨碎裂牵动肌肉 嘴边似乎还流露出 一丝诡异的笑意 在这潮湿可不 漆黑一片满地人骨的灵木之中 越发令人毛骨悚然 躲在头顶的李莲花 脸色有些白 方多并看着张庆虎的死状 好厉害的一掌 那边葛潘已经奔过去 扶起张庆毛 张庆毛被一枚飞镖射正手臂 伤了条巾 并无性命之忧 只是 他呆呆看着张庆虎的尸体 神不守舍 双目之中流露着极度恐惧之色 逃走的人是古风心 张庆虎死了 张庆毛受伤 只余下杨秋月满脸清白 双手紧握拳头站在一旁 葛潘淡淡地道 事情已经很清楚 杀死张氏兄弟的人 不是古风心 便是你 杨秋月漠然抬头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葛潘 却不说一个字 只听葛潘缓缓地道 而二人之中 你的嫌疑最大 古风心不是傻子 他一逃 便是自认凶手 真正的凶手 竟然敢有杀手无言和吴广入伏 敢杀张氏兄弟二人 绝非寻常之辈 岂会如此愚蠢 杨秋月退了一步 看了方多病一眼 方多病已然糊涂了 听葛潘之言 显然很有道理 看看杨秋月 再看看张青毛 眉头大皱 葛潘冷冷地看着杨秋月 而你 让我试一下 便知你有没有杀张氏兄弟的功力 他一掌拍向杨秋月胸口 杨秋月横比招架 葛潘立掌切他卖门 杨秋月逼于无奈 一直点出 指锋破空 方多病脸色微变 葛潘陡然收手 原来是武当白木道长高徒 难怪 武当白木道长已快剑 执法和掌公文明江湖 杨秋月这一指 却是白木看家本领苍狗指 杨秋月深吸一口气 冷冷地道 我不知道不知道是谁杀了张庆时 也不知道是谁杀了张庆虎 总之 此事与我全然无关 方多并叹了口气 武当白木的弟子 为什么大老远地跑到西陵来看坟墓 真的是很奇怪 杨秋月闭嘴不答 这人阴气沉沉 虽然脸色清白至极 却是不愿多说 那么 李莲花在头顶上小心翼翼地问 凶手已经抓到了 葛潘恭敬地对李莲花和方多并抱拳 应当不错 方多并瞟了李莲花一眼 嘴里随声附和 啊 佛比白石的弟子果然名不虚传 料是如神 本公子十分钦佩 心里却在大骂死莲花 你知道死的不是张庆诗 张庆诗扮成张庆虎定有苦衷 原来是有人非杀他不可 你明知如此 居然还当场拆穿 这下人多死了一个 凶手也不知道是谁 你高兴了 杨秋月一定是怀有鬼胎 古风心莫名其妙地跑掉了 本公子又怎么知道张庆毛没有嫌疑 他心里正自破口大骂 李莲花却在上面摸索了一下 观音门门顶上方的石壁 这里好像裂了一条缝 他本是依靠墙上那些被砍凿的凹痕爬上去的 双手一摸索石壁 身子一晃 差点掉了下来 只得手足并用慢慢爬下来 那上面有 他一句话没说完 葛潘陡然漆到杨秋月面前 一拍间封了他的穴道 方公子 凶手交给你了 随即借力纵身而上 伸手一般 一块大石板轰隆一声掉了下来 陷入地下人骨泥泞之中 足足有两尺五寸厚 难怪连张庆施也推他不动 那石门的确坚固无比 但不知是经过了百年岁月 石质风化 还是饱受武林中人敲打震动 石门虽然无损 却在门顶石壁上 列了一条三尺来长的极细缝隙 若不是李莲花逃到上面去点着火折子细看 倒也看不出来 观音门顶上露出了一个三尺左右的黑洞 里头一片漆黑 就如一只地狱鬼眼 阴森森地往人间张望 方多病倒抽一口凉气 饶食他一向自负胆大 时常妄为 想到死于脚底的遍地人骨 确实不敢钻入 葛潘脸现喜色点亮火折子 一头向黑洞内钻了进去 李莲花手足并用慢吞吞地爬了上去 跟随其后颤声问 葛潘里面有什么 葛潘答道 我还没看 突厥后腰略有微风 本能的回肘要撞 却陡然想起自己半身在观音门内 回肘一撞 碰的一声撞在石壁上 拳手麻痹 而后腰夭阳关一麻 已是动弹不得 就此挂在观音门 那黑悠悠的洞穴之中 方多病目瞪口呆 点了葛潘穴道的人 自然是在他身后 动作笨拙的李莲花 杨秋月和张青毛 都是阿的一声叫了起来 李莲花又慢吞吞地 从墙上爬了下来 整理衣服 张青毛张大了嘴巴 指着挂在门上的葛潘 啊 他 那个 你 杨秋月师声道 你怎么知道是他 李莲花抬头看了葛潘一眼 微微一笑 因为他不是葛潘 此言一出 众人疑症 方多病皱眉道 他不是葛潘 你原来认识 你原来认识佛比白石的 那个葛潘吗 李莲花摇头 素不相识 随即他又道 我只不过知道 佛比白石穷得很 连李秋都穿不起仇衫 何况比秋的弟子 方多病恍然 哦 也有道理 这人身上这身衣服 至少十两银子 和本公子的 只差了那么四十两 李莲花道 不过让我确定 他不是葛潘的 还有三件事 第一 他很文雅 方多病奇道 他很文雅也有错 李莲花忍笑道 你不知道李相仪那人 眼睛长在头顶上 平生最不屑凡门入截 他的门下 从来没有教养 绝技不会见了人 一口一个公子 还行李作医的 方多病哼了一声 这倒是 佛比白石和我家老子说话 从来没半句可讨 张青茅听得一愣一愣 心里暗存四股门的皮性 李莲花似乎很熟 却不知道这位神医 何时与四股门有救 只听他继续道 第二 他对黄陵颇有研究 知道史书所在 地宫入口多半在明楼之中 据我所知 比丘本人身中孔孟之毒 读书万卷 正因为他读书成吃 惹得李相仪厌烦 让他立下誓言 他门下弟子 绝技不许读书 所以比丘门下 多半都是不识字的 纵是识字 也不太可能通读史书经典 方多并大笑 这位李大侠有趣得很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四股门这许多内幕 李莲花微微一笑 继续道 第三 方才张庆诗被杀之时 他说到张庆诗之死 语调慢慢变得沉重起来 六只火把同时熄灭 那很清楚 能够同时熄灭六只火把的人 就是手里没有火把的人 杨秋月被点中穴道 四肢麻痹 头颈还能动弹 情不自禁点了点头 张庆毛啊了一声 我明白了 六只火把同时被暗器击中 同时熄灭 如果打灭火把之人手里 也握着一只火把 那么他自己那只火把熄灭的时间 必定和其他五只略有不同 并且手持火把发射暗器 很容易被人发现 当时手里没有火把的人 只有在探路时 把火把丢掉的葛潘 既然打灭火把的是葛潘 那么趁着黑暗一掌 劈死张庆诗的人 必是葛潘 既然杀死张庆诗的人 是葛潘 那么杀害张庆虎的人 是谁 已是昭然若揭 杀死张庆虎的人 是葛潘 李莲花慢慢地说 要开启西陵地宫入口 必须有能举千金的臂力 若要引诱多人入地宫 那幕后主使之人 必要有一位门夫 我猜张家兄弟必有一人 是最近几年专管开门的人 张庆虎膳食铁棍 只需对铁棍稍加整理 便是能作为撬棍 张庆诗擅长罗汉拳 假冒张庆虎时 以铁钩开门 铁钩间隙不堪重负 若无方多病的短棍相助 他说不定还开不了门 如果真是他和葛潘勾结 岂非要用取十来把铁钩椅开门 所以我猜测是张庆虎 但是张庆诗既然和他是同胞同住 不可能无所察觉 所以当葛潘和我们到达西陵的时候 张庆诗脸色怪异 或者是他认出了葛潘 就是时常或张庆虎接触的人 如果真是如此 葛潘当然要杀张庆诗以灭口 而张家兄弟本是孪生 或者葛潘在黑夜之中 一时不察 杀错了人张庆诗一发现哥哥被杀 只怕立刻想到葛潘要杀人灭口 所以砍去张庆虎的头颅 以免大家认出死人并非自己 而后在脸上点滞 假冒张庆虎 他顿了一顿继续道 而砍去张庆虎头颅的人是杨秋月 方多病大出意料之外 其道杨秋月 张青毛张着一张大嘴 已然全然不知该说什么好 杨秋月却点了点头 不错 可是你怎知 李莲花微微一笑 那段井一简十分见功力 料想张庆诗使不出来 张庆诗既然说夜里在你房里赌钱 显然你和他是串通的 少林弟子不善剑术 武当弟子却精通剑法 杨秋月又点了点头 可是你怎知张庆虎是葛潘所杀 李莲花道 那很简单 张庆虎显然是在毫无戒备吓死的 而明楼里大家的房间顺序左边 是你张家兄弟 古风心 右边是我和方多病 张青毛 葛潘 那晚雪光亮得很 从左往右硬 如果有人经过过道 走入张家兄弟的房间行凶 一定会有影子硬在右边的房间 我们八人都是练武之人 纵然武功有高有低 但怎么可能毫无所觉 所以凶手并没有走到张家兄弟的房间里去 张青毛软瘫在地 喃喃的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 李莲花微微一笑 没有走入张家兄弟的房间 却能杀人 而且很可能是杀错了 我想只有一种办法 方多病脑筋一转 时升到 暗器 杨秋月也脱口道 原来如此 不错 李莲花汗手 是以什么细小暗器 自房门口射入 很可能是射入脑中 使张庆虎当场毙命 因此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 而后张庆虎的头被砍了 于是身上无伤 方多病难难的道 他妈的 你对这无头师看了几眼 就看出这许多门道 就算张庆虎是被暗器所杀 那和葛潘有什么关系啊 他以飞镖射伤张统领 打吸六把火把 果然是暗器好手 不对啊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你却一早知道他是凶手 李莲花叹了口气 要用暗器杀人 必须要有角度 所以住在张家兄弟两侧的两人 便不是凶手 杨秋月和古风心 都无法不走到门口 而将暗器射入门内 只有住在右侧的人 才可能从张家兄弟打开的门窗中 射入暗器 杀人于无形 我自己和方多病当然没有杀人 张统领若是凶手 何必请来佛比白石调查 何况葛潘本就不是葛潘 所以他是凶手 顿了一顿 他慢慢地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铤而走险 发现张庆师未死就再度动手 而且嫁祸杨秋月 咄咄逼人 方多病怒道 你一早料定他是凶手 我问你的时候 你为何不说 李莲花欠然道 我怕告诉了你 你眼睛一瞪 他就跑了 方多病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本公子有如此没有诚服 李莲花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嗯 方多病越发大怒 杨秋月常常呼出一口气 我和庆师虽然猜测是葛潘所杀 却不敢定论 李莲花上上下下看了杨秋月几眼 小心翼翼地问 现在杨 少侠 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宁受不白之冤 也不敢说明真相 方多病心里补了一句 还有贵为武当白目老道的徒弟 江湖地位大大的有 竟然跑到这里当看死人的士兵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会也是为了什么 西陵地宫里的宝贝吧 我一直在寻访失踪多年的黄七师叔的下落 杨秋月道 十一年前 他在西陵附近失踪 我寻查到此 冒了一名守陵军 探寻西陵之秘 方多病 艾亚一生 黄七老道 竟是失踪的十一人之一 啊 听说此老精通奇门八卦 说不定因此被诱来这里 艾亚难道他也被人吃了 杨秋月脸上略有韵怒之色 但他为人阴沉 并不发作 只淡淡地道 我在西陵三年 便观西陵悲客 阅读前朝时典 发现了一些线索 可是霍西成皇帝之死有关 李莲花问 杨秋月点了点头 西陵四陵飞陵 貌似黄陵 却设有回字重门 明楼之中设有房屋 而且曾经饲养过 远远超过 驻灵士兵人数的马匹 从悲客和史书来看 西成是暴毙身亡 其子当即登基 登基未久突然失踪 以至于朝政紊乱 国力大衰 方多病插嘴 我只知道西成皇帝的儿子 方基帝长得歪眉斜眼 难看之极 杨秋月道 方基帝身有残疾 相貌丑陋 登基后很少上朝 唯恐朝臣暗自讥笑 但是 他并非天生丑陋 根据史书记载 方基帝出生之时并无缺陷 自小聪明伶俐 于国事政务颇有见地 深受西城宠爱 有起居录记载他少年时风度潇洒 雷雷然众人之上 他是在17岁时突然一日得了面部抽搐之症 以至于口角歪斜 相貌变得极端丑陋 而也是从西成35年 方基帝17岁那年开始 西成皇帝屡遭刺客袭击 有一次受了重伤 曾有人大胆禁言 是方基派人行刺 西成震怒 禁令推出斩首 西成有11个儿子 却为宠方基帝一人 顿了一顿 他继续道 方基帝17岁到27岁 十年间西成赐给了他数不尽的宝物 封号甚至加厉 奇怪的是方基对西成颇为不敬 据十载曾有辱骂之事 西成也不追究 在西成暴毙之后 方基帝登基虽说并无遗址 但谁也没有异议 人人皆知皇位非方基莫属 果然有古怪 方多病难难的道 这儿子和老子的事很别扭 杨秋月的视线转到李莲花身上 李先生当是神医 可否为我证实一事 李莲花啊了一声 什么事 杨秋月沉吟了一下 问 这口角歪斜 面部抽搐之症 是否也可能是因为中毒或者受伤 李莲花为之瞠目 方多病心底大笑 这位假神医遇上了硬钉子 还未笑完便听到李莲花文质彬彬的回答 当然 只听得他呛了一声 这骗子只说当然 却没说是当然可能 还是当然不可能 杨秋月浑然不觉李莲花在耍滑头 继续道 如果方基地冒丑 却是因为中毒或者受伤 那么是谁下的毒手 方多病一症 难道你想说是他老子害了他 杨秋月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随即他抬头看向挂在门上的葛潘 西城地与方基地的秘密 那十一人的死亡之谜 一切的答案都在这扇观音门内 李莲花却慢慢地道 杨少侠 我问你为何宁愿蒙受不白之冤 也不敢与葛潘辩驳 你还没有打我 杨秋月脸色突然又变得清白 我 葛潘敢当众嫁祸于你 你却不敢辩驳 说明什么呢 李莲花难难地道 你是白木高徒 甘心潜伏驻灵军中三年 当真只是为了寻访黄七老道的下落 何况寻访师叔下落并非坏事 若不是被葛潘逼出仓狗执法 你却根本不愿承认是白木弟子 你热衷西陵之密 经读前朝密史 都可说是你爱好古怪 但是有一件事不能用爱好古怪解释 他突然抬起头盯着杨秋月 目光稳定地出奇 战战然透出绝对的信心 和他平时所表露的样子完全不同 只听他一字一字地问 方才我说张庆虎是被暗器所杀 你说原来如此 可是张庆虎的头是你砍的 你怎会不知他是被暗器所杀 刹那之间杨秋月的脸色惨白异常 方多并看着杨秋月 瞠目结舌 只听李莲花缓缓地说下去 你砍了张庆虎的头 究竟是为了帮张庆师隐瞒身份 还是为了替葛潘毁尸灭迹 只要尸体没有头 谁也不知他是怎么死的 不是吗 杨秋月 默然 你没有告诉葛潘张庆师未死 助他假扮张庆虎 是不是为了留下对付葛潘的棋子 而葛潘之所以嫁祸于你 是不是因为他发现张庆师未死 而对你非常不满 李莲花慢慢地说 葛潘究竟有你什么把柄 让武当白木的弟子覆手覆脚 尽做一些鬼鬼祟祟之事 杨秋月长吸了一口气 竟然静默不答 就此闭嘴 他被李莲花问得无法回答 竟宁愿默认 不愿解释 白木道长的高徒 即使和葛潘合作 也不至于泯灭良心 我信你并未杀人 李莲花缓缓地说 随即伸手推拿 解了葛潘所点的穴道 他说了上百句 杨秋月都没有回答 说了这一句 杨秋月却浑身起了一阵颤抖 我 方多并叹了口气 你有苦衷就说 难道我和死莲花还会害你不成 他拍了拍胸脯 有我方式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 我早已不是武当弟子 杨秋月抑制住波动的情绪 淡淡地到三年之前 便被师父逐出师门 如何感望称白木门下 方多并哀了一声 你的武功不错 白木干什么把你赶出来 杨秋月别过头去 我盗取武当金剑 当了五万两银子 方多并祈祷 五万两银子 用来干什么 杨秋月沉默了好一会儿 简单地道 赌钱 方多并和李莲花面面相去 不想杨秋月武功不弱 相貌斯文 居然沉迷赌博 以至于被逐出师门 杨秋月又道 我知道自己改布了赌性 也不忘剑荣于师门 但金剑却是要还的 被当掉的金剑 被金破荣为首饰 已经无法要回 要还武当金剑 只有寻访黄七师叔的下落 武当金剑是上代武当掌门兵器 乃是一对短剑 现任掌门白鹤道长 存有一只 被杨秋月盗走 另一只在失踪的黄七手中 杨秋月又道 我在西陵三年 曾经二入底宫 李莲花和方多并都啊了一声 只听他继续说 都无法破此门而入 虽然寻访金剑或黄七师叔下落不成 我却在这里娶了个老婆 方多并一正 忍不住笑了起来 恭喜恭喜 杨秋月仍然没有半点高兴的模样 我老婆姓孙 叫翠花 方多并还没笑完 差点咬到舌头 小月客栈老板娘 她不是个寡妇吗 杨秋月阴沉沉的道 我们没有败过天地 不过她终归是我老婆 她失踪了 方多并在心里却道 原来你是她拼夫 李莲花叹了口气 喃喃的道 所以我觉得老板娘去买酱油 大半天不回来 以杀手无言的死有趣 你们却偏偏不信 方多并哼的一声 放屁 你要是真有那么聪明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抓住葛潘 李莲花苦笑 杨秋月道 她抓了我那老婆 答应我如果进入地宫 不但归还我武当金剑 还给我十万两银子 方多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有这种好事 换了我也答应 怪不得你默不作声和她合作 杨秋月淡淡地道 抓了我老婆的人 说要给我十万两银子 这种好事我却不信 但不管银子是真是假 老婆总是自己的 方多并心下疑乐 此人虽说阴沉可厌 兼有赌博恶习 却倒是重情重义 这扇门里不知藏着什么东西 不打开来看看 只怕以后都睡不着了 李莲花愁眉苦脸的叹气 方多并忍不住好笑 我看是有人三十年以前 就睡不着了 里面不管有什么宝贝 如果你找到了 不要忘记分我一半 李莲花微笑道 当然 当然 随即四人商量了一下 把葛潘从门上拽了下来 方多并卖弄手法 以十七八种点穴法 在他身上封了十七八处穴道 张青毛眼见满地人骨 早已没了进门的勇气 一连生他要出去召集人手清查此地 方多并先送他回明楼 再返回地宫 古风心却被吓破了胆 逃得无影无踪 不知上何处去了 五官阴垂泪 等方多并返回地宫的时候 李莲花已把地上的人骨收拾停当 挖个浅坑埋了 这人喜欢打扫的毛病 到坟里也改不了 杨秋月从门顶上那道裂缝 置了几把火把进去 门后的光线逐渐明亮 里头空气并未封闭 似乎便是真正的灵寝 莲花 你进去 方多并推了李莲花一把 李莲花往前亮呛了一下 大惊失色 方大公子武功高强 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当然是方大公子先进去 何况以你那奇长的身材 爬裂缝再合适不过 方多并大怒 他一向自负病若贵公子 李莲花却明明在说 他瘦得像根竹竿 本公子抓了你从那洞里丢进去 杨秋月却以默不作声 爬上两三丈高的门顶钻进缝隙 李莲花和方多并顿时不再推诿 只听杨秋月在门后静默半上 淡淡地道 里面奇怪得很 方多并一把抓住李莲花 他身子消瘦 手劲却大 像抓小鸡一样把李莲花提了起来 自己钻过缝隙 顺手把他如抹布般拖了进来 定睛一看 地上几只火把的微光之下 眼前的情景顿时让他瞠目结舌 那岂是奇怪得很四字所能形容 在方多并心里是稀奇古怪 匪夷所思 莫名其妙 乱七八糟 妖魔鬼怪 观音门远远不止两尺五寸厚 而足足有五尺二三 越往下越厚 竟四圆的 这门其实根本不是个门 是原本就牢牢生在地下的一块巨石 西城地让人在巨石上露可观音之下 凿坐门面 却是个永远都打不开的门 当年修灵人在巨石顶上的土层里挖了条通道 进入巨石后继续修建灵墓 灵墓建好之后 工匠用石板封起入口 和通道顶上所有石板一模一样 看起来严丝合缝 毫无破绽 但这堵住入口的石头 毕竟和其他石板不同 之后没有泥土 乃是空的 数百年之后 那封化的石缝偶然给李莲花看了出来 而观音门后 是一间宫殿模样的房间 让方多并目瞪口呆的是 这宫殿里极没有棺材 也没有陪葬的金银珠宝 但有桌椅板凳床铺 甚至那地上滚着一个酒壶 两个酒杯 李莲花囊囊的道 果然奇怪得很 皇帝的陵墓里没有棺材 却有死人 死人居然要喝酒 那宫殿里垂漫尾地 有一张象牙红木大床 墙上悬挂江南之锦山水图 图上有人书大好河山 下落款大郎主人 图下一张紫檀方桌 桌边两把紫檀椅子 上边刻有龙纹 地上丢着一个贬式马行银酒壶 两个宿银杯 房间的角落放着焚香茶几 茶几之旁有琴台 琴台上却搁着一把金刀刀鞘 东西虽然不多 样样极其精致 显然都是皇家之物 西陵最深处居然是这幅模样 实在是奇怪野灾 但最奇怪的不是这房间 布置成这般模样 而是房间里还有两具骷髅 一具骷髅长大嘴巴 养身靠在紫檀椅上 身披黄袍 一把金刀跌在地上 显然他本在喝酒 突然有人用金刀一刀将他刺死 另一具骷髅 钻在观音门后一个洞穴之中 观音门上斑斑血迹 至今仍可辨认 他双手握着一把短剑 已在门下掘了一个深深的洞穴 全身都已在土中 只是这观音门巨石体积庞大 实质坚硬非常 他只能沿着巨石往下挖掘 却凿不穿石头 而那巨石不知深入土层集许 想要挖出一条通道出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原来想要开门的人不只是外面的 里面的人也想开门 方多病叹了口气 这两个人是谁 杨秋月道 这两个人穿的都是黄袍 方多病苦笑 莫非这两个死人就是西城地和方基地 这对老子儿子在搞什么鬼 李莲花悠悠地道 这情形清楚得很 当然是后死的人杀了先死的人 你看那椅子上的骷髅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 应该就是老子 而儿子杀了老子以后在地上挖了个坑 把自己埋了 这话一出 连杨秋月都险些笑了出来 方多病呸了一声 这两个人都是皇帝 怎么会造了个坑把自己关在里面 尤其是这儿子都深灯大宝全清天下了 居然跑到这里来挖坑 是什么道理 这道理我虽然不知道 李莲花微微一笑 她却是肯定知道一些的 她所说的她 指的便是葛潘 方多病解开葛潘雅穴 小子 你处心积虑假冒葛潘 潜入西陵地宫 图的是什么 葛潘的目光却冷冷地落在李莲花脸上 李莲花满脸欠然 看在她眼中更是分外刺眼 可恨之极 李莲花好大名气 第三流的武功 第九流的胆量 我本该觉得有些奇怪 她淡淡地道 可惜你的确是太像小丑了些 方多病忍不住笑 她本就是个小丑 李莲花道 惭愧 惭愧 不过关于这对儿子老子的事 还是要请教的 葛潘冷笑一声 你自负聪明 料是如神 何必问我 之后 闭起嘴巴 任凭方多病 不断贺问 便是一言不发 杨秋月在陵墓中四下敲打 这个房间比寻常房间大得多 不过皇宫她没见过 不知皇帝住的房子 是不是就是如此空旷 在那牙雕红木大床之后 还有另一个房间 里头屏风一座 另有一个琴台 一具莲珠飞铺放置琴台之上 李莲花踏进红床之后的房间 看向屏风之后 陡然一个东西映入眼帘 她顿了一顿 方多病 这里有个有趣的东西 方多病再度封住葛潘的雅穴 兴冲冲地进来 什么 啊 她被吓了一跳 屏风之后 赫然又是一具骷髅 这是个女子的房间 杨秋月道 看着骷髅身穿绫罗绸缎 说不定是西城地 或者方基地的嫔妃 那屏风后的骷髅 和前面房间的骷髅不同 她穿的一身雪白绸缎衣裙 历经数百年而丝毫无损 头上发际碗得整整齐齐 不带首饰 头微微歪在一边 人以化为骷髅 但余下那副白骨精 依然给人一种颜媚娇柔 一态万壮的感觉 不知生前却是怎样一位倾国角色 方多病目不转睛地看着那骷髅 她美得很 居然死了几百年还是美得很 李莲花轻轻扯了一下那白色衣裙 那衣裙贴身而着 即使血肉已经化尽 却仍然包裹着骨骼 难以轻易解开 回头细看这只有一禽一屏风的房间 这房间之后已然没有出路 这里就是西陵最深的地方 四壁都是厚达树杖的泥土岩石 有谁能知庄严堂皇的西陵之下 隐藏的最深的秘密居然是个女子的房间 在她的门外 年轻的皇帝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扑道在观音门下 这位女子究竟是谁 灯的一声轻响 却吓了杨秋月和方多病一跳 李莲花拨动了那句飞扑莲珠的琴弦 又拨了一下 方多病被她吓了两次 怒道 李莲花 你干什么 鬼吼鬼叫的难听死了 杨秋月移了一声 这琴上写了字 李莲花正在细细端详琴身上的墨迹 银漫则不能利精 比例苍净 最后一笔拖得老长 直延续到琴腹 显然是书写之人写到最后 把笔摔了出去 这句姚琴本是古物 琴身漆黑光亮 写了墨迹 不易看出 三人在房间里转了几圈 没有再看见什么新鲜东西 回到前厅 葛潘的目光死死盯着 匍匐在地的那具尸体 方多病念头一转 一把把钻在土里的那具骷髅 拉了出来 那骷髅骨骼已经散去 只凭了它那一身千疮百孔的黄袍 才勉强把它拉了出来 方多病把那一袋零散的东西 到了满地 一阵劈啪掉落之声 尘土飞扬 三人一起看见除了骨骼之外 地上尚有印件一个 玉瓶一个 琴谱一本 以及金银观音各一小作 那对观音神态和门上所漏极其相似 观音面容端正秀丽 衣着线条流畅柔和 虽然多有破损 却是罕见的真品 相比而言 门上的观音虽是雕琢精细 缺乏了一股端正慈悲之气 显示工匠模仿此二尊观音而漏 方多病拾起那个印件 翻转一看 这真的是玉玺 我虽然没见过皇帝的印 但这块玉却是极品好玉 阳秋月道 看着模样 西成帝是被方基帝所杀 但是史书记载 他却是暴毙之后 按照朝义隆重下葬的 怎会背后中刀死于此地 李莲花微微一笑 西陵建成这种古怪模样 我想他本来当真要见皇陵 但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却被改成了一处秘宫 西成帝将自己的陵墓改建为秘宫 怎能无所图谋 方多病瞪眼 什么图谋 杨秋月也淡淡地道 势必与方基帝有重大关系 你们真的没有明白 李莲花叹了口气 西成在地宫入口 刻了那片啰啰嗦嗦 洋洋洒洒的依子玉 那故事主要在说什么呢 他在说老子为了儿子好 就算诈死也不算骗人 不是吗 方多病和杨秋月 情不自禁啊了一声 西成诈死 李莲花直指后面 那个女子的房间 那句谣情上写 银漫则不能立经 琉璃影壁画著李渔画龙 方多病恍然大悟 那是诸葛亮戒子篇的一句话 依子玉戒子篇 看来西成老子 对他儿子既望很深 皇帝老儿也望子成龙 杨秋月危险诧异之色 方基帝做了什么 居然让西成决定炸死 李莲花倾咳了一声 慢吞吞地道 我猜 方基帝迷上了里面房间的那个 女人 方多病哼了一声 那女人是谁 她可能是西成帝的嫔妃 李莲花道 而方基帝迷上了她老子的小老婆 所以让她老子痛心疾首 方多病又哼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方基的女人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 这里是西陵 西成皇帝在自己的坟里炸死 和她在一起的怎会是方基的妃子 而且 而且 杨秋月忍不住脱口问 而且什么 而且这个女人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死在西成和方基之前 已经死了很久了 方多病越听越稀奇 你是说 她指着那句骷髅 你说这个女人在西成还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死在这里 死了很久了 李莲花点头 杨秋月不得其解 茫然摇头 浑然不可思议 李莲花叹了口气 她和外面西成和方基的骷髅完全不同 你们没有发现吗 她的衣着不乱 发际整齐 比西成和方基的骷髅要前进得多 方多病点头 那又如何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似乎对方多病名玩不灵 失望得很 皇帝穿的衣服 材质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西成和方基的黄袍 破破烂烂 千疮百孔 头发散乱 骷髅也难看得很 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很美 所以骨骼也特别美的缘故 顿了一顿 她慢慢地道 有一种可能啊 那是因为西成和方基的肉身在这里腐烂 衣服被蛆虫啃食 以至于千疮百孔 而她的衣裳没有受到蛆虫骚扰 方多病皱眉问 你想说她美得连虫子都舍不得吃它 那她的肉到哪里去了 李莲花看方多病的目光越发失望 说到这里你还不明白 我想说她很可能一开始就是个骷髅 她早就死了 只不过被摆在那里 衣服和头发是她化为骷髅以后别人给她穿上戴上的 她既然早就是个骷髅 当然不会有蛆虫吃她 所以她的衣服比西成和方基前进得多 骨头也漂亮得多 杨秋月瞠目结舌 呆了半赏 这也太荒谬了 李莲花直指那句摇琴 这琴声难听得很 若是有人谈过 怎会没有挑衅 真是爱琴之人 绝不会在琴面上写字 所以琴必定不是给西成的 何况她头上那发际是个假发 她若不是个秃子或者尼姑 为何会带有假发 她原来的头发呢 还有那身衣服 她再度拉扯了一下那骷髅的白衣 这衣服分明是按照这具骷髅的尺寸 量身而坐 活人在瘦弱纤细 也绝不可能化为骷髅之后 衣服还穿得如此和身 方多病毛骨悚然 你说西成皇帝在自己的坟里炸死 还供着 一句女骷髅 她莫非疯了 杨秋月轻轻提起那女骷髅头顶发脊 那乌发果然是以人发盘结 底下勾了个发孤 戴在头上的 也因为是假发 所以挽得很结实 并不散乱 她是被握碎紧骨死的 方多病细细端详那具骷髅 突然到 李莲花点了点头 一个女人死后 有人替她裁着衣裳 盘结假发 处理骨骼 居然还被西成带进了西陵秘宫之中 无论她是不是嫔妃 她定是西成心爱之人 方多病和杨秋月都点了点头 李莲花继续道 那么她会被谁握碎紧骨而死 谁敢 为何前朝史书从来未提此事 杨秋月缓缓地道 只因为她是被西成所杀 李莲花微微一笑 微笑得很文雅 我猜 这女人必定美得让人无法想象 西成帝纳她为妃 方基帝长大之后 迷恋上父皇的妃子 难以自拔 一开始西成想必愤怒得很 方基帝之所以突然冒丑 说不定真是西成帝下手所致 但自从方基变丑之后 做老子的人却突然后悔了 他自小宠爱方基 方基聪明好学 是他寄望有大成就的儿子 突然迷恋女人荒废工业 令他十分痛惜 他迁怒爱妃 认为红颜祸水 于是掐死了他心爱的女人方基 就此深恨西成 要杀他为情人报仇 而老子愧对儿子 思念爱妃 又担惊受怕 日子过得痛苦得很 所以 所以他皇帝也做得不快活 带着这个骷髅跑到自己的坟墓里装死 把皇位让给儿子做 结果儿子没心做皇帝 还是跑到坟里杀了他 方多病接口 李莲花微笑道 嗯 说不定老子本是希望儿子做了皇帝之后 会体会他的苦心 了解老子杀死红颜祸水是为了他好 就像伊紫玉里面那个神医 儿子终于会体谅他的心意 可惜这位儿子一点也没被感化 西成想必伤心失望得很 杨秋月沉生道 不对 如果真是如此 方基地大可以从容离去 却为何被关在此地 以至于死在这里 李莲花指的指上面那个通道 这通道口很高 没有武学根基很难上得去 上得去也下不来 何况地宫入口机关如此沉重 若非外加横面高手 无法打开 所以在西成地炸死 方基地杀父这件事里 至少有一位高手辅助 这里却没有见到第四个人的尸体通道口被封 必然和第四个人有关 纵然西成和方基父子纠缠于聂情恩怨 无心国事 但不代表前朝朝局之中 就没有人寄于皇位 西成有十一子 方基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杨秋月动容 那时说 有人从头到尾都知道西成地炸死 也知道方基地霍西成的恩怨 只是一直隐匿在旁 等到了最好的机会 便收买方基地随身侍卫 下手封死观音门 害死方基 造成失踪假象 然后方多并这次抢到了画 然后两个皇帝都没了 自然有第三个人继承皇位 李莲花微笑道 方基地失踪两个月之后 代理朝政的宗亲王继位 不巧 这位皇子正是修筑西陵的总管事 这墓道里众多机关 古怪的道士囚门 还有这无法开启的观音门 让人近得来出不去的种种设计 都是出于宗亲王之手 话说到此处 杨秋月和方多并都长长地虚出一口气 地上的葛攀脸上危险骇然之色 李莲花对她一笑 葛攀脸色白了白 竟是有些怕她 方多并瞟了眼地上零散的东西 嫌悟得道 我们还是快走 以免外面有人把通道口一堵 这里的死人从三个变成七个 李莲花连连点头 甚是 甚是 葛攀却突然流露出满脸焦急 双眼瞪着地上那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 发出呵呵指声 杨秋月举起手掌 淡淡地道 你告诉我我那老婆的下落 我就让你说话 李莲花又连连点头 像是对忘了询问孙翠花的下落 抱歉得很 葛攀立刻点头 竟毫不犹豫 杨秋月手起拍落 葛攀深吸了口气 玉喜 玉喜 好不容易进到此地 要带走玉喜 方多并故意气她 这块玉 这块玉虽然是好玉 本公子家里却也不少 你要是喜欢 本公子可以送你几个 这个晦气得很 不要也罢 葛攀怒急 却是无可奈何 狠狠地道 我是方基地第五代孙 这块玉喜乃是我朝之宝 李莲花微微一笑 奇怪 宗亲王把方基地害死在这里 怎会没有拿走玉喜 葛攀道 那是我先祖把玉喜放在身上 宗亲王并不知情 后来 因为侍卫狄长秀出走江湖 他再也打不开这地宫之门 直到三十年前 我爷爷从家传笔记中 得知先祖的隐秘 才知道他的下落 只是宗亲王所修地宫机关复杂四处陷阱 我爷爷和我父都死在通道之中 方多病心里一跳 如果还有两人死在通道之中 以那些人骨来算 失踪的十一人中 可能有人从西陵逃生 只听葛攀继续道 而引诱而来的各路高手 也都死在墓中 自我赴死后 十几年来 我对玉喜之事已经绝望 却突然得知 慕容无言和无广的尸体 竟出现在雪地上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除非除非 他咬牙道 除非有人进入了西陵深处 而能全身而退 这两人死在观音门前 被石球门封闭在内 若无人启动机关 绝不可能打开 我实在想不出 有谁能震碎数千斤重的石球 打开鬼门将两人的尸体 带了出来 丢在雪地里 如果真有人能震碎那石球 那么他说不定能打开观音门 所以才 所以才假冒葛攀 可惜那震碎石球的人 却没有找到 方多并惋惜地道 其实只需打开观音门的 天花板就能进去 结果大家都想开门 门却是永远都打不开的 李莲花难难地道 有一个人 说不定真能 他突然大声问 张青毛说异品粉里有观音锤类 乃是西式灵药 是吗 方多并和杨秋月都被他吓了一跳 不知为何他突然如此激动 葛攀点了点头 那是西城地打伤方基 为了恢复方基的容貌 特地找明依配置的 就在那寒玉瓶中 李莲花一把石起玉瓶 打开瓶塞 方多并和杨秋月一起探头过来 瓶内空空如也 并没有什么观音锤类的影子 李莲花没有丝毫意外之色 顿了一顿 轻叹了一声 他果然未死 谁 方多并诧异地问 李莲花摇了摇头 这里头已经有人进来过了 拿走了观音锤类 那门上的石板不是偶然裂开 而是被人硬生生用掌力震松的 因为已经被人打开一次 才会让我看出有裂缝 方多并和杨秋月骇然失色 究竟是谁 居然有如此功力 李莲花淡淡一笑 仍是摇了摇头 地上的葛攀却大声叫了起来 狄飞声 金鸾蒙教主狄飞声 除了狄飞声悲风白羊之外 有谁能有这等功力 即使是四股门主李相仪 也绝不可能有阵列千金巨石的内力修为 方多并嗤之以鼻 哼 胡说八道 谁不知道狄飞声早就和李相仪同归于尽 人都死了十年了 葛攀为之一致 但是他说不定有传人 何况狄飞声和当年方基地侍尾狄长袖都姓狄 如果他们是同宗 狄飞声自然知道观音门的入口在哪里 李莲花却在发呆 难难的道 去者日已书 生者日已亲 出锅门直视 淡见秋雨坟 古墓梨为田 松柏催为心 白羊多悲风 潇潇仇杀人 在这里重见悲风白羊 倒是应景 方多并奇怪地看着他 你认识狄飞声 李莲花啊了一声 漫不经心地答 不大认识 方多并皱起眉头 不知不大认识 到底是算认识还是不认识 此时杨秋月已经问出 孙翠花被葛潘关在西陵堡顶山下 普出镇一处民房之中 四人从观音门上通道 鱼贯而出 六雪地一云 出了西陵 张青毛领着几十个守灵兵 心惊胆战地等在外面 得知陵内情形 张青毛大喜 赶忙快快叫人找个师爷 把西陵发现的东西写个书信 网上投报去 发现了前朝灵寝的秘密 也算不大不小功劳一件 李莲花 方多并和杨秋月 带着葛潘下山去找孙翠花 西陵之内留有十一张羊皮地图 但死者究竟是几人 却算不清楚 其中并没有 皇妻道长的武当金剑 地上的积雪足有持续 皎洁光亮 山树枝干争容 山头的空气分外清新 三人不约而同 深呼吸了几下 展开轻弓 身法往阵中掠去 尚未到达瓢厨阵 半途之上 三人突然停了下来 在两片山树林之间 有两个人站在雪地之中 一个是古风心 另一个人竟是孙翠花 你 方多并恍然 他还当古风心 与此事毫无关系 原来他和葛潘也早有勾结 说来葛潘既然和杨秋月合作 又怎会放弃古风心 此人也是武当弟子 只是武功高低和为人如何 他却看不出来 李莲花并不觉得奇怪 在西陵地宫路口开启的时候 他以石子试探杨秋月 古风心 张庆虎和张青毛四人的武功 除了张青毛毫无所觉之外 其他三人都避过了 小石子轻轻一撞 可见三人武功耳力都不弱 古风心挟持孙翠花 杨秋月只是脸色沉了沉 净不惊诧 他虽然不知古风心也被葛潘收买 但此人号称武当弟子 武当门下却并无此人 杨秋月心里早在怀疑 葛潘嘿嘿一声冷笑 对方多病道 方公子 你放了我 我就让师弟把孙翠花还给杨秋月 怎么样 方多病想也不想 很乾脆地回答 那又不是我老婆 不干 李莲花微笑得很和气 这位古 大侠 武功高强 刚才在地道里和方公子过了几招 方公子十分佩服 方多病一症 按道 六把火把熄灭的时候 和我动手的人不是葛潘 怪不得葛潘能以掌劈死张庆施 原来不是本公子 武功不行 他心里一乐 又是一领刚才交手三招 他和此人未分胜负 古风心的武功不仅是不弱 而是高明得很 幸好李莲花莫名其妙 制住了葛潘 否则这师兄弟俩联手齐上 他和李莲花非逃之夭夭不可 古风心手中一把冰刃架在孙翠花井上 因策策的道 你们放了玉姬 我就放了他 我数到三 你们不放 我就砍了他 他那冰刃却是一把马刀 显然并非真是武当弟子 杨秋月叫道 翠花 孩子呢 孙翠花被古风心以马刀抵住咽喉 无法说话 只能以眼睛猛瞪李莲花 李莲花柔声道 孩子我已拖在了安全的地方 两位不必着急 方多并在心里暗笑 拖给了怡红院老宝 不过你生的是儿子 倒也不必害怕 此时古风心马刀一挥 竖然转到了孙翠花后井 你们不放玉姬 我砍了这女人的头 一 她大刀一挥 势道伶俐 却是真砍 方多并眼见是急 碰的一脚把葛潘踢了过去 叫道 还你 古风心一刀转向 刷得以刀背 斩在葛潘背上 竟以刀背之力解穴 预计 怎么样 那葛潘 受她一刀 仍旧跌倒在地 方多并 以十七八种点穴法 在她身上点了十七八处穴道 却不是这么容易能解得开的 葛潘咬牙道 你给我杀了李莲花 夺回玉玺 我朝玉玺在她身上 李莲花吓了一跳 连忙躲在方多并身后 玉玺给你 她把玉玺塞进方多并衣袋里 方多并飞快地从怀里掏出来 再塞回李莲花怀里 不必客气 李莲花连连咬手 不不 这是你找到的东西 当然是你的 方多并笑得奸诈 我们不是说好了找到宝贝一人一半 这玉玺好歹也算宝贝 当然是一人一半 我那一半就送给你了 真的不必客气 李莲花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古风心一脚踢在孙翠花肩上 孙翠花往前摔倒 杨秋月急不往前接住她 便在沙纳之间 放开手脚的古风心 以一刀砍到李莲花头顶 这一刀太白和苍苍 方多并袖中短棍挥出 替李莲花挡了一刀 杨秋月抱起孙翠花 转身就逃 她的轻功不弱 沙纳间在雪地里只剩下一个黑点 方多并心里破口大骂此人无情无义 一回头 不但杨秋月逃之夭夭 连李莲花都掉头就跑 只不过她跑得比较慢 仍在七八丈外 李莲花 方多并气得蹊跷生烟 你居然气有而逃 他妈的 一句话没说完 古风心马刀当头直批 方多并只得闭嘴 和古风心缠斗在一起 一时只听马刀 与短棍交接之声不绝于耳 正当方多并心中大怒 李莲花一六烟 奔进山树林 躲了起来的时候 葛潘从地上一跃而起 她的武功不在方多并之下 加之古风心一刀之力 已为她解开述处大穴 一口气运气直冲 十七八处穴道 豁然贯通 她一跃而起之后 一声不响一掌 往方多并后心按去 方多并心里叫苦连天 侧身急闪 左手空江明月 把葛潘那一案引开 沙纳古风心大鹤一声 马刀翻手倒聊 刀刃自下而上猛抽 竟是要把方多并 自当下剖为两半 方多并大吃一惊 纵身而起 古风心一辽未重 方万横砍 这两刀绝非武当剑法 刚强狠辣 方多病人在半空正子下落 他要是落得快些 就是拦头一刀 落得慢些 就是拦腰一刀 不得以短棍鞋身 应接古风心马刀横砍 人在半空吃亏之急 只听当的一声大响 方多并半身麻痹 斜扑出去杖许 勉强站定 变色叫道 断头刀锋瓷 古风心黑的一声冷笑 方公子豪眼力 方多并深吸一口气 心头却仍是碰碰直跳 断头刀锋瓷 乃是江湖有数的刀法大家 在他出道以前就已成名多年 那玉玺在李莲花与方多并之间转来转去 到底最后在谁身上 他却不清楚 方多并惊怒交加 李莲花虽然弃他而逃 但本来他就对李莲花 没什么真正期待 此人胆小如鼠 贪生怕死 武功又不高 掉头就跑实属正常 但是葛潘入林一追 李莲花非死不可 他被风瓷镇伤半身经脉 能握住手中短棍 已是勉强 却是万万救不了他 风瓷缓步走到他面前 马刀上映着的雪光闪烁 直照到他双目之间 方多并倒抽一口凉气 他从来没有一天 觉得雪光有这么难看 突然树林中 葛潘一声惊呼 谁 接着啪啦一声 有人扑到林中 方多并和风瓷都是一阵 僵持半嗓 林中再无其他声音 风瓷略意犹豫 方多并已无还手之力 一个到月 他进了山树林 方多并见他离开 松了口气 东张西望 四下白雪挨挨 不知要往何处逃跑才庙 正当他打算往西逃去的时候 树林里风瓷陡然大喝一声 谁 你 接着山树轰然倒下一颗 鸡血飞扬雪尘震起了半天来高 他眼睁睁看着风瓷那把马刀 砍断山树飞了出来 当的一声插入他身侧两丈开外处 直墨置柄 此后再无其他声息 雪地寂静 树影都定若磐石 方多并觉得自己待了至少有两炷香时间 直到树林里面一个雪团突然动了两下 一个人从雪堆里爬了出来 叫了一声方多并 他才反应过来 定睛一看 那从雪堆里爬出来的人是李莲花 看情形他进了树林 就找了堆雪 把自己埋了起来 躲在里面 方多并叹了口气 迈着他麻痹未消的腿 心惊胆战地走到树林里一探头 只见山树林里葛潘和风瓷姿势僵硬 一个以默然回首的姿势站着 另一个扑倒在雪地里 在倒地的瞬间飞刀出手 砍断了一棵山树 李莲花小心翼翼地从他藏身的雪堆里走了过来 一步一个脚印 在葛潘和风子身边却没有脚印 是谁在沙纳之间制服了这两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 方多并一个头快要变成两个大 你看到是谁了吗 李莲花连连摇头 我什么也没看见 方多并大步上前 再次点了地上两人十七八处雪道 李莲花道 帮手来了 方多并也已听到有人靠近的声音 抬起头来 只见一群人快步往这边赶来 领头之人正是杨秋月 原来这人并不是完全只顾逃命 方多并一个念头没转完 哀哑一声 他失声道 你是 跟在杨秋月身后一人不一草履 骨骼宽大 模样忠厚老实 那座塞上一个圆形胎记让人一眼认出 此人正是佛比白石门下武功最高的门徒 入门前已是赫赫有名的忠义侠霍平川 霍平川拱手道 在下霍平川 我等几人在路途上发现了葛师弟的尸体 一路追查 才知有人假冒葛攀来到此地 本门疏忽 导致葛师弟惨死 两位遇险 实事惭愧 霍平川说话诚恳徐和 方多并心里大为舒畅 叫道 那两个人已经抓住 霍大侠施展一手四股门绝学 拆了这两个混蛋的筋脉如何 霍平川眉头一皱 拆筋断骨 手过于狠辣 不可滥用 你擒住了断头刀锋词和 碧玉书生王玉姬 言下甚是奇怪 方多并前笑一声 指了指临终将直的两人 心却是暗叫侥幸 原来假冒葛攀的是碧玉书生 这人出了名的音读狠辣 武功也是不弱 以他方大公子的本事 果然是万万抓不住的 如果没有人暗中相助 只怕他和李莲花早就死了三五回了 霍平川看着山树林里被制服的两人 越看越是惊骇 王玉姬是在有所警觉转身之际 有人自背后点中他的穴道 但既然王玉姬察觉身后有动静 已转过身来 那人又怎会点中他背心 而风词分明是已看到人 迫不得已飞刀出手 他驱刀一击何等刚猛 居然落空砍中山树 这人的武功身法 实在可惊可不 方多并忍不住 拍开王玉姬的雅穴 到底是谁 你看见了吗 王玉姬仍旧满脸亥然 我 我什么也没看见 霍平川解开风词的雅穴 竟有人能迫使断头刀飞刀出手 后点中他后心甚余 你可看见究竟是何人 风词脸色轻铁 黑了一声 婆娑布 婆娑布 霍平川和方多并都是矮的一声 语调中充满惊诧 婆娑布是四股门主李相仪 独步江湖的一项绝技 为各类迷宗不法之手 倒空涅虚 踏雪无痕 虽然不宜长途奔走 但在单打独斗中 却是一等一的厉害 只是李相仪已死了十年了 怎会在这山树林中出现婆娑布 或平川师生问道 你可看见了人 他入门也晚 李相仪早已失踪 此时乍门婆娑布 心头大震 难道门主失踪十年 其实未死 如果却是如此 那真是四股门一件最大的姓氏 风词却冷冷地道 既然是婆娑布 我怎可能看到人 不过你也不必做梦 李相仪早就死了 刚才那人绝不是李相仪 方多病忍不住问 为什么 风词阴森森地道 以李相仪的身法魅力 施展婆娑布 岂会让人发觉 刚才若真是李相仪 点中我后心甚余 以他将杨周曼炼至十层的真理 我那一刀绝发不出去 或平川一领 风词在重学被点之后 仍有余力发出驱刀遗迹 证明点学之人 内力虚乏 以至于尽道 难以侵入气血交汇处 虽然令风词全身麻痹 却不能阻止他真理运行 若不是自己来得快 只消再过一会 他必能解开血道 恢复元气 但若点学之人 不是李相仪 那会是谁 难道门主生前留下了传人 方多病斜眼看着李莲花 你刚才躲在雪里 李莲花有些汗颜 哎 方多病指着地上两人 你真没看到 是谁撂倒了他们两个 李莲花啊了一声 我看到了一些白白的影子 不知道是人还是下雪 还是别的什么 方多病白了他一眼 不中用 李莲花连连点头 惭愧 惭愧 他从怀里拿出玉玺 递给霍平川 这个东西戴在身上危险得很 不如霍大侠做个见证 我们毁了他如何 霍平川甚是赞同 王玉姬叫了起来 你们可知有那玉玺就能号令鱼龙牛马帮 那是方多病一掌拍落 让他住嘴 笑道 我管你鱼龙牛马帮还是牛头马面会 本公子说回就回 来来来 霍大哥一掌批了他 霍平川和掌一握 那玉玺应掌而碎化为素素粉末 王玉姬脸色陡然变白 尾盾在地 霍平川虽是握碎玉玺 心下却不觉轻松 鱼龙牛马帮是近两年和并黄河长江水道 数十家帮 塞 会 门而成的一个大帮 人数与丐帮不相上下 帮内鱼龙混杂 两有不齐 乃是近来江湖中最为混乱和最易声势的帮派 如果帮中首领是前朝已老 存着什么富比之心 要以这玉玺为信物 那江湖之中势必大乱 此事非同小可 绝非握碎一个玉玺就能解决 佛比白石必要有所准备才是 方多并却没有或平川谨慎的心思 只对他握碎玉玺的掌力嘖嘖称奇 李莲花叹了口气 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饿了 几人抬头一看 原来已是五十过后 自早晨进入地宫 直到现在犹如过了数日 方多并一叠声催促回小岳客栈去吃饭 一行人和张青毛告别 带着王玉姬和风慈回朴厨镇去 七五当金剑 朴厨镇虽然并不怎么繁华 不过寥寥数百人家 但至少开有酒店 这对几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来说 已如登仙境 或平川派遣佛比白石弟子先将王玉姬和风慈快马送回青原山 了却一件大事 而后在朴厨镇冯建仙酒店 孙翠花请客 那张并不怎么美貌的脸上喜滋滋的 眼神在杨秋月脸上一飘一飘 对这个夫君显示满意到了极点 方多并和李莲花拿起筷子埋头就吃 唯有霍平川比较客气 和杨秋月一搭一搭地砍着有关黄七道长的下落 黄七师叔的确到了朴厨镇 但西陵之中没有武当金剑 也许黄七师叔已从一品坟中逃生 杨秋月淡淡地道 即使老婆在旁边乱飘媚眼 她也并不怎么领风情 这人只好赌不好女色 不过或者是孙翠花也并没有什么色的缘故 霍平川点头 黄七道长的武当上代掌门 赠予武当金剑 武功才智 道学修为都是贵派上上之选 何况她失踪之时正当盛年 从一品坟中逃生 在情理之中 方多并吃了一只鸡腿 突然抬起头来 看了李莲花很久 李莲花正在夹菜 眉头微醋 什么事 方多并道 我有一件事想不通 李莲花皱眉问 什么事 方多并道 奇怪 其实本公子的武功也不是很差 刚才山树林离我就那么一点远 除了你们三个人 为什么我就没听到第四个人的声音 我既没看到人进去 也没看到人出来 李莲花眉头皱得更深 你是什么意思 方多并怪教导 他妈的 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用什么婆娑布 撂倒那两个人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李莲花的话是万万不能信的 你说黑的 十有八九是白的 你的武功是三角猫 但说不定是装的 你说没看见 说不定其实就是你自己 李莲花呛了一口气 咳嗽起来 我如果会婆娑布 一开始知道王玉基是凶手的时候早就抓住他了 何必等到现在 方多并想了想 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正当几人各自闲聊的时候 有个绿衣女子 婷婷娜娜走了进来 在孙翠花应照之下 她肤色白皙 双眉淡扫 是位清秀鲜柔的美人 孙翠花瞟了她一眼 笑吟吟的道 如姑娘给客人打酒 那绿衣女子眉心一贫 却颇有愁容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方多并悄悄地问 她是谁 杨秋月答道 她是怡红院的小如 方多并嘖嘖称奇 这女人是个妓女 浑身上下没一点风尘味 倒是难得 看起来不像 杨秋月对女色丝毫不感兴趣 倒是孙翠花悄悄地答 人家运气好 被个男人养着 供得像个小姐似的 那男人在镇东头买了个院子 把如丫头养在里面 自己从来不露面 方多并大笑 养女人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光明正大 何必 她还没说完 孙翠花呸了一声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男人 才会有像她那样的女人 不要脸 正在胡扯之间 李莲花突然嘀嘀地 啊了一声 武当金剑 同桌几人一饿 霍平川低声问道 哪里 李莲花筷子一端抬起 轻轻指着那绿衣女子小如妖际 众人望去 只见她腰间一块木雕 刻作剑形 不过二三寸长 以青色绳结系在腰上 随步履轻轻摇晃 杨秋月全身一震 那剑形木雕虽然简陋 剑身刻有真五二字 的确便是武当金剑的模样 霍平川道 听说黄七道长 是在西陵附近失踪 难道这女子见过武当金剑 在说话之间 小如已打好了两斤酒 脸部扇扇出了门 杨秋月坐视玉起 李莲花筷子轻轻一身 压在杨秋月晚上 方多并起身 跟在小如身后 也出了店门 霍平川微微一笑 她皆比邱飞哥传书 一则追查葛潘被害一事 二则留意吉祥文 莲花楼李莲花此人 一开始看不出 这位名震江湖的神医 有何过人之处 胆子也太小了些 但此时筷子一压 她便知李莲花心思细密 并非鲁莽无能之辈 方多并乃是生人 衣着华丽 以她跟踪小如 别人只当顽固子弟 起了好色之心 比杨秋月尾随 要不易惹人怀疑 方多并跟着那绿衣小如 穿过整个朴厨镇 小如踏着摇摇摆摆的碎步 从镇西走到镇东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方多并若不是看在 她长得清秀可人分上 早已不耐而去 好不容易走到镇东 只见她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 走了进去 带上了门 方多并正要趁人不备 掠上屋顶看看 突然门又开了 小如从里面出来 手里已没了那两斤酒 她大叫诧异 原来她来回走了一个时辰路 就是为了到这里来送酒 这屋里住的什么人 正想翻墙进去 不料路人却多了起来 青天白日 她不敢公然乱闯民宅 在那户人家四周转了两圈 那门又开了 从里头又走出来一个女子 那女子一身红衣 眼圈红肿似乎刚刚哭过 一路适类 一路离去 她那衣裳凌乱 景上布满稳痕的模样 不笑说也知道刚刚在里面做了什么 方多病奇怪之极 方才小如还往里面送酒 难道这屋的主人 不止小如一个女人 正转到庭院后门处 突然她嗅到了一股古怪的香味 大吃一惊 这是江湖中最为不齿的下三烂东西 是催情弥香 这屋里的人正在做什么 昭然若揭 方多病顿时大怒 聊起衣裳碰得一脚踢开后门 冲了进去 谁在这里墙 一句话说到第六个字 已说不下去 门内一股掌风迎面 尚未披正门面 那掌风已破得她气息逆转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方多病挥掌向底 心里骇然在这小小朴竹镇藏龙卧虎 这么一间民宅 居然也有如此高手 一念刚刚转完 手掌与屋内人掌风相处 陡然胸口大震 血气沸腾 耳边翁然作响 眼前天旋地转 他往后跌倒 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方氏的少爷 多愁公子方多病 竟连人也没看清楚 就伤在对方一掌之下 那屋里人究竟是谁 有如此武功居然使用迷香 奸吟女子 到底是什么人物 方多病被一掌镇昏 屋里人半晌没有动静 过了了片刻 有人从屋里披衣出来 把他提了起来 扑通一声 致近了庭院水井之中 冯剑仙酒店里 几人几乎把店里酒菜都吃了一遍 等了两个时辰 太阳都下山了 午饭都吃成了晚饭 方多病还没回来 终于或平川浓眉深咒 方多病莫非出事了 杨秋月沉吟道 难道镇上另有什么陷阱 能困得住方公子 李莲花苦笑 难道他突然和如姑娘私奔了 孙翠花唾了一口 他大概跟踪去小如男人的房子了 我知道大概在哪里 这就去吧 方公子莫是遇险了 几人结账而出 孙翠花带着三人 到了方才小如进去的那户人家门口 此时天色已变为深蓝 星星开始闪烁 那户人家大门紧闭 里头没有丝毫生息 或平川整了整衣裳 石器门环敲了几下 沉声道 在下有事请教 敢问主人在家否 屋里没有半点回音 就像里面根本没有住人 但营绕屋中未散的淡淡迷香味 已使货平川大抵猜到这是个什么地方 杨秋月冷冷的道 作贼心虚 李莲花点了点头 眉头皱了起来 这一次和在一品坟中不同 那时他在暗敌人在明 而今天晚上完全是敌人在暗 大家在明 他们这四个人占不了丝毫便宜 翠花 你先回去接孩子 李莲花柔声道 孙翠花奄然一笑 挥手快步而去 这女人虽然并不貌美 却乾脆得很 三个男人在渐渐深沉的夜色中 凝视这间毫不起眼的民宅 寂静的庭院 空旷的乌雨 漂浮的迷香 这民宅之中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和武当金剑有关 还是和怡红院妓女相关 方多并当真献在其中了吗 或平川掌上使劲 轻轻振断门栓 推开大门 放眼望去 门内花木齐整 轻拾地板前景清洁 院中天井 以碎石铺成一个寿字 其后屋与门窗紧闭 并无出奇之处 杨秋月 阴策策地问 这里头有人吗 他问得虽然不想 却运了真例 便传民宅 这里头如是有人 绝不可能听不见 或平川大步当前 推开房门 门内被入凌乱 果然已经人去楼空 床边香炉 仍冒着白烟 那迷香便是从香炉中来 这屋子住的恐怕也有十几年了吧 李莲花轻轻推了一下窗帘 这窗帘和他那莲花楼一样 不休恐怕再过半年 就会邦朗一声掉下来 主人好像 有点拮据 那床边的韭菜也很简单 在朴厨镇东 有一家有名的酒方 他却拆遣小如 到冯建仙去买 可见连一斤酒 相差两个铜钱 他也是要计较的 或平川微微一笑 既然主人拮据 就算离去 也不会走太远 中世会回来的 李莲花眉头紧皱 难难的道 不过朴厨镇 不过数百人家一条街道 他会去哪里 而且他还带着女人 糟糕 糟糕 只怕去的不是宜红院 就是小月客栈 杨秋月顿时变色 孙翠花起飞 也正要去这两个地方 一点地面 他纵身而起 掠上屋顶 往一红院方向奔去 霍平川极快的道 李先生暂且回冯建仙 此地危险 接着他也掠上屋顶 随杨秋月而去 李莲花扬手看两人离去 轻轻叹了一声 那一刻他的目光有些萧索 转过身来 望着人去楼空的庭院 庭院中几从裂品牡丹 在这个时节 只与几只枯极 骑上白雪苍苍 并未有什么好看之处 他在院中 静力许久 往侧踏了一步 转身离去 莫约缓步走出了十余步 李莲花停了下来 背对花丛 淡淡地问 谁 你的耳栗 方才母的花丛并没有人 现在却有一个人 副手站在那里 似乎已经站了很久 语调没有什么感情 既不像遇见了朋友 也不像见到了敌人 有胜从前 是你落足的时候 重了一点 李莲花微微一笑 即使服用了观音垂类 明月陈西海的伤 也不是一天两天 能好得了的吧 无怪你不肯 在雪地上留下足迹 狄飞生日促身法 便是泛夫走足也认的 牡丹花从那人静默了一会儿 即使变成了这副模样 李向仪毕竟是李向仪 她的语气没有什么变化 但从语义而言 是真心赞叹 李莲花扑斥一笑 过奖 过奖 狄飞生也毕竟是狄飞生 我以为明月陈西海之伤 天下无药可治 怎知世上有观音垂类 人算不如天算 是句老话 不信的人一定会吃亏 那牡丹花丛里 轻袍步履的人 似乎有些淡淡的诧异 这么多年 你的性子倒是变了许多 李莲花微笑 你的性子倒是一点也没变 狄飞生不达 过了一会儿 她淡淡的道 明月陈西海之伤 三个月后定能痊愈 而你却不可能回到从前 有些事 李莲花悠悠的道 当年起之如今 如今又起之以后 不到死的时候 谁又知道是好是坏 从前那样不错 现在这样也不错 狄飞生凝视了 她的背影一阵 缓缓地道 你能稳住伤势 至今不风不死 扬州曼心法 果然有独到之处 不过只多十三年 她一字一字地道 以你所学 只多得十三年平安 如今已过十年 还有三年 你若善用真理 施展武功 三年之期势必缩短 李莲花微微一笑 没有回答 狄飞生突然从牡丹花丛边 笔直拔身而起 落进了井里 随着一声哗啦水响 她从井中提起一个 湿淋淋的人 两年十个月之后 东海之宾 说着把那湿淋淋的人 治了过来 她仰手治人 随意挥之势 拔身后纵 轻飘飘出了围墙 没了身形 李莲花接过那人 那湿淋淋软绵绵 昏迷不醒的人 竟然是方多病 轻轻让方多病 平躺到地上 点了她胸口几处穴道 以敌飞生的为人 自不可能 以弥香奸淫女子 她治回方大公子 那便是 以方多病之命为约 两年十个月之后 东海之宾 当年一战 势必在行 她再度悠悠叹了口气 自从受敌飞生 掌伤之后 她容颜憔悴 不负俊美 一身武功 废去十之八九 李相仪此人 早已不复存在 但为什么大家 就不能接受李莲花 并要寻找李相仪 说李相仪 早已死了 大家偏偏不信 明明李相仪 站在大家面前 却没有人认出她来 这真是奇怪的事 难道真是她变得太多 或者是 真的变得太多了吧 她徐徐盘坐 双指点在方多病 井后风驰雪 度入真理 替她疗伤 十年光阴 无论是心境 体质还是容貌 都变了 从前 目空一切的理由 荒谬绝伦 杨州曼心法 极难修炼有成 一旦有成 便能运用自如 这也是李莲花 在狄飞生 权力一掌之下 未死的原因 以她来疗伤 最是合适 不过一注相时间 方多病气血已通 伤势已经无碍 二的一生 她睁开了眼睛 莲花 李莲花连连点头 你怎么被扔进了井里 方多病摸了摸 自己的脑袋 我被扔进了井里 她摸到一手水师 顿时大怒 那该死的 竟然把我丢进井里 嗨嗨 她胸口伤势未愈 一激动 立刻疼痛起来 李莲花皱眉 你若不是如此消瘦 也不至于伤的 方多病又大怒 本公子斯文清秀 体弱多病 乃是众多江湖侠女 梦中情人 你根本不懂得 本公子的风神 嗨嗨 你又怎么知道 我在井里 李莲花道 我口渴了 到井边去打水 一眼就看到 一个大头鬼 方多病的脑袋 直到这时 才想起受伤前 发生了什么事 倒抽一口凉气 师生道 武当派的内力 那人是武当高手 李莲花半点医术不懂 否则早已验出 方多病是被武当派 心法震伤胸口 此时文言一正 又是武当 方多病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叠声的叫 当然是武当心法 难道本公子 连武当心法都认不出来 那人哪里去了 他的武功不在武当掌门之下 说不定还在白木之上 现任武当掌门 为白木道人的师弟 紫霞道长 武当派武功 当下是白木为第一 而还在白木之上的人 李莲花师生道 黄七 方多病连声咳嗽 很可能是 我们快去 救人 武当派上代掌门 最终爱信赖的弟子 黄七道长 居然在朴厨镇 隐居十几年 并且朴素妓女 迷奸女子 李莲花这下 真是眉头紧簇 糟糕 如果真让杨秋月 和黄七朝了面 只怕黄七老道真的会 杀人灭口 方多病 按着自己胸口伤处 赌咒发誓 嗨嗨 那老道 他妈的疯了 孙翠花赶回怡红院 去接儿子 在离院子不远的地方 看见了小如 她一人迟出而行 脚步走得极慢 恍恍惚惚 似乎在想着心事 如姑娘 孙翠花在后招呼 怎么从镇东回来了 小如一睁 驻足等孙翠花赶了上来 财笛声道 嗯 孙翠花奇怪地看了她几眼 扑痴一笑 怎么 她没有要你赔过夜 小如白皙的脸上微微一红 眼神却颇现七楚之色 孙翠花本是想问她腰间木剑之事 既然搭上了话 她索性质问 如姑娘 你这腰上挂的木剑是在哪刻的 别致得很 我也想要一个 小如又是微微一正 这是我自己 孙翠花强化 自己刻的 怎么会想刻一把剑 其实我觉得刻如意倒更好看些 小如漠然 过了一会儿 快走到怡红月门口了 她方才轻轻地道 她本来有这样一把剑 不过因为养着我 所以把剑卖了 孙翠花恶然 如此说来 那个嫖妓的男人 岂不就是只听小如低声道 虽然她不止对我一个人好 不过我 我心里还是感激 说完她缓步走入怡红月 转进了右边的一条卵石小路 孙翠花见她如此 张大的嘴巴半天合不上婊子 动了真情 那喜好女色的嫖客 让小如动了真情也就罢了 她竟很可能是自家相公 多年没找到的诗书 那才是让她合不拢嘴的事 便在这时 杨秋月和霍平川已大不赶到 见她呆呆站在怡红月门口 奇声问 你没事吧 孙翠花一正 刚想说没事 自还没接到 突然后心一凉一痛 她低头一看 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根很眼熟的东西 从自己胸前冒了出来 那是一根筷子 滴着血 翠花 杨秋月脸色大变 失声大叫 直奔了过来 孙翠花一把牢牢抓着她 脑子里人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直到 小如说 她的嫖客 有武当金剑 杨秋月脸色惨白 连点她胸口穴道 翠花 不要再说了 孙翠花困惑地看着从自己胸口冒出来的筷子 儿子 还在里 面 杨秋月终于情绪失控 凄厉地大叫一声 不要再说了 孙翠花轻轻唾了一声 是谁 乱丢筷子 说着缓缓软倒 慢慢气息有些紊乱 闭上了眼睛 杨秋月牢牢抱着妻子 双眼狂乱迷茫地看着从怡红院里大步走出来的人 黄七十书 为什么 从怡红院里走出来的中年男子白面微然 年轻时必是个美男子 他左手拿着个酒杯 右手的筷子只余下一只 另一只到了孙翠花胸膛里 看了杨秋月一眼 中年男子道 原来是杨诗直 诗静 诗静 言下对以筷子射伤孙翠花一事混不在意 就似他刚才不过踩死了一只蚂蚁 霍平川方才不料他一出手便要杀人 以致孙翠花重伤 为己阻拦心下后悔不已 此时上前三步 抱拳道 在下霍平川 天为佛比白石门下弟子 前辈可是武当派失踪多年的黄七道长 黄七道 我俗家姓陈 明熙康 霍平川 陈生道 那么陈前辈为何重伤这位无辜女子 他既非江湖中人 又不会丝毫武功 以臣前辈的身份武功 何以对一个弱女子下如此重手 黄七淡淡的道 他竟敢在我的面前向我的女人套话 你们说是不是罪该万死 杨秋月不可思议 缓缓摇头 惨淡问 黄七师叔 武当金剑的下落 那 黄七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武当金剑 剑中五金七两 又是古物 卖给了江西与剑斋老板 足足抵三万两银子 真是好东西 霍平川眉头一皱 这人只怕是早已疯了 杨秋月首报妻子 只觉浑身血液 一阵一阵的发凉 猛然间意起 当年师父得知自己好赌 盗窃武当金剑时 说出逐出师门四字的情景 这事道 难道是报应 黄七一筷子重伤孙翠花 宜弘院前院的客人纷纷尖叫 自后门逃走 此时连老宝都已不见 黄七一字一字冷冷地道 杨师指 咱们要你来清理门户是吗 还叫上了佛比白石的手下 不过紫霞师弟大概糊涂了 派你这种三角货色 是要给他师兄祭荐不成 剩余的那只筷子在他指尖转动 不知何时便会弹出 他虽然隐居多年 功夫却日益精进 没有半点割下 霍平川眼见形势不妙 一掌拦在杨秋月面前 陈前辈 请随我回佛比白石百川院一趟 失礼了 黄七衣袖微白 只听碰的一声响 他那衣袖摇摆起来 居然有如火药爆破一般 发出琵琶声响 杨秋月教导 五当五重劲 或凶小心 或平川自然知晓 五当五重劲的厉害 据说此功自太极演化而来 太极劲只有一重 远转如意 而五当五重劲 却有五重劲 如太极般远转 各股劲方向 强弱不同 即使是功力相当之人 也难以抵抗 便在杨秋月 叫出五当五重劲之时 黄七第一重劲 已经缠住了霍平川的手掌 两人袖手相交 霍平川虽然入佛比白石 只有八年 自身修为却不弱 黄七连运三重劲 都无法引开他的手掌 一声冷笑 第四重劲突然往 奄奄一息的 孙翠花胸口弹去 霍平川和杨秋月 同时惊觉 双双大鹤一声 联手接下黄七右袖一击 但便在这时 一只东西凌空击射 打获平川胸口弹中气海 却是黄七刚才握在手中的筷子 霍平川手肘往内一压 啪的一声将筷子夹在肘间 却听身边杨秋月一声闷哼 黄七的第五重劲 笔直撞在他胸口 伤得不轻 武当武重劲 奥妙在以袖风激荡 无形无际 黄七的武当武重劲 已练到炉火纯青 江湖上难寻敌手 霍平川虽有一身武功 却难以招架 杨秋月抱着妻子 亮枪出去竖步 放下孙翠花 他拔剑出鞘 刷的一剑往黄七额头刺去 他是武当门下 虽未曾练过武当武重劲 对这门内功心法也是相当熟悉 这一剑极刺黄七眉心攒竹血 正是破解太极劲的捷径 太极拳讲究一眼观手 一眼带手 眼手神韵一致 剑刺眉心 视线受阻 太极圆融协调知识失调 眼手一分武当武重劲 威力变捡 但正当他意见刺去的时候 黄七眼中陡然划过一丝冷笑 杨秋月心里一动 不妙 但他见识已发 确实撤不回来了 霍平川本要上前夹击 但杨秋月剑取攒竹 他不明其意 便站在一边掠阵 并没有看到黄七那一抹冷笑 便在此时 遥遥有人道 放火烧房子真过瘾 尤其是烧的别人的破房子 真是过瘾啊过瘾 另一人叹了口气 你也特缺得了些 这两人似乎只在闲聊 却说得快得很 黄七脸色诈变 杨秋月猛然见任急转 意见往他右手砍去 黄七双手尽力本来运势待发 分了心神 反而被杨秋月夺取先机 他大袖一挥 竟以双手去抓杨秋月的剑刃 杨秋月司级妻子生死未卜 阴沉沉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意见夹近往黄七手腕砍去 黄七双手实质与杨秋月 剑刃相处之时 突然扭曲弹动 一时间只听支架与剑刃交明之声 铿锵不断 杨秋月全身大震 直欲脱手放剑 那剑柄被黄七内力到亲而入 竟然牢牢吸附在他手上 那支架和剑刃的敲击之声传入人耳中 或平川首先感觉双耳刺痛 恶心欲呕 他屏住呼吸 一直一意孤行 点向黄七背后疲于穴 杨秋月手中剑被黄七连敲竖时下 带到黄七宁笑放手 他以双眼翻白 刷的一剑往后平川胸口刺来 黄七这怪异之极的弹剑之术 竟似一门操纵心神的邪术 方才胡说八道的两人 自是方多病和李莲花 两人堪堪赶到 猛见杨秋月竟和霍平川动起手来 都是一阵 黄七一袖一甩正欲脱身而去 方多病大喝一声 袖中短棍挥出 一朝宫廷万无短棍发出一片笑声 往黄七肩头敲去 李莲花掉头就逃 远远躲进怡红院里 方多病心中又在大怒 他伤势未遇 这死莲花居然又弃有而逃 这个该死的 一句咒骂还没想完 黄七争的一声 扣指弹在他短棍之上 或平川变色大叫 小心他施展迷惑人心的邪术 方多病的短棍被扣 发出的确实一连七响 方多病只觉胸口伤处犹如被连撞七下 剧痛非常 脸色大变 黄七却在一正之后忍不住狂笑 原来方多病那只短棍是一只结构精巧的短笛 他弹指一扣 震动机黄 那短笛发出声响 令黄七的法隐之术威力陡增数倍 旁边或平川也大受笛声影响 竟被杨秋月抢得先机 孙翠花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怡红院外形势岌岌可危 突然之间 怡红院里仓皇走出一名女子 方多病手忙脚乱之中斜眼一看 那女子满脸胭脂 唇红如血 却不认识 只见她先奔向孙翠花 跪在地上双手颤抖 打开一张白纸 从纸包里拿出一个小瓶 给孙翠花扶下 顿了一顿 她颤抖着声音 看着白纸开始念 四神聪 印堂 一鸣 石轩 四神聪 印堂 一鸣 石轩 方多病不假思索 一抵往黄七头顶四神聪点去 那女子大吃一惊 满脸金黄 不对不对 不是你 不是你 她指着霍平川 念叨 四神聪 印堂 一鸣 石轩 方多病哭笑不得 不知是谁指使这个妓女出来 这锦囊之计实在并不怎么高明 霍平川一指点在杨秋月百会学策四神聪之一 杨秋月眼神转动 行动顿时大缓 方多病眼见锦囊有效 连忙问道 那我呢 手下仍旧短笛飞舞 招架黄七的招式已经渐渐散乱 胸口越发疼痛 只怕那锦囊里也有一条给她的妙计才是 那女子却摇了摇头 茫然举起白纸念叨 梅小宝已经被我就走 张小如知道你奸淫幼女 在后院跳井 和寡妇得知你原来有三个女人到官府击鼓去了 哈哈哈哈 陈希康你好色如命 就要恶母满 满 她念得惊慌失措 颠三倒四 居然还有字不认的 恶母满血 方多病忍不住哈哈大笑 黄七先是一正 越听越是愤怒一急 听到最后一句恶贯满盈 一手向这位女子景象抓来 无知娼妓 也敢愚弄于我 她心神一乱 那法隐之术便施展不出 方多病精神一震 短敌一招鸣和翻雪 泛起一片敌影扫向黄七背后 黄七哼了一声 左秀后扶 右手便去抓那女子的景象 或平川此时刚刚连点杨秋月四神聪 印堂 一鸣 石宣十六处学位 见状正欲上前相救 那女子守一台 护住自己的景象或平川心念移动 这女子的动作倒也敏捷 啪的一声 黄七的右手已然连那女子的双手一起抓住 压在了她景象之上 或平川心下大旗 黄七眼中此时流露出的竟不是得意之色 而是无法言喻的惊恐骇然 吐的一声 方多病短笛扎扎实实激在她背心 黄七哗的一声 一口血喷了出来 喷得那女子满头满身 尾顿淤地 方多病收回兵器 古怪地看着那被黄七一把抓住的女子 半赏瞪眼叹了口气 我早该想到刚才那情形 怎么会有女人敢从里面跑出来念锦囊妙记 果然是你这个举世无双骗人骗鬼的大骗子 或平川足足凝视了那女子一炷香时间 才常常叹了口气 李先生聪明机敏 果然名不虚传 那女子双手食指微妙地扣在黄七右手伤阳 二肩 三肩 河谷 阳西 偏立 温溜 下连 上连 手三里十个穴位上 这十穴兽组 黄七右手麻痹 自不能伤她分毫 她本是跪在地上 黄七扑来之时 她轻身后遗 便侧卧在地 足肩微翘 踢正黄七 阴灵拳 而后膝盖一顶 撞她小腹丹田 再加上方多病背后一笛 如此一来 饶是黄七一身惊人武功 一念轻敌之间 也已动弹不得 这满脸腌制怪模怪样的女子 正是一溜烟淘进一红院的李莲花 慢吞吞地举袖擦掉脸上的腌制和血迹 她仍是满脸惊恐 鱼迹犹存的模样 我 我 方多病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喘气 你个头 你这手点学功夫 呼呼 了不起得很 哪里学来的 她和李莲花认识六年了 还是第一次看她出手制敌 虽然说刚才这一拿成功 全然是因为黄七掉以轻心 但是食指扣食血 一踢 一撞 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的几乎让人察觉不出 那绝非侥幸 绝不可能是侥幸 李莲花极认真的道 这是采凤语 是一位破庙老人教我的 方多病懒洋洋的灰灰衣袖 全然不信 我要是信你 我就是猪 说不定是你跳崖以后挂在树上 树下山洞里一位绝带高人教的李 李莲花满脸尴尬 真的 方多病翻白眼 你小子这手拔鸡毛的功夫还不错 可惜内力太差 如果不是本公子背后来这么一下 你是万万抓不住他的 李莲花连连点头 正是 正是 霍平川以佛比白石特有的锁链 将黄漆锁了起来 杨秋月娥的一生 这才恢复了神志 抱起气息全无的孙翠花 脸色惨白之极 眼望李莲花 李莲花叹了口气柔声道 他已服下了停止血气的药 一两日内会犹如死人 你若不想他死 在他醒过来以前找个好大夫治疗他的伤口 方多病扑吃一笑 差点呛了气 正想嘲笑这位不会医术的神医 却见他突然走到黄漆面前 陈前辈 黄漆被霍平川以锁链锁住 他对李莲花恨之入骨 见他过来呸了一声 只是冷笑 李莲花在黄漆面前坐了下来 平视这位武当首徒的眼睛 前辈在十几年前得到了西陵藏宝地图 进入了西陵地宫 而后自地宫中生还 自此便留在朴楚镇 当年前辈在地宫之中经历了什么 黄漆冷冷地看着他 黄口小儿 又知道些什么 要杀便杀 多说无意 李莲花微微一笑 可是和弥香和女子有关 黄漆眉心一跳 李莲花很和气地慢慢道 十几年前前辈正当盛年 武功人品都为人称道 突然性情大变 留在此偏僻小镇以女色为乐 势必要有些理由 以前辈的相貌武功 即使是喜爱女人 似乎也不必以弥香为耳 如小如姑娘那般真心爱你的女子 也有不少 当年西陵之中 你是否 她叹了口气 你是否 你是不是遇到了一个满身弥香 美丽妖娇的女人 李莲花没有说完 方多并替她在心里补足 害得你倒行丧尽 从武当首途变成了衣冠禽兽 或平川一时仔细再听 也在自行思索 黄七盯着李莲花 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当真想知道 李莲花尚未点头 方多并已经替她点了十下 黄七嘴边仍然擒着一丝冷笑 年轻人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也无妨 的确有一个女人 西陵地宫之内机关遍布 肩部奇门八卦之阵 我进去打开鬼门之后 观音门前站着一个女人 她脚下都是被她吃剩的男人们的尸体 残肢断壁 血肉模糊 方多并只觉一阵鸡皮疙瘩 自背后冒了出来 她吃人 黄七仰天大笑 她被关在鬼门之后 不吃人 难道等别人吃她 她正在吃人 可是我却觉得她出奇的美步 她本就出奇的美 美得让我相信那些男人们都是心甘情愿为她而死 心甘情愿沦为她的食物 我把她救了出来 关在这镇中民宅之内 天天看她 只要每天看她两眼 就算被她活生生吃了 我也甘愿 李莲花和方多并面面相去 不约儿童两人想到观音门后 那具死了数百年依然娇柔颜媚的白骨 如若那白骨复生 大概就是如此魅惑众生的角色 或平川目光微微一亮 似乎黄七说及的这名女子 让她想到了什么 只听黄七继续说下去 我当她是仙子 她却整天想着要从这里逃出去 她逼我在下地宫 逼我去打开观音门 她想要前朝皇帝的玉玺和宝物 可是我什么也不干 如果得到了那些东西 她绝对要从这里出去 所以有一天夜里 我她双眼突然发出奇光 用一种怪异而又得意的刺耳笑声道 我用了药 得到了她 她哈哈大笑 李莲花和方多病几人 却都皱起了眉头 或平川脱口问道 那那个女子后来呢 她 黄七顿时不笑了 恶狠狠地道 她还是逃了出去 就算我用铁链 把她锁在房间里 她还是逃了出去 像她那样的女人 只要有男人看见她 都会被她死 方多病张大嘴巴 他妈的这女人根本是个女妖 她现在还活着吗 黄七冷冷地道 她当然还活着 李莲花皱眉问 这位女 霞 叫什么名字 黄七嘲笑道 江湖中人 竟还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 霍平川终于沉声问道 前辈说的女子可是姓角 与美人角力乔 听说近来弄了个什么牛马羊的帮派 还当上了帮主 黄七大笑 你们真该见她一面 年轻人 我真想看看你们 看见她第一眼的表情 哈哈哈哈 方多病师声道 鱼龙牛马帮 霍平川点了点头 看来西灵之势 绝非擒注王玉姬和风辞二人就能了结 那颗不见踪影的观音垂类 山树林里不知何人的婆娑布 当年从地宫生还的角力桥 虽不知何前朝西成帝 方基第二帝之势有何关系 但并不简单 李莲花点了点头 难难的道 坏事坏事 二位 霍平川沉吟了一下 对李莲花和方多病拱手 事情紧急 头绪万千 再下愚钝 西灵之势要尽快报于大院主和二院主之小 我这就带人回去了 方多病连连挥手 不送不送 你快点把人带走 本公子虽然喜欢美人 平生却最讨厌银贼 李莲花看方多病点头 他也跟着点点头 方多病挥挥手 他也挥挥手 漫不经心的不知想些什么 霍平川深深看了他一眼 抱拳道别 抓住黄姬尖头 大步往真外行去 看着霍平川走出去很远了 杨秋月二话不说 抱着老婆直奔镇上大夫家 李莲花采呀的一声醒悟过来 大家都走了 方多病斜眼 你留恋 李莲花摇摇头 方多病哼了一声 那你在想什么 李莲花微微一笑 我在想 那位角力乔角大姑娘 果然是美得很 方多病一证 你见过 李莲花悠悠地道 嗯 方多病仰天狂笑 李莲花说的话 我要是信 我就是猪 八医术通神 十书日后 清源山百川院 济汉佛街道有关西陵一品坟 最后结果的消息 王玉姬 封辞假冒葛攀 与守灵兵 妄图借方多病 与李莲花之力 寻找到埋藏西陵之中的 前朝玉玺 此二人在带回 百川院的路上 给人劫走 十余名佛比白石弟子死伤 玉玺毁于霍平川手中 西陵地宫隐秘 以上报朝廷 霍平川压着皇妻 回到院里 正自己比丘讲述 一品坟之事 调除镇上杨秋月之妻 孙翠花因伤后操劳 引发高热而亡 方多病伤 李莲花安然无恙 葛攀在去西陵的路上 被人暗算而死 或平川前去的时候 一品坟之谜已经揭开 李莲花在此事之中 究竟作用如何 依然模糊 劫走王玉姬和风词的人是谁 既汉佛却心里清楚得很 莲花楼和狄飞生的关系 仍旧不明 但引人关注的已不是这些 百川院西面有一栋独立的小房 四面窗子开得很高 窗台摆了些花草 和其他三处房屋 毫无修饰的模样有些不同 霍平川换了一身前净的衣服 恭恭敬敬地拾起门环 敲了几下 霍平川 屋里响起了一声 和尚书液的声息 有人温言道 进来吧 霍平川推门而入 门内立着一个小小的屏风 百川院虽然清贫简易 这屏风却漆黑光亮 上汇百鸟嘲凤图 边角皆有破损 应是多年之物 但仍旧可见当年的精致奢华 绕过屏风 屋内书籍堆积如山 桌椅板凳上都是书册 堆放的凌乱一击 却都抹视得十分前进 书堆之中坐着一人 见霍平川进来抬起了头 听说见到了婆娑布 霍平川点了点头 在一摞书上坐了下来 仔细讲述他在西陵所见所闻 屋中人听的戏致 偶尔插言询问一二 霍平川也一一回答 这人姓云 明比丘 乃当年四股门中 李相仪身边第一军师 听完霍平川的讲述 他常常嘘了口气 微笑得很是温暖 江湖带有才人出 看来李莲花此人 并不仅是神医而已 能升擒皇妻道长 实事件了不得的大事 云比丘当年跟随李莲花之事 年仅二十三 号称美诸葛如今十年过去 已是年过三十的人了 而看他本人不一草履 两鬓微有白发 虽然气质徐和温厚 却似比年龄更为憔悴 弟子关心的是 取走观音垂类之人 和山树林中出手救人的人 究竟或平川沉吟的以下 究竟是否是同一个人 云比丘道 山树林中施展婆娑布之人 若有震碎千金巨石的功力 便不会封不了封辞的气脉 应该不是一人 霍平川叹了一声 短短数日之间 在西陵淡丸之地 居然出现了两位高手 云比丘微微一笑 转了话题 黄七荡真说 他在西陵遇到了角力桥 霍平川点头 传闻此女色能豁众 云比丘的脸色有些苍白 轻轻咳了两声 嗨嗨 当年和门主 曾在金额蒙大殿上 见过一面 他的确 的确 他顿了一顿 不知想到了什么 住口不言 霍平川关心问道 二院主的韩正好些了吗 云比丘淡淡一笑 笑中颇有自嘲之意 不妨是的 西陵此事非同小可 今日我修书两封 你替我寄予武当紫霞掌门 和鱼龙牛马帮帮主角力桥 霍平川称是 云比丘缓缓地道 与其敲击试探 不如请两位百川愿一坐 究竟武当杨秋月 黄七 碧玉书生王玉姬 断头刀锋词 以及鱼龙牛马帮 与西陵有何关系 一问便知 霍平川凛然 二院主说的是 佛比白石中人 不必转弯抹角 应直言相问才是 云比丘一笑 四股门下不必拘礼 你虽天性如此 但复合之言 仍是愈少愈好 霍平川残残地只想称是 却又不能称是 满脸尴尬 那位李莲花李神医 平川觉得如何 云比丘问 霍平川沉吟道 平川时事有些 摸不着头脑 有时四是聪慧绝伦 有时又四是十分糊涂 武功似乎极差 却又似乎时常能克敌制胜 数平川愚钝 判断不出此人深浅 云比丘眼神微微一亮 他可使用兵器 霍平川摇头 不曾看见 云比丘一皱眉 李莲花与他之前设想的不合 连他也猜疑不透 这倒是有些奇 你看不出他武功门派 霍平川反复思虑良久 似乎并没有什么门派 只是任学其准 但内力却差劲得很 云比丘点了点头 他既然号称医术通神 任学其准 也在情理之中 此时 在方式客房里 被当年美诸葛判定为 医术通神的李莲花 正在聚精会神地给人把脉 脸上带着文雅从容的微笑 似乎对来人的病情十分有把握 方多病坐在他身边 给煎药的炭炉山火 兴兴然地看着方式的小姨子 武林第三美人和小凤 娇滴滴地给李莲花把脉 这位比他妈小十岁的小姨子 一听说吉祥闻莲花楼的主人到了 突然就得了一种说昏就昏的怪病 晕倒在李莲花怀里 此刻正用水汪汪的眼睛 瞟着李莲花的脸 方多病还看得出他目光中 有一丝遗憾之色 这位传说中的神医 虽说长得还可以 却没有他想象中风流倜傥 俊美无双 和 夫人 和姑娘的病情 李莲花温和地看着和小凤 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服下一服药物就好 方多病连连点头 越发用力地扇着那火炉 他其实不明白 一向自负精明的小姨子 竟然没有发觉把脉都还没把完 就在煎药的这种医术的奇异之处 一心一意打量着那位神医 盘算着不知什么念头 看着火炉上那些黑乎乎的药汁 他又忍不住想起前不久 他刚问过李莲花一个问题 死莲花 你怎么知道中了黄七的邪术 要点四神葱 印堂 一名石轩来解 啊 李莲花那时漫不经心地答 我好像见过有人那么致疯子 方多病目瞪口呆 李莲花很认真的看着他 诚恳地道 我真的好像看到有人是那么致疯 他还没说完 方多病抱着脑袋一声声吟 我永远不要再听你说一个字 永远不再信你说的半句话 继续瞪着眼前逐渐变焦的药汁 他在心里祈祷小姨子 把这些药喝进肚子里以后 在两个月后就能起床 并记住晕倒在李莲花怀里 事件多么危险的事 十六群杀人有四 一品坟事件之后 李莲花在方多病家里住了两天 后来因为想念他的莲花楼告辞离去 在他离去之后 方多病的小姨子和小凤上吐下泄了三个月 并且不敢对人说 他是吃了李莲花开的药 吃坏了肚子 然而等方氏的方大公子 交代完一品坟之事 犹哉犹哉地回到平山镇 去找李莲花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片青山 那是因为他的视野突然间 开阔了许多 那地方本来有栋房子 现在不见了 待了有那么一会儿 平山镇的人们看到一位 古兽如柴的白衣公子 指着一片空地 暴跳如雷的大骂 该死的李莲花 又背着乌龟壳跑了 他妈的 路人皆以同情和好奇的目光 看着他 那栋木房子的主人 前几天刚刚雇了两头牛 把房子拉走了 镇里好些好心人 还帮了他的忙 问他为什么要搬走 那房子的主人说 因为有个要找他报恩的人 硬要把家产给他 他受不起 不得不连夜搬走 只是滴水之恩 万万不可 要人涌泉相报 这很是让镇上的读书人 唏嘘了一把 这般高风亮节 世上已很少见了 方多病指着吉祥闻 莲花楼搬走后的那块空地 骂了一炷香时间 仰天长叹 这只背着乌龟壳的死莲花 除非他自己高兴 要找到他 难若登天 他已习惯了 一驾一不详 薛玉镇是个热闹的地方 从这地方过去 十里的地方是采莲庄 说起薛玉镇 附近百里之内未必尽人皆知 但说起采莲庄 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周近有一处名胜 山巒清秀池水如蓝 有四条溪流灌入此池 中年气候温暖 莲花盛开 并且此处莲花颜色奇异 盛开淡青色花瓣 清雅秀丽 为文人雅士所青睐 时常有达官贵人来此采莲 顾名采莲池 莫约五十年前 有人以重金买下采莲池 方圆十里之地 修建起一座庄园 把采莲池纳入自家庄园 自名采莲庄 现任庄主姓郭 名大福 名字虽然俗了点 他却自诩是个雅客 郭大福以经营药材为业 生财有道 衣食无忧 他近来最烦恼的事 就是他儿子郭霍 郭霍自西枝 寓意为霍西福所以 是个吉利的名字 他三岁会为十三百 五岁能读诗经论语 使郭大福心头一块宝 在郭霍十一岁那年 郭大福送郭霍上百川院学武 败在佛比白十四人中 最为风雅的艺人 美诸葛云比丘门下 只盼他能读书学艺 向他师父好好学学 即使日后不能成为一代侠客 也能做个不俗之人 但月前郭霍一成回家 却让郭大福烦恼不已 除了五刀弄枪 喊喊杀杀 这孩子居然把小时候式的字 忘得一前二净 看着蓬莱念莲菜 听着孔子自称郭子 只气得郭大福 差点没用厨房里那口郭子 狠狠砸向郭霍的头 郭大福的儿子不学无术 尾时家门不幸 让祖宗蒙羞 也就是因为如此 郭大福早早给郭霍 娶了房支书打理的媳妇 好好教导她这个不孝子 只盼家门熏陶 能令郭霍有所改进 她以数万两银子下聘 迎娶薛玉镇最有名的才女 顾兮之入门 结果这位才女体弱多病 未等到能入门就一命呜呼 令郭大福几万两银子打了水漂 不得已求其次 郭霍最终取了薛玉镇 最有名的青楼名记 蒲苏苏 这位蒲苏苏虽然出身青楼 却既是清官 又大有失明 何况既然是名记 自视比才女美貌许多 于是郭霍也乐呵呵地迎了这位新娘过门 不料不到一月 蒲苏苏竟在莲花池中溺水而死 一月之内 与郭霍相关的两个女子接连死于非命 薛玉镇的人们不免议论纷纷起来 客气杀妻之说 街向流传 让郭大福烦恼之急 而彩莲池发生命案 来此的达官贵人 未免大大减少 这更让郭大福脑上加脑 5月11日 正是青莲盛开的季节 彩莲庄却冷清得很 完全不见了昔日热闹的景象 郭霍丧期之后多再练剑 把后院郭大福精心栽种的银杏斩去了不少 重金购买的寿山石打猎了几块 正子沾沾自喜练武有成 郭大福这几日 只对着冷清的院子和账本长须短叹 他又是丧母 少年丧妻 如今又不明不白死了儿媳妇 莫非他年轻时犯过的那一次假药 报应在了妻儿身上 那也不对啊 郭大福苦苦思索 若是报应 怎会连他那没有记忆的亲娘都报应了 他老娘死的时候 他还在吃奶 尚未犯过假药离 老爷 丫鬟秀凤端着杯热茶过来 庄外有位公子说要看廉池 本是不让他进来的 但最近来的人少 老爷您说 郭大福听到他说 本是不让他进来的 就知敲门的多半是个穷鬼 想了想不耐的挥挥手 啊 进来吧进来吧 自从苏苏死在里面 还没人下过水 去去晦气也好 这里是 哪里啊 郭大福脚边的莲花池里 突然哗啦冒出一个人头出来 有人茫然问 爬上来的台阶在哪里 有人在吗 秀凤啊的尖叫一声 那杯热茶失手跌落 在水里的人哗啦的一声 急忙缩进水里 郭大福这才看清 莲叶莲花底下是一个人 一个男人 不禁一叠声叫唤家丁 来人啊 有贼 有水贼啊 水贼 莲花池里的人越发茫然 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突然醒悟 我 秀凤惊魂未定的连连点头 突然认出他是谁 老爷 这就是刚才在庄外敲门的李公子 郭大福将信将疑的 看着浑身湿淋淋的那人 你是谁 怎么会在水里 莲花池里的人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庄外那座木桥 有点滑 秀凤和郭大福一正 原来此人摔进庄外溪流 被溪水冲入莲花池中 倒也不是水贼 你是来看莲花的 水池里的那人连连点头 其实是 因为我那房子的木板少了一块 他还没说完 郭大福脸现喜色 你可会作诗 水池中人啊了一声 作诗 郭大福上下看了他一阵 这被水冲进来的年轻人 一副穷困读书人模样 这样好了 我这采莲庄 非贵人雅克不得尽 你若是会作诗 替我写几首莲花诗 我便让你在庄里住上三天 如何 水池中人满脸迷茫 莲花诗古人写的就有很多啊 郭大福满脸堆笑 是 是 但那写的都不是今年的青莲 不是吗 水池中人迟钝僵硬的脑 老金转了两转之后 恍然大悟 原来命案以后 采莲庄名声大损 郭大福既往传出几首莲花诗 换回采莲庄的雅名 这个 那个 我 水池中人吞吞吐吐 犹豫了好一会儿 终于下定决心 我会作诗吧 郭大福连连拱手 当水池里诗碌碌的年轻人 会作诗之后 俨然身价百倍 来人啊 给李公子更衣 请李公子上座 水池中的水贼 摇身变成了公子 在水里斯文尔雅的拱了拱手 好像他千真万确 就是七步成师的才子一般 这位掉进水里的水贼 正是刚刚搬到薛玉镇的李莲花 他那吉祥文莲花楼 在被牛拖拉的时候 掉了块木板 虽有补救之木材 却苦无花文 不得已李莲花打算亲自补课 四处寻找莲花为样板 这日到了采莲庄 一不小心摔进水里 冒头出来就成了会作诗的李公子 倒也是他摔进水里之前 万万没有想到的 李公子这边请 秀凤领着李莲花 往采莲庄客房走去 客房都被有前进的新衣 李公子可随便挑选 李莲花正在点头 突然脚下一半 安娅一声往前摔倒 秀凤及时将他扶住 庄里的门槛有些高 小心些 李莲花低头一看 果然采莲庄的门槛 都比寻常人家高了那么一寸 不惯的人很容易被绊倒 惭愧惭愧 很快秀凤引他住进了一间 宽敞高雅的客房 开窗便可看见五里莲花池 风景清幽宜人 房内悬挂书画 窗下有书桌一张 笔墨指掩齐背 以供房客挥洒湿性 秀凤退下之后 李莲花打开衣箱 里头的衣裳 无不符合方多病的喜好 皆是愁致如山 偶尔小袖云纹 十分精致风雅 他想了想 从里头挑了一件 最昂贵的白衣穿上 对镜照了照 欣然看见一个才子模样的人 映在镜中 连他自己也满意的很 站起身环视着雅房 墙上恭敬表胡的字画龙飞凤舞 写人面莲花相应红 莲花依旧笑春风 甚至于千数万数莲花开这等绝妙好词的贵人比比皆是 落款都是某某之限 某某庄主 某某主人 李莲花着实欣赏了一番 转目往窗外望去 青莲时节 窗外莲叶轻轻飘摇不定 淡青色小莲隐匿叶下 煞是清白可爱 比之红莲青叶别有一番风味 突然这般静谧优雅的莲池中生起了一股黑烟 李莲花探头出窗口张望 只见一位褐色衣裳的老妇划着小船在莲池缓缓穿梭 嘴里念念有词 船头上摆放着一个炉子 里头一叠明纸烧得正旺 烧完了明纸 老妇坐在舟中对着满池青莲长须短叹 突然碎碎的咒骂起来 她骂的都是李语 李莲花听不懂 翻过窗户 在池边招呼了下那老妇 很顺利地登上船 和她攀谈起来 这位老妇姓姜 是郭大福的奶娘 在郭家已待了四十多年 她正在给蒲苏苏烧纸钱 李莲花从昨天酱油的价钱 开始和她聊了起来 或者是很久没有人和她一起咒骂酱料铺老板短金少两 姜婆子比较喜欢这个新来的读书人 李莲花也很快知道了郭家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 郭大福的祖父是个苗人 给郭家祖母当了上门女婿 很早就在薛玉镇住了下来 郭家从郭大福的祖父开始做的就是药材生意 一直都红红火火狠过得去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人丁单薄 并且从郭大福的父亲一辈开始 郭家连续三个媳妇都死得鼓鼓怪怪 和这池莲花脱不了关系 郭大福的祖父生了两个儿子 郭大福的父亲郭钱和郭大福的叔叔郭坤 郭钱和父亲一样精明能干 把药材生意经营得井井有条 郭坤出生便是痴呆 一直由哥哥供养 一家平平常常 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当郭钱娶了媳妇之后 居家搬到了彩莲池 建起了彩莲庄 庄子建好不过一月 郭钱的妻子许氏坠痴而死 留下出生未及一月的郭大福 郭钱对夫人之死伤心欲绝 遣散仆人闭门谢客十余年 只留下少数几个奴仆 郭大福长大之后娶妻王室 婚后一年 王室又坠痴而死 留下郭霍一子 如今郭霍新过门的妻子 蒲苏苏再次坠痴而死 姜婆子越发怀疑郭家中了邪 要不就是招惹了什么水鬼 郭夫人死的时候 是婆婆先发现的 李莲花小心翼翼地问 眼神中充满敬佩和好奇 姜婆子顿时有些自负起来 挺直了脖子 苏苏就淹死在你窗口下面 李莲花大吃一惊 我窗口下面 姜婆子点头 那间客房53年前是老爷的新房 但是因为老夫人淹死在 那窗口下的水池里 所以大老爷都不住那里 搬去了西厅 房间改为客房 李莲花毛骨悚然 那 那那那就是说 郭家三位夫人都是淹死在 我房间窗口下面的水池里 姜婆子叹了口气 那里的水也不过半人来高 婆子我始终想不通 怎么能淹死人 要说有鬼 这些年在客房里住过的大人 也不下二三十位 却从来没出过什么事 要说是别的什么 老夫人的死和夫人的死 那可相差了二十几年 夫人和少夫人的死 又差了二十几年 他们三个可都不认识 一个是秀才家的姑娘 一个是郁家的女儿 苏苏还是个清官 哪里都扒杆子搭不到一块去 李莲花也跟着叹了口气 所以婆婆在这里 点名指做法超度 姜婆子的嗓门大了些 三位夫人都是好人 性子也都体恤吓人的 若是真有什么水鬼妖魂 婆子拼了命 也要让她下地狱去 李莲花满脸敬佩 顿了一顿 站起身来 婆婆 三位夫人都是淹死莲花池中 那郭大老爷又是怎么过身的 将婆子一正 老爷 大老爷被儿媳妇的死吓坏 夫人过世后 一个月大老爷就过身了 她喃喃地说 定是想起了大夫人 大老爷真是可怜得很 李莲花又跟着叹了口气 真是可怜得很 那日晚间 郭大夫遣了秀凤 过来问候李公子住的可好 李莲花连忙拿出写好的诗 秀凤满意收下 说老爷请李公子偏听吃饭 李莲花作一称谢 随着秀凤走向采莲庄的西边 郭大夫先接过李莲花作的诗 抖开一看 大为满意 连声请上座 李莲花满脸残残 别别扭扭地坐了上座 这片厅窗户甚大 四面洞开 窗外也是莲池 凉风徐徐十分优雅 李莲花眼观满桌佳肴 鼻秀莲香阵阵 除却郭大夫高声诵读他作的诗 《大沙风景》之外 此地此时称得上美景良辰 令人如痴如醉 郭门清脆满塘沙 十里沾玉半人家 煞是一门临下市 瓜田举酒看灯花 郭大夫摇头晃脑的 读霸李莲花的诗 十分赞赏 李公子文气高绝 郭某十分佩服 他日必当高中 状元之才啊 李莲花唯唯诺诺 郭大夫道 请请 两人文周周的举杯 开始加菜 听说苏苏过世了 李莲花咬着鸡爪问 郭大夫一正 心里不免有些不悦 这位李公子一开口 就问他最不想提的是 家门不幸 他出了意外 李莲花仍然咬着鸡爪 寒寒糊糊的道 几年前进京赶考 和苏苏有过一面之缘 郭大夫又是一正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此番回来 他已嫁给了郭公子 正为他从良欢喜 不料出了这等事 他似是甚为悠怨地 轻轻叹了一声 可告诉我他死时的模样吗 可还 美吗 郭大夫心下顿时有些释怀 原来这位李公子 倒也不全是为了采莲池而来 蒲苏苏美名远扬 有过这等心思的年轻人 不在少数 现在人也死了 他倒是有些同情 起李莲花来了 苏苏是穿着嫁衣死的 那孩子生的时候极美 死的时候也像个新娘子 美得很 他却不知李莲花那番话 让方多病听了一定笑到肚子痛 打赌李莲花根本不认蒲苏苏 穿着嫁衣 李莲花祈祷 他过门已有十数日 为何还穿着嫁衣 郭大夫脸上泛起几丝得意之色 咳嗽了一声 郭某祖父乃是苗人 从苗疆带来一套苗人嫁衣 那衣服悬挂金银饰品 织锦图案 价值千金 几位大人几次向我索要 有人出十万两银子向我求购 我都不给不卖 那是家传至宝 当年我那发妻 一旦有空就会把她从衣箱里 拿出来穿着 无论是什么女人 都会给那嫁衣迷上 李莲花啊了一声 世上竟有如此奇物 郭大夫越发得意 拍了拍手掌 翠儿 一位年方十六 个子高挑的丫鬟 脚步凌厉地上来 老爷 郭大夫吩咐 把护儿房里 那套少夫人的嫁衣取来 我和李公子 银酒赏衣 也是一见雅士 翠儿应是退下 郭大夫道 这嫁衣虽是家传之宝 不过我那发妻 却也是穿着这身衣裳死的 唉 她突然有些异省阑珊 喝了一杯酒 我娘是穿着这嫁衣死的第一人 绝世珍宝往往不详 李莲花叹了口气 突然悄悄地道 难道原外郎没有想过 说不定 郭大夫被她说得 有些毛骨悚然 什么 李莲花咳嗽一声 喝了口酒 说不定这莲花池里有鬼 郭大夫皱眉 自从家母死后 这池里每一寸一分 都被翻过了 池里除了些小鱼小虾 什么都没有 绝没有什么水鬼 李莲花松了口气 欣然道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两人转而谈论其他 郭大夫对李莲花的诗才 钦佩有加 嘱咐他明天再写三首 李莲花满口答应 恍若已是李白重生 杜甫转世 曹植附体 莫说是三首 便是三白首 他也是七步就成 万万不会走到第八步 二 半张鬼脸 与郭大夫引酒回来 已是三更 李莲花有些微醺 心情愉快得很 郭大夫此人虽然说是个雅人 心眼却不多 而且景色优雅 菜肴精致 今天那一胶跌得大大的值得 尤其见到郭家祖传嫁衣 那套喜福却是精细华丽 人间罕见 笔之汉人的凤冠狭屁 另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 瑰丽之美 那是一套宝兰的嫁衣 通体以织紧法 秀有树木花丛 打井的人们 喝酒欢畅的人们 围圈跳舞的人们 地下布满瓜果 天空中太阳月亮星星之间 飞舞着两只四缝飞凤的大鸟 每一分每一寸 都闪耀着紧缎鲜艳的色泽 即使在没有光线的时候 也仍闪闪发光 收树的井口悬挂七串银饰 胸口另挂有一片 以银珠金珠串旧的硕大花朵 花心以黄金铸旧 十分华美灿烂 价一上下宝兰锦绣之间 坠满金丝银线 其上穿有极细水晶珠子 光彩盎然 腰间以玉珠为带 裙身极窄 如筒状 平整的裙面上 一群欢乐的人们 正在围圈跳舞 正好绕裙一周 裙摆底下又有银链为坠 上有铃铛 从男人的眼光来看 那是成堆的金银珠宝 以女人的眼光来看 即使是再丑的女人 只要她还年轻 只怕都会觉得 穿上这嫁衣之后 定能看见自己 与平日不同的风采 但在李莲花眼里 那是一件奇异的裙子 她挂满了金银珠宝 还有裙摆很窄 一件三个女人 都穿过的嫁衣 三个女人都死于非命 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巧合 她躺在床上 面对着莲池的大窗 打了个哈欠 念头转到她写给 郭大福那首诗上 也不知郭大福 看出诗里的玄机没有 正在她望着窗外星光 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窗外慢慢 移出了半张脸 悠悠地看着她 她呆呆地看着 那张稀奇古怪的脸 有很长一段时间 她以为自己在做梦 突然那张脸动了一下 缓缓地往窗边引去 李莲花突然清醒过来 那是一张不知道 什么东西的脸 黑悠悠的脸颊和鼻子 毛发乱飞 一只出其明亮 却布满血丝 毫无感情的眼睛 窗下是连池 只有一片很小的湿地 这个站在她窗外的半张脸 却是站在哪里呢 她听到了离去的脚步声 那东西不管是什么 至少是两条腿走路的 就像人一样 鬼 李莲花叹了口气 她虽没见过鬼 但窗外那个东西 却是活的 不像鬼 要说是人 她相信人扮成鬼 要比鬼扮成人像得多 但是郭家有谁要在半夜三更 扮成这副模样 无声无息地在她窗前看她一眼 要是她睡住了没看见 岂不是对不起煞费苦心的她 真是奇怪野灾 她从床上下来 到窗下看了一眼 窗外湿地上的确留有一行脚印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三更十分在她窗外看她一眼 究竟是为了什么 郭家五十几年来三起命案 和这深夜出现的黑面怪人 有什么关系 她听着窗外唧唧的蛙声 想着想着 朦朦胧胧睡了 第二天一早 李莲花立刻就知道了 那深夜半张脸和命案的关系 刺死了 她又死在李莲花窗下 身上赫然穿着昨日李莲花 和郭大福赏过的那件嫁衣 只是胸口价值连城的金珠银珠大花不见了 郭大福无比震怒 重金邀请军巡铺前来调查 而官府老爷们一来先把李莲花给铐了起来 此人身份不明 住在凶案现场却自称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他刚到彩莲庄 彩莲庄就发生命案 按照官老爷们多年办案的经验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外地人钱的 大胆刁民 竟敢私自解开枷锁 来人啊 把犯人给我押回衙门大牢 薛玉镇的支线 王黑狗王大人刚刚得知彩莲庄出了命案 成交赶来的时候 看见那犯人竟然手持穆加索 正在很认真的网上绕铁丝 启禀大人 蹲在犯人身边 看他绕铁丝的牙翼连忙道 穆加坏了 他正在修补 一旦修好 立刻给他戴上 王黑狗大怒 踢了那牙翼一脚 笨蛋 你不会自己修吗 那牙翼在地上一滚 骑饼大人 小的修不来 王黑狗大步走到那犯人身边 却见穆加朽成了两段 那犯人急认真的用铁丝将断口两端 估在一起 见他过来 欠然道 快要好了 王黑狗不耐得道 快点快点 又回头问牙翼 这犯人姓谁名谁 是哪里人士 牙翼道 他姓李 叫莲花 是个穷书生 王黑狗又问 他是如何杀死翠儿的 牙翼道 小得不知 王大人正问案之间 李莲花已把牧家修好 自己带在腕上 他腕骨瘦小 那牧家随时会从他手腕上掉下来 王黑狗看得满脸不耐 挥挥手 算了算了 本大人在此 让你不敢造次 不必带了 李莲花道 是 是 王黑狗 王黑狗往椅上一坐 大咧咧地问 昨日你究竟是如何杀死翠儿的 从十招来 否则大行伺候 李莲花茫然问 翠儿是谁 王黑狗气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又重重坐下 翠儿是这里看茶地水的小丫头 你是不是看中他年轻貌美 抑郁调戏 他不从 你便尿死了他 李莲花正正地看着王黑狗 满脸迷惑 似乎全然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郭大福在一旁陪着笑脸 虽然这位李公子是生人 但依小民之见 似乎也不是这等穷凶极恶之人 王黑狗喝了一声 昨夜情形究竟如何 给我从十招来 李莲花愁眉苦脸 昨夜 昨夜 草民都在睡觉 实在是 什么也 王黑狗拍案大怒 你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是说翠儿怎么死的 你也不知道了 大胆刁民 来人啊 给我上加棍 李莲花连忙道 我知道 我知道 王黑狗怒火绍兮 你知道什么 童童给我招来 李莲花稍稍有些委屈 我要见了翠儿的尸身 方才知道 王黑狗脑筋一转 也罢 罪正在前 亮你不敢不知 他老爷起嫁 领着李莲花 到了昨日他饮酒的那间偏厅 翠儿的尸身 正湿淋淋的躺在地上 身上的嫁衣尚未借下 李莲花目不转睛地看了那具尸体一会儿 那小姑娘身上的嫁衣 着得很整齐 胸口的挂花失去了 全身湿淋淋 表面看来并无什么伤痕 只是脖子稍微有些歪 让他想起一瓶坟中的那具白骨 此外下巴的地方有些轻微的滑伤 他 他明明是 他喃喃地道 抬起头来迷茫地看着王黑狗 他明明是折断筋骨死的 王黑狗眉毛一跳 胡说八道 他分明溺死在你窗户底下 你竟敢狡辩 李莲花浸若寒蝉不敢辩驳 倒是那牙翼走过去 踢了踢翠儿的头颅 大人 这翠儿的头只怕是有点古怪 他只往右边扭 王黑狗顿了一顿 骨头当真断了 牙翼嫌恶地用手扭了一下翠儿的头 没有全断 只怕是错了骨头 王黑狗大怒 李莲花 李莲花吓了一跳 正正地看着王黑狗 只听他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对如此一个柔弱女子 你竟扭断他脖子 再将他溺死水中 简直是杀人狂魔 李莲花愁眉苦脸 我若已扭断他的脖子 他已死了 为何要把一个死人溺死在我窗下的水中 王黑狗一正 满篇听沙石静悄悄的 李莲花的这个问题倒是不易回答 李莲花慢吞吞地诱补了一句 何况 听中忽然有人大声问 何况什么 这人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把李莲花吓了一跳 只见此人身材高大 面目无勇 确实郭大福的儿子郭霍 何况 何况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 李莲花喃喃的道 听说五十几年来采莲庄曾发生三起命案 都是夫人坠迟而死 可是 可是郭老爷的发妻是瑜伽女子 他茫然看着郭大福 难道瑜伽女子也会在莲池中溺水而死吗 郭大福大吃一惊 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那发妻却是瑜伽女子 只是嫁入郭家之后远离宇州 他竟忘了此劫 李莲花继续道 如果郭老爷的发妻并非溺死 那么 那么 他欠然看着满厅众人 郭大福失声道 那么难道郭家三人都是被人谋害而死 王黑狗眉头又是一跳 李莲花唯唯诺诺 他可没说郭家女子都是被人所杀 是郭大福自己说的 王黑狗道 即使本案存有一点 李莲花你的嫌疑也是罪大 休想及以口舌之便推脱杀人之罪 李莲花愁眉苦脸 郭霍却大声道 如果真的有凶手 我定会将他擒住 我是佛比白石弟子 捉拿凶手是本门弟子职责所在 云比丘若听见他这高徒 这般解释佛比白石 只怕那韩正又要崇尚几分 这时有个牙医快步走来 报说那块丢失的金银挂花 在李莲花住的客房里找到了 就放在他窗台的桌面上 王黑狗斜眼看李莲花 嘿嘿冷笑不已 李莲花满脸困惑 摇了摇头 那挂花怎么会到了他桌上 真是稀奇古怪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明明没有看见 念头一转 他问 我放在桌上的诗呢 诗 那牙一奇道 什么诗 桌上就搁着这个挂花 没有什么诗 李莲花苦笑 他早上起来明明写了一首诗在桌上 却不见了 正在疑惑之间 将婆子却手持扫把赶了进来 以礼语指着那牙医咒骂了一堆 李莲花听不懂 王黑狗和郭大福才知道 那金银挂花是将婆子今早清理 莲池拜夜的时候拾回来的 莲州划过李莲花窗口 他只当李莲花在房里 顺手置了进去 还喊了声叫他拿去给老爷 却不知李莲花已给王黑狗压了起来 但李莲花桌上那首诗 却确实不知是谁拿走了 王黑狗接过那个金银挂花 那挂花本是由苗家胸牌变化而来 乃是一朵大花 旗下挂有银质蝴蝶吊饰 相当沉重 它垫了垫 少说也有二十两只重 花朵上仍挂着些水池的污物 四是从水底捞起来的 姜婆子 这东西你从哪里捡回来的 姜婆子看了眼东面 杂货房后面 大老爷给大夫人的那面同镜那里 郭大福的祖父曾给妻子立了一面与人同高的同镜 镶嵌在彩莲庄内一处杂有劣质欲卖的大石上 那大石就在杂货房不远处周围却景色清幽 树木和花丛完全把杂货房遮了起来 只能见到两间杂货空房之间的小路 杂货房 郭大福祈祷 那里离客房很远 这挂花怎么会掉在那里 郭霍却以大步往外走去 直奔杂货房 众人不约而同跟着他一起往彩莲庄东边走去 彩莲庄方圆十里 两间杂货房曾用以储藏扫帚书籍等物 但久已放空 只因搭建之时未曾想到离主房太远 这里的房子没有盖好 郭大福道 听说是画地的时候画错了 这池边空地没有那么大 房子建好以后 中间的小路就只剩这么一点了 两间房屋之间只留着极窄的小道 莫约只有一人之宽 而且此地地是倾斜 那条小路几乎是个陡坡 一直通到池边 我就是在这里捡到的 将婆子指着那池边 就搁在很浅的地方 一伸手就拿上来了 李莲花敲了敲那杂货房的门 意外的那房门开了 连郭大福都睁了一下 房里布满灰尘珠网 是很久没有人来过的样子 地上有一些纷乱的脚印 但因为脚印太多太杂 却是辨认不清 还有几张纸片 其中一张颜色枯黄 似乎年代已很久远 飘在角落之中 其余几张上心 似是新进之物 其中一张最为眼熟 竟是李莲花不见了的那首诗 是谁把她早上胡周的诗 小心翼翼地放到了这里来 李莲花比牙翼快了一步 拾起那几张纸片 只见枯黄色那张上面 已正开写着 经之石 净石立立方 价一 立身密不散 旗下去未署名 只画了一轮月亮 另几张一张是李莲花的诗 另一张却四个账簿 上面碎碎地写了某某东西 几分银子 某某东西 几掉钱 都是这般琐碎的东西 却也不见什么奇处 其余几张新的白纸 也是写着经之石那几个怪字 李莲花瞧了几眼 眼睛对着王黑狗瞟了瞟 小心翼翼地道 王大人 这个杀人凶手 好像专杀穿了那套嫁衣的女人 王黑狗不耐地道 废话 李莲花顿了顿 那么 如果有人充当诱饵 说不定他还会出现 王黑狗皱眉 这等性命攸关之事 谁敢担此重任 李莲花说 我 满听众人都是一阵 郭大福痴痴地道 你 郭霍大声道 如此危险之事 本门弟子亦不容辞 还是有我 王黑狗 突地一拍桌子 也罢 就是你了 本官派遣 牙翼埋伏采莲庄 嘿嘿 若是没有凶手出现 便是你杀了翠儿 这次你可抵赖不了 郭霍仍在坚持 他要孤身涉险 郭大福扯了儿子一下 白了他一眼 那嫁衣李莲花穿得上 他穿得上吗 郭霍却半点没有理解 老子的心意 仍口口声声 他要降妖除魔 当下厅中几人 细细商讨了 捉拿凶手的方法 不外乎 一旦李莲花发现凶手 便大声喊叫 众牙翼一拥而上 将他抓住 王大人对如此方案 十分满意 英明神武青天在世 前呼后拥地先行回去 待晚间再来 郭大福愁眉不展 虽然李莲花这诱敌之计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可是方才几乎整个国家的人 都在偏听 若是家中真有凶手 耳目如此众多 怎么也听到了 怎么可能还如此之笨 仍旧前来杀人 难道此凶手并非庄内之人 那他是如何知道 何时庄内有谁 穿了那身嫁衣 又怎样及时赶来杀人 郭霍却想 李莲花乃一介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无论如何他也要潜伏偏听 将凶手立刻拿下 三杀人凶手 当天夜里 李莲花吃过晚饭以后 面对四个女人穿过的那件嫁衣 尾时有些毛骨悚然 四个女人都已死了 有些还死了很久了 足足过了一炷香时间 他才慢吞吞地开始穿那身衣服 又足足花费了一顿饭时间 他才把那套花样凡复的衣服穿在了身上 而后他沉吟了一下 推开窗户 在房里坐了一会儿 喝了杯茶 然后往杂货屋 静视那边走去 时间并不太晚 在客房门外 埋伏着四个牙翼 但他明明听见了牙翼们 拔了脸碰嚼仙的声音 以及啃着鸡爪 偷偷咒骂的声音 还有拍打蚊子的声音 杂货屋那边也埋伏了几个牙翼 等他慢吞吞走到静视旁边 只听到一阵阵嗷嗷 吓了他一跳 半赏才领会那是憨声 不禁叹了口气 走到静视之旁 他对着镜面里的人看了一阵 镜中只见宝蓝色嫁衣光彩闪烁 镜中人若是个女子 倒也华丽 但李莲花只觉镜里站的是人妖 远远不及他平日英俊潇洒 左看右看 不见凶手的影子 他打了个哈欠 本想在地上坐坐 却发现群身太窄 根本坐不下去 只得绕着两间房屋转了几圈 那几个牙翼躺倒在地 稀里呼噜地睡觉 李莲花从他们身上跨过两次 心里很是抱歉 郭霍躲在静视之后 睁大眼睛看着李莲花穿着那身嫁衣 在两间房屋之间绕来绕去 心里大惑不解 要说他在诱敌 未免太过悠闲 要说他并不是在诱敌 那他又在做什么 正当他迷惑之际 突有所觉猛然回头 只见身后不远处 术后廉尺之上 一张毛发乱飞 黑漆漆的脸正在摇晃 一双空荡荡的眼眶 正阴森森地看着 他那眼眶竟是空的 里面什么也没有 郭霍见了突然出现在身后的这一张脸 猴头咯咯作响 全身冰凉 他本想喊出声来 却突地发现自己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本以为世上绝无鬼怪这等东西 眼前却活生生地出现了个活鬼 在他全身僵硬的时候 那张脸慢慢地往远处移开了 郭霍仍然全身僵硬 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那张鬼脸 直到那张脸移开到了两张之外 他才默然发现那其实并不是一个鬼 那是一个人 背着一个袋子 那袋子里不知装着什么东西 露出一棚毛发和两个类似眼窝的窟窿 那人其实背对着他 他背后背着的那袋东西就正对着郭霍的脸 把他吓了个半死 而那人之所以会无声无息地靠近又离开 是因为那人坐在木盆里 江南水乡 儿童多成木盆穿梭于脸池之间 采摘莲子相邻 那人就坐在这么一个木盆里 采莲池本有溪流灌入 潜流之中不生莲藕 木盆被潜流推动 以至于移动无声无息 这人是谁 郭霍心神烧定 咽喉仍旧咯咯作响 发不出丝毫声音 受惊过度 身上也做不出任何动作 眼睁睁看着那木盆缓缓飘远了些 在两间杂货房中间的那条小路 尽头停了下来 那个人勾搂着背 背着那袋东西 动作似是十分迟钝地走了过来 郭霍心中大疑 这人的行动很是眼熟 难道是 只见那人走到了静石之前 似乎是往镜子上贴了什么东西 然后退到镜石旁边树丛之中躲了起来 李莲花恰巧这个时候 从房子中间绕了回来 疑了一声 她走到镜子前面看东西 经知识 郭霍恍然大悟 那人又在镜子上贴了那张怪字条 看来的确从几十年前 这人就做过这种事 杀害郭家几代女子的凶手 看来的确是她 可是又怎么可能 怎么会呢 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毫无道理啊 突然呵呵一阵低沉的怪叫声响起 那躲藏在树丛里的怪人突然冲了出来 把背后那东西从包裹里拔了出来 带着怪异恐怖的笑声 举着那东西冲向李莲花 呵呵呵 她死了 她死了 你永远不能和她飞 永远不能和她飞 郭霍大吃已经那人手里举着的东西 赫然是一个骷髅头 那东西竟不是好似有一棚乱发和两个眼窝 她却真的是一个骷髅头 有骷髅就有死人 这个死人是谁 她怎么会出现在她手里 李莲花显然被吓得魂飞魄散 哎呀一声掉头就跑 从这里要回主房 有两条道 一条是绕过两间房屋 穿过静石旁边的树丛小道 在途径花园回到主房 另一条是穿过两间杂货屋 静直从后门奔进厨房 然后穿过小静回到主房 李莲花想也没想静直奔向杂货屋 显然奔向厨房要比绕到花园快得多 而且这怪物就是从树丛里跳出来的 谁知道花丛草丛里还有没有她的同伙 锅货这时终于缓过进来 从静石之后爬了出来 正要喊叫 突然她看到了一件让她全身再度僵硬冰凉的事 李莲花从第一间杂货屋的正门奔了进去 迈过第一间房屋的后门门槛的时候 绊到了裙摆 她往前跌倒 双手本能地要去撑地 这两间房屋之间的道路却是往下倾斜的 李莲花左手撑住了地面 右手却没有撑住 失衡之下碰的一声景象扣在第二间杂货屋的门槛上 摔倒在地 接着顺着倾斜的小路滚进莲池 随即不动了 郭霍全身发冷 她好像看见了好几个女子跌倒的身影 包括她的妻子蒲苏苏 他们一个接一个在这门槛之间摔倒 受伤 然后滚进莲池溺水而死 而凶手竟是这个拿着骷髅头将他们赶向陷阱的人 她突然能发出声音了 惊天霹雳地大喊了一声 来人啊 快救她 快点救她 随着一声大叫 她浑身气力似都恢复 纵身而起 一把抓住了仍在挥舞那个骷髅头的人 在她铁壁之下 那人犹如一只小鸡 硬手被擒 郭霍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想得出这种事 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这个被她一把抓住的人 竟是她痴呆的书工郭坤 难道潜藏在她家中五十几年的杀人恶魔 就是她这个出生既是痴呆的书工郭坤吗 树从后在睡觉的牙翼被惊醒 一阵惊叫混乱之后将郭坤牢牢覆住 有人到池边想把李莲花捞起来 但那身嫁衣却有三十来斤重 加上李莲花的体重 一两个人却捞不起来 即使池水并不深 却极可能淹死了她 王黑狗和郭大福文讯匆匆赶到 王黑狗大喜过望 郭大福却是满腹疑惑 郭霍等牙翼抓住了郭坤 一把把池中李莲花捞起 只见他全身无伤 双眼紧闭却不醒来 看来杀死郭家四个女子的凶手 就是郭坤 王黑狗大出意料之外后 喜上眉梢 本官破获五十多年尘案 当真是还民以公正的清官啊 郭大福呆呆地看着郭坤 仍然不敢相信 这个到了七十岁 仍旧神志不清的人会是凶手 但他却被抓了个现行 一群牙翼在老麦瘦小的郭坤身上 扣了七八条铁链 压得他弯下腰去 突然大哭起来 抓着郭大福的裤子 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 王黑狗大怒 撩起官袍踢了郭坤一眼 杀人不眨眼 竟还敢哭哭啼啼 给本官长嘴 是 有个牙翼立刻走上前去 啪的给了郭坤一个耳光 我说 王大人 未经声唐审案 私设刑罚 殴打犯人是犯法的哟 有人悠悠的道 何况 其实郭坤并不算元凶 王黑狗吓了一跳 左右一张 谁 突然醒悟是谁在说话 大怒道 李莲花 亏本官为你担忧 你竟敢装死恐吓本官 来人啊 李莲花慢吞吞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池水从他衣巾上流了一地 他却微笑得愉快得很 大人难道不想知道郭坤手里那个骷髅 究竟是谁吗 王黑狗致了一致 这个 这个 他瞪起眼睛 你知道 你竟敢戏弄本官 来人啊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 岂敢 岂敢 这回王黑狗学聪明了 冷笑道 本官还真看不出你不敢 李莲花又微笑道 过奖 过奖 把王黑狗气得蹊跷生烟 郭大福听得目瞪口呆 李莲花端正做好 有些惋惜地看着被池水和泥浆弄脏的衣服 对着目瞪口呆看着她的众人非常温和地微笑 好似她一贯如此品性端正 其实从一开始将婆婆给我说 郭家三代夫人坠池而死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知道凶手可能是郭坤 他指了指郭坤 采莲池池水有深有浅 但在客房之下潜水之中溺死 未免有些奇怪 何况死者之中有人是瑜伽姑娘 若不是溺水而死 那便有两种可能 其一是她意外溺死之前受了伤 以至于无法挣扎 其二是她是被人所杀 假装溺死在水里 接连几人都是这般死法 我和常人一样都会想到是不是有人谋害 她微笑道 只不过大家或者都会对连续五十几年和命案发生的时间相隔二十几年感到疑惑 觉得不可能有人埋伏郭家五十几年 只为杀这几个不相干的女人 所以便又想到意外 可是我却以为 她缓缓地道 我却以为这是如果是有人谋害 凶手是谁 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在彩莲庄中住了超过五十几年的人 那是谁 姜婆婆 不 五十三年前 她侍侯郭大福祖父的时候只有十三岁 还是个小姑娘 之后嫁与姜伯 她要是夜里出门 姜家老小岂能一无所知 那么还有谁呢 除了姜婆婆 在五十几年前便住在彩莲庄内的人 能自由走动不管做什么 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人 还有一个叫做郭坤 郭大福师声道 可是坤叔他天生痴呆 怎会做出这种事 李莲花微微一笑 他自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说他不是元凶 因为这杀人之事开始不是他做的 他也许是偶然看见了 便模仿着玩罢了 王黑狗全身一震 模仿 郭霍和郭大福面面相去 模仿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李莲花慢慢地道 第一个死的女人并不是郭坤杀死的 他只不过是看见了杀人的过程 以后一旦看见有那样的情形 他就模仿凶手的行为 自己当作游戏 他一字一字道 这又发他行凶的情形 只怕便是嫁衣郭佳佳伽传嫁衣 价值连城 规例之极 每个女子想必都很喜爱 偶尔夜深穿上嫁衣 偷偷自静食之前对镜自赏 想必这种事 郭佳的几个媳妇 包括侍女们都做过 而郭坤却看见了穿着嫁衣的女人被杀 所以一旦有女子穿上嫁衣 来到净食之前 他便模仿元凶的方法 将他们追赶到杂货房里 让他们绊倒在门槛之间 然后摔入莲池溺水而死 门槛 郭大福悍然看着那相距一人距离的门槛 这门槛又如何了 李莲花提了提那湿淋淋的嫁衣的裙摆 这裙子很窄 郭大福和郭霍都点了点头 李莲花指了指门槛 这两个门槛却比庄里任何一个门槛都高 前后门槛高低至少差了一寸 王黑狗遣人一茶一凉 果真如此 李莲花继续道 我刚才跑进屋里的时候 已经估计到门槛很高 却仍旧没有跨得过去 前门的门槛给了我错觉 似乎后门的门槛也刚好能跨得过去 后门的门槛却比前门高了一寸 若只是门槛高了一寸 或者亮相一下 布子本就卖得很大的人也可以顺利过去 但是他拉直了裙脚 这裙子非常窄 裙摆下有铃铛链链 一旦奔跑的脚步抬得太高 不半倒在门槛之上 也会被裙摆和银链半倒 一样会摔倒在这门槛之间 郭大福毛骨悚然 如此如此高门槛和窄裙 就如杀人凶器 是凶手杀人的工具 这两个门槛相距只有这么点距离 如果一个女子在此跌倒 如果她个子矮些 额头就会撞在对门门槛上 如果她像翠儿那样个子高些 脖子就会撞在门槛上 而这件架衣织紧厚实 又窄得出奇 无论是怎样跌法 她都不可能蜷缩起来 只能笔直往前倒 加上这些金银之物沉重之极 弱智女子怎可能在跌倒的刹那之间 撑起26斤重的衣裳 她的体重26斤重的架衣 以及摔倒的势头 这些利器一起撞在对门门槛上 李莲花叹了口气 就算没有脑袋开花 但是撞得昏死过去 或者颈骨折断什么的都很正常 还记得翠儿死时跌落的那个挂花 和她下巴上的伤痕吗 她摔倒的时候 莫约胸前挂花飞了起来 摔下去的时候 下巴磕在门槛上 竟把挂花银链给磕断了 所以挂花沿小鹿掉进水池 被将婆婆捡到 顿了一顿 她缓缓地道 治愈人 这条鹿太邪了 摔倒的人会沿着小鹿滚进莲池里 如果本就受了重伤 身上穿了这二十几斤重的衣服 浸在水里 当然会溺死 王黑狗皱眉仔细地听 喃喃地道 不对啊 可是尸身为何在客房窗下发现 她怎会从这里跑到客房去 李莲花直指莲池中空出的天然通道 十里采莲池并非死水 这水里有潜流 人摔进水里以后被潜流慢慢推走 最后推到客房窗下 那里水流缓慢 莲花盛开 阻住了尸体 郭坤就是急住潜流来来往往 采莲庄的人想必都很熟悉 微略停了一下 她看着从郭坤背包里拿出来的那个骷髅头 叹了口气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逆死以后 郭坤模仿元凶抓着尸体 利用潜流带回客房窗户下面 就算郭坤是个痴呆 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在模仿凶手杀人 说不定是他偶然吓死了第一个穿着嫁衣的女人 以后就一样画葫芦 凡是穿着这身衣服的女人 他都这般吓他 王黑狗身为支线 虽然昏庸懒惰 却并不是傻子 李莲花指着静时上那张字条 经知识 静时立立方 嫁一 立身密不散 他叹了口气 这字条 郭大福终于忍不住道 写的是什么 李莲花突然对他露齿一笑 这是约女人的情书 你不知道吗 郭大福被他瞬息万变的表情弄得一愣 神 什么 情书 李莲花站起来把静时那字条扯了下来 悠悠瞧了几眼 这写的什么 你们当真没有看出来 郭霍摇了摇头 王黑狗和郭大福满腹狐疑 众牙役从后面挤上 目光炯炯 大家都盯着那张字条 这个经字 虽然写得很端正 但是若是写得稍微潦草一点 写成这样 李莲花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 在路边泥地划了几个字 这样 岂不是比经知识有意思得多 众人凝目望去 只见李莲花写的是月明之十四个字 王黑狗恍然大悟 又迷惑不解 这 这 李莲花道 假设郭坤不过在模仿谁某天夜里的行动 这张字条自然是他抄的 而他没有看懂原先字条里写的什么 抄的时候抄错了许多 成就了这一张怪字条 郭大福连连点头 照此说来 这个净石定是他抄错了 原来肯定是净石 郭霍呆呆地看着那张字条 苦苦思索 净石莉莉方 净石莉莉方 李莲花咳嗽了一声 既然开头是月明之十四个字 不妨也假设这后面也应是四个字 莉莉方三个字 莉方二字叠起来相连 很像一个字 王黑狗师声道 旁 李莲花点了点头 如果莉方二字本是旁 这句话就是净石立旁 就有些意思了 而莉字若是写的草仙 岂不也很像之字 若是净石之旁 就更有道理些 王黑狗一跺脚 月明之时 净石之旁 果然是有人约人到此 有礼 有礼 那嫁一二字更加明显 字条定与女子有关 李莲花微微一笑 既然立字很可能是之字 那么嫁一 立身密不散 七个字很可能就是嫁一之身 密不散 郭大福反复念叨 月明之时 净石之旁 嫁一之身 密不散 不对 按道理 这最后也应是四字才是 李莲花拿石头 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密字 随后缓缓在密字中间画了一条线 这很简单 郭大福见他一画 全身一震 大叫一声不见不散 众人目光 齐齐聚在那个被一分为二的密字上 那张怪字条已是清清楚楚 月明之时 静石之旁 嫁一之身 不见不散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这是一个男人约一个女人夜里出来见面的情书 这十六字字不是郭坤写得出来的 王黑狗看了好一阵子 颓然道 那杀死第一个女子的凶手是谁 李莲花也颓然叹了口气 我怎么知道 王黑狗尚未听入他在说什么 自己又喃喃地道 被郭坤拿出来的那个骷髅头又是谁的不对啊 他突然失声道 如果郭坤在模仿凶手杀人 那就是说在五十几年前 那凶手手中已有一个人头 那岂不是另有一起凶杀隐暗 至今无人知晓 李莲花很抱歉地看着他 我不知 他一个道字还没说出来 王黑狗一把抓住他胸前衣裳 咬牙切齿地道 本官不管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三日之内 你若不知 大行伺候 李莲花心惊胆战 连连咬手 我不 王黑狗大怒 来人啊 上家棍 牙抑一声吆喝 得令 启禀大人 家棍还在衙门里 王黑狗跳了起来 给我掌嘴 郭霍大怒 一把将王黑狗抓住 你这狗官 我只听过有人逼婚 还没见过有人逼破案 你再敢对李先生胡来 我废了你 郭大福叫苦连天 直呼大胆 郭霍放开王黑狗 重重地哼了一声 师父平生最讨厌你这等鱼肉百姓的狗官 李莲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王大人 王黑狗对郭霍将他擒住之举大为光火 力声指着郭大福 若是三日之内不能找出凶手 本官定要将你们统统关入大牢 统统大行伺候 郭大福吓得脸色苍白 这 这 郭霍大怒 一把提起王黑狗 郭大福魂飞魄散 扑通一声对着王黑狗和儿子跪下 一叠声喝纸 场面乱成一团 彩莲庄中人听说要被全部关进大牢 有些女子便嚎啕大哭 有些人磕头求饶 有道士鸡飞鸭毛起 人养狗生肺 便是这般模样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个 那个 若是郭大公子肯帮我做件事 说不定三天之内可以 众人顿时眼睛一亮 郭霍迟疑了一下 放下王黑狗 当然可以 李莲花用景仰英雄的目光看着他 慢吞吞地道 既然郭坤所作所为 很可能都是模仿而来 他又得到这个骷髅头 想必他知道藏尸的地点 他若知道藏尸的地点 说不定他也曾看见此人被杀的过程 那么如果让他看见当年此人 说不定郭坤便会重演他所看过的事 所以他用极其欠然的表情看着郭霍 委屈郭大公子 伴一次郭老夫人 我扮演这个骷髅头 郭霍本是连连点头 突然大叫一声让我伴奶奶 李莲花极其温和文雅地点了点头 郭大公子武功高强 和郭大公子一道 即使遇到危难 想必也能逢凶化吉 郭霍却呆呆地看着他 心里只想只要李先生有求 我自当全力以赴 只是 他的法子也特奇怪了 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之中 李莲花很愉快地道 给我三天时间 三日之后 月明之时 静时之旁不见不散 众人听了他这句话 却都是一阵寒意自背后冒了出来 就似这静时之旁必定有鬼一般 四 扶生三日 之后王黑狗和李莲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决定将郭坤暂时留下 三日之中 郭大福等人 绝不过问李莲花言行举止 一切静候三日之后 月明之时 李莲花虽信誓旦旦会有结果 别人却都满腹疑云 王黑狗打定主意 若是没有结果 他便将郭坤往上头移送 什么五十多年前的隐案 他一概不知 郭大福哀声叹气 愁眉苦脸 一想起老母妻儿之事便烦恼不已 郭霍却是热血沸腾 跟在李莲花身后一步一驱 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深信不疑 李莲花先在客房里睡了一觉 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方才起床 三日之期已经过了一日半 郭霍在他房门口转来转去 急得犹如跳蚤 却又不敢破门而入 好不容易李莲花起床 却在房里一箱里翻衣服 翻了半天 挑了两件白衣 比较许久 似是想不出要穿哪件 闭起眼睛摸了一件 慢吞吞穿在身上 客房窗户不关 郭霍那双牛眼在窗外 瞪得快要掉下 李莲花终于开门出来了 他先去了郭大福的书房 这书房自采莲庄修筑以来就有 藏有郭钱和郭大福收集的所有字画古董 郭货跟在他身后探头探脑 李莲花也不在意 书房之中数个书柜 最里头一个是郭钱的父亲所有 第二个是郭钱的 第三个才是郭大福的 李莲花把三个书柜一一打开 抽了些字画出来看 有些是账本 有些是行草 偶尔有些是水墨法描绘的彩莲庄景致 笔法家庙 栩栩栩如生 还有栩栩多多红莲紫莲 鸳鸯和下图 以及一些诸如千数万数莲花开之类的绝妙好词 认真地看了一阵 他摇头晃脑地捧着一幅行草银道 几行归塞进 念耳和读之 郭大公子 这下面是什么 我看不懂了 郭货皱着眉头看着那首诗 勉勉强强地念叨 木香呼呼 寒 一团一团的 他本就不识得几个字 实在看不出那行云流水般的行草 写的是什么 李莲花倒也没有笑他 和他一起并头看了许久 兴致昂然地道 果然是一团一团的 你看这一团像不像鼻子 郭货大笑了几声 突然想起李莲花本该是来查明真相的 不免笑叉了气 哈哈 哎呦 李先生 还是查案 李莲花恋恋不舍地把那圈形草收了起来 细细看着书房 打开窗户 窗外也是莲池 只是莲花疏疏落落 没有客房窗外好看 他对窗外聚精会神看了半日 郭货跟着他东张西望 确实什么也没看出来 许久之后只听李莲花喃喃地道 蚊子太多 郭货全然摸不着头脑 李莲花却似已对书房兴致所然 走出书房 他实施然副手欣赏景致 考虑良久 又往静食那块地方走去 青天白日之下 这地方花草寂寂 鸟声隐隐 两间大房掩在树下 倒是风景阴凉舒适 魂不似夜间那么阴森可步 绕着两间杂货房 李莲花又慢吞吞开始踱步 四下无人 唯有锅货一步一驱 李莲花往东他也往东 李莲花往西他也往西 突然李莲花在静食之前停了下来 皱着眉头打亮着静后的那块大石 那块大石黑油有如铁石一般 看不出所谓玉脉在何处 他伸手在石上摸了膜 这块石头原是什么模样 郭霍苦苦思索 听江婆婆说 庄子刚建起来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玉 但是是不值钱的杂玉 也觉得有趣 所以就装了面镜子在这里 夜里这个地方月光很亮 十五的时候坐在铜镜下面 镜里映的月光可以照人读书 不过玉在哪里 爹也一直没看出来 江婆婆说是灰色 一圈一圈的 好像被镜子盖住了 李莲花点了点头 似是很满意 敲了敲那块镜石 他悠哉悠哉地走到前夜 郭坤跳出来的那树丛中 低头一看 地上有厚达齿许的枯枝败叶 头顶大树枝叶繁茂 树下杂草不见光亮 生长甚少 这棵树旁 却有成片天生茉莉花丛 如此时节 焦白微微 相飘四溢 倒是十分优雅可人 茉莉花丛后 稍高一些的地方 长着大片悬挂点点 黄白小花的杂草 几棵树生长池边 十分清脆 郭老夫人去世是什么时候 李莲花问 郭霍答道 末月七八月 江婆婆说 那是莲花开的正声 李莲花又点点头 满意地从净石前转开 突得钻进树丛 往林子深处走去 郭霍急忙追上 心里迷惑之急 彩莲庄本是建在 十里彩莲池中的 一块水舟之上 从这树丛再往前走 只怕便要走到水里去了 李莲花钻过五六十丈的密林 早上挑选的那件白衣 俨然变成蓝绿 眼前便是莲池 她似是有些失望 皱着眉头 看着水面 不知在想些什么 郭霍打了个哈欠 莲池里的小鱼受惊 哗啦一声四散逃开 李莲花不知想到了什么 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随即对着 望不见边际的莲池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哈 这其实是个好地方 有莲蓬莲藕 可以钓鱼和青蛙 郭霍心不在焉的道 还有野鸭子 这块地有点高 李莲花站上林子 再漫步躲下来 难怪那条路会突然斜下去 把房子建在这里虽然风景甚好 可惜地形不佳 郭霍满脸迷惑 随身附和全然莫名其妙 李莲花却似已经看够 副手悠悠地穿过树林 走回客房 当郭霍以为他有什么惊人之见的时候 他搬了一个木盆 关起门来 只听里面水声震震 他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舒舒服服地爬上床去 手持了本贤书 卷着看了起来 莫非李先生早上就是在散步 郭霍那顽固不化的脑袋终于想到了这种可能 呆呆地看着李莲花 难道其实他并不是在查案 那么郭家老少大小二十余口起飞 就悬在了王黑狗的牢门口 这怎么可以 三日之期转瞬即过 李莲花这日就坐在书房里看书 除了按时出来吃饭 也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 郭大福派遣郭霍来试探了几次 李莲花一直都在看一本遗书 而且以郭霍那等练武之人的眼力 甚至认得出他一直看的都是同一页 好不容易到了晚间 月见稀奇 日间清脆阴凉的树木 夜里就变得阴森可怖 王黑狗如期而至 带了十几个牙翼 郭大福把仆人遣走 在王黑狗身边陪笑脸 众人躲在一边 郭坤从下午开始就坐在草丛里拔草 一直拔了几个钟头也不厌烦 饭也不吃 月色渐渐明亮 映照在那铜镜之上 铜镜反射在林前空地上 把月光增强了一些 李莲花贝了一桶清水 在郭货身前绑上那件嫁衣 那桶清水郭货本以为 他要用来洗手还是洗脸 结果他突然哗啦一声 把那桶水倒在身上 把全身泼湿 扎起绣角裤脚 便湿湿然走了出去 面对着那静食摇头晃脑的 开始吟湿 几行归色尽 念耳和毒汁 目语相呼湿 寒唐欲下尺 煮云低暗度 观月冷相随 未必逢赠脚 姑非自可疑 他在静食之旁来回夺了几步 长须短叹 众人面面相去 郭坤却突然猴头发出 和和的低沉怪叫 从草丛中拾起一根枯枝 对李莲花打去 王黑狗本要大呼大胆 转念一想 还是忍下 只见李莲花应声倒下 郭坤将他拖进大树之下 怪声怪气地叫 我让你们飞 飞 你老实告诉我 你和他是不是 哎呀 他这一声哎呀叫得 凄厉可不知及 妖怪 这一声妖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只见郭坤目露凶光 抄起枯枝狠狠狠往李莲花 头上砍去 妖怪 妖怪 李莲花显然也大出意料之外 睁开了眼睛 郭坤眼见形势不对 大不赶上 你 他一句话还没喝出 郭坤突然双手抓着李莲花的头 往前一拉 尖叫道 你看 他是个妖怪 他死了 他死了 你永远不能和他飞 李莲花被他猛力一拉 脖子疼痛 哎呀一声 郭坤突然放手 呆呆地看着他 似乎对一个死人居然还会说话 觉得迷惑不解 王黑狗对他叫的几声妖怪 觉得惊心动魄 此刻联盟下令 众牙役将郭坤抓住 李莲花 你到底搞的什么鬼 李莲花爬僵起来 似乎对郭坤的反应 也觉得大惑不解 嗨嗨 王大人 园外郎 郭坤的字是跟谁学的 郭大福困惑得到 跟我爹学的 李莲花点了点头 他和你爹感情如何 郭大福皱眉 爹和叔叔的感情一直很好 李莲花叹了口气 你爹做过的事 他会模仿吗 此言已出 用意招然若揭 郭大福沙纳瞪大了眼睛 王黑狗脱口而出 你是说 李莲花似乎很无奈的 男男的道 我是说 我以为只是我以为 你们可以不这么想 我以为即使是痴呆 他也不是见谁学谁 他能学的 应当是平日和他最亲 他最熟悉的人 这个人可能平时 就叫给他一些事 也对他的模仿 表达过赞赏 王黑狗皱眉 这 这可不算认定 郭前就是凶手的理由 李莲花突然一笑 姑且不说 郭坤模仿的 是不是郭前 我们先从死人身上说起 有骷髅头 一定有死人 但无论是江婆婆 还是原外郎 都没有五十几年前 彩莲庄曾收留过客人 而客人又失踪的印象 如果当年却有歧视 就算郭家有意隐瞒 人失踪在彩莲庄 也必有一场风波 怎可能毫无印象 那就是说 死人他不是彩莲庄 堂堂正正的客人 至少大部分人 不知道他来到彩莲庄 郭大福点了点头 在五十年前 彩莲庄并不盛行 留宿贵人雅士 郭前忙于生意 朋友不多 客人本就很少 李莲花继续道 那么 没有人知道 他来到彩莲庄 这个死人是怎么进来的 众人面面相去 李莲花顿了一顿 微微一笑 很奇怪吗 众人不约而同的点头 确实很奇怪 李莲花笑得很愉快 那么李莲花又是怎么进来的 郭大福一愣 恍然大悟 从水到 游进来 李莲花点了点头 不管是摔进前流 还是游泳而来 彩莲庄虽然有围墙庄门 有些地方还是临水的 只要不是乘船 要悄悄进入庄里 并不困难 王黑狗怒道 你说来说去 说了半天 还不等于放屁 随便哪个小孩 都能游进来 李莲花咳嗽了一声 那个文才高雅 书房里的书画卷轴 想必看得很熟 郭大福一正 张口结舌 那个 那个只有 只有 只有贵人的字画 他才看得很熟 李莲花心知肚明 对他露齿一笑 那一堆杂放的无名字画 可是郭老爷生前所有 郭大福皱眉 这个 这个 书房里的字画 大都是我娘的 李莲花早已想到 会把儿子起名 叫做大福的人 必定不是什么斯文之辈 咳嗽一声 继续道 郭家字画多以莲花为题 无论是青莲白莲 红莲紫莲 凡是有莲 大凡不会错的 其中有些 以彩莲庄为题 看得出是女子手笔 大约就是 令辞许和月所做 郭大福又点点头 众人听得茫然 或皱眉头 或摇头 或点头 或不动其头 目光呆滞 其意皆是莫名其妙 李莲花还事一周 微笑道 贵人雅克的刘墨 想必是原外郎所收 在这些贵人雅克的字画 之前的字画 想必是庄内人 自己收藏或书写的 但是其中有几幅字画 和其他不同 郭前是个药材生意的商人 他写字唯恐不清 多写郑凯 交给郭坤的也是郑凯 他又不好琴棋诗画 书房里的字画 多是郭夫人所为 郭夫人的字 是小凯 秀雅先例 那么字画之中 这幅东西从何而来 是谁所写 他从婢女秀凤手里 接过一个卷轴 展开来正是几行归赛进 念耳和读之 目语相呼诗 寒唐欲下诗 煮云低暗度 观月冷相随 未必逢赠角 姑非自可疑 那首郭或称为 一团一团的催徒的姑艳诗 首先 这是一幅行草 其次这并非吉祥祝贺之言 也非名人之作 不像郭前收到的礼物 何况郭前并非文人 送如此一首偏僻诗歌 他又有何用 这诗里明明在自怨自艾 说流离失所 境遇冷清惨淡 若不是向人求救 便是自舒情怀 而采莲庄中 当年会将此物收藏起来的人 若不是郭前 便是郭夫人 李莲花缓缓地道 奴仆婢女 想必不会把这种东西 藏在主人书房之中 这 郭大福想辩驳两句 却哑口无言 只得沉默 李莲花叹了口气 那么 这幅行草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写的 是谁向郭夫人求救 还是谁赠予郭夫人的礼物 采莲庄里 当年显然有一个人 接近了郭夫人 她是郭夫人的朋友 能把心事吐露 与她知晓 而这个人究竟是谁 怎么进入采莲庄 显然郭前和庄里奴婢 都不知情 郭大福终于忍不住 脱口而出 你说我娘和男人通奸 在庄里藏了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 李莲花摇头 不是 不是 当年之事 谁也无法断言 我猜测 这个男人 是偶然来到采莲庄 被你娘遇见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你娘没有告诉你爹 而把她藏了起来 这个人写了这副行草 博取你娘的同情 你娘是书香门第 或者觉得此人颇有才华 便把行草收了起来 我说她居心不良 勾引你娘 不是因为这副行草 而是月明之时 静时之旁 嫁衣之身 不见不散 那十六字 那十六字显然也是此人所写 就如这副书法一样 让人辨认不清 以至于郭坤超错许多 此人写出那十六字 邀约你娘月下相见 请她穿上嫁衣 颇有轻薄之嫌 至少对有夫之妇而言 并不合适 这张字条让你爹看见了 她把字条拿走 带到了杂货屋来 王黑狗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郭坤跟在郭前后面 她看见她从房里 拿起一张东西到这里来 她也就跟来了 所以她常常会模仿那张字条 或者把别人放在桌面上的纸卷 带到杂货屋来 李莲花点头 郭前可能从种种蛛丝马迹中 发现夫人私下约会男子 又看到字条 心情十分愤怒 于是携带刀具来到此地 将字条贴在镜石之上 躲藏在杂货屋中 那神秘男子如约而来 多半仍是从水里出来 郭前用木棍将他击倒 在抓住那人的时候 不知发现了什么 大呼妖怪 众人想起方才郭坤狂呼妖怪 都是忍不住毛骨悚然 王黑狗喃喃地道 他妈的 什么妖怪 他自己才是妖怪 李莲花继续道 而后郭前将他的人头砍下 正在这时 郭夫人却身穿嫁衣突然而至 郭前狂怒之下 拿着人头向他追去 大呼他已死了 永远不让你们 比翼双飞之类的言语 郭夫人受到极大惊吓 转身奔逃的时候 绊到门槛 滚入莲池中溺死 郭大福听得心惊肉跳 王黑狗失声道 如此说来 这门槛并非有意所为 李莲花微微一笑 多半是偶然 若要建造杀人机关 只怕魔把快刀 挖个坑什么的比见两间房屋快得多 王黑狗喃喃的不知自语些什么 猛地想起 那神秘男人头被砍了 身体呢 怎么没人发现 莫非被狗吃了 李莲花沉吟了一下 这个 这个 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 他转身走向静石 悠悠地道 郭大公子 你在这块石头上用力砍一刀 郭霍点了点头 刷的一声 拔刀横砍 刀光如雪 倒把李莲花吓了一跳 这郭大公子为人呆头呆脑 武功却练得纯正 只听钉的一声 郭霍手中刀 应声断为两劫 那块黑油油的大石 只掉了块表皮 近乎丝毫无损 王黑狗和郭大福 都是疑了一声 连忙叫人高举火把来看 那被砍落一小片表皮的镜石上 露出了灰色 质地细腻光滑 和表皮全然不同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郁脉 这是一块 玛瑙 李莲花浅然道 玛瑙以红色为上品 这是一块灰色的玛瑙 所以也不是很值钱的东西 不过 不过玛瑙吗 它慢吞吞地道 玛瑙吗 听说是地下 及深处融化了的岩石喷出来 一层层凝结在石头空洞和缝隙里 从外向里长出来的 所以多半 像这么大的的玛瑙 也许 大概 可能 中间是空的 空的 众人失声道 这块石头里面是空的 李莲花联盟咬手 我只是在猜 玛瑙比钢刀还硬 没有打开以前 怎么知道它到底空还是不空 我只是说可能 大概 也许 它啰啰嗦嗦的还没说完 锅火大步走上 双手抓住镜石上镶嵌的那块镜子 哈的一声吐气开声 猛烈摇晃两三下 只听哥拉同块扭曲之声 他硬生生把那块铜镜从镜石上掰了下来 啊 众人的目光 齐齐聚集在镜石之上 随着铜镜剥离 那大石上果然露出一个洞来 镜石有八尺来高 六尺长短 七尺来厚 牢牢扎根土中 谁能料到如此一块黑油油的大石腹中 居然是空的 非但是空的 在众人灯火映照之下 石腹内光彩闪烁 生满水晶 只是在犬牙交错的水晶之间 塞着一节节东西 猛的一眼还看不出是什么 王黑狗撩起官袍 命牙翼举起火把 它往里一探 大叫一声 人骨 郭大福脸色苍白 在夜里瑟瑟发抖 郭霍长须一口气 这就是身体 王黑狗一叠生命牙翼 把那些尸骨剪食出来 与郭坤所拿的那个人头拼在一起 果是个完整的尸骨 镜石之中除了人骨 还有一柄锈马刀 以及几块腐朽的不成样子的破布 咦 李莲花看着那尸骨 奇道 这人怎么有六根手指 听他一问 众人对着尸骨朵朵闪闪的目光 突又集中在人骨之上 过不多时 突有牙翼大叫一声 他 他有两个耳窝 王黑狗仔细一看 果然在头颅两侧各多了一个耳窝 这人生前岂非有四个耳朵 郭霍突也大叫一声 这人有尾巴 众人又纷纷凝目去看尸骨的屁股 只见在胯骨下面确实生有一截奇异的骨头 墨约三寸长短 的确像个尾巴 李莲花稀奇地看着这具尸骨 我本来想不通为什么只是看到有人写情书给他老婆 郭钱就要杀人 他的火气和促进未免太大 原来 原来 郭钱在夜里突然看到这人长成这副模样 只怕他没有觉得自己在杀人 只怕他以为 以为自己在自卫 杀死了一个怪物 郭大福牙齿打颤 这这这 这是什么 夭夭夭夭夭怪 李莲花很同情地看着地上那具尸骨 你看他手指和脚趾都比常人长些 手指间有骨膜 想必擅长水下功夫 他也不过比常人多了耳朵一副 尾巴一个 手指两只而已 但这副样子想必让他吃了很多苦 让他远离人群 钱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采莲庄地处采莲池中心 东西各有数条溪流灌入 布满潜流 也不出产什么特种鱼虾 除了贵人雅克 普通百姓很少深入莲池中心 所以这人来到薛玉镇后 悄悄潜入采莲池 躲在这里 他跺了跺脚下的土地 这地方淋水 有两间人际罕至的大房 树木眼映 外面有莲藕 香灵 还有鲤鱼青蛙 如果有人躲在这里 不缺石水 但是这地方还有个特点 这人没有想到 以至于它很快被人发现了 什么特点 郭霍奇道 李莲花只指茉莉花 从背后的大片杂草 那种黄白小花的杂草 叫做白莲蒿 众人面面相去 白莲蒿 李莲花道 这种杂草花叶气味强烈 有很强的蛆虫之效 彩莲庄地处淡水之上 蚊虫众多 只有这个地方没有蚊子 白莲蒿喜欢阳光 生长在旱地 彩莲庄中只有这个地方 因为地势高 不被池水渗透 有一片乾旱之地 也只有这个地方 长着这种蒿草 所以庄里的人如果讨厌蚊子 想找个阴凉没有蚊子的地方 说不定就会走到这里来的 她微微一笑 笑得似乎很和气 我想那天郭夫人莫约来这里读书 吟诗绣花画画什么的 看到了这个人 只是她心地善良 没有把她当成怪物 反而悄悄收留了她 两个人在这里读书写字 她欣赏她的才华 这男人爱上了郭夫人 某日悄悄在她房间留了字条 约她相见 结果被郭钱看见 说着李莲花皱了下眉 或者那字条根本是郭钱 从郭夫人手里抢来的 否则不能解释 为什么许和月也会一约而到 郭钱来到这里 看到这怪人以后大受刺激 杀了她却又被老婆看见 许和月被她杀人的模样吓倒 摔在门槛上滚进莲池 郭钱只当她逃走了 匆匆忙忙将死人分尸 藏进着玛瑙之中 但玛瑙中水晶交错 最后一个人头没能塞入 她又藏在了另外的地方 等她处理好尸体 发现老婆已经淹死莲池里 她当然不能让许和月的尸体 在这里被发现 否则怪人之死很可能随之暴露 便坐上木盆 把许和月的尸体 带到了自己房间窗外 装作在那里溺死的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那天夜里她的所作所为 全部被郭坤看见 还牢牢记住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她遣散仆人 哀悼王妻 只怕有一大半是为了掩饰 静食中的这具尸体 但是二十几年之后 原外郎的妻室 竟然又在莲池中溺死 死后又被放在那房间窗外 死法和许和月一模一样 郭前年纪已经老迈 想不到郭坤学她杀人 恐惧之下经济而死 也在情理之中 翠儿死去的那天夜里 她看到的半张鬼脸 其实便是郭坤背着那个人头 在她窗外经过的情景 王黑狗和郭大福面面相去 呆了半嗓 长长吐出一口气 李莲花的一番猜测 仅仅是猜测 但是郭坤模仿杀人 无可质疑 这静食之中的尸骨 如果不是郭前所藏 又有谁能在其中藏匿尸体 而五十余年不被人发现 凶手是谁 疑问不大 但当年许和月 何以留下这位怪人 两人之间是否真的情投意合 这怪人究竟是谁 是善是恶 郭前是殷勤杀人 还是惊吓杀人 如今已无法得知确凿的真相 但听着李莲花的猜测 众人紧握拳头 都不免再次感觉到 静食之旁的嗖嗖良意 当年那有偶然 意外 隐瞒 爱恋和恐惧 引发的杀人之事 那份被隐藏了的罪恶 竟能通过歧义的方式 数十年间 不断地报复着郭家的子孙 五第四日以后 彩莲庄的命案破了 王黑狗叫师爷洋洋洒洒 写了数万字的折子 上报大理寺 俨然案件真相 都是由王大人 他带领牙役 埋伏彩莲庄三天三夜 从郭坤言行中推断而出 最终发现六指怪人 被杀这一隐案 郭大福受到惊吓 唐导在床上发了几天高烧 郭霍孝心大发 拿着郭大福平生最喜爱的 各种贵人家作 在他床前认字 诵读 郭大福打电精神教导儿子 欣赏家作 这一日正说藏头诗 郭霍突然念叨 李莲花所写的那首诗 以郭霍呆呆地念叨 郭 石 沙 瓜 郭大福正正地问 你说什么 郭霍放下那首诗 很认真的对郭大福说 这是一首藏头诗 郭大福难难地念 郭 石 沙 瓜 果 是 沙 瓜 突然倒回床上 又整整发了三日高热 此后郭大福对贵人诗词的兴趣 减了大半 药材生意却是越做 越有先祖之风了 以上都是后话 李莲花在彩莲庄住了那三日之后 第四日终于回到薛玉镇 去找那栋被他辛辛苦苦 以牛车拉到镇上的房子 他那乌龟壳 多日不见 还真是想念 不知门窗还玩好否 等李莲花找到吉祥闻莲花楼门前 突然发现他那房子 前进整洁的出奇 连掉了的那块木板 也被人工工整整地雕刻了花纹 补了上去 他考虑了一会儿 整了整衣裳 丝丝纹纹地走到门前 面带微笑敲了敲门 主人在家吗 门一压一声开了 一位灰色衣袍的老和尚 当门而立 面容慈合 对李莲花和时 阿弥陀佛 老那普惠 已等候李施主多时了 李莲花抱以文雅稳重的微笑 普惠大师 普惠和尚虽然脸带慈祥微笑 却难掩焦急之色 李施主一属通神 我寺方丈 偶得重病 群一束手 情况危急 能否请李施主 到我寺中一行 就我方丈一命 李莲花看了焕然一新的莲花楼一眼 叹了口气 当然 贵四事 普惠和尚深深合十 普度四 李莲花脸色微微一变 摸了摸脸颊 苦笑一声 喃喃的道 普度四啊 李施主 李莲花抬起头来很温和的一笑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只要普惠大师有两头牛 我们即刻启程吧 普惠和尚恶然 两头牛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指的指吉祥文莲花楼 此地不及 搬家搬家 惊生佛火 阿发 最近没看到阿瑞的影子 那丫头又跑到哪里去了 一位头发斑白 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子 挥刀剁着案板上的冬瓜 一边大声囊囊 几天前奢的菜钱 那丫头不想要了 二院主刚下了这个月的菜钱 阿瑞呢 砍柴的年轻人应道 前几天听说到隔壁庙里送菜去了 可能得了钱先回家 剁菜的中年女子 眯了眯眼 阿发 我告诉你件怪事 砍柴的年轻人眼睛一亮 我最近也发现了件怪事 你先说你的 中年女子道 我在后边藏书楼外边种的丝瓜 连开了几天的花 你去年整整前了一个月 阿发道 这有什么稀奇 我在藏书楼外边瞧见了古怪的东西 他神神秘秘地道 我看到那个人已经几次了 每次月圆之夜 在书楼那边就会有一点红红的光 在里面摇摇晃晃 昨天晚上也是 我大着胆子去偷看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他凑近中年女子的耳朵 鬼鬼祟祟的道 里面是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 鬼 中年女子大吃一惊 你胡说什么 这里是百川院 院里多少高人 你竟敢说院里有鬼 阿发对天发誓 真的 我早上特地去看了 书楼里前前静静 什么都没有 但是昨天晚上 真的有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人 在里面走来走去 虽然只见一个背影 但如果不是女鬼 那是什么 那是你小子得了失心风做梦 中年女子笑骂 菜刀一挥 快去把阿瑞找来 发菜钱了 一出家人不打狂语 佛州青园山 青园山是个小山 山上有树 山下有水 山里有人家 其中一家叫做百川院 是四谷门佛比白石的筑地 江湖中人敬仰不已 视为圣地的地方 另外一家叫普杜寺 是个庙 这个庙和普通的庙 没有什么不同 庙里都有个老和尚 叫做方丈 普杜寺的方丈 法号无了 是个慈眉善目 罗汉丰菩萨谷的老和尚 普会所说的 偶得重病 群衣束手的方丈 就是这位无了方丈 无了方丈 隐居青园山已有十余年 听说曾是赤渣风云的人物 但池掌普度四后已清修度日 平时甚少出门 每日只在方丈禅室外 三丈处的舍利塔旁散步练武 为人慈爱 突患重病 四中上下都很担心 五丈来高的舍利塔 在日光下泛现着寺庙朴素 庄严 祥和的气氛 舍利塔的影子 映得房中清幽静密 惊声朗朗 众和尚正在做早课 李莲花瞪着满面微笑 端坐床上的无了方丈 半赏吐出一口气 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出家人不打狂语 无了方丈往耳一笑 若非如此 李门主怎么肯来 李莲花叹了口气 答非所问 你没病 无了方丈摇了摇头 康泰如希 李莲花拍拍屁股 既然你没病 我就走了 他转身大踏步就走 真的没有半分留下的意思 李门主 无了方丈在后叫道 李莲花头也不回 一脚踩出了门口 李莲花 无了方丈逼于无奈 出言喝道 李莲花停了下来 转身对他一笑 很斯文地走了回来 拍拍椅子上的灰尘坐了下来 什么事 无了方丈站了起来 微微一笑 李施主 老纳无意打听当年一战 结果如何 只是你失踪十年 为李施主担忧悔恨之人 不下百石 你当真决意老死不见故人 李莲花展颜一笑 见又如何 不见又如何 无了方丈温言道 见 则解心结 言寿命 不见 他顿了一顿 不见 李莲花扑痴一笑 不见就会短命不成 无了方丈诚恳地道 当日在平山镇偶见李施主一面 老纳略通医术 李施主伤在三经 若不寻访西时就有其心协力 共寻救治之法 只怕是 李莲花问 只怕是什么 无了方丈沉吟良久 缓缓地道 只怕是难以度过两年之期 他抬起头来看着李莲花 老纳不知李施主 为何不见故人 但老纳斗胆一猜 可是因为比丘 其实比丘十年来 自闭百川院 他的痛苦 也非常人所能想象 李施主何不放宽胸怀 宽恕了他 李莲花笑了笑 缓缓地道 老和尚很爱猜谜 不过 全都猜错 正在这时 小沙迷上了两杯茶 无了方丈微微一笑 转了话题 定员 请朴神师侄到我禅房 小沙迷定员恭敬道 朴神师叔在房内打坐 定员不敢打搅 无了方丈点了点头 小沙迷退下 朴神师侄自幼在朴度寺长大 乃本寺唯一一位经年建树的佛家弟子 和湘怡太监一教高下乃是他多年心愿 无了方丈道 李莲花啊了一声 李向仪已经死了十年了 无了方丈道 向仪太监也已死了 李莲花咳嗽一声 这就是李向仪的不是了 在他活着的时候 竟忘了写一本剑谱 无了方丈苦笑 摇了摇头 突然窗外呼的一声震响 有什么东西轰然而倒 李莲花和无了方丈抬眼望去 只见普度寺后院中 一棵五六丈高的大树自树梢折断 如房屋般的树冠轰然倒地 压垮了两间僧房 两个僧人自房中奔出 仰望大树 满脸惊骇 浑然不解这树怎么倒了 很快树冠之下聚集了大批僧人 无了方丈和李莲花也赶了过去 瞧了一瞧 似是树冠被重锁时 又被风刮倒 这虽然是一件古怪事 但也非大事 无了方丈让众僧散去 仍去独经扫地 李莲花陪无了方丈在寺里走了几圈 无了方丈微笑道 普渡寺素斋甚好 厨房古师傅一手诉松果鱼 妙诀天下 不知李莲花有否兴致异常 李莲花正要答应 突然有小沙迷爆说柴房冒烟 里头少了许多柴火 可能里头起了闷火 已烧了一段时间 无了方丈不便陪客 李莲花只得告辞出门 心下大叹可惜 众僧见奄奄一息的方丈 瞬息之间恢复如常 不免心里暗赞李莲花果是当事神医 医术精妙无比 名不虚传 李莲花出了普渡寺大门 回头之时 只见普渡寺那设立塔上 飘起了几缕黑烟 他叹了口气 而后打了个哈欠 往他莲花楼走去 普惠大师用四头牛 花了十来天的功夫 把他从薛玉镇请到了青原山 那栋莲花楼就放在普渡寺之旁 他摸了摸心不上去的那块木板 对普惠盒上的细心满意之极 随后舒舒服服地踩进修补一心的家里 在里头东翻西找 不知找些什么东西 正当李莲花一脚踩进莲花楼 关上大门的时候 一起奔马从青原山山道上奔过 也即从莲花楼门口奔过 只是马上乘客并不识得 那栋房屋是什么东西 竟直狂奔入百川院 显然来人是百川院弟子 如果李莲花看到他 或者他看到李莲花都会大吃一惊 这位策马过李莲花门口而不识的人 正是十几天前采莲庄的郭霍郭大公子 二侠路相逢 云比丘 云比丘 师父 寂静寥落的百川院 突然响起了一阵犹如狮喉虎鸣的声音 一个人先冲进纪汉佛的房间 再从他的后门出来 再冲进白江淳的房间 再从他的后门出来 再从云比丘的窗户闯了进去 一把抓住正在挥好写字的云比丘 大叫道 师父 云比丘皱眉看着这个 他遵照李向怡的教会带大的徒弟 这个徒弟当然是郭霍 郭霍在十一岁那年被人送入四顾门门下 记名他的门下 但他自闭房中 即不能教他读书 也无法教他武功 往往是四顾门下其他师兄弟看他可怜 实时指点一二 这孩子秉性耿直纯良 悟性虽然不高 记性却很好 十年间这么东学一招 西学一棍 竟也练成一身扎实的武功 也是因为他对这孩子心存愧疚 加之李向怡最讨厌人 惺惺作态 所以对郭霍种种鲁莽行为从不管束 现在他却有些后悔起来了 至少也该教教他 找人要从大门进来 你不是回家了吗 云比丘 我娶了老婆了 郭霍第一句先说这个 云比丘苦笑之余 眼中微略带了一点暗淡之色 那恭喜你了 为师确实没有想到 否则也该给你送礼 郭霍泄气 可是老婆又死了 云比丘一正 怎会 郭霍抓住他 大声道 我在家里见到了一个奇人 他叫李莲花 我前天突然想起来 好像你和二师伯说过这个人 他是我家恩人 快告诉我他家住哪里 我和爹要带礼物去谢他 李莲花 云比丘尚未听懂 这位鲁莽徒弟在兴奋些什么 心里却隐隐有一根弦 一阵又是李莲花 正在郭霍连声催促 云比丘心中盘算的时候 突然空气中掠过一阵焦味 一股淡淡的热气从窗口吹入 两人往外一看 百川院中一栋旧楼突然起火 那火是起得甚奇 熊熊火焰自窗内往外翻卷 旧寺房里的火已起得很大 只在这时才烧到房外来 南非 拿水来 窗外朗朗声音响起 纪汉佛已经人在火场 指挥门下弟子取水救火 白江唇如油鸭一般已经钻进房里去 有一人刚刚来到 面容清铁 笛上一枚大痣 长着几条黑毛 这位相貌奇丑的男子便是石水 他不愧名水 树掌发出 掌风夹带一股冰寒之气 指纹瓷瓷之声 着火的房屋冒起阵阵白气 火势顿时压下 郭霍大鹤一声 自云比丘窗户跳出 和傅南非一起 手提数十斤水桶救火 过了大半个时辰 火势熄灭 黑烟仍直冲上天 戈拉一声 白江唇自房里出来 纪汉佛见他脸色有些异样 眉心一皱 如何 你自己进去瞧瞧 他奶奶的 我快被烟枪死了 白江唇大力对着自己扇风 肥肥胖胖的脸上满是烟灰 有个人死在里面 纪汉佛眉头紧皱 有个人 谁 白江唇的脸色不太好看 就一弱团 怎么看得出是谁 他妈的 不知道是谁 把死人皮也剥了 血淋淋的嫩肉还给火一烤 都成了烧鸡那样 鬼认得出是谁 纪汉佛墓中 暮色一闪 白江唇一抖 老大生气了 他乖绝地闪到一边 让纪汉佛和石水 大步走进被火烧焦的房间 这是一栋藏书的旧楼 云比丘少时读书成吃 加之他家境富裕 藏书好如云海 四顾门解散 在百川院定居之后 他少时藏书已经遗失了很多 却还有一楼一屋 比较真爱的藏书都在他如今的房间 而其余的书就藏在这栋楼里 也是因为藏书众多 所以火烧得特别快 纪汉佛踏进余火未尽的房间 那火焰却是从地板底下烧出来的 地面烧爆了一个缺口 下面是中空的 仍自闪烁火光 纪汉佛往下一探 只见在原本该是土地的地板底下 似是一条简陋的地道 火焰在地上蜿蜒燃烧 看那模样和鼻中所秀的气息 那应该是油 而起火的那些油的尽头 隐约躺着一团事物 满身黑红 果是一个被撕去大板皮肤的死人 食水突然开口 不是被人剥皮 是滚油浇在身上 起了水泡 脱衣服的时候 脸皮一起撕去了 此人相貌丑陋 开口声音犹如老鼠在叫 吱吱有声 以至于即使是门下弟子 也是一见到他就怕 纪汉佛点了点头 下面火焰未熄 他五指一伏 五道清风一一掠过地道下起火之处 很快磁磁数声 火焰全数熄灭 纪汉佛随一伏之势 从那洞口掠下 轻飘飘落在油渍之旁 白江纯在后面 按赞了一声 老大果然是老大 他身躯肥胖 却是钻不过这个洞 在上头把风 看着纪汉佛和石水下了地道 往前探查 这是一条很简陋的地道 依据天然裂缝开挖 两人对着血肉模糊的尸体 凝视了一阵 悚然而经 这死者不但被剥去了皮 还被砍去了一只手掌 胸口似时还有一道伤口 死状惨烈可不 他胸前有乳 应是一个女子 对视一眼 两人颇有默契地往前摸索 并肩前行 莫约往前走了二十来丈 身后的光亮已不可见 两人即使内力精湛 也已不能视物 通道里余烟未散 两人屏住呼吸 凭吉尔利缓缓前进 如此前行了半炷香时间 前面不远处突然传来了 轻微的脚步声 既汉佛与石水都是一阵 这地道中居然还有人 两人静力通道两侧 只听从通道另一侧走来的人 越走越近 鼻子里哼着歌 似乎在给自己壮胆 走到两人身前无耻处 那人突然问 谁 既汉佛和石水心头一领 此地伸手不见五指 来人步履沉重 显然武功不高 他们二人鄙气而立 绝技不可能泄露丝毫生息 也绝无恶意 来人竟能在无耻之前 便自警觉 那是直觉 还是 两人正在转念 却听那人继续哼着歌 慢慢前进 再走三五丈 突又站定 又喝一声 谁 既汉佛和石水各自皱眉 这人原来并不是发现他们两个 而是没走一段路就喊一声 不免有些好笑 既汉佛倾壳一声 朋友 石水已掠了过去 一手往那人尖头探去 那人突然大叫一声 有鬼 抱头往前就跑 石水那一探 净差了毫厘没有抓住 只得清雀边挥出 无声无息地把那人带了回来 一照面就能让石水挥出兵器的人 江湖中本有十个 这却是第十一个 只是此人显然丝毫不觉荣幸 惊慌失措 大叫有鬼 朋友 我们并非歹人 只是向你请教几件事 既汉佛对此人挣脱石水一勤并不惊讶 缓缓地道 第一个问题 你是谁 那被石水清雀边牢牢附住的人答道 我是过路的 既汉佛黑了一声 淡淡地问 第二个问题 你为何会在这地道之中 那过路的道 冤枉啊 我在自己家里睡觉 不知道谁骑马路过我家门口 那马蹄那个种啊 朕的地面摇摇晃晃 突然大厅地板塌了下去 我只是下来看看怎么回事 既汉佛和石水都皱起了眉头 石水突然开口 你住在哪里 那声音让来人哇的一声叫了起来 半嗓才颤声道 我 我我我是新搬来的 就住在路边 普渡寺门口 既汉佛略以沉吟 方才的确有过或策马而来 不免勉强信了一分 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道 我姓李 石水突又插口 音测测地道 你的声音很耳熟 那人陪笑 是吗 哈哈哈哈 季汉佛淡淡地道 第三个问题 你若真是如此胆小 为何敢深入地道如此之远 他虽然不知地道通向何方 但距离普渡寺门口 显然还有相当距离 那人前笑了一声 我迷路了 季汉佛不知可否 显然不信 石水又阴森森地问了一句 你是谁 那人道 我姓李 叫 叫 石水清雀编一紧 他叫苦连天 勉强道 叫 莲花 李莲花 季汉佛和石水 都是大出意料之外 那人惨惨地觉得很是丢脸 石水清雀编一收 原来是李神医 他虽然说原来是李神医 语气中却没有半点久仰久仰之意 就如说了一句原来是这头猪 李莲花却因说破了身份 解了误会 松了口气 微笑道 正是正是 祭汉佛淡淡地道在下祭汉佛 石水跟着道 在下石水 李莲花只得道 久仰久仰 季汉佛道 既然你我并非敌人 李神医可以告诉我的 你如何下到这地道之中 又是所谓和事而来 李莲花叹了口气 让季汉佛抓住了把柄 想要摆脱真不容易 索性直说 其实是因为我今日给吴乐方丈治病发生了一件事 他把早上那时说了一遍 我想 那树倒得奇怪 季汉佛淡淡淡淡地道 声东击西 李莲花点了点头 突又想到他看不到他点头 连忙道 即是即是 季大侠高明 季汉佛皱起眉头 李莲花的声音有些耳熟 却已记忆不起究竟是向谁的声音 听着他说季大侠高明 只觉别扭之急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普渡寺里平日最引人注目的是 方丈禅师外纳尊舍利塔 能将五丈来高的树梢以下弄断 一种可能是有一阵大风 另一种可能是被打下来的 除了大风之外 只有在同样五丈来高的设立塔上 才有可能把树梢打断 而不是把整棵树打倒 顿了一顿 他又道 设立塔内藏高僧设立子 位于普渡寺中心 平日塔边人来人往 我不知道里面怎么藏着有人 但是如果里面有人 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只有五丈来高的设立塔里出来 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所以 你的意思是 有一个人 不知为何在设立塔中 他想要从里面出来 却又不想被人发现 所以打断大树 引得和尚们围观 他趁着和尚们注意力 集中在断树上的时间 从塔里出来 逃走了 石水冷冷地道 令人难以置信 那人呢 没有抓住人 无论什么理由 都难以让石水信服 那设立塔里曾经有人 李莲花苦笑 这个 这个 大部分是猜测 记汉佛缓缓地道 这道不至于难以置信 石水 这里有一条地道 石水哼了一声 那又如何 记汉佛低沉的道 你怎知这地道 不是通向射立塔 石水一淋 顿时雨色 记汉佛继续往隧道 深处走去 如果有一个人 他从藏书楼入口下来 沿着这隧道 能走到射立塔 打断大树 从射立塔中一出 再从百川院大门回去 你说不可能吗 石水阴沉沉地问 你说百川院里有奸细 记汉佛淡淡地道 我不知道 他偷地问李莲花 李神医单评猜测 就能找到这条地道 倒也了不起得很 李莲花啊了一声 其实是因为 普渡寺的柴房在冒烟 我出来的时候 又看到射立塔 也在冒烟 突然觉得 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相通的 后来又看到 百川院好像有栋房子 也在冒烟 就想到 这三个地方 是不是都是相通的 记汉佛也不惊讶 你是从哪里下来的 李莲花有些被他逼得 难以应付 目瞪口呆了半天 我 记汉佛淡淡地道 你想到 普渡寺和百川院 可能是相通的 所以找了个你觉得 可能存在地道的地方 挖了个洞口 下来了 是吗 李莲花前笑一声 啊 哈哈哈哈 记汉佛又淡淡地道 这条地道 的确通向百川院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另一头 是不是通向 射立塔 李莲花 顿了半天 只得叹了口气 是 记汉佛 缓缓地道 李神医 若是我门主 还在世 他定会将你 蚂蚁狗血 喷头 李莲花 继续苦笑 是 石水也冷冰冰地道 聪明人装糊涂 乃天下第一气氛 李莲花 莲声称是 满脸无奈 三人穿过 天然缝隙形成的隧道 这隧道 共有两个出口 一个是普渡寺柴房 另一个 果实设立塔 只是普渡寺的出口 被柴火给牢牢压住 只有设立塔的出口 能够走通 设立塔的出口 是因为年代久远 铺底的石板断裂而成 柴房底下的出口 似乎才是真正的出口 只是被普渡寺河上 堆了许多木柴在上面 却打不开 三人瞧明了地形 由原路返回百川院 李莲花突听记汉佛道 李神医 或者有人伤人之后 从地道逃离 在我百川院地道入口 留有一具尸体 李莲花大吃一惊 尸体 正当他说到尸体的时候 突厥幼族踩到了什么东西 大叫一声 有鬼 石水清雀边应声而出 他的一声卷住那条东西 微微一顿 淡淡的道 不过是一块鸡骨 李莲花啊了一声 惭愧 惭愧 三人是乙飞 待记汉佛石水和李莲花三人 慢慢走向放着尸体的地道口 光线渐渐的充足 以记汉佛和石水的眼力 只需一点光亮 深周数丈之内便清晰可见 突然看到李莲花的脸 两人都是脸色大变 你 你 李莲花眨眨眼 我什么 记汉佛沉着冷静的面容 极少见惊骇之色 你是谁 李莲花满脸茫然 我是谁 自天地生人 人又生人 子子孙孙 孙孙子子 我是谁 倒也是千古难题 记汉佛再往他脸上仔细端详伴赏 常常虚了口气 难难地道 不 石水脸色难看之极 突然大步走开 一个人跃出那洞口 竟自走了 李莲花摸了摸脸颊 怎么了 记汉佛倾可一生 你长得很像一位故人 不过你眉毛很淡 他有长眉入病 你肤色黄歇 他则迎白如玉 他若活到如今 也已二十八九 你却比他年轻许多 李莲花随声附和 显然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记汉佛默然转头 两人往前在走出十七八丈 那具被火烧的面目全非 断了一只手的尸体就在眼前 李莲花蹲下身厌查尸体 记汉佛常常吐出一口气 他认定李莲花并非李相仪 除了眉毛肤色并不相同之外 李莲花鼻子略矮 脸颊上有几点淡淡的麻点 虽然并不难看 但是比起李相仪那爵士风采 仍是差之甚远 何况李莲花为人举止 与李相仪相差十万八千里 即使门主复活重生 也绝不可能变成李莲花这种样子 那容貌的相似 或者只是一种巧合罢了 这个人被游邻 被砍手 被人刺了一箭 还撞破了头 李莲花对着那死人看了半天 他被人杀了四次 纪汉佛点了点头 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 李莲花任他看着 悠悠叹了口气 在地道里东翻西找 这地道里只有三根粗壮树枝 搭起的一个如灶台般的支架 估计是放油锅的 却即没有见到油锅 地上有许多树枝 还丢弃着许多击骨鸭骨 白江纯在外 也已经看见李莲花的相貌 他和纪汉佛一般细心之极 一眼看出了许多似似而非的地方 心里一斗重重 不知道底能不能相认 百川院弟子开始着手收拾藏书楼 和搬运尸体 李莲花碎碎念了半赏 没认出死人的样貌年纪来 愤愤然说要回家苦读医术 纪汉佛本要相留 却想不出什么理由 让白江纯送人出门 他却不送 自行回房 对窗似有所思 一亚一声 纪汉佛的房门突然开了 他默然转身 副手看着走进门来的人 眉心微微一蹴 你 来人白衣披发 尚未进来 已咳嗽了两声 嗨嗨 是我 纪汉佛见到此人 似乎并不感到愉快 淡淡地道 你竟出门来了 来人容颜淡雅 只是形貌憔悴 正是云比丘 文言剧烈地咳了一阵 嗨嗨嗨 我 他咳了好一阵子 才缓了口气 我看见门主了 纪汉佛仍是淡淡地道 那不是门主 只不过长得很像 云比丘摇了摇头 轻声道 化成了灰 我也认得 他脸上的马点 是针眼 嗨嗨 金针 刺脑 嗨嗨 刺脑之术 我当年用壁茶之毒害他 要解壁茶之毒 除了我的独门解药 另一个方法 就是金针刺脑 要刺得很深 才能导出脑中剧毒 嗨嗨 他咳个不停 记汉佛全身一阵 你的意思是 他当真是门主 可是事隔十年 他怎会如此年轻 李莲花看起来 只墨约二十四五 他既然受过重伤 又怎么可能反而年轻了 云比丘道 你忘了他练的是扬州曼 扬州曼的根基 连我下壁茶之毒 都无法回去 让他助言不老 又有什么稀奇 记汉佛淡淡的道 你对当年下毒手之事 倒还记得一清二楚 云比丘颤声道 当年我是一时糊涂 我 我 记汉佛黑了一声 门主若是活着 为何不回百川院 云比丘缓缓地道 因为 也许因为他以为 嗨嗨 以为我们全都背叛 记汉佛彭的一声 一掌拍在桌上 声音低沉 森然道 云比丘 不必再说 以免我忍耐不住 一掌杀了你 云比丘壳得很厉害 大哥 记汉佛一声怒吓 虚发弩张 不要叫我大哥 云比丘深吸了几口气 创然转身 亮抢出门去了 记汉佛余怒未消 当年李向怡和狄飞生 决战东海 云比丘 为角力桥美色所获 竟然在李向怡茶中下毒 那碧茶之毒 乃是天下最恶毒的散工药物 不仅散人功力 而且药力伤脑 重则令人癫狂而死 云比丘当年丧心病狂 不仅在李向怡茶中下毒 还将四股门一行人 引向已成空城的金鸾盟主殿 以至于李向怡 孤身作战 失踪于东海之上 但是李向怡失踪之后 白江纯持剑找他算账 云比丘却已后悔之急 让白江纯一剑川胸 川胸未死 他竟又横剑自吻 被石水救下 看在他是真心悔悟 痛苦万分分上 四股门离散之时 没有将他逐出门外 但即使这十年 云比丘自闭房中 足不出户 季汉佛也始终 难以真正原谅他 百川院中 季汉佛心头激动 云比丘痛苦之极 皆是因为发觉 李莲花就是李向怡 而李莲花却悠哉悠哉 回到了吉祥文莲花楼 正在扫地 然后他也在后悔后悔 没有留在百川院吃饭 还要多花五个铜板 走二里来路到山下小镇 去吃面条 半个时辰之后 他的一声清响 有人的手掌搭在了 吉祥文莲花楼门上 却即没有敲门 也没有推门而入 就如一个人站在门口 守抚门上 正正地出神 李莲花扫完了的 仔细地抹是楼里的灰尘 等了半天 还是没等到来人敲门 擦完窗户的时候 他一压一声打开窗户 探出头去 谁 请进 诶 那站在他门外 正正不知是进是退的人 是云比丘 看着李莲花 从窗户探出来的 满是灰尘的脸 牵动了一下嘴角 不知是哭是笑 门 主 李莲花 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 你认错人了 云比丘默然 沉静了很久 他缓缓地道 也是 云比丘苟言惨喘 活到如今实在无言 门主 比丘当年丧心病狂 对不起门主 他手腕一翻 一柄匕首在手 就带当兄刺入 了结此生 便在此时 大门碰得一声打开 左扇门打在云比丘左肩 将他撞得一个亮枪 那匕首不及刺入胸口 李莲花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云比丘一呆 我是谁 眼前这人明明就是李向怡 虽然以李向怡的为人 绝技不会如此大呼小叫 但是此人样貌 身高声音无一不是李向怡 他怎会问你是谁 你是谁 李莲花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有些敬畏地看了眼他手上的匕首 缩了缩脖子 你 你你 想要干什么 云比丘被他弄糊涂了 茫然问 门主 李莲花东张西望 门主 我这房子小 只有房屋没有院子 所以没有门主 云比丘正正地看着他 困惑地道 门主 我是比丘 你 你怎会变成 这副模样 李莲花奇道 你是皮球 云比丘又是一正 皮球 李莲花诚恳地道 这位 大侠 比姓李 明莲花 略通齐皇之术 武功级不高 学问也是不大 不知这位大侠 要找的门主究竟是 谁 他语言诚恳 没有丝毫玩笑之一 云比丘反而糊涂了 你 不是李象仪 李莲花摇摇头 不是 云比丘盯着他的脸 看了很久 但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 李莲花松了口气 温和的微笑 啊 是这样的 我出生的时候 本是一胎同胞 娘亲生了两个 一个叫李莲碰 一个叫李莲花 李莲碰是兄长 我是弟弟 不过家境贫寒 兄长出生不久 就给了一位过路的老人当一子 我从小没有见过兄长之面 但世上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人 也是有的 云比丘将信将疑 李莲碰 如此说来 如果李象仪是李莲花之兄 他的原名岂非叫做李莲碰 李莲花连连点头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在下从不骗人 云比丘深吸一口气 此刻他脑中一片混乱 你既然家境贫寒 这栋房屋结构奇巧 雕工精美 价值不菲 却是从何而来 李莲花极认真的道 这是普渡寺 吴乐方丈送我的礼物 云比丘大出意料之外 吴乐方丈 李莲花露出有些尴尬的笑容 吴乐方丈尚未出家的时候 是个 陆林英雄 有次他身受重伤 倒在我家门口 我以家传医术将他救活 他那时截了一辆大车 车里装满了木板 将木板拼装起来 就是这栋房屋 吴乐方丈闲着房屋笨重 便送给了我 他正在普渡寺里清修 这屋子万万不是我偷来的 你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吴乐方丈年轻之时 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陆林好汉 云比丘自是知道 只听李莲花越说越奇 似乎全部可信 他却言之早早 又举了吴乐方丈为证 庞扶也有些可信之处 若是平时 云比丘思路清晰明辩 绝不容李莲花如此胡说八道 但此时方寸已乱 心绪烦躁不安 尾时分辨不出 他和巨是真和巨是假 呆呆地看着李莲花的脸 你 你 若是门主 可会 恨我入骨 他喃喃地道 我对不起 刺雇门上下 早该 早该死了 说着转身往外走去 手里的匕首 仍是失魂落魄地对着心口 不知何时便会刺入胸口 喂 皮大侠 李莲花在后招呼 我看你心情不好 既然到了门口 何不进来喝两杯茶 云比丘一呆 正正地转头看她 喝茶 李莲花直指房内 只见厅中一壶清茶 鸟鸟生腾的茶烟 木桌热茶 主人微笑矮然 突然令她胸口一热 大步走了进去 李莲花把扫帚抹布丢到一边 见云比丘把匕首放在桌上 忍不住将那凶器提去放进大厅最远处的抽屉里 而后整整衣服露出最文雅温和的微笑 请用茶 云比丘见她用两根手指小心翼翼提着匕首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窗明激进之时 木桌热茶之旁 心情出乎意料地变得平静 徐徐喝了一杯茶 李莲花陪她喝茶 眼角小心翼翼地吊住她 似乎以为她随时都会自尽 云比丘突然觉得很好笑 哈哈 嗨嗨 我可是很可笑 李莲花摇了摇头 微微一笑 人啊人 有时就是这样 否则活得不痛快 云比丘难难地道 好一个活得不痛快 李莲花 你说一个人为了女人 对她最敬重的朋友下毒 害她掉进东海 尸骨无存 该不该死 李莲花连眼都不眨一下 该死 云比丘苦笑 喝了一杯茶 就如喝酒 因为 那个女人告诉她 不许李相仪出现在东海之宾 她打算和狄飞生同归于尽 她苦练了狄飞生十三年 始终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她说她不能让她死在别人手上 我 我怎知她在骗我 你 不 门主的武功深不可测 我若不下最剧烈的毒 怎么阻止得了她去赴约 我以为只需阻她一时 我有解药在手 并不要紧 可是 原来一切都不是那样 一切都因为我蠢得可笑 她喃喃地道 你若是门主 可会恨我入骨 李莲花轻轻叹了口气 温言道 我若是她 当然是会恨你的 云比丘全身一震 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嗨嗨 嗨嗨嗨 李莲花连忙到了杯茶给她 又道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 不管是什么样糟糕的事 都该忘记了 不是吗 云比丘颤声道 真的会忘记吗 李莲花微笑 十分有耐心 也温和的道 真的会忘记的 十年了 她会遇到更倒霉 更糟糕的事 然后发现 其实当时以为 最大恶极不可原谅的很多事 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糟糕 然后她就忘记了 云比丘猛地站了起来 她若忘记了 为何不回来 李莲花瞪眼道 我怎么会知道 云比丘正正地看着她 很迷惑 就如见了一团迷雾 缓缓地坐了下来 皮大侠 李莲花给她倒了一杯新茶 慢吞吞地道 我觉得有一件事 比当年重要 云比丘问 什么 李莲花松了口气 很愉快地微笑起来 呃 我想我们是不是 应该去吃个面条 水饺什么的 云比丘一饿 抬头一看 发觉果是五十了 而后云比丘和李莲花 去了二里外的小镇面馆 吃了两碗阳春面 李莲花买了把新扫帚 云比丘在吃了一肚子面条之后 糊里糊涂地回去了 她本确定 李莲花就是李向怡 但在吃完这碗阳春面之后 非但自尽之念 忘得一前二进 她一开始相信 李莲花真有个兄长 叫做李莲碰 而莲花楼千真万确 是无了方丈送的了 四油锅 云比丘和李莲花去吃面的时候 锅货却对着百川院内 那个地道口名思苦想 有一件事 她始终想不通 地道中 那人是被滚油泼在身上 浇得他满身起泡 皮才会给撕了下来 那些油从哪里来 她在通道口 上上下下了数十次 也没有看到油锅在何处 若没有油锅 滚油又从何而来 傅南飞在上头不耐烦地 招呼了她几次 锅货仍切而不舍 一直到暮色降临 傅南飞已经离去 她仍举着火把 在地道之中摸索 锅货虽然并不怎么聪明 却是个绝不气馁的人 在她数个时辰的摸索之中 她已找到了一个 纪汉佛等人 没有找到的东西 那是一块焦黑 如拳头大小的东西 锅货之所以发现 它不是石头 是因为他踩了它一脚 发现它是软的 锅货对着那东西 发呆的时候 身后有人道 啊 锅货大吃一惊 猛地回身 双掌摆出恶虎扑羊之事 是人是鬼 身后那人也是大吃一惊 跟着他猛回身 东张西望 在哪里 是人是鬼 锅货看清身后人的模样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收起了架势 李莲花 那不知何时 就站在锅货身后的人 正是李莲花 其实是云比丘前脚走路 他就钻进了这个地道里 重新把他白天想查看 而不方便查看的地方 细查一遍 却不料看到锅货 对着快交叹 冥思苦想 着实令他佩服 喂 李莲花 李先生 锅货叫道 你怎会在这里 李莲花微笑 你又怎会在这里 锅货摸了摸头 我下来找油锅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道 我也是 锅货迷茫的道 可就是找不到 李莲花道 先别说这个 季汉佛回去以后 有清典人数 查看百川院弟子 有人失踪吗 郭货点头 大院主立刻就查了 院里弟子没有人失踪 只有厨房一个帮厨的丫头 已不见了几天 可能是回了烫家 李莲花奇道 这就奇怪了 难道这就是那个帮厨的丫头 锅货茫然摇头 不知道 李莲花退至早上 看见死人的位置 再退了几步 仔细看地上的痕迹 自言自语 灶台 早晨的时候 这里架着一锅滚油 有两个人在这里见面 站在我这个位置的人 飞起一脚 他学着一脚往前踢去 把油锅踢翻 滚油泼在对面那人身上 那人倒地 由流向洞口引起大火 我出路受阻 转身往地到另一端的出口逃走 郭货听得连连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 李莲花叹了口气 其实我只不过是在胡说而已 郭货一呆 她脑子里本就一片混乱 如今更化为一团江湖 李莲花在地道里躲了几圈 郭货举着火把跟在她身后 是谁把这个女人杀了四次 她的胸口被很薄而锋利的长剑 刺了一剑 额头撞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 右手被齐曼砍去 还被滚油泼了满身 剥了层皮 有谁如此残忍 狠毒地对待一个女人 郭货的火把在洞口晃来晃去 几块碎石又掉了下来 差点砸在李莲花头顶 吓得她往旁一跳 阿弥陀佛 偷得看见有块石头在郭货盯着看的那块焦炭上一弹 其道 这是什么东西 郭货道 好像是那只手 李莲花大吃一惊 什么手 那只被砍掉的手 郭货点了点头 被油炸了 李莲花倒抽一口凉气 那只手经油锅一炸 攒得紧紧的 像要抓住什么东西 她拾起地上两根折断的干树枝 往手里一翘 手里攒着的东西让她毛骨悚然 微易沉吟 她把那只手小心翼翼地收在地道边角 结果郭货手里的火把四下高照 却见石壁上留有许多划痕 有些划痕已经模糊 许多只是随手乱划 画了一些小鸡小鸟 但有一句话重复划了两次 那字迹大而歪斜 显然并非读书之人所写 写的是爱喜生忧四个字 郭大公子 你能不能请百川苑认得那位失踪姑娘的人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她 李莲花凝视着那爱喜生忧四个字 然后问一问百川苑厨房的师傅 昨天和今天 百川苑三餐都吃了些什么东西 郭货突然想起一事道 阿发说她昨天晚上在这里看见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女鬼 王大嫂和阿发肯定认得阿瑞 李莲花点了点头 今天晚上无乐方丈请我吃宵夜 郭货毫不怀疑 我去普渡寺找你 李莲花欠然道 我也许在厨房 郭货坚定不移地道 我到厨房找你 而后转身离去 五人肉的味道 普渡寺 方丈禅士 无乐方丈端着一碗米饭正在沉吟 窗外有人敲了两声 微笑道 众小和尚在饭堂狼吞虎咽 老和尚却在看饭 这是为什么 无乐方丈晚耳一笑 李施主 窗户开了 李莲花站在窗外 老和尚 我已在饭堂看过 这个月庙里的伙食不好 除去花生青菜油豆腐 只剩白米和盐 亏你白天还吹牛说 庙里什么素菜 庙绝天下 无乐方丈正色道 若是李施主想吃 老那这就请古师傅 为李施主特制一盘 古师傅油炸花生 面团 面饼 辣椒 粉丝无不妙绝 李莲花突然对他一笑 那他可会油炸死人吗 无乐方丈一正 半上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半晌 问道 油炸死人 李莲花纹雅地抖了抖衣裳 慢吞吞地从窗口翻窗爬了进来 坐在他日间坐的那块椅子上 哎 无乐方丈对今早在百川院地道 发现交湿一事已有所耳闻 方才正是对着贯通 普渡寺与百川院的地道知识 忧心忡忡 李莲花又把地道知识仔细说了一遍 悠悠地道 普渡寺的古师傅 不知会不会油炸死人这道名菜 无乐方丈缓缓地道 何出此言 李莲花知道老和尚慎重 微微一笑 普渡寺和百川院之间有条地道 地道通向设立塔和柴房 靠近百川院的一段有据焦尸 普渡寺的一棵大树 早上突然倒了 首先早上没有风 那棵树断得很蹊跷 老和尚心细如发 想必早已看出 那是被人一掌劈断的 能令五丈来高的大树树梢折断 而树木不倒 只能从同样五丈来高的设立塔上发展 那就是说 早上有个人在设立塔里 且不说他发展震段树梢 到底是要干什么 至少他在塔里 在地道异端 那就和焦尸有些关系 此其一 无乐方丈点了点头 昨日塔中却有一人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老和尚可知是谁 无乐方丈缓缓摇头 老那武功所现 只能听出昨日塔内有人 李莲花安静了一阵 慢慢地道 老和尚胡说八道 昨日塔内是谁 你岂能不知 无乐方丈苦笑 哦 李莲花道 昨日我来的时候 普杜斯正在做早课 按道理众和尚都应该去念经 老和尚没有领头 是因为你在装病 可是还有一个人 没有去做早课 无乐方丈问 谁 李莲花一字一字地道 普神和尚 他顿了一顿 你说请普神师职 到我禅房 小沙弥却说 他在房内打坐 因此他没有去做早课 无乐方丈轻轻一叹 而后微微一笑 李施主心细如发 老那佩服 李莲花露齿一笑 没有去做早课 并不能说明 在地道里的人 就是普神和尚 只能说明 早上树岛的那段时间 没有人看见 他在何处而已 我说是普神 还是要从教师说起第一 那尸体上有一道剑伤 第二 刺伤死人的人 不是百川院的人 第三 地道只通向百川院 和普渡寺 第四 普渡寺中 只有普神精通剑术 所以刺伤死人的人 是普神和尚 此其二 无乐方丈微笑 你怎知刺伤死者之人 并非百川院弟子 李莲花也微笑 那尸体重剑的地方 在胸口 可见初剑的人 是站在他面前 若非相识 怎会面对面 而且这当胸一剑 并非致命之伤 老和尚 你没发现一件事 很奇怪吗 门外突然有人沉声问道 什么 李莲花和无乐 都是一正 门外人沉稳地道 在下记汉佛 另一个人嘻嘻一笑 接着道 白江纯 还有一人 阴侧侧地道 石水 最后一人淡淡道 云比丘 百川院佛比白十四人 进方丈禅室一坐 无乐方丈打开大门 四位大驾光临 普渡寺棚彭壁生辉 石水黑得冷笑了一声 还没等无乐方丈客套话 说完他们四人 已经坐了进来 旧四本来就坐在房中一样 无乐方丈心里苦笑 携递了李莲花一眼 暗道 都是你当年任性狂妄 以至于他们四人 至今如此 李莲花 规规矩矩坐着 口中一本正经地继续道 这地道顶上 只有一层石板 烈火一烧就崩裂 可见石板很薄 这一件并非致命之伤 只要它不是雅子 就可以呼救 可是百川院中 并没有人听见 呼救呻吟之声 几人都点了点头 李莲花又道 那具教师 若真是帮助的 林玉瑞小丫头 她就不是雅子 她为何不叫 赐她一见之人 和她面对面 可见她并不怕 她看见她的面目 那入口石壁上 画满涂鸦 那说明小姑娘在等人 而这赐她一见的人 说不定就是 她在等的人 她和此人认识 所以此人赐她一见之后 因为某些理由 她没有呼救惨叫 众人都皱起了眉 细细地想 这其中的道理 李莲花又道 如果她约见的人 是百川院的弟子 她何必三更半夜 跑到地道中相见 可见她见的 必是不能见的人 她从地道口攀爬而下 半身在石板之下 被阿发看见背影 当她是只有半截身子的女鬼 当然还有可能 她约见的是一个人 而赐她一见的 却是另一个人 但若是如此 她为何没有呼救 若是百川院弟子 赐她一见 却又没有将她赐死 而是奔出洞口 关上机关 装作若无其事 这不合情理 因为林玉瑞 并没有被赐死 她可以指认凶手 所以奔出洞口 关上机关 装作若无其事 和没有将她赐死 不能同时存在 因此 我想赐她一见的人 不是百川院弟子 而很可能是她约见的人 李莲花微笑道 所以从见商 赐商她的人 不是百川院弟子 普渡寺只有普神和尚 精通剑术 可以想到她约见的人 是普神和尚和尚 不能和女人在一起 所以林玉瑞见的 是不能见的人 众人沉吟了一阵 云比丘先点了点头 李莲花又笑笑 笑得很和善 何况还有另一个证据 说明她等的人 是个和尚 你们看到墙上 那爱喜声忧四个字了吗 记汉佛汉首 李莲花看了无乐方丈一眼 老和尚 无乐方丈接口 那是法剧经之好习品中的诗迹 为天竹沙门 为低难大师 自天竹经典翻译为 我中华文字 顿了一顿 她缓缓念叨 爱喜声忧 爱喜声味 无所爱喜 何忧何味 这是一首佛家诗迹 李莲花道 如果她约会的人不是和尚 她尚未说完 白江纯重重地哼了一声 老子认识许多和尚 但是也从来没听说过这句 李莲花连连点头 正是 正是 如果她约会的人不是和尚 料想她写不出这四个字来 如果她约见的人是和尚 胸口又有见伤 那很可能便是普神和尚 何况今天早上普神和尚 没有参加早课 总而言之 普神和尚很可疑 无了方丈叹了一声 李施主 老那向众位坦诚 老那犯了妄言戒 该下阿比地狱 那刺伤女施主意见之人 正是普神失职 佛比白十四人都是阿的一声 十分惊讶 原来无了竟然知道凶手是谁 只听无了缓缓地道 今日早晨李施主走后 设立塔中浓烟冲田 她自觉行迹已经难以掩饰 到我禅房中向佛祖悔罪 只是 普神失职年少冲动 只是刺了那女施主意见 并未杀人 她并非杀死那女施主的凶手 正说到这里 一个人突然从窗口闯了进来 把一大团事物重重往地下一摔 大声道 我在厨房没有找到你 出来就看见这家伙 鬼鬼祟祟地扶在地上偷听 顺手抓来了 你们果然在这里 骗得我到处乱转 她瞪眼看着李莲花 王大神已经认出了阿锐 还有百川院的菜谱 是竹笋炒肉丝 李莲花对她一笑 我只想知道百川院这两天 有没有做过油炸豆腐 这冲破窗户进来的人正是锅货 闻言大声道 没有 李莲花没开眼笑 这就是了 她看着匍匐在地瑟瑟发抖的人 温言道 顾师傅 人肉的味道 好吃吗 方丈禅室内一刹那鸭雀无声 只听到那光头大汗牙齿打颤的声音 突然哆嗦着道 我也 我也没 没没 没有杀人 李莲花叹了口气 你见到她的时候 她是什么模样 古师傅道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她 她已经死了 李莲花又问 除了胸口的剑伤 她身上还有什么伤口 古师傅道 她的头在石壁上撞出了一个大口子 血流了满地 胸口也流了好多血 已经死了 李莲花道 然后 寄油炸面饼之后 你油炸了死人 古师傅全身发抖 我 我 我只是 李莲花非常好奇地看着她 其实我真的很奇怪 你见到死人 怎么会想到把她弄来吃 我我我 我曾经 古师傅满脸冷汗 结结巴巴地 看着李莲花 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女人 把和她同床共枕的男人的手砍掉 嗨 吃吃 吃掉了 云比丘浑身一震 李莲花啊了一声 是谁 古师傅摇摇头 我不 不不不 不知道 一个美得像神仙一样的女人 她咬着那个男人的手指 一截一截吃下去 可是她美得 美得让人 让人 她喉咙里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声 让人想杀人 想吃人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 你一定看见了女鬼 古师傅叛命摇头 不 就在青原山下的镇里 八个月前 我半夜起来 小姐 在隔壁客房之中 云比丘脸色苍白 季汉佛黑的一声 角力乔 白江纯性性的道 除了这个女妖 有谁有这种能耐 倒是李莲花 你怎知这位被女鬼上身的老兄油炸了阿锐 李莲花啊了一声 因为油锅 地道里有灶台 有柴火 甚至有击骨鸭骨 有油 居然没有油锅 看那地上的骨头 显然有人经常到地道里油炸昏石偷吃 可是没有油锅 那说明搭灶台的人 若非有用别的东西替代油锅的妙法 就是能带着油锅来来往往 此其一 这地道里显然不会长出树枝来 那些柴火必是从普渡寺柴房里偷来的 而少了这许多木柴 普渡寺居然一直没有动静 看管木柴的人必定有些问题 此其二 那用油放火之人 显然不是百川院中人 否则不会不知地道口那石板薄翠 火一烧就烈 并且火烧地道口 放火之人显然是往普渡寺方向离去 此其三 还有 他炖了一顿 在被这位古人兄拿去油炸的手里握着一块油豆腐 我想 可能是断手被放进油里 筋骨收缩 手掌握了起来 正巧你早先刚有炸过豆腐 落了一块再油里 你也没注意 阿锐的手掌握了起来 抓住了那块油豆腐 而百川院这几天都没有吃过油豆腐 倒是普渡寺这一个月的火石里天天都有油豆腐 你又管着寺里的柴火油粮 又能随意拿走油锅 地道口还在柴房之中 若不是你油炸死人 莫非是死人爬到你的厨房之中 自己油炸了自己 李莲花瞪眼道 那可恐怖得很 我怕鬼 古师傅抱着头 我只是一时糊涂 那只手在锅里 我害怕得很 没有吃它 我没有吃它 只是剁了它的手油炸了一下 昨天晚上只是油炸了它的手 李莲花问 那今天早上呢 古师傅颤声道 今天早上我怕偷吃荤和炸死人的事被发现 趁他们在早课的时候偷偷进地道 烧了一锅滚油 泼在他身上 打算将它烧掉 他那身衣服都是干血 烧得不忘 我把衣服撕下来 结果把他的皮也不小心撕了下来 我吓破了胆 逃回柴房 用柴火封住地道口 再也不敢下去 李莲花追问 你不知道地道另有出口 古师傅摇头 不知道 我只知道柴房底下有条裂缝很深 以前我常常躲在里面偷吃自己做的荤菜 吴勒方丈叹了口气 想必今天早晨 普神师侄也下了地道 又去看那女师主 却被你封在地道之中 他只得从舍利塔出来 阿弥陀佛 他站起身来 心平气和地走出门去 过了片刻 一个身材高挑 相貌清俊的年轻和尚被他带了进来 吴勒方丈对季汉佛点了点头 交由施主发落 季汉佛汉手 佛比白石将对普神和尚和古师傅再进行调查 在七日之内做出决定 或监禁 或废去武功 或入丐帮三年等等 使个人所犯之事 决定个人应受的惩罚 云比丘的脸色越发憔悴 思绪尚在角力桥吃人一事上 那女子貌若天仙 语言温柔 行事诡异 无论是邪恶可不知极的事 还是温柔善良之极的事 她都能若无其事地做出来 李莲花看着普神和尚 这和尚不过二十来岁 眉宇间英气勃勃 就像个心智高远的武林少年 你为何要刺他意见 普神摇了摇头 顿了一顿 再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神色甚是凄厉 李莲花没有再问 悠悠地叹了一口长气 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 不管她有没有心杀她 她终还是为了她而死 不知是那一件让她流血而死 还是她自己撞死了自己 总而言之 便是如此了 人生啊人生 这些事 那些事 曾经以为一定不会发生的事 现在相信绝对不会改变的事 其实都很难说 她突的发现 虽然事情已经清楚 佛比白石那四人还在瞪着她 莲芒往自己身上一看 没有看出什么怪异之处 只得对那四人一笑 人生啊人生 又到吃饭的时间了 站起来伸个懒腰 一把抓住无了方丈 老和尚 你说要请我吃素菜的 无了方丈道 这个 这个 古师傅似乎已经不宜下厨 李莲花正色道 出家人不打狂语 看着两人往厨房而去 佛比白石四人面面相去 白将唇摸了摸下巴 我宁愿她不是门主 使水闭上眼睛 冷冷地道 绝技不是 既汉佛皱眉不语 云比丘摇了摇头 她早就糊涂了 六夕人已成黄鹤去 第二天一早 云比丘想到一个疑问 来到普渡寺门口 想找李莲花 却见四门口青草碧碧 树木萧萧 昨日那一栋木桌热茶的木楼 已然踪影咬然 她凝视着那曾经放过 吉祥文莲花楼的地方 过了两久 长长地吐出口气 转头看山外天色清明 当真是晴空万里 天下照耀 她的心情仍很沉重 有一件事 那条贯川普渡寺 与百川苑的地道 究竟是何人建造 所谓何事 角力桥为何在八月之前 来过青原山 又所谓何事 千年数月之前的 一品坟夺喜仪式 前朝西城地 方基地 狄飞生 角力桥 金鸾盟 鱼龙牛马帮 必定有一件大事 将要发生 而失踪十年的李向怡 究竟是否仍旧活着 又到底身在何处 无理之外 李莲花满头大汗地 驱使着一匹马 两头牛和一头螺 把她的莲花楼 运出青原山 晴空万里 万里无云 只听她不住呼喝 不要打架 不准打架 前面有青草 前面有萝卜 不要咬来咬去 到前面 我就把你们放了 快走啊 而拖曳着 名震江湖的 那座楼的四只畜生 奋力挣扎 彼此怒视 互相推诿 那匹马终于张开了大嘴 对着她一直 看不顺眼的骡子 咬了下去 有断臂鬼 碧瓦红墙 庭院之中花木茂盛 鸟鸣声清脆异常 秀琴 有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穿过杨柳 秀琴 你在哪里 秀琴 悠悠的庭院 年轻女子的声音 穿过庭院 显得尤其轻而轻 连落叶都不惊 悠悠的声音 穿过悠悠的庭院 娘 我在这里 秀琴 年轻女子大惊 快步奔过庭院 你又在她房里 你啊 她骤然捂住脸 尖叫一声 只见树木森森的 圆形拱门后 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孩童 她身上 湿答答地往下流血 像是刚有大骨鲜血 喷在了她身上 秀琴 秀琴 她尖叫着奔了过去 抱着自己的孩子 怎么回事 那叫做秀琴的孩子 用沾满鲜血的小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 她的发脚 轻轻地道 娘 好奇怪啊 刘叔叔只剩下一只手了 年轻女子 默然抬头 白皙娇美的额头 被秀琴 抹上了一块血痕 她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 令她看来竟有些可怖 什么只剩下一只手了 那叫做秀琴的孩子 悠悠地道 就是除了一只手 刘叔叔的其他地方 都不见了 年轻女子张大了嘴巴 如惨白僵尸那样坐倒在地 紧紧搂着儿子 其他地方都不见了 秀琴慢慢地道 是啊 其他地方都不见了 壁瓦红墙 庭院之中花木茂盛 鸟鸣声清脆异常 一只雀鸟停在院中古井边缘上 歪着头静静看着蜿蜒的鲜血 从房内地面缓缓流出 一只橘红色的四脚蛇随着鲜血慢慢爬出 停在了门槛之下 一马家宝 碰的一声 清茶客栈里有人拍案而起 重时刻抬头一看 本欲怒目已对 突然进入寒蝉那拍桌子的人 手里扣着一把长剑 他老人家正是用那长剑剑鞘 一下子砸在了桌上 乖乖地把人家木桌拍了个坑出来 一时间客栈里落真可闻 只听那人一把抓起客栈里一个小二 刘如今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客栈里众人目光齐刷刷定在那小二身上 只见他淒淒爱爱地道 客观不知道吗 马家宝刘如今左死了啊 听说死得可蹊跷 静止留了只手和搓头发在床上 其他地方都不见了 房里满床是血 最古怪的是 马家那痴呆的小儿子 就在刘如今房里 被喷了一身的血 这是大伙都知道 刘如今一身武功 何况他使的枪法 枪是长兵器 怎么可能被人砍断手臂 那人仍旧立声道 他是堂堂似虎银枪之一 怎能怎能 说到此处静而哽咽 似是悲怒交加 说不下去 众食客中有人低声叹息 一人本来坐在他身旁一桌 此刻突然冷冷地道 人都死了 先前那人放开小二的衣襟 重重坐下 那小二如蒙大赦 以溜烟奔进厨房 看来一时半刻万万不会再出来 这相邻而坐的两人 一人坐灰衣 一人坐紫衣 坐灰衣的人 正是方才抓住 殿小二的那人 却被紫衣人一眼打住 坐了下来 这灰衣人姓王 明忠 紫衣人姓何 明张 这两人和刘如今都市四虎银枪之一 十年前在四谷门中号称勇猛第一 与人动手指之前进不知后退的四元猛将 其中一人在四谷门与金链盟的决战中战死 余下三人随四谷门之解散而离散 王忠弃枪学见 开创阵箭一门 何章却在捕花二青天手下 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 算是个捕头 刘如今回师门马家宝隐居 十年来甚少出门 近来王忠和何章二人听到江湖传言 据说四谷门门主李相仪 与金链盟盟主狄飞生 虽然在决战中失踪 却都并没有死 激动之余 三人约定在马家宝重聚 商量寻觅门主一事 不料刘如今竟然来不及等见兄弟一面 就以为人所害 马家宝 喝完那杯茶 子一人和张丢下一块银子 头也不回往门外去 王忠持剑跟上 略了一眼那茶壶 仍自有大半壶好茶 两人很快骑马而去 茶馆里众人不约而同喘了口气 面面相去 秃得有人道 马家宝最近真是热闹 前阵子花了大力气 听说给秀琴小公子抓了个大夫 人才进去 刘师傅就死了 现在又去了两个凶神恶煞 旁人神神秘秘的眼口道 你不懂 说不定是宝里谁嫉恨刘师傅 抓了个大夫进去 下药弄死了他 这两个瘟神进去 抓住那大夫一问 宝管知道是谁指使 马家宝 昨日早晨 马家宝保主马皇看着自己闷不作声低头玩手指的儿子皱眉 李莲花还没来 马家宝护卫盲道 还眉道 马皇愁眉不展地看着马秀琴 不知江湖第一神医 能生死人弱白骨的李莲花 能不能治好秀的病 正说到这里 门外生生传递 李神医道 李神医道 马皇顿时大喜 站起身来振振衣袖 就带道一句久仰久仰 门外有一群人挤了进来 满头大汗的道 李神医道 马皇起道 人呢 人群中有人吆喝道 一 二 三放 只见人群中突然跌下一只大麻袋 麻袋里有人安诱一声 四肢震动 四在麻袋中找不到方向 一人撕开麻袋口子 里面的人才探出头来 苦笑道 惭愧惭愧 在下李莲花 马皇瞠目结舌 怒视他那一群手下 怎么如此对待李神医 下去各打二十大板 随即对李莲花连连拱手 徒孙鲁莽怠慢了神医 请坐 请坐 细看这位赫赫有名的李神医一眼 只见此人年不过二十四五 样貌文雅 不免心里有些满意 颇有神医之下 启禀宝主 是李神医抱住柱子 硬说自己不会看病 不肯跟随我等前来 万两黄金 又被他不小心一脚踢进河里 有个大汗道 属下想钱已经花了 人一定要请回来 所以 所以 马皇板住脸道 所以你就把李神医塞入麻袋 世上哪有这等请客之法 李莲花咳嗽了一声 脸色有些尴尬 那大汗一叠声的喊冤 是李神医自己爬进麻袋里躲藏 属下岂敢把神医塞进麻袋 只不过合力将麻袋提回府中而已 马皇一正 只得挥挥袖子 下去下去 回身对江湖第一神医李莲花 十分和蔼的笑 李神医 这是小犬 劳师动众请神医远道来此 正是为了给小犬治病 从麻袋中爬出来的李莲花 唯唯诺诺 不时微笑 马皇将爱子的病症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也不见神医发问 心里不由暗想 果是绝代神医 秀正装 他皆惜了然于胸 看来我这番口舌倒是白费了 马皇的儿子马秀琴 今年七岁 性格十分怪异 自两岁以后便基本不与人说话 时常自己一人在房中折纸 一张白纸能让他折叠上千次 而不觉厌烦 他很喜欢刘如荆 如一日有说一两句话 必是和刘叔叔有关 时常在刘如荆房里玩耍 却很少或马皇在一起 马秀琴看了李莲花一眼 轻轻伸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顶 李莲花伸手一摸 头顶上挂着一根麻丝 连忙拿下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马秀琴却转过头去 目光悠悠地看着窗外 不知是看见了什么东西 那是李莲花和马秀琴的初会 当日下午 李莲花或马皇喝茶之际 马秀琴到刘如荆房中玩耍之时 马夫人寻子而去 却发现马秀琴满身嗜血 站在刘如荆门口 而刘如荆床上房里鲜血处处 床檐留着一只自肘而断的右手臂 地上一截断发浸泡血中 刘如荆却已不见了 隔日下午 刘如荆新年好友王忠和张到达马家堡 李莲花说受到惊吓握病在床 一时间马家堡诸事忙碌 惊恐疑惑等等情绪笼罩众人头上 这雍容庭院似笼罩着一层诡秘之气 令人十分不安 就在王忠和张抵达马家堡当夜 马夫人突然病倒 昏迷不醒 李莲花一卧病在床无法救治 马皇连夜请了大夫看病 说像是中毒 若无谢药 情势危疑 尚未等马家堡传口气过来 第二日早晨 马家堡婢女发现马皇与马夫人 并肩躺在床上 两人都已弃绝身亡 房里物品完好无损 房门紧闭 但马皇身上被人用利刃猛砍右臂 只是砍了树下未砍下来 右臂仍旧连在身上 房里又是遍地鲜血 河流如今被害的时候一模一样 奇怪的是只有马补主被利刃砍伤 而马夫人却毫发无损 而且看情形 马皇被人乱刀重砍之时早已昏迷 即使右臂被砍到筋骨尽碎 却也没有挣扎抵抗的痕迹 马家堡自清晨以后一片混乱 若说昨日仍是惶恐 今日则是惊恐 甚至有些仆役逃出宝外 几位马皇的弟子却争权夺势起来 四平八稳数十年的马家堡 这一日终是出了惊天大事三日之内 堡内护院 堡主 堡主夫人死于非命 死状十分相似 莫不是刘如今死后化为厉鬼 来向堡主夫妻索命 此事被江湖传为马家堡 有断壁鬼案 短短数日之内 江湖中众说纷纭 二无头苍蝇 三哥 王中已在马皇夫妇横死的主房之内 站了许久了 你说二哥真的已死 他看着仍被血迹染红的大床 没见到尸体 只有一只手 怎知他是死是活 我总不信二哥已经死了 紫衣人和张淡淡地道 你想说老二没死 他杀了马皇夫妇 王中置了一下 当年他就与马皇不和 和张黑了一声 就算他和他小师弟不和 老二对他师父忠心耿耿 绝不可能做下这种惨事 你不想认老二已死 竟想拿马皇被杀 证明老二没死 这十年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王中残残的也知自己胡思乱想 以刘如今那忠烈皮姓 就算有人要杀马家宝保主 他也必判死相救 绝不可能杀人 马家宝正混乱得很 也无人来理睬他二人 何况和张乃是不投 在凶案发生之处查看 自使无人敢阻拦 两人把房间内各项事物 一一细看 房内事物出奇的有条不紊 没有一样有意 何章道 这行凶之人 如果不是真的 没有动过房里任何事物 就是对这房间十分熟悉 话说到一半 却有人在门口道 啊 那个抽屉 何章一回头 只见一人站在门口 以好声抱歉的目光 温和地看着他 那个抽屉 一句话还没说完 何章和王中同时脱口而出 门主来人更加欠然地 摸着自己的脸 啊 在下李莲花 听人说和失踪的四顾门 门主李相仪长得十分相识 其实在下年幼之时 并非这副模样 他走进房里 看着满地血痕 有些毛骨悚然 十二岁那年摔下山崖 被一位无名老人所救 摔下山崖后 被山石毁了相貌 那老人施展绝代医术 将我的脸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很好脾气地微笑 在下的医术 也是和那无名老人学的 李莲花平生不打狂语 王中和何章 江信江仪 此人虽然和四顾门主 李相仪长得十分相似 却不及李相仪冷酷俊美 言谈举止更是相差甚远 不免也信了几分 他们却不知数个月前 李莲花对他和李相仪 长得一模一样的解释是 他和李相仪是同胞兄弟 李相仪本名叫做李莲碰 从小给了无名老人做一子 何章对着李莲花的脸看了许久 直至他看出李莲花和李相仪 确实有些不同 方才淡淡地道 你刚才说什么 李莲花道 那个抽屉上的锁对了六个字 何章顺着李莲花的目光看去 只见房内床边的柜子下 有一排抽屉 上面都挂着转子锁 那童锁是一条圆形的滚筒 上面套了七个环 每个环上都有四个不相干的字 要能将七个圆环上的字 每一行都对成诗句 锁便能打开 这是当下一种很流行的巧锁 那柜子最底下一个抽屉的转子锁 七个字对了六个 一眼可以认出 那是一首很流行的诗歌 云母屏风竹影身 长河渐落小星辰 长额英辉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新 而锁上第四个圈 风 落 毁 天 没有对上其他六个字 锁没有被打开 何章走过去很仔细地看着那锁 王中却是个粗人 完全看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说有人想开这个抽屉 李莲花忙道 我没说 我只说那七个字对了六个 何章缓缓地道 这很难说是有人想开锁 没有开进去 还是开了以后来不及把它弄散 不过七字已对了六字 要说没有开锁 实是不大可能 我想这开锁之人 应是已经拿走了抽屉里的东西 他轻轻拉开抽屉 抽屉里只有一叠空白信间 果然并没有留下什么引人觊觎之物 李莲花瞄了那抽屉一眼 正带说些什么 何章伸手入内 拿出那叠信间抖了抖 里头什么也没有 整叠信间都是新的 王中在房内游牧四顾 这房间在事发时是虚掩着的 可见凶手是由大门出去 不知为何却无人发现 李神医以为何章缓缓地道 马夫人前日的中毒 与被杀之事有无关联 李莲花的目光也在房内缓缓移动 文言盲道 有关联马保主夫妇如此死法 加上马夫人前日中毒昏迷 我想马保主之所以任人宰割 只怕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王中动容道 中毒 何章了点头 何马夫人被同一种方式下毒 中了同一种毒 她昏迷之后 有人再砍了她的手臂 以至于没有挣扎痕迹 李莲花在一旁连连点头 问道 不知是中了何毒 何章一正 你看不出来 李莲花未知语色 顿了一顿 啊 也不知在啊些什么 王中奇怪地看着她 你是神医 你看不出她们中了什么毒 李莲花顿了一顿 那是一种绝世奇毒 何章点头 不是绝世奇毒 也毒不倒马皇 只是奇怪 是谁存心毒死保主夫妇 又是谁有这种手段 能连下两次毒药 竟然都能隔手 李莲花慢慢地道 不是两次 说不定是三次 王中一领 正是 李莲花喃喃地道 这件事 真的奇怪得很 她望着墙壁上 未被洗去的血迹 那一条条灰刀石 溅起的血线 自幼而左 横贯床后的白墙 正发呆之间 突然窗外有 铜声悠悠的唱歌 螳螂吃了蜻蜓 蜻蜓吃了乌银 乌银吃了蜗牛 蜗牛吃了芥菜花 螳螂也不见了 蜻蜓也不见了 蜗蜓也不见了 蜗牛也不见了 不知为何 乃生乃气的同音 房内三人都听得 一阵毛骨悚然 马家这个 痴痴呆呆 不与人说话的孩子 七岁的小孩童 说不定他那双眼睛里 看得见的比成人都多 只是他不懂 螳螂吃了蜻蜓 蜻蜓吃了乌银 乌银吃了蜗牛 蜗牛吃了芥菜花 螳螂也不见了 蜻蜓也不见了 蜗蜓也不见了 蜗牛也不见了 马秀琴在爹娘的门外 自己一个人玩耍 还没有人告诉他 爹娘已经死去 一个红衣小臂 跟在他身后 一路苦劝他吃饭 他就是不吃 只埋头在草丛里 不知捉什么东西玩 这个孩子 其实并非马皇的亲生儿子 王忠突然道 听二哥说过 马夫人是二哥师父的 关门弟子 年轻时美貌得很 他18岁时 和他师父生了私生子 没过多久 师父去世 他嫁给了继承 马家宝保主之位的 师父的儿子 马皇 马秀琴说是 马皇的儿子 其实是 马皇亲弟 李莲花 大吃一惊 马保主 竟肯把兄弟 变成儿子 王忠前 笑一声 这个 或者和马夫人感情深厚 马保主不计较世俗眼光 李莲花仍是连连摇头 稀奇 稀奇 不通 不通 合章淡淡地道 这是知道的人不少 听说马皇从不会言此事 而且对马秀琴宠爱得很 王忠笑了起来 马皇一死 这孩子就成了保里少主 看他几个师兄那副嘴脸 很难放得过 他一个他自尚未说出口 陡然听见屋外 嗖的一声饥簧之声 合章将信间握成纸团弹出 纸团和自远处设来的 一点小小事物相撞跌落 王忠和合章十年不见 仍是配合无见 在合章纸团弹出的瞬间 已经穿窗而出 拾起那枚事物 扬声道 飞与剑 合章在窗口凝视 丝毫不觉的马秀琴 慢慢地道 难道是谁和马家宝有仇 居然连这七岁孩童也不放过 李莲花眼跳飞与剑射来的方向 马皇夫妇的居室门外 是个池塘 池塘边花木茂密 种了许多柳树 柳树之后几条小径 通向马皇几个徒弟的居所 徒弟们的居所之后 便是仆人婢女的房屋 这剑自花木之中射来 其后又是数十间房屋 各处出入口又未封闭 搜寻起来困难重重 这时王中已使着飞鱼剑回来 他仔细端详那只剑 眉头紧皱 这何章伸手接过 这两人的脸色都是相当沉重 这是二哥的暗器 李莲花奇道 刘如今不是死了吗 王中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二哥惯用的暗器 何章却比他想深一层 这是老二的暗器 却不是出自老二的手 李莲花吓了一跳 为什么 何章道 老二使用飞鱼剑已有数十年 他绝技不会用激黄激发这种暗器 飞鱼剑长两寸三分 种一钱有七 这种暗器就算是铜海也制得出去 怎会使用激黄 这射箭之人必定不善暗器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个也有些道理 王中却看着马秀琴道 这孩子危险得很 何章点头 不知是谁砍了老二的手臂 杀了马皇夫妇 如今老二失踪 马秀琴危险 不如召集马家宝上下 封锁宝内各处出入口 对个人一一细查 同时可保马秀琴安全 王中虚了口气 如果那凶手坚持要杀马秀琴 咱们也可望中捉鳖 李莲花连连称事 突然问了一句 如果凶手是刘如今的鬼魂呢 王中和何章都是一阵 李莲花已接下去难难自语 万万不可能 万万不可能 两人面面相去 这位江湖神医怕鬼之色 一只眼表 两人心下皱眉 和张淡淡地道 听说李神医身体有压 不如早些回去休息 李莲花如蒙大射 回身一脚踩出门槛 才想起客气道 在下偶感风寒 还是回房休息了 李莲花一溜烟跑了 王中已忍不住道 此人神医之名江湖流传 不料本人如此胆小荒唐 何章哼了一声 据我江湖眼线所报 李莲花号称能起死回生 其实不过七世道明 被他从阎罗王那里 救回来的诗文诀 和贺兰帖都是他密友 那两人根本就是诈死而已 世上绝无人 真能起死回生 此人七世道明 贪生怕死不学无术 带马家保释了 我定要亲手把此人 交到佛比白石受些惩罚 何章既然是捕花二倾天心腹 他的话自然极有分量 马家保很快关闭四处出口 个人在房中待命 何章带领马皇的几名徒弟 自房间一一搜去 除了搜出一些仆人偷窃的财物 婢女偷情的信件 以及懒得唤喜 压在床板底下的一些臭袜 臭裤衩之外 个人神色如常 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当夜宝内个人不准四处走动 庭院之中寂静异常 何章亲自巡逻 马家保内逢有风吹草动 她必赶去一看究竟 一夜无声无息 似乎平静得很 李莲花在自己房里睡觉 这一夜天气凉爽 吵架赌博之声又少 她睡得十分舒畅 正梦到老鼠和蜗牛打架未果 约了两年十个月之后再来 突然被人一阵摇晃 吓得她坐起身来 有鬼 睁开眼却是王忠 只见她脸色惨白 满头是汗 李莲花 快起来 何章受人暗算昏迷不醒 你可能救她 李莲花大吃一惊 她是真的大吃一惊 何章的武功 在四火银枪之中名列第一 在补花二青天手下多年 绝技是办案经验丰富 目光如炬的主 更何况何章本身性格冷漠沉稳 多疑且不好奇 他居然也会受人暗算 这马家宝中隐藏的杀手 显然比他想象的 更为神通广大 何章怎么了 王忠一把将她从床上提起 大步奔向客房 不顾马家宝中人纷纷侧目 将李莲花丢进何章房里 我半夜还和他分头寻查 早上寻到花园 突然看见他倒在地上 全身火烫 两只眼睛还睁着 却说不出话来了 李莲花在何章身上一摸 王忠出去 王忠愕然 只见李莲花抿起了嘴唇 出去 他尚未领悟过来 人不知为何已出了房门 只听李莲花碰的一声 关起门窗 已把自己和何章锁在里面 脸色冷漠的李莲花 真的很像门主 王忠呆呆地站在门口 脑子里一时空白 等到他想起不知李莲花 把他赶出来在里面做什么 举手想推门的时候 却出乎意料地不敢推了 李莲花和张所说 七世道名的江湖神医 到底是能救人 或是不能救人 他把他赶出来做什么 难道他的救命之术 是不可告人的 又躺或是真的有独门秘书 不肯给人看见 房门紧闭 里面寂静无声 三牙印 过了一盏茶十分 房门就已开了 王忠王李一探 只见何章的脸色 已有些红润 李莲花手忙脚乱地 正在收拾一些什么 银针 药瓶之类的东西 王忠本是个直性子 这时却从心里冒出一个疑问 房里没有食水 他那许多药瓶里的药 难道都是外敷的不成 何章身上却没有伤口啊 这一问一闪而逝 他问 三哥怎么了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中了一种绝世奇毒 王忠忍不住问 究竟是什么毒 李莲花却调转话题道 他的气血已通 只是余毒未清 可能要过几天才会醒来 王忠咬牙切齿 到底是谁 竟然能暗算到三哥头上 我就不信这马家宝里 真的有鬼 李莲花指的指和张的手指 慢慢地道 何大人也不是白白受到暗算 至少我们知道杀人的东西 不是刘如今的鬼魂 王忠仔细一看 和张的右手为止上 有一排极细极细的牙印 浅得几乎看不出来 就像背线勒了一圈留下的痕迹 这是什么 李莲花的表情和他一样茫然 我不知道 王忠细看许久 这好像是 什么小虫小兽的牙印 李莲花欣然赞美 王大侠目光如炬 王忠皱起眉头 他向来不善思索 想了许久 才又道 难道在马家宝里杀人的是一种奇怪的小虫 其实并非有人要杀马家满门 而是偶然被毒虫咬了而已 李莲花道 这个 这个 王大侠此言诧异 昨日你我都看见了 有人按键偷袭马秀琴 如果是小虫毒死马皇夫妇 难道小虫也会发暗器不成 王忠苦笑 我的脑子不成 三哥又倒了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马皇那几个徒弟笨得像驴 只怕比我还不成 看来势必要请佛 比白石比丘先生到此一行了 李莲花却似没有听到他的丧气话 王大侠 你在马家宝可曾见到很大的会飞的虫子 王中摇头 最多不过见一二只飞蛾 李莲花撇了和张的伤口一眼 这牙印虽然细小 但是既然能咬住尾指一圈 这东西的头至少也比手指大些 所以并不是很细小的虫子 他既然咬到了和大人的手指 如果不是他会飞 或者和大人扶在地上爬 那么就是有人 有人让他到和大人手上去的 王中一拍大腿 有道理 李莲花斜眼看他 你可曾见到这里有巨大的会飞 又会咬人的虫子 王中连连摇头 这点三哥在封闭马家宝的时候 已经想过 问过管家 这里没有什么奇怪的花草 也没有害人的毒虫 顿了一顿 他很迷惑的道 有人一使毒虫杀害马宝主夫妇 有人砍断二哥和马宝主的手臂 有人暗杀马宝秦 这些事实在古怪的很 宝里有谁 有能一箭砍断刘如荆手臂的武功 有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饲养毒虫 为何下毒之后 定要砍人手臂 又有谁要杀马宝秦 虽然说马皇已死 马宝秦就是宝主 但在这时杀死马宝秦 对凶手并无好处 连杀四人实在过于凶残 马宝秦若死 无论是谁登上宝主之位 都可疑之极 难道凶手想不到吗 马宝秦不过是个痴呆孩童 杀之无用啊 李莲花愁眉苦脸 王大侠聪明绝顶 目光如炬 王大侠想不通的事 在下自然是更想不通了 两人看着病况 已有好转的合章一阵 不约而同叹了口气 王中突道 三哥说你是七世道明之辈 我看到是未必 李莲花残残道 过奖 过奖 这时晨光已渐渐消退 阳光温和如续 照的窗外一片清清脆绿 倒是一点不似隐藏 有杀人凶手的地方 两人被杀 一人失踪 一人昏迷 马家宝里的神秘凶手 依然毫无头绪 庞扶只是一只幽灵 漂浮于晨曦薄雾之中 那日下午 一只蝴蝶加另一只蝴蝶等于多少 李莲花拿着两只用白纸折出来的蝴蝶 微笑问马秀琴 马秀琴低头玩自己的手里 折了千百次的白纸 对李莲花的问题充耳不闻 李莲花再拿起两只折纸螳螂 一只虫加另一只虫是多少 马秀琴不理不睬 李莲花仍然带着满脸笑意 把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都拿在手里 两只虫加另两只虫等于多少 马秀琴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这孩子的眼睛很黑 但说不上灵气 脸蛋长得像妈妈 是个十分清秀的孩子 只听他静静地说 一只 李莲花说 两只虫加另两只虫是四只 你看一 二 三 他指着手里的折纸 马秀琴却不再看他 很安静地玩自己的白纸 马皇一共有三个徒弟 一个叫张达 一个叫李斯 一个叫王武 这三人在马皇门下多年 张达是大师兄 李斯排行第二 王武最末 武功文采而言 三人不相上下 脾气却是一样鲁莽极躁 眼见李神医花了整整一个早上 折了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 又花了一个下午红马秀琴说话 终于忍无可忍 张达道 李神医 师父师娘定是被李斯谋害 等和大人醒来 你定要在他面前说个清楚 李斯大声嗤喝 胡说八道 我哪里谋害了师父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师父 倒是你那天晚上半夜三更路过师父门外 我说明明是你最可疑 张达怒道 我只是去茅测 难道半夜那集不许人上茅测 上个茅测就谋害师父了 王武却和李斯一唱一贺 大师兄你说二师兄谋害师父 口说无凭 但是你半夜三更上茅测路过师父门外 我也是看见的 张达大怒 李斯你得知了师父和师娘的秘密 怕师父师娘杀你灭口 所以先下手围墙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一点点算盘 你只当师父一死 就没人知道你的阴谋诡计 莫忘了世上还有我张达在 什么秘密 在三人浑然望我的争吵怒骂之中 有人很好奇地问了一句 三人一呆 方才发觉身边尚有李莲花在 李斯仗红了脸张达指着她的鼻子 她知道了师父和师娘的秘密 上次喝醉酒李斯这小子说 她无意中听到一个惊天的秘密 只要我出三百两银子 她就卖给我 李莲花的目光转到李斯脸上 李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那是我喝醉了胡说 我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 李莲花移了一声 你酒品不好 李斯碰的一声一掌拍在桌上 怎见得我酒品不好 我武功虽然不行 喝酒却是好手 李莲花道 你酒后胡言乱语 李斯大怒 指着王武的头 你叫这小子告诉你 马家宝里论喝酒 酒量 酒品 老子称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李莲花道 奇怪了 你不是说你喝醉了会胡说 李斯一呆 张达幸灾乐祸地看着她 说漏嘴了吧 还是老老实实地招供 你到底知道了师父师娘什么秘密 李斯瞪眼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满面欠然 似乎方才几句全然出于无心 僵了一会儿 李斯颓然坐了下来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曾经和师父喝过一次酒 说到此处 他停顿了很久 才小心翼翼地往下说 师父说 师父说虽然他很爱师娘 但总有一天他要杀了师娘 张达和王武大吃一惊 什么 李莲花也很惊奇 为什么 李斯道 因为师娘知道师父 师父 害死了师祖 啊 张达和王武都是全身一震 双目大睁 师父害死了师祖 李斯前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是不是师父喝醉了说胡话 师父好像说 虽然他是师祖的儿子 可是师祖却对刘师叔特别看重 对年轻时的师娘更是宠爱有加 他虽然是儿子 却最没地位 师祖打算把马家宝传给刘师叔 师父和师祖吵了起来 师手把师祖从屏布崖上推了下去 李莲花满脸惊骇 似被这故事吓得全身发抖 娜娜娜 马夫人看见了 李斯苦笑 我不知道 师父只说师娘知道 看着几人的眼神 他又连忙道 可是我听过就算了 对谁我都没说 师父酒后胡言乱语 师父对师娘痴情 是秀琴如己出 江湖上谁都知道 李莲花啊了一声 当然 当然 对了张大侠 他突然岔开话题 问张达 出师那天晚上 你路过马堡主门外去茅厕 可有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张达摇头 我走过去的时候 宝主房间里灯还亮着 宝主抱着秀琴在玩呢 什么事也没有 李莲花的目光转了过来 看着李斯和王武问 那么那天晚上 你们不睡觉 跟在张大侠后面 又是在干什么 李斯和王武大吃一惊 王武连连道 没有 李斯想了半日 才憋出一句 你怎么知道 我们跟在大师兄后面 李莲花极认真的解释 从你们住的房子 到马堡主门外 有许多花树柳树 前几日月色不好 要不小心看见张大侠 路过马堡主房门口 去上茅厕 似乎不大可能 何况是两个人都看见了 如果在房间里 不大可能看见 那说不定 就是跟在后面 李斯和王武面面相去 王武吞吞吐吐的道 其实我们 不是去跟踪大师兄 我们是 李莲花问 什么 王武鼓足了底气 闷了老半傻 突然惊天霹雳般地 说了一句 我们是看见了 刘师叔的鬼魂 李莲花大吃一惊 看见了刘如今的鬼魂 张达张大了嘴巴 何不拢嘴 李斯见了李莲花的神色 连连咬手 是王武看见的 我没看见 我只看见大师兄在花园里 是王武非说 看见刘师叔了 王武又憋了半天 又说了一句 真的 我看见刘师叔的鬼魂 在外面飘了一下 不见了 第二天师父师娘就死了 李莲花煞时愁眉苦脸 刘如今的鬼魂 我怕鬼 大大的怕鬼 这世上怎会有鬼呢 正说到这时 马秀琴转过目光看了他一眼 李莲花连忙对他露出一个笑脸 两只虫加另两只虫是几只 马秀琴这次没有避开 迟疑了一会儿 用他细细的孩童声音 轻轻地说四只 李莲花赞道 好聪明的孩子 四捉鬼 马皇夫妇被害的第四天 何章仍旧昏迷不醒 王忠急躁不安 若是面前有个敌人 他早已冲上前去搏命 只是这害人的凶手 却不知究竟藏在哪里 两日空坐房中 他双眼布满血丝 无法入眠 李莲花却整日和马秀琴在一起 捉蝴蝶钓鱼折指 盗似马家血案和他全然无关 王忠本来心下甚是不悦 但是李莲花本是马皇请来给马秀琴治病的大夫 他又说不出李莲花陪着马秀琴玩耍到底有何不对 只有心下越发愤懒而已 这一日 马家宝已闭门三日 家中新鲜瓜果已嫌不足 如果再查不到凶手 势必打开大门 如此一来 闭门秦琴的努力便复之东流 而自从何章被害之后 宝内安静了几日 众人惶惶不安 却未发生新的事件 第四天渐渐地过去了大半日 这日天气出奇地好 到傍晚时分 晚霞耀目灿烂 直映的整个马家宝都似金光灿灿 人人脸色都好看了些 彭腐诡异可怖的日子当真已经过去了 王武正在庭院小池塘边练舞 他人比张达和李斯奔些 用功却更勤勉 如若不是马皇指点徒弟的本事 不怎么高明 说不定他真算半个练舞的材料 哈黑虎掏心哈猴子捞月 王武练一招便鹤一声 倒也虎虎生风 十分可观 秃的草丛中有什么东西 微微动了一下 王武一领 顿时停了手 什么人在那里 草丛中静悄悄地 毫无声息 王武秃得想到马皇夫妇的惨状 胆子寒了起来 心里想迈开大步过去贺一声 谁 却说什么也不敢过去 将了半日 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 轻轻地丢过去 啪的一声 那石头跌进了草丛中 顿时嗡的一声 一群苍蝇自草丛中轰然而散 王武探头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惨叫一声 哎呀 掉头就跑 杀人了杀人了 来人啊 等王中和李斯等人赶到的时候 却见李莲花已经对着那沾满苍蝇的东西 看了很久了 他和马秀琴本在池塘的另一边玩耍 现在马秀琴已被奶娘接走 王中大步走来 问道 是谁被杀 李莲花不知正在想些什么 阿的一声被他吓了一跳 什么 什么人被杀 王中起到 王武那小子说又有人被杀了 在哪里 李莲花指着草丛中的东西 这里只有一截手臂 王中凝目一看 草丛中果是有一截断臂 那断臂上沾满苍蝇 似乎已断了大半天 颜色惨白 而断臂的主人却不知在何处 和刘如京坊里的情形赫然相似 人呢 这是谁的手臂 李莲花心不在焉的道 这是女人的手臂 李斯和张达对那手臂看了半日 突然醒悟 这是小红的手臂 李莲花起到 小红是谁 张达道 小红是伺候秀琴的婢女 夫人的陪嫁 王中恍然 是那位追着马秀琴喂饭的小姑娘 怎么会有人向她下毒手 去小红房里看看这丫头在不在 张达吩咐其他仆役去找人 如果没人 把那丫头的房间给我从头到尾搜一遍 李莲花却道 这里还有东西很奇怪 几人仔细一看 只见断壁之旁 吊着一些形状奇特颜色古怪的东西 像是什么东西的内脏 气味甚是腥臭 苍蝇却不大粘在上面 只有一只四角蛇叼了一块 很快消失在草丛里 张达陈吟道 这丫头怎么会拿着这种东西到这里来 去叫个厨房师傅过来 我看这像鱼 蛇 鸟移类东西的内脏 李莲花摁了一声 可是他不沾苍蝇 抬起头东张西望了一阵 练功后愿草木清脆 除了池塘之外 尚有竹亭古井 他突然移了一声 池塘边也打水井 李斯不耐得道 那口井不知是谁打的 十几年前这池塘比现在大得多 那时井里还有些水 现在水干了一半 井里早已哭了 李莲花啊了一声 我明白了 众人一正 你明白了什么 李莲花道 原来这里过去就是刘如荆 张达 李斯和王武的住所 那边就是马堡主夫妇的住所 这里就是马堡主夫妇门前的那片花树林和池塘 众人面面相去 王中忍住火气 在这里咳嗽一声 你在这里住了几日 还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李莲花欠然道 这个 宝里小路转来转去 这里和从马堡主房里看起来不大一样 张达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滴滴地道 简直蠢得像头猪 却听李莲花继续道 那就是说那只飞鱼箭也是从这树林里射出来的 王中忍林 正是 他望了眼对岸 沉声道 那只剑射向对岸 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射出 李斯的脑子转得比较快 那就是说这块地方很可疑 李莲花道 这里有鬼 王中皱眉 胡说八道 世上若真有鬼 那些大奸大恶之辈 岂非早就被鬼收拾了 怎会有冤案存世 你身为当事名医 岂能说那无稽之谈 李莲花却很认真 坚持道 这里有鬼 一定有鬼 王中大声道 鬼在何处 我说必是马家堡里有人饲养毒物 刺激害人 张达凉凉的道 王大侠 我等也知 保里有人是凶手 但是到底是谁害死师父 你可知道 王中为之语色 恼羞成怒 难道你便知道 李莲花咳嗽了一声 打断双方争执 微微一笑 我知道 你知道 众人诧异之余 不免带了几分轻蔑之色 李莲花正色点头 我确实知道 谁是凶手 李莲花却道 谁是凶手 等我捉到鬼以后就知道 王中其道 捉鬼 李莲花微笑得很愉快 这里有鬼 等我捉到喜欢砍人手臂的鬼 大家不妨自己问他 到底是被谁所杀 如何 众人瞠目结舌 将信将疑 却见这位江湖神医 打了个哈欠 捉鬼的事 夜里在说 倒是秀琴少爷 大家千万看好了 马堡主生前将他交托于我 我万万不能令他失望 那些内脏经厨房师傅辨认之后 认出是鱼内脏 之所以苍蝇不沾 却是因为昨夜做了河豚 河豚的内脏有毒 可见这些鱼内脏 必是从厨房中来 小红房里并未有什么可疑之处 他却也失踪了 自早晨至今不见踪影 自然无法判断 他是否少了一截手臂 众人听后 也未想出什么端倪 晚饭之后 李莲花仍旧霍马秀琴 在一起玩耍 众人等了又等 要等他捉鬼 却只觉月亮越升越高 自己越来越困 那神医仍旧霍马秀琴再折指 终于在三更过后 如张达李斯等人 在心里痛骂自己是投猪 竟会相信李莲花之余 回房去睡觉 至于夏王忠和王武 仍等待着李莲花捉鬼 王忠是因为他本就睡不着 而王武却是有些相信 李莲花真的会捉鬼 三更过后 四更初起 李莲花终于有些动静 秀琴 跟我来 他这五字说得分外温柔 马秀琴微微震动了一下 往后躲了躲 李莲花凝视着他 柔声道 跟我来 马秀琴默默站了起来 李莲花拉着他的手 往练武场那一大块树林池塘的草地走去 王忠和王武都觉古怪 距离武杖遥遥跟在后边 此时天色已不若方才漆黑 前边两个人越走越深 竟是笔直往池塘走去 王忠正在暗想 莫非池塘里有什么古怪 一念未必 突听李莲花碍诱大叫一声 仰身倒了下去 王忠王武亥然 莲王拔布赶上 却见树林中一件事物 呼的一声比他们还快已落身池塘边 陡然夜色中亮起见光如雪 一见突来 一颤之后 翁的一声往李莲花肩上砍下 王忠及时赶上 大鹤一声助手 双指在剑刃上一点 那东西常见脱手 转身就逃 李莲花却从地上爬了起来 刘大侠且刘布在下并未中毒 王忠正是和那东西照了一个正面 同时脱口惊呼二哥 王武也惊呼道 刘师叔 那灰剑向李莲花砍下 而后逃串的人 正是断了一臂的刘如京 被几人叫破身份 刘如京终是停了下来 看了王忠一眼 神色甚是复杂 十分激动 也很黯然 我 王忠大步向前 一时间他一把马家宝血案全膝忘却 一把抓住刘如京的肩 二哥 十年不见 你过得可好 李莲花从你地里爬了起来 带着微笑站在一旁 只听刘如京低沉地道 我 爱 我 他突地抬起头看了李莲花一样 李神医酷似门主 方才我差点认错了人 不过 李神医怎知 我并非想杀人 李莲花拉着马秀琴的手 却道 这里危险得很 可否回大厅做作 刘如京点了点头 王武却满脸惊骇地看着他 刘师叔 你没死 那就是说那天晚上我当真看见你了 你 你杀了师父 刘如京黑了一声 你师父虽然不成才 刘某还不屑杀他 你问王忠 当年我四虎银枪是何等人物 四顾门下五小人 马师弟行事糊涂 人却并不是太坏 我没有杀他 他若没有杀害马皇夫妇 却为何躲躲闪闪 又专门砍人手臂 几人返回厅堂 李莲花仍握着马秀琴的手 坐下之后 王忠看着刘如京断去半截 包扎之处仍有鲜血的手臂 苍然道 二哥 究竟是谁伤了你 你又为何要砍人手臂 刘如京缓缓地道 关于凶手 我也是意外的很 他台幕看着李莲花 不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 李神医究竟是如何知晓 你又怎知我砍人手臂 是为救人 而非杀人 王忠和王武奇道 救人 刘如京点了点头 凶手一使的毒物剧毒无比 一旦中毒 如不立刻砍去手臂 只怕没有几人挨得过一两个时辰 王武骇然道 是什么毒物如此厉害 凶手到底是谁 王忠也是心理惊害之极 原来手臂并非凶手所砍 刘如京砍人手臂 竟是为了救人 凶手是谁 刘如京凝视着李莲花的脸 凶手是 李莲花微微一笑 把马秀琴往前一推 凶手在此 王忠和王武这下当真是大吃一惊 起声道 这个孩子 怎么可能 李莲花叹了口气 关于这一点 我也是不敢相信了很久 不过他已经七岁了 七岁的孩子 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 懂得多得多 但无论懂得多少 他仍是个孩子 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事 也正是因为 他还有许多事不懂 秀琴 你说是不是 马秀琴低头 握着白天李莲花 给他折的一只小猪 安静的脸上 突然流露出些微惊恐之色 咬着嘴唇 没有说话 刘如京盯着马秀琴 秀 我对你如何 你很清楚 我到现在还没有问过你 那天你为什么让那种东西咬我 马秀琴微微缩了缩身体 显得有些害怕 刘如京立声问道 为什么 马秀琴躲到李莲花身后 过了两久 终于细细地道 因为 刘叔叔要教我读书练舞 我不爱读书 刘如京气急返校 只是因为这种理由 你很好 很好 马秀琴牢牢牢抓着李莲花的衣裳 娘说不管是谁 只要爱了我的事 都可以杀 王中和王武不住摇头 刘如京问道 你为何连你娘都杀了 马秀琴抿嘴 他看见了 刘如京冷笑道 看见你养的那种东西了 那你爹呢 你爹虽不是你亲爹 你为何连他一起毒死了 马秀琴突然大声说 他才不是我爹 娘说他害死我爹 王中忍不住道 那何章呢 马秀琴目中闪过金黄之色 他 他要抓我 李莲花拍了拍马秀琴的头 温言道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接下来叔叔听你说 马秀琴一贯平静冷漠的小脸上 金黄之色更显 突然嘴巴一扁 抓着李莲花的衣裳 眼泪汪汪竟哭了起来 我想娘 呜呜呜 我想爹 呜呜呜呜 几人面面相去 极度诧异 愤怒之余 也敢侧然 五四脚舌 李神医是如何知道 秀便是凶手 刘如今问道 我在被信的毒物咬伤的时候 仍然不敢相信他要杀我 王中长须一口气 仍然瞪着马秀琴 就算让我看见了这玩杀人 只怕也不会相信 王五看着那七岁孩童 韦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竟是待在当场 满面的不可置信 李莲花看了马秀琴一眼 叹了口气 我可不是神仙 一开始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刘大侠没有尸体 不能说已经死了 他的手臂多半是他自己砍的 还有 刘大侠砍断手臂的时候 马秀琴一定是看见的 王中问道 何以见得 李莲花道 因为右臂断了半截 头发也断了 那证明那一件很显 如果马家宝内真有如此高手 能一见将四虎银枪流如鲸 伤成如此模样 他怎么能让刘大侠逃脱 又怎么可能放过在场的马秀琴 他是如何进来又如何出去的 马秀琴身上见有鲜血 刘大侠断臂时 他一定就在身旁 否则血从何而来 他只说刘叔叔只剩下一只手了 可没说看到别人 所以我想那手臂多半是自己砍的 顿了一顿 李莲花慢慢地道 可是我难免要怀疑 为何刘大侠要当着马秀琴的面断臂 一个人要砍断自己手臂有很多理由 但是偏偏在一个孩子面前砍断 似乎有些古怪 而后马宝主夫妇中毒而死 又被人砍了手臂 我便想到 一个人迫于无奈砍断自己的手臂 很可能也是因为中毒 马补主被利刃砍伤时 已经昏迷不醒 若是要杀他 为何不砍断脖子或者直刺心脏 而要砍手臂 说不定砍人手臂之人并不是想杀人 而是在救人马宝主夫妇房内 条条血迹自幼而左 马宝主被砍了数件 手臂仍未被砍下 那显是左手所砍 而且持剑的手臂虚发无力 才会砍而不断 他看了刘如荆一眼 想到此处 我便猜到砍人手臂的人 是身受重伤的刘大侠 却仍然想不出下毒之人是谁 但张达却提醒了我 王武啊了一声 大师兄提醒了什么 李莲花微笑道 张达去上茅厕的时候 看见了什么 王武苦苦思索 好像说是看见了师父房里登梅西 李莲花点了点头 他说看见了马宝主抱着儿子玩耍 那就是说 在马宝主夫妇出事之前 最后留在马宝主身边的人 又是马秀琴 王中心里意涵 但也不能仅凭如此 就说这孩子是凶手 李莲花微微一笑 那时我可没有怀疑 马秀琴会是凶手 但是我做了个试验 折了两只蝴蝶和两只螳螂 你们还记得吗 我问两只虫子 加两只虫子等于多少 他说一只 王武道 两只加两只 当然等于四只 李莲花摇头 螳螂吃蝴蝶 两只螳螂加两只蝴蝶 等于两只螳螂 母螳螂会吃公螳螂 两只螳螂最后只会剩下一只 所以等于一只 几人按了一声 都颇绝诧异 李莲花继续道 然后我却说等于四只 马秀琴很快改口说是四只 这证明这孩子绝非痴呆 而是聪明之极 他喜欢折纸 王大侠可还记得 马宝主夫妇房里 那个不知是否被人打开过的抽屉 王中一证 记得 那抽屉上的巧锁七个字对了六个 对此他印象甚深 李莲花露齿一笑 那抽屉里是什么东西 王中脱口而出 信纸 啊 李莲花接口道 不错 空白信纸 是马秀琴常用来玩耍的东西 那个抽屉里没有贵重植物 如果曾经打开过 为何要将它锁上 如果不曾打开过 七个字的诗歌已经对了六个 为何不能打开 我认为如果是常人 最底下的抽屉 如果没有贵重植物 多半不会不厌其烦地将它锁上 而如此繁琐的转子锁 已把六字对齐 怎会打不开 难道开锁之人并不知道那首诗 所以不管是曾经打开过 又小心翼翼的锁上 还是根本没有打开 我都猜测那是一个孩子 几人想了想 刘如今道 有些道理 李莲花慢慢地道 如果摆弄锁的是个孩子 那么也就是说 最近他曾经独自一个人 在那房间里待了很久 此言一出 王武顿时毛骨悚然 痴痴的道 你说他 他在毒死师父师娘以后 还在那房间里待了很久 李莲花莲盲道 我是说曾经 也不一定是那天晚上 马秀琴在他身后 不知何时已不哭了 突然细细轻轻地道 娘躺在床上 我打不开 李莲花闻言 又摸了摸他的头 抬眼看着刘如今 微笑道 虽然马秀琴很是可疑 但是假如他是凶手 他必须有杀人毒物 我却一直没有发现 如此一个小小孩童 能有什么可怖的毒物 直到今天傍晚 小红的断臂之旁 掉了一包鱼内脏 我看到有一只四脚蛇 吃了一块 这包鱼内脏 可是非同小可 里面有河豚之毒 连苍蝇都不敢黏 是什么东西 敢拿它当作食物 我突然想到 难道马家宝杀人的毒物 就是这种形状 普通到处都是的 四脚蛇不成 小红把鱼内脏 拿到池塘边 莫非正是去喂食 而不小心被咬了 马宝主夫妇死后 有谁能驱使小红 做这种事 难道真是马秀琴 这时候我想起一件事 是刘大侠让我确定 马秀琴就是凶手 什么事 王中其道 李莲花小心翼翼地 溜了他一眼 这件事王大人 在清楚不过 你可还记得 那日在树林里 有人用暗器 设了马秀琴一箭 王中点头 那是二哥的暗器 对了 他转头问刘如今 是谁利用二哥的暗器 暗中伤人 刘如今有些尴尬 李莲花微笑道 那本就是刘大侠自己射的 我既然想到刘大侠未死 自然会想到 他重伤之后 暗器不能及远 所以使用了机皇 我想起刘大侠这一件 一切都很清楚 刘大侠被凶手所害 他要杀的人 如果不是凶手 那是何人 那一件不是要杀马氏满门 而是要救马家宝上下数十口 在刘大侠 马宝主夫妇被害之时 马秀琴都在身边 若不是丝毫不加防备之人 何章怎会受人暗算 马秀琴曾独自一人 在马宝主房内待了很久 却居然无人看管 他的婢女小红 已于内脏四养四脚蛇 那四脚蛇不畏剧毒 马秀琴非但不是傻子 还聪明绝顶 第一个被害之人 刘大侠要杀马秀琴 所以马秀琴是凶手 几人常常虚了口气 李莲花一目看刘如今 刘大侠也可告诉我们 你中毒断壁之后 为何躲了起来 刘如今一声苦笑 我突然被咬 那时只以为 马师弟指使秀暗算我 这毒剧烈无比 我只能立刻断壁 从窗口逃出 躲进古井 李莲花微笑道 让我猜个秘密 马家宝里 前窟的古井 可是相通的 刘如今汗手 不错 井下有前窟的河床相连 恰好形成天然通道 夜间我便到厨房 倒些食物 前回房间休息 白天多半留在井底养伤 结果伤痒了两日 那夜出去寻觅食物之时 却看见秀琴 一个人从马师弟房间 走了出来 我觉得很是奇怪 马师弟怎会半夜 让秀琴一个人回房 便到窗口去探了一眼 房中人气息全无 门也没有关上 我冲进房去 想斩下马师弟中毒的右臂 但马师弟已回天乏术 马师妹更早已死去 我在那时才醒悟是秀自己拿定主意杀人 隔日便决定杀秀给马师弟报仇 这孩子尾时太过可怕 只是我重伤未遇 只得急助激黄之力发射暗器 那一剑本该杀了他 却被三弟拦了下来 我下了决心要杀秀 不便与故人相见 所以从古井中避走 躲了起来 王中啊了一声 那位小红丫头也是被你所救吧 刘如今微微一笑 小姑娘被毒雾咬伤 我砍了他手臂救了他一命 现在人还在井下 昏迷不醒 此时王中才突然醒起 对了 那种咬人的毒雾 究竟是什么东西 刘如今也皱起眉头 沉吟道 的确就是一种四脚蛇 只是似乎并不能上墙 也不似水里游的 爬起来不是太快 有些地方是红色的 我也没太看清楚 他停了一下 继续道 他的皮肤有毒 我不过捉住了他 就以中毒 枉我亥然 四脚蛇 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常常看见四脚蛇 也捉住过几次 他的确有些毒性 可是不至于毒死人吧 刘如今摇了摇头 我倒是未曾留意 什么四脚蛇 秀 他凝视着马秀琴 那种东西 你是怎么养出来的 马秀琴静静地不说话 脸上还有泪痕 李莲花道 用小鱼养的 马秀琴歪着头 看了他一眼 目光甚是奇怪 迟疑了很久 终是点了点头 李莲花突然 按了一声 马宝主夫妇 是不是喜欢吃河豚 刘如今点了点头 马师弟是吃河豚 十天半个月 就要做几道河豚菜 厨房师傅 也很精于此道 李莲花 李莲花难难地道 河豚脏腹含有剧毒 这种四脚蛇本身有毒 难道是他吃了河豚之毒 增强了自身的毒性 马秀琴似懂非懂地看着他 突然说 娘说养 思思要用小花鱼 刘如今突然一领 思思 你是说这些四脚蛇 是你娘养的 马秀琴道 娘说如果爹不让我做宝主 就让思思咬他 因为他害死了我真的爹爹 几个大人面面相去 李莲花寒毛直立 汉言道 你娘 教你养的思思 用 用来准备害死 你爹 马秀琴低下头 嗯 刘如今倒抽一口凉气 苦笑道 区区马家宝 宝主之位 竟有如此重要 李莲花却问 秀琴 什么叫宝主 你知道吗 马秀琴呆了一呆 满脸疑惑地看着李莲花 想了很久 宝主就是 想杀谁就杀谁 讨厌的人 都可以杀掉的人 几人再度面面相去 王武眉头深皱 刘如今沉下脸 这些都是你娘教你的 马秀琴静静地不答 李莲花轻轻叹了口气 那你为什么毒死了你娘 我讨厌她 马秀琴这次回答得很快 她看到刘叔叔房间里 有嘶嘶 打我 我讨厌她 当说到我讨厌她的时候 这个七岁的孩子满脸恨意 居然狠毒得狠 完全不见了方才思念母亲的楚楚可怜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也很讨厌我 马秀琴又往她身后躲了躲 没有回答 李莲花难难地道 我猜你也很讨厌我 从两只虫子加两只虫子等于一只虫子那天起 我天天和你在一起 想必让你耽误了很多事 让 嘶嘶们肚子饿了 马秀琴半个人躲在了李莲花身后 李莲花仍然继续自言自语 难怪她咬了小红 秀琴啊 她说到秀琴啊的时候 马秀琴突然从她身后猛地退了一大步 满脸的惊慌失措和不可置信 她的手却已被李莲花牢牢抓住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把死掉的丝丝带在身上脏得很 难可忍 脏不可忍 还是快点扔掉得好 王中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 马秀琴手里打开的竹筒 装着一只已经死去的四脚蛇 那四脚蛇身上长满橘红色的瘤子 不知为何已经死去 李莲花接过马秀琴手里的竹筒 贤雾的远远提到另一边 轻轻搁在最高处的柜子顶上 很愉快地环视了众人一眼 满脸诚挚的倩然对马秀琴道 我只当你身上带有毒药 所以这几天都跟着你 只怕你再向别人下毒 没想到害你几天没办法给这条丝丝喂食 他已经饿死了 真是对不起 王中哭笑不得 马秀琴看着李莲花 目中流露出强烈的惊恐和憎恶 刘如今缓缓地道 我要杀了这孩子 李莲花啊了一声 江湖刑堂 佛比白石已经派人往这里赶来 这孩子交给他们就好 那个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刘如今一眼 难道你也想被他们一并抓去 刘如今怒道 这是我本门中士 是谁通报 佛比白石 李莲花道 不是我 王中只得苦笑 是我 刘如今一正 常常虚了口气 四弟 自从十年前门主坠海失踪 我便发誓 这一辈子绝不原谅那四个人 本门中士 不必佛比白石来管 王中只得继续苦笑 四顾门门主李向怡 十年前与金联盟盟主敌飞升 在东海之上决战 战后二人双双失踪 四顾门在当时已战足上风 但因为李向怡心腹 佛比白石四人指挥失误 导致李向怡孤身一人 于东海之上与敌决战 中坠海失踪 而四顾门大批人马 却攻入了空无一人的金联盟总舵 虽然仍是剿灭金联盟 消除江湖一大祸患 身为四顾门 四虎银枪之一的刘如今 却始终不能原谅 佛比白石四人当时的失策 愤而隐居 虽然事隔十年 佛比白石四人 如今已是声望显赫的当代大侠 他却仍恨之切齿 李莲花溜了两人一眼 忍不住道 李相仪平生罪恨人顽固不化 刘 大侠你何必对十年前的就是耿耿于怀 其实 那个 刘如今冷冷的道 什么 李莲花慢吞吞的道 其实 那个 跌下海的 人 又不是你 他还没说完 已被刘如今立声打断 门主安危 乃是何等大事 云比秋旺称聪明 却犯下天下第一等错事 我刘如今虽非聪明之辈 但今生今世绝不能谅解 李莲花瞠目结舌 李相仪在造念 刘如今怒道 你再不敬我门主 我连你一起杀了 李莲花下的浸若寒蝉 连称不敢 未过一两日 佛比白石果然有人到来调查 有断臂鬼一案 查明确实是马秀琴 因为琐事 妄图用剧毒四脚蛇毒杀刘如今 刘如今断笔逃脱 马夫人却闯入庭院 看见了马秀琴杀人的蛛丝马迹 马秀琴隔了两日又独到亲生爹娘 一则杀人灭口 二则为付报酬 那夜和张下令封闭马家宝 在宝内搜查凶手 马秀琴夜里招呼和张 为她捕捉四脚蛇 导致和张也被毒物咬中 中毒昏迷 而那婢女小红 也在刘如今藏身的枯井中找到 她是黎明之时 去给饿了多日的四脚蛇头时 不慎被咬中毒 自此 马家宝有断臂鬼案已是明朗 刘如今虽然砍了数人的手臂 却是为了救人而非杀人 马秀琴最终被佛比白石带走 刘如今虽然对这孩子满怀震怒憎恨 却终是狠不下心杀她 李莲花对她这妇人之人大大的赞许了一番 口称如是李向一副声想必大大的高兴 这是善良人后 老成持重 绝不残忍好杀等等等等 却被刘如今刻刻气气地请出马家宝 返回吉祥闻莲花楼 一场风波就似如此结束了 何章在李莲花被请回家之后醒来 六扬周慢 何章醒过来的时候 李莲花已经走了两日 刘如今的伤势也已痊愈了大半 王中打算在马家宝多住几日 一则帮助刘如今把马秀琴和马妇人 饲养的那些红色四角蛇杀个前进 二则也和十年未见的兄弟多热和几天 何章已醒过来有一会儿了 却始终沉默 王中和刘如今都有些奇怪 三哥 王中试探地叫道 刘如今也深深皱眉 三弟 可是哪里不是 何章摇了摇头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道 我气血通畅 毫无不适 王中启道 那你为何不说话 何章又摇了摇头 再过了好一会儿 他十分迷茫地道 是谁帮我炼化体内剧毒 我此刻气机通畅 功力有所增进 王中和刘如今面面相去 王中脸色有些变 你说你中的毒是被炼化了 何章点头从床上坐了起来 世上有几人有这种功力 王中苦笑 刘如今脸色大变 是谁帮三弟疗伤 王中道 李莲花 三人面面相去 何章一字一字道 我以练武28年为毒 毒为我疗伤的内功心法 叫做杨周曼 世上若非杨周曼 绝无可能在短短时间内替人炼化体内剧毒 杨周曼正是李向怡成名的内功心法 王中也一字一字地道 他长得酷似门主 刘如今脸色轻铁 难道他真是 三人脑中同时掠过李莲花 盲口称是双眼茫然唯唯诺诺的模样 都是一声苦笑 绝无可能 相仪太监李向怡当年冷俊高傲 俊美无双 不知倾倒多少江湖少女 怎么可能变成那种模样 难道他是门主的晚辈亲戚 或是同门师兄弟 还是亲生兄弟 总而言之 他长得比门主丑 比门主年轻 比门主武功差 对了 他的武功和门主比起来 不只是差 是差差差差差 嗯 差不多等于不会武功 和门主相比 李莲花真是无才无德 无貌无功 无令人信服追随之气 亦无是处 恩恩 亦无是处 绝对亦无是处 他肯定不是门主 明依慧 江湖上提及神医 无人不想到吉祥闻莲花楼李莲花 他那能起死回生的医术 已在市井之间传承的奇迹 话不可能为可能 介乎于神鬼之间 这就是李莲花之所以称神医的原因 但江湖上提及名医 人人皆知指的是 有药无门 公养无门 公养先生 这位公养先生 并非指养公养 而不喜关门 专和亡羊补牢背道而驰 他正是父姓公养 大名无门 公养无门 现年87岁 留着一撮山羊胡子 长着一张山羊脸 个子瘦小 年纪虽已老大 却仍在江湖游荡 与吉祥闻莲花楼 神龙剑手不见尾不同 公养无门 背着个书生背楼 每年随大雁北上南下 年年走的同一条道 江湖中人若是有求于他 只削在路途将他截住 公养无门必定慷慨救人 并且医术高超 数十年来 公养无门 医不活的不过十一人而已 但江湖上若又提及狭医 近几年闯荡江湖的年轻人 必定知道指的是 汝燕神针观和梦 此人与李莲花那等 悬浮于传说之中的神医不同 江湖中甚少有人知晓 李莲花的相貌 年龄武功高低 甚至生辰八字 但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位汝燕神针观辖医 乃是师出名门正派 年龄二十有六 正当风华正茂 相貌英俊潇洒 身高八尺一寸 于戊虚年正月初一生 前途一片大好 并且撂然一身 尚无红颜知己相伴 如今这三位江湖上 赫赫有名的神医 明医 霞医 甚至方氏 少主方多病 朝廷捕花 二青天之花如雪 等等江湖中 声名显赫的人物 居然都聚在了一起 各位神医 明医 霞医聚在一起 自是为了治病救人 而方多病也在一起 正名有热闹可桥 花如雪也聚在一起 那正名发生了一些 需要捕快牙翼插手的小事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江湖上一个叫金满堂的人 得了一场怪病 而金满堂这人 也并没有什么稀奇 他不过是家财 有十几万两黄金 外加三十几万两白银 以及无数 难以估算价格的珠宝而已 一有钱能使魔推轨 方多病已经笑了快要一整天 如果不是他还很年轻 只有二十二三的年纪 可能牙齿也被他笑掉了不少 李莲花和公扬无门 和观和梦见面了 他已整整幻想了六年 这位不会半点医术的江湖骗子 终于要踢到铁板 遇见真正的神医 这回看李莲花要如何扯迷天大谎 如何不让人发现 他是个伪神医 方多病 二十二岁 武林大家方氏的大公子 名号多愁公子 和吉祥文莲花楼中 那位神医李莲花是六年的老友 如今正坐在金满堂府中的迎仙殿 正中太师椅上 看着对面的人爽朗的大笑 口称久仰官侠一大名 坐在方多病对面的少年男子 长袍缓带 面目俊美 和骨瘦如柴苍白瘦弱的 方大公子大大不同 的确是明珠美誉般的的少年英雄 闻言观和梦长身而起 对方多病一一 恭恭敬敬的道 不敢不敢 方大公子文采风流 在下如雷贯耳 方多病呛了一口 继续满面春风的笑着 转向身侧的一位貌若山羊的老者拱手 久仰公羊前辈大名 坐在他身侧身高五尺 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如他一般骨瘦如柴的老者 便是有药无门 公养无门 公养无门 年纪虽老 却是最先到金府的一个 他来了一日 花如雪 因为温州金灵剑董灵 猝死金府一事登门调查 听闻金满堂得病之后 邀请观和梦和李莲花 为金满堂治病 而观和梦到达两日之后 李莲花才被方多病拖曳而来 几人到达金府的时间不一 前后莫约相聚五日 比起观和梦彬彬有理 公养无门只是对他掀了掀眼皮 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什么 方多病不知不觉啊 乐一生 公养无门突地道如你这般根骨 六十岁后当百病缠身 你要进步 这老头貌似衰弱 提起嗓门却如惊天霹雳 把方多病手中的茶杯茶盏 震得叮当作响 在座几人都吓了一跳 却听有人咳嗽了一声 方多病沉下脸 你咳什么咳 那人怯然道 嗨嗨 我呛了一口茶 说话这人脸色白皙 容貌文雅 规规矩矩地端坐在方多病右手边 似是一个有些潦倒的书生 正是李莲花 方多病文言正想哼一声 又听李莲花极认真的补了一句 万万不是在笑话你 观和梦差点笑了出来 方多病瞪着他 半赏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一句 客气了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微笑 应该的 这几人都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角色 武林富豪金满堂身患怪病 三位大夫前来会诊 而方多病代表方是给金满堂送了结什么千年人身来 又听说金满堂患病之前 温州金灵剑董灵在金满堂的元宝山庄突然死去 捕花二青天之花如雪正在元宝山庄调查此事 这几日 原本钱多人少的元宝山庄突然就多了许多大人物出来 各位神医老爷有请 正在李莲花说到应该的三字的时候 元宝山庄的管家金元宝捏着嗓子喊了一声 那声调让方多病想到给皇帝传旨的太监 心里暗暗好笑 三位神医站起身来 方多病跟在李莲花身后 饶有兴致地往金满堂卧室里走去 不知这位家财万贯的武林财主 究竟得了什么怪病 需要召集三位神医为他治病 但无论方多病在心里猜测了千百次 他看到金满堂的时候 还是大吃一惊 李莲花根本是吓了一跳 观和梦争的一声松开了剑柄的饥黄 公羊无门黑了一声 那房间的大床上躺着一具爬满蛆虫 身着锦衣的尸体 早已严重腐败了 只听身后元宝山庄的总管金元宝 恭恭敬敬地道 这就是老爷的病体 他 他根本 观和梦眉头紧簇 他根本早就死了 公羊无门 老眼无神 居然打了个哈欠 李莲花敬畏地张望着金满堂的尸体 这就是江湖中最有钱的人 金元宝阴森森地道 胡说八道 谁说老爷死了 老爷只是病了 五天没有起身 我今天还给他换了衣裳 谁说老爷死了 几人面面相去 都是倒抽一口凉气 目瞪口呆 金满堂却是死了 门外突然传入一个更加音测测的声音 有人凉凉地道 他的死期墨约和金灵 见董灵类似 我已请公羊无门看过 金元宝确实疯了 你们不必理他 方多并震惊过后起到 金满堂和董灵一起死了 怎么会 我听说董灵和金满堂毫无交情 不过是路过这里住了一晚 突然暴毙 怎会连金满堂都死了 突然站在门口的人长着一张老鼠脸 正是身着白衣的捕花二青天之花如雪 只听他仍旧阴阴的道 为何会一起死了 我也很想知道 你们三人如能弄清金满堂是如何死的 便能免去一场大祸 方多并问道 什么大祸 观和梦道 金满堂死后留下偌大财产 他又无妻子子孙 方多并顿时醒悟 如在此时金满堂的死讯传扬出去 只怕基于这份无主之财的人不在少数 只有查明真相 妥善处理好金家财产 寻出继承之人 方能令人知晓金满堂已死 花如雪道 幸好金元宝也已疯了 金府上下都仍以为金满堂仍然活着 不过得了一场怪病 李莲花看了恭恭敬敬 有如木头一般站在门口的金元宝一眼 极认真的看着他腰上悬挂的浅枯橘皮和一小串粽米 喃喃的道 这位金总管疯得也很奇怪 花如雪仔细看了他一眼 秃道 李莲花 李莲花连忙道 正是 花如雪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继续方才的话题 所以定要查明五日之前元宝山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金老板的尸体已经坏了 观和梦已走过去细看那具尸体 究竟因何而死 只怕有些麻烦 花如雪冷冷地道 董灵的尸体我已看过 脸上表情和金满堂一模一样 随身之物在这里 啪的一声 他抛出一个灰色布包 观和梦打开布包 只见里面有董灵的金灵剑 雨伞一把 换洗的衣服几件 钱带一个梳子一把 此外别无他物 几人的目光 刹那都集中在那梳子上 只见那梳子是玉智光润晶莹 虽然断了两根尺梳 看起来仍然价值不菲 尤其书身刻有几道凹槽 更与其他书子不同 却不像董灵这等江湖行客所有 李莲花尚在董灵的遗物之中 东张西望 公阳无门却已和观和梦一道 走向金满堂的尸体 着手翻动 过了片刻 公阳无门突然道 李莲花 你以为如何 方多病正站在公阳无门身后 探头探脑 文言向李莲花望去 脸上挂着古怪的笑容 只见李莲花呆了一呆 只得慢慢走了过来 瞄了金满堂的尸体一眼 啊 公阳无门 老眼半睁半闭 以你之见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依我之见 方多病在肚里爆笑 却也有些担心 毕竟艳看金满堂死因并非儿戏 李莲花若是在此刻被揭穿是个骗子 那可大大的不好玩 只听李莲花慢吞吞地继续道 金老板并非为人所杀 方多病心下大旗 什么 却见公阳无门老眼一睁 李莲花不愧是李莲花 官和梦也是点头 以在下看来 金满堂浑身无伤 双目大睁表情惊恐 面部紫黑 双手紧抓胸口 经银针试探并非中毒 应是惊吓而死 方多病斜眼看李莲花 明明看到他松了口气 却微笑道 金老板岂是容易被人所害的 只是不知令他惊恐万分 突然暴毙的究竟是何事何物 官和梦摇了摇头 若是真如花捕头所言 董灵的死法和金满堂一模一样 难道董灵也是被惊吓而死 金满堂年过五时武功不高 尚有病痛缠身 被惊吓而死情有可原 要是说金灵见董灵也会被吓死 那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公阳无门哼了一声 以惊人的嗓子道 若是见了画皮的女鬼 吓死几个年轻人也不奇怪 观和梦恭恭敬敬的陪笑脸 画皮之说 终是故事而已 公阳无门双眼翻天 却是不愿看他 这位老头脾气古怪 竟是崇明气得很 只愿和李莲花说话 却是汝燕神针为草剑 不屑与之交谈 花如雪却阴策策的道 我只说董灵临死的表情 和金满堂一模一样 公阳大夫验过尸体 说是被吊死的 尸体还在隔壁 金老板就是死在这里 方多病问 董灵又是死在哪里 花如雪道 金满堂就是死在卧室之中 据说扑倒在窗下 可能是自窗口 看到了什么古怪东西 李莲花插口问 那董灵呢 花如雪道 董灵倒在窗外花园里 方多病忍不住道 难道他们同时见了鬼 同时被吓死了 花如雪阴策策的道 很有可能 李莲花瞪了方多病一眼 他一不怕穷 二不怕脏三 最怕的就是鬼 方多病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看这事必定就是元宝山庄里有个什么可怖的怪物 把金满堂吓死 吊死董灵又把金元宝吓风 只要我们抓到那个怪物 事情立马清楚 观和梦和公羊无门都是皱起眉头 花如雪没有半分高兴之色 又阴森森的道 如果是画皮的女鬼 你捉得到吗 方多病瞪眼回去 你怎知我捉不到 花如雪横眉冷笑 李莲花慢吞吞的道 即使是画皮女鬼 白骨精狐狸精 方大公子也是一捉便道 绝无二话 观和梦脸先微笑 方多病兴兴兴的道 你又客气了 李莲花正色道 不敢不敢应该的 二玉书子 几人把金满堂的尸体 纷纷寸寸寸验看了一遍 除了坚定他并非为人所杀的观点之外 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到隔壁又查看了董灵的尸体 董灵的尸体公羊无门早已看过 他颈上一道麻绳肋痕十分明显 颈鼓一段 脸色红润 表情惊骇 身上也无其他伤痕 倒似自己上吊自尽 衣裳一尘不染 看不出挣扎痕迹 走出房门之后 花如雪把金满堂的卧室锁上 领着几人到了窗外花园之中 元宝山庄的庭院开满鲜花 树木十分茂密高大 看来就知花费许多心血 方多病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肚立嘀咕 如今越发嘀咕金满堂的庭院里种的都是齐花一草 他净半本也不认识 方氏在江湖中也是一方富豪 和金满堂相比 那奢华程度仍然差距甚远 庭院中除了种满方多病不认识的花草树木之外 上游以昆仑子域铺垫的鹅卵小白玉露一条 两侧生长如女子发丝般的碧绿青草 柔嫩多枝 长有一尺五寸来高 居然十分风雅 在这清清脆脆风雅富裕的庭院之中 花如雪却以剑鞘在庭院草皮上画了一个长条形的圈圈 方多病定睛一看 本要嘲笑花如雪大惊小怪 却是越看越奇 这是什么东西 花如雪双手抱胸站在圈圈之旁 充耳不闻 倒是观和梦惊叹了一声 这可是足迹 原来碧绿茂盛的草地上留着两道古怪的擦痕 像被什么东西离过一般 却只是舍了草经没有掀起泥土 而且有些较为生嫩的草经是从中折断 并非因为经受践踏或者重压而尾盾 这两条擦痕既不像人行走踩的 也不像车员碾过的痕迹 倒像是什么东西从草上掠过 由浅而深擦过了一片草地 单看着擦痕 却又不像飞鸟或者蝙蝠所为 必是比飞鸟沉重的多的事物 方能在掠过草丛的瞬间留下这样的擦痕 不是足迹 公羊无门道 说不定却是草上飞 几人眼睛一亮 一种在草丛上借力掠过的轻弓身法 说不定就能造成这样的擦痕 观和梦应声拔身而起 施展草上飞掠过一片草丛 落在了庭院另外一边 衣上已擦出了一片污痕 如何 花如雪首先摇头 冷冷地道 我已试过 你自己看看 观和梦回头一看 草上飞 虽然能令一片草经折断 留下的却是一道擦痕 并且擦痕比被花如雪画起来的那两道宽得多 那两道古怪的擦痕笔直如用墨尺所凉 自己留下的痕迹却是有所偏离 并且深浅不一 果然并不相似 看来这擦痕也不是草上飞留下的 方多病道 果然有点奇怪 花如雪亨了一声 废话 李莲花对这两种擦痕看了一阵 顺着痕迹往前走 痕迹消失在庭院草地中间 他抬起头来 面前二掌方圆除了鲜花和青草 什么也没有 回过头来 一直有那栋死人的房间 最多不过门前上有一棵大树 仍是什么也没有 在庭院中搜索 除了两道古怪擦痕之外 也没有更加古怪之处 几人在元宝山庄内绕了几圈 仍是在大厅座下 将董灵的遗物摆在桌上 围桌而坐 那个 我始终觉得 这个梳子 有点奇怪 李莲花对着那羽梳子 看了很久了 这梳子是玉座的 似乎是质地很好的玉 观和孟文志彬彬地提醒他 李神医 这是翡翠玉书 而且这块翡翠质地 透明碧绿 十分罕见 李莲花茫然啊了一声 翡翠是很硬的吧 方多病耸了耸肩 不错 他腰上就悬挂一块翡翠玉佩 人说欲有武德 君子必配玉 所以方大公子身上 向来玉不离身 翡翠却是硬于铁石 李莲花继续道 难道书头能把翡翠书子 梳断了好几根尺书 花如雪冷冷地道 若是摔在地上 倒也难说翡翠书子 会不会断去好几根尺书 李莲花指的指那把玉书子 那个 不像 方多病一把抢起玉书细看 却见断裂的两根尺书 一根断纹向左 一根断纹向右 并非整齐断去 这道像扭断的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摁了一声 所以说这把书子很奇怪 官和梦聪明雅达 文言问道 莫非李神一以为 这翡翠书子曾经被插入孔隙 而被那家高手灌注内力 扭断了尺书 李莲花摇了摇头 慢吞吞地道 不是 官和梦一饿 只见李莲花突然露齿一笑 我是说这书子说不定 不是把书子 而是把钥匙 围坐而坐的几人脸色一变 李莲花从方多病手中 接过那把玉书 轻轻摸了摸书子上的凹槽 做了个插入的动作 而后扭动 几人顿时领悟 如果这把书子 真是如此断了尺书 那么是谁将它插入何处 为何扭动 这种用法却是像把钥匙 如果这把翡翠书子 不是书子而是钥匙 它是哪里的钥匙 为何董灵会将它戴在身上 他又为何而死 方多病诧异地看着 那也许是钥匙的翡翠书子 半赏道 钥匙 有钥匙意味着有金银珠宝 武功秘笈 古玩字画 说不定还有美女如云 花如雪阴森森地道 有钥匙意味着有密室 有门 几人面面相去 密室 今晚唐元宝山庄之中 真的有所谓密室吗 半赏之后 方多病嘿嘿笑了两声 如果这梳子真是把钥匙 那当然有密室 换句话说 如果元宝山庄里没有密室 这把梳子多半就不是钥匙 李莲花就是在胡说八道 李莲花尚未说话 公羊无门已用霹雳般的嗓门道 找 花如雪其实早已把元宝山庄仔细搜了几遍 文言微信冷笑之色 这元宝山庄之内并无高手 财宝众多 靠的却是十分甚密的房屋设计 间间房屋其实都有钢板所制 地面门窗也是金刚铸成 尚有死锁 合拢门窗便及锁死 有些地方令人明知没有珍宝 若无特制钥匙 却是火烧水烟都无法打开 钢板本薄 要在墙中藏有密室而不为人发掘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花如雪早已手持金家钥匙 将各个房间打开来看了一遍 并无所获 方多并却很是兴奋 一把拉住李莲花 走走走 找密室 公养无门 老脸虽然尚无表情 却是显然对金满堂家中的密室 感兴趣的很 观和梦也是墓中 大有跃跃欲试之色 抢着出门 她和李莲花在门口一撞 两人都是一正 退开两步 顿了一顿 走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李莲花被方多并拖着直往厨房走去 只听她道 像金满堂这样 只爱钱连老婆都不娶的财迷 宝贝一定藏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我想库房 卧室 书房什么的是一定不会有的 李莲花却只注意地上的台阶砖块门槛等等 饶是她打电起十分精神 却还是被方多并拖得亮亮呛呛 一路上差点栽了几个跟头 好不容易走到厨房 却是脚底一滑 扑通一声在厨房大门口扑了一个狗吃石 抬起头来眼冒金星 看着厨房后面的大树 继而看着方多并那双富丽堂皇 价值千金的鞋子 满脸苦笑 你干嘛趴在地上 方多并明知她摔跤 等了等却不见她爬起来 地上有宝 李莲花叹了口气 摸了摸摔得疼痛的手肘膝盖 慢吞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地上没宝 厨房里也不会有宝 方多并听她不信自己的神机妙算 不免运怒 你怎么知道厨房里一定没有 李莲花苦笑看着元宝山庄的厨房 这厨房四四方方 墙壁不过五寸来厚 四面墙壁两面有窗户 连窗上的锁子都是坏的 既没有哪里多了一块 也没有哪里少了一块 你说里面有密室 那要藏在哪 她环视着厨房 声音不知为何越说越小 方多并瞪眼看着眼前灶台晚柜宽敞 油盐其背的厨房 心里幸幸然 嘴上抢便 谁说密室一定要很大 说不定藏金满堂宝贝的密室只有手掌大小 反正只要藏得进金满堂想藏的宝贝就可以了 李莲花倒是遗症 只要藏得尽宝贝就可以 有谁规定密室一定要大的能藏人 多病你果然是聪明得很 方多病顿时一乐 没开眼笑 我说密室在厨房里 你偏偏不信 李莲花啊了一声 厨房里也是可能的 方多病已在厨房里搬起锅碗瓢盆 四处翻找密室 全然没听李莲花在说些什么 等他翻了半日什么也没找到 失望的回头的时候 莲花 你 哎 他突然发现李莲花早就不在他身后 不知何时已经溜了 观和梦沿着金满堂的卧室 往书房走去 一路留心细看墙壁墙角 砖缝和房屋走向 果然让他很快发现 有些树枝是心尽折断 其上似有被历人割过的痕迹 观和梦初到江湖已有三年之久 也曾见过不少奇闻怪事 金满堂暴毙 以及董灵身上留下那把断驰翡翠书 这些已令他渐渐相信 元宝山庄之内 确实有着特异之处 金满堂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惊吓而死的 那把翡翠书子是董灵带来的 还是他不知不觉已走到元宝山庄偏僻之处 四下花束茂盛 蝶风飞舞 观和梦无心欣赏 站在树下正正的出神 突得嗅到什么气息 他本能的抬头一看 却是白烟 寻烟望去 只见不远之处的树下 一个人正点了汗烟杆子 观和梦抬头看去的时候 那人转过头来 观和梦定睛一看 却是公羊无门 不禁微微一笑 公羊前辈 可是寻到了密室 公羊无门下垂的眼瞼动了动 有气无力的道 没有寻到 来这里歇歇 小子你呢 观和梦摇头 一无所获 或者那御书只是御书 并非什么钥匙 公羊无门嘿嘿一笑 金满堂有件心爱的宝物 叫做柏兰人头 那是个蓝色的头颅骨 只有猫头大小 用黄金堵住双眼和鼻梁 弄成杯子模样 以那人头杯饮酒 喝下人头酒 能治百病 万毒不侵 二十年来 只有十年前 四股门门主李向仪 曾经的金满堂招待 喝过一次人头酒 此物是一家珍宝 只是使用过一次 效力便减少一分 十分珍贵 如燕神针观和梦 非正人君子不救 这般远道而来 为金满堂治病 难道真是为了金满堂 这位臭名昭著的铁公鸡不成 正在两人交谈之际 身后房屋内 有人惊恐万分的一声惨叫 却是元宝山庄 仆役的声音 两人一正 回身掠入身后厢房之中 只见偏僻的厢房内 幽暗空洞的屋梁下 一个人正在梁下微微摇晃 观和梦脱口惊呼 金元宝 元宝山庄 那发现金满堂的仆役 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骇然之极 指着梁下的金满堂 吃吃的道 总 总管 总管 观和梦摸了摸 金元宝的脚踝 此人悬梁不过片刻功夫 快把他放下来 看是否有救 他纵起将金元宝放下 一是鼻息心跳 侥幸未死 经上上缠绕着 他自己的腰带 两位大夫一阵急救 保住了金元宝一条老命 公阳无门在金元宝身上摸索了一阵 一了一声 观和梦 脸线诧异之色 公阳前辈 此人似乎不是因为受到惊吓而疯癫 这 这 他的手指在金元宝脑后 触到一个圆形的细小凸起 在金元宝身上 也有多处这般如豆子般的凸起 这次是一种病 公阳无门黑了一声 寸白虫 观和梦点了点头 所谓寸白虫 是一种相间常见的疾病 多为生食猪肉牛肉而起 得此病者浑身生有虫卵 壮如黄豆 在血肉之中蠢蠢而动 十分可怖 治疗却不甚难 只需下驱虫之药便可 只是如虫卵随血而上 入了脑内 便十分麻烦 虫卵耿于脑中 重则丧命 轻则疯癫 治愈头痛呕吐 发热胃寒 字也是少不了 此病多是食用了得病猪牛之肉 金满堂的管家居然得了此病 实在又是奇怪得很 观和梦心里暗存 看来金元宝的疯癫 是因为寸白虫而起 和金满堂之死毫无关系 他在此时疯癫 不过是种巧合 得此病应该很久了 公羊无门老眼凉凉的 看着瑟瑟发抖的那位仆役 你还不走 那仆役顿时惊醒 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 公羊无门 语调突又变得气弱油丝 看来金元宝上吊 不过是疯癫发作 不是见了什么画皮女鬼 观和梦点了点头 疯子的行径 却是不能以常人眼光揣测 不知花捕头他们找到密室没有 三密室 花如雪的确已经找到了密室 不过他找到密室是因为有人招呼他 密室在这里 而那个语调认真面带微笑的人 自然就是李莲花 那个所谓的密室 就在金满堂卧室之内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稀奇 在卧室之内有个柜子 柜子上有个抽屉 那抽屉本是用来放净年梳子 发油等等等等的 把那抽屉拔将出来 那柜子靠墙的一块便漏了出来 墙壁上有一排细微的小孔 将翡翠书子往墙上一插 大小长短正好合适 这便是所谓的密室 花如雪看着李莲花 小心翼翼拔出抽屉 寻到密室 那张老鼠脸上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 他和李莲花已不是第一次见面 这位江湖神医医术如何他不知道 但李莲花在壁窗油鬼杀人案中的表现 令他印象深刻 李莲花是个不怎么笨的蠢货 花如雪心里冷冷的判断 李莲花插入翡翠书子 证实这就是那个密室 松了口气 微笑道 我猜开锁的东西如果是梳子 密室应该就在梳子该在的地方附近 花如雪协议在门口 打开来看看 李莲花纸上用尽 那翡翠书子质地坚硬之极 插入墙壁孔隙虽是刚好 却无法转动 卡在墙上 花如雪冷冷的刀 既然那梳子会断了几根 证明断的时候并不是这般扭法 李莲花也很明白 齿书会断了几根 不大可能是这般全息没入墙中的插法 如果一把梳子全都插入孔隙 扭起来要么完好无损 要么全部断裂 甚至可能梳子从中断开 不大可能只断了几根齿梳 要扭断几根齿梳 必定是只有断裂的几根齿梳插入孔隙 用力扭动方有可能 但这墙上并无凸起 孔隙也是一排17个 恰好和梳子相符 却是无法选择 这密室究竟要如何开启 李莲花想了想 突然把梳子整个压入墙中 只见那17个小孔 齐齐往下凹陷 墙中发出了轻微的落的一声 我实在笨得很 董灵扭断梳子 证明他找错地方 用错法子 李莲花喃喃的自言自语 不过他找到的却是什么地方 正在他发呆之间 那抽屉之后的墙壁 缓缓推出一个小抽屉来 花如雪皱眉 那抽屉中只有一块油光滑亮的黑色绸缎软垫 殿下似乎衬着棉絮 倒是十分滑贵 只是软垫上凹了一块 珍藏其中的事物却是踪影咬然 早已不翼而飞 李莲花也很茫然 金满堂在墙壁里藏着块黑布做什么 花如雪双眼翻白 阴策策的道 这里头的东西不是被偷 就是被藏到了别的地方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仍是看着抽屉发呆 花如雪抬头看着乌梁 幻赏到擦痕 吊死 吓死 密室 失踪的东西 李莲花随她抬起头来 微微一笑 啊 爱 花如雪缓缓地问 你安些什么 李莲花啊了一声 没什么 花如雪黑了一声 这世上最无聊 莫过杀人 李莲花的视线自梁上转到花如雪脸上 那一瞬之间 花如雪突然省起 这是李莲花第一次正眼看她 眉头一皱 却听这位神医道 这世上最简单的 也莫过于杀人 花如雪黑了一声 杀人皆因人有欲 李莲花微笑道 没有欲望 怎能算人呢 正在说话之际 却听方多病在外大喊大叫 李莲花 李莲花 花如雪冷冷地道 这里 方多病闻声立刻冲了进来 金元宝脑子坏了 差点上吊自杀 我发现了厨房里面的秘密灶门里面木炭堆里有 李莲花听得莫名其妙 茫然道 金元宝差点要杀你 方多病暴跳如雷 不是 是金元宝要自杀我在厨房 李莲花越发迷茫 金元宝要在厨房杀你 方多病被他气得差点吐血 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道 金元宝刚才上吊自杀 被关和梦和公养老头就回来了 他 没有 要 杀 我 李莲花唯唯诺诺 方多病又道 我在厨房造门里找到这个东西 说完手掌一摊 花如雪和李莲花仔细一看 却是一张被火焚烧后残余纸片的边角 上边隐约有几个字 那是一张质地精良的白纸 颜色微略有些发黄 被火烧去大半 熏得焦黄 边缘却仍然坚固洁白 历经燥火而尚未化为灰烬 边缘仅是焦黄 可见此纸质的起家 并非寻常白纸 方多病道 这是一张温州捐啊 李莲花和花如雪 脸色都有些微变 温州捐纸只产于温州一地 以坚固耐用 质地洁白 谨华出名 十分昂贵并且多为贡品 在元宝山庄左近 绝无辞职 金满堂喜爱华丽 他平日使用的是苏州采尖 和温州捐全部相同 花如雪在朝中挂职 对温州捐字是熟悉得很 这却是一张温州 捐 并且保存的时间 已经很久了 边缘之处虽然结白 却也没有新纸那层皎洁之色 残纸上上流这几个字 却是潦草的让人无法分辨 草书不像草书 却也不似大转小转 看得人一头雾水 见了方多病 从灶门里挖出来的这张残片 李莲花和花如雪 全然把金元宝自尽 未死望在脑后 两人只看着那张残片苦苦思索 这张残片是完整的一片边缘 从上而下依稀留着四个字 盖着一个印件 难得此纸历经造火而留存 上边的字居然让人认不出来 方多病手握此纸 他虽然什么也没想出来 却已觉得元宝山庄 这一串怪事的关键 或者就在他手掌之中 他也已看了这四个字很久了 实在想不出究竟写的什么 写眼看花如雪 一张老鼠脸黑得不能再黑 心里一乐 看来这位捕快大人也看不出来 正当他高兴之际 李莲花却喃喃的道 这四个字眼熟得很 定是在哪里见过的 花如雪眼睛一亮 仔细想想 李莲花接过那张残纸 突然啊了一声 此贴为照 这四个字是此贴为照 这是一张 荡票 荡票 方多病瞠目结舌 他家里从不缺钱 自始不知荡票为何物 花如雪 虽是见过荡票 却从来没仔细看过 只有李莲花这等 时常典荡财物的穷人 才认得出那四字 是荡谱套话直贴人某某 金银即用将几物当现银某某两 奉金出入均用现银 每月参分行某 期限某个月为满 过期任铺变卖 原有数要重铸物主自干 此贴为照 得最后四字此贴为照 当铺书写当票自有行规 字体自成一格 比草书更为潦草 难怪花如雪和方多病任它不出 只是这如果只是一张寻常荡票 为何会以温州捐书写 票面之上荡的究竟是什么 一旦认出这是张荡票 方多病对着那印件看了半天 这是不是荡谱两个字 转客却是笔字好认得多 花如雪阴沉沉的道 这是元宝荡谱四个字 李莲花叹了口气 听说金满堂年轻之时 做的就是典当生意 开的当铺就叫元宝当铺 方多病啊了一声 我明白了明白了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你明白了什么 方多病嘻嘻一笑 这是张金满堂年轻时候 做生意开出去的当票 现在却在金满堂厨房里烧了 那就是说要么他已经收了银子 把东西还给人家了 当票已经无用 要么就是他抢了别人当票 塞在灶台里烧成灰 不肯把当的那东西还给人家 李莲花继续叹气 这些我也明白 我还比你多明白一点 方多病一腔得意 顿时沉入海底 黑着脸问 什么 李莲花道 最近来元宝山庄的没有别人 只有董灵 所以或者还可以假设 这张当票是董灵带来 何况董灵来自温州 方多病恍然大悟 我知道为什么董灵会死了 如果他带了当票和银子过来 找金满堂要回当年当掉的什么宝贝 金满堂要是舍不得还给他 杀了董灵夺回当票 塞在灶台里烧了都在情理之中 李莲花叹了第四口气 你果然聪明得很 你明白了 我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方多病得意洋洋 本公子已经全都明白了 你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问本公子 李莲花顺口问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金满堂也死了 他以很同情的目光看着方多病 你不要忘记 他也已经死了 方多病突然噎住 满脸得意顿时化为黑气 如果是金满堂杀了董灵 那么为何金满堂自己也死了呢 他为什么会被吓死 花如雪淡淡地道 能找到这张当票已是侥幸 方公子的想法纵使不是全对 也是对了一大半 只是其中的细节 你我还不知道而已 方多病心里大赞花如雪 此人看着虽然面目可憎 却是并不真的很讨厌 正是正是 事情的关键 就在于金满堂为何死了 还有这张当票上所当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李莲花难难地道 金满堂是被吓死的 董灵是被吊死的 尸体又怎会在金满堂窗外 花捕头 金满堂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叫做柏兰人头 你可曾听说过 花如雪点了点头 那是西域小国 进贡前朝皇帝的礼物 而后流落民间 十多年前听说落到金满堂手中 不过我在元宝山庄搜查了几次 也没有发现柏兰人头的下落 李莲花越发显得茫然 柏兰人头果然失踪了 但也不能说明 这密室里藏的东西 一定就是柏兰人头 花如雪摁了一声 柏兰人头的事暂且不说 董灵之死很可能和这张当票有关 金满堂的死或者真是意外 但是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通 方多病起到 什么 花如雪的目光只盯着李莲花 董灵是被吊死的 她是在哪里被吊死的 吊死她的绳索在何处 方多病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李莲花聚精会神 看着那从墙上伸出的暗河 手指在河内软垫上摸索来去 嘴里念念有词 也不知自言自语些什么 突然插口道 董灵之死不但可能和当票有关 或者还和密室有关 密室 方多病指着那暗河 这个密室 李莲花微微一笑 她身上带着扭断的翡翠梳子 那说明她曾经用过梳子 只不过也许是找错了地方 她找到的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她会以为是密室 说不定那个找错的密室 和她的死有关 花如雪 眉头紧皱 声调终于沉了下来 你说元宝山庄里有第二个密室 董灵就是在那密室中被人吊死的 李莲花大吃一惊 我只是说 只是提醒 那个董灵曾经找错过密室 用错过钥匙 花如雪瞪了她一眼 李莲花满脸欠然 我没说元宝山庄里 一定有第二个密室 方多病哼了一声 心里暗骂李莲花 是个彻头彻尾的奸华小人 刚才本公子找你的时候 已经把山庄搜了一遍 元宝山庄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密室 何况是杀人密室 绝对不可能 花如雪冷冷的到 元宝山庄财宝之名远阳 庄内门窗都是金刚锁制 若是锁了起来 尖尖都是密室 但杀人不必定要密室 金元宝的武功不及董灵 如果金元宝要杀董灵 必定用的阴谋诡计 李莲花连连点头 方多病突然道 董灵上吊 金元宝不也上吊了吗 李莲花睁大了眼睛 看了方多病一眼 慢吞吞地道 或者元宝山庄里的人 自杀都喜欢上吊 花如雪黑了一声 不置可否 几人在金满堂的卧房里 商议半日 毫无头绪 转回去看金元宝的状况 却见他本是疯疯癫癫 上吊被人救回之后 却痴呆僵硬如死人 据说咽喉受重创 被公羊无门下了十数之银针 只怕三两个月内休想开口说话 十来天内休想自由行动了 仍有一条命在 十数侥幸 折腾了大半天 事情疑点越来越多 草地上奇怪的擦痕 厨房里的当票 金元宝上吊 暗门里的宝物失踪 元宝山庄中的怪事 庞扶并不因为金满堂的死而结束 仍旧在继续 几人从金元宝房间出来之后 各自回房休息 等候五十用餐 方多并跟在李莲花身后 也大步进了李莲花的房间 见他回房之后 先拿了扫把 把房间仔仔细细扫了一遍 而后又拿了块抹布抹桌子 沉浸在其中的模样 终于忍无可忍 死莲花 你到底想出来 金满堂是被什么东西吓死的 没有 我在这里待得越久 脑袋越大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你的脑袋本就比我大 方多并一阵大怒 正要发作 却听李莲花喃喃地道 但是这一次我也糊涂得很 我想不明白的是 只怕比你还多 还有我 他顿了一顿 抹桌子的手停了下来 轻轻吁出一口气 坐了下来 伸手之鹅 看起来有些累 方多并又是一症 你不舒服 李莲花摇了摇头 突然说 你说金灵剑董灵 在江湖中名声如何 方多并本见她脸色不好 有些担心 猛地李莲花转了话题 不免争了第三次 心里惺惺 这死莲花乃是天下第一 会整人的混蛋 哼了一声 董灵的名声 虽然没有外面那位 汝燕神针官侠一好 却也是江湖俊衍之一 不错 李莲花慢吞吞地 瞟了她一眼 据说她还有个女友 方多并点头 燕子缩江芙蓉 两人要好得很 李莲花仍是慢吞吞地道 这样的人会上吊自杀吗 方多并立刻摇头 不会 李莲花很满意 方多并的附和 微笑道 那董灵上吊 必定是别人 把她吊上去的 方多并这次却不附和 瞪眼道 废话 谁不知道 定是别人 把她吊上去的 李莲花道 但是她被人吊上去 却没有挣扎 方多并顺口道 那必定是 还没有吊上去之前 已经被人制服 点了穴道 还是下了毒药什么的 李莲花摇头 她没有中毒 如是中毒 官和梦和公阳无门 必定看得出来 如果说是被人点穴 圆宝山庄里 上下15个人 不管活得死的 你都见过了 有谁武功比董灵高 方多并道 没有 李莲花问 那董灵是如何被制服的 方多并道 不知道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件事 方多并问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 金圆宝为什么要上吊 李莲花苦笑 她要是上吊 然后死了 说不定我还更明白一些 她上吊了却没死 方多并皱眉 这个 自古以来上吊 便是有些人死 而有些人不死 也并没有什么奇怪 李莲花看了她一眼 目光失望得很 又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的第三件事是 元宝山庄里一共15人 金满堂死了 金元宝和死了并没有什么两样 剩下13人都是仆役 董灵也死了 也就是说 事发那天 元宝山庄里重要的三个人都已经死了 假设那档票上的东西真是柏兰人头 那柏兰人头到哪里去了 方多并瞠目结舌 这个 这个 说不定被山庄里的仆役婢女什么的偷走 李莲花苦笑 那除非是金满堂 柏兰人头就被他抛在地上 被仆役捡了去 可是你莫忘了金元宝那时却还没死 什么仆役这么大胆 难道他预知道金元宝会发疯 如果要说元宝山庄有个仆役 能神不知鬼不觉 将董灵吊死 而后吓死金满堂 盗走柏兰人头 其他人却浑然不觉 他潜伏多日以后 又能吊死金元宝 且没有被站在外面的公养无门 和观和梦发现 这种东西叫做鬼 方多并全然不服气 若是个如李相银那般的绝顶高手 那怎么不可能 李莲花瞪眼 他若是如此这般的绝顶高手 何必在元宝山庄做仆役 何况即使是李相仪 也是万万下不死金满堂的 更何况就算真有这种奇人 他可以蒙面直接抢走柏兰人头 保管没人知道他是谁 何必鬼鬼祟祟 方多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怒道 那你难道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莲花道 我不知道 顿了一顿 李莲花慢慢地说 如果事情越说越不通的话 证明从一开始我们就想错了 方多并问 一开始李莲花道 我们一开始假设是董灵和金满堂是被同一种东西吊死和吓死的 而后金元宝又上吊 我们又假设把金元宝吊在梁上的和害死董灵和金满堂的是同一种东西 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元宝山庄里有人能做到这些 未免太神 完全不可令人信服 那么说不定他缓缓地道 是不是事情需要拆开来看待 害死董灵和吓死金满堂的是不同的东西 而金元宝上吊更是全然不相干的事情 说不定他真是疯病发作 突然自杀 方多并皱眉 你要说这三个人的死是巧合 那和撞见大头鬼一样离谱 李莲花摇了摇头 我只是想说 说不定在这山庄里不只有一个凶手 而是有两个或者三个 方多并一阵 李莲花继续道 我饿了 方多并本等着他说下去 猛听他说我饿了 呆了半晌 什么 李莲花闲闲的道 我饿了 我要吃饭 方多并目瞪口呆 怒道 说不定山庄里有两个或者三个凶手 然后呢 李莲花道 然后我饿了 方多并在肚里诅咒发誓 李莲花是个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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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遍之后 被李莲花拖着走向厨房 厨房正在备菜 李莲花眼见吃饭无望 叹了口气 看着厨房后面某棍花树上结的果子 方多并心里生起不祥之兆 果然见他慢吞吞地爬上大树 在树上东张西望 挑东减西 最后十分失望地爬了下来 手里折了一段钢丝 上面戳着条青虫 欠然道 树上有虫 方多并对天翻了个白眼 恶狠狠地将此人拉入厨房之中 踏进厨房的时候 厨房师傅正在洗菜 只怕要过莫约半个时辰 方有饭吃 方多并心中大笑 李莲花满脸失望 厨房洗菜的师傅 诱导他一个人忙得很 如果客人确实饿了 不妨自己先下碗面条吃 李莲花欣然同意 方多并却并不饿 兴致勃勃地手持菜刀 看下面条需要切菜否 李莲花在灶下准备拨大火式 起锅烧水 再灶下一探 里头的火焰却不渗望 他拨弄了半天 秃得把灶里一条烧焦的东西 拔了出来 方多并吓了一跳 这条东西早晨他翻灶台的时候 也见到的 只是却没注意 见厨房里点点火金乱飘 你翻什么鬼东西 他秃得接住半空中乱飞的 一块灰烬 咦 李莲花把灶里几条长长的东西 拉了出来 抬头问 你捡到什么了 方多并手指一翻 那块灰烬上有半面未曾全部烧毁 上面有一个潦草的篮子的半边 档票 李莲花从灶里扯出来的东西是几段麻绳 方多并瞪着那条麻绳 你以为这就是吊死董灵的凶器 李莲花茫然道 这未免太长了 元宝山庄的灶台甚大 上有数个锅炉 这条麻绳缠绕其中占据了大部地方 连接起来足有三丈长短 而又不知道有多少被烧去了 若是用来悬梁 未免太长 李莲花环饰了厨房一周 这厨房两扇窗户 两扇窗户上有一扇的窗锁以坏 上有一个偌大的烟囱 后有波及箩筐 锅炉五个 案板三具 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 如果说这就是吊死董灵的凶器 被塞在灶台里烧 也是情理之中 李莲花扯了扯那条长绳 那条绳已被烧成几端 有一个死结一个活结 要说它是用来吊井的也可 要说它是用来提水的也未尝不可 那麻绳上上有些地方 看得出曾有青台 正当两人蹲在地上 围着那条绳索议论不休的时候 厨房笑师傅进来 那是后井断了的绳子 没法用 我塞进灶里温火的 李莲花如梦初醒的阿勒一声 师傅这是你塞进灶里的 笑师傅奇怪地看着他 庄主喜欢节俭 这绳子虽然不能用了 却还能烧 用来焖火再好不过 李莲花问道 绳子是什么时候断的 笑师傅道 默约五日之前 方多病啊了一声 斜眼看了李莲花一眼 李莲花却在发呆 呆了半日 呕了一声 而后李莲花心不在焉地烧了一锅开水 下了碗面条 捞了起来 撒了葱花盐巴 把那碗香喷喷的面条往桌上一放 突得微微一笑 你吃吧 啊 方多病目瞪口呆 不是你说饿了 喂 不是我饿啊 你快回来 只见李莲花把面条往桌上一搁 湿湿然副手走出厨房 悠悠向住观和梦和公阳无门的房屋走去 似其死回生 观和梦和公阳无门也正谈论这几日的歧视 公阳无门认为金满堂可能患有经济之症 夜里突然发作而死 董灵究竟是如何被吊死 又如何被遗失到花园之中 他也想不明白 而金元宝完全是封病发作 上吊自尽 观和梦也是十分疑惑 关于董灵之死 杀人也就罢了 遗失之事实在令人费解 两位 大侠 观和梦一争 只见一人面带微笑从门口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枝青草 日光和煦温润 硬在此人身上偶然令人错觉 他竟是十分俊美 带到走入房里 才认出是李莲花 公阳无门 眼角挑着李莲花手里拿着的那只青草 什么是 李莲花道 两位大侠素知李某能起死回生 这便是起死回生的秘密 观和梦和公阳无门都是一阵 带得看了看那青草 观和梦皱眉道 这 这似乎是狗尾草 李莲花正色道 他和寻常狗尾草极易混淆 两位请细看这只狗 啊 这只奇药 它共有135粒子 颜色是青中带黄 茎上仅有两片叶 紫上绒毛越有半寸长短 最一区别的是折断之后 它流出的是鲜红色枝叶 犹如鲜血 两人本字听得半信半疑 只见李莲花手上 那只药草折断之处 果然流出鲜红如血的枝叶 不免信了三分 只听李莲花继续道 将磁草与鹤顶红 砒霜 千基毒 孔雀胆 等等剧毒混为一碗 以慢火煎到半碗 趁热灌入喉中 它一句话说到一半 公养无门冷冷地打断 胡说八道 这几种毒药药性相冲 加炭火一煮 全然失效 李莲花面不改色 加入这起死回生的药草 正是关键 我于四年之前就诗文绝时 偶然发现如此其方 熬煮四味毒药 本想以毒攻毒 化解当年诗文绝身上重的长毒 对它的伤势我已无法救治 但料时几种毒药经慢火熬过 药性大减 止于下所需要的微毒 以刺激经络血气 以死之人肌肉血气 受毒药之机 加之其药除毒护心 不消三日 就能起死回生 我已试过多次 次次灵验 公养无门 眉头微微移动 观和梦本要反驳 但听来句句不是药理 药反驳也不知从何说起 只忍不住说了一句 只听闻毒药见血封喉 微毒能刺激血气 倒是从未听说 公养无门有气无力的道 微毒刺激血气 以救人倒也是有的 李莲花连连点头 却是如此 我见金总管伤势沉重 不如把此药让他服下 让他快速痊愈 以查他为何悬梁 观和梦大吃一惊 这药 这药 不是他存心不信李莲花 而是这药太不可信 一根狗尾草 加四味剧毒 怎能起死回生 公养无门缓缓地道 可以一试 李莲花微笑道 真的 公养无门道 李神医既然说可以 我等岂有不信之力 李莲花正色道 是吗 此药我已在厨房熬制一晚 还请前辈前往金总管房间 为他拔去井上银针 公养无门文言转身 啪的一声 李莲花一掌 砍在公养无门井后 老头应手而倒 观和梦咒不及防 大吃一惊 你 李莲花举起手掌 对观和梦怯然一笑 观和梦连退两步 你你难道是你 李莲花竖起一根手指 嘘了一声 你怕我吗 观和梦不知该答些什么好 李莲花先是进门说了一大堆 起死回生的奇要如何如何然 而后突然打晕公养无门 行尸莫名其妙 这人之前糊涂温和的模样 难道都是假的 见他手掌微举 满脸含笑的模样 观和梦只觉自己井后的寒毛 一阵发凉 要说不怕 却是骗人 你要怎样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也不要怎样 你去那边撞个钟 叫大家到厨房吃饭 然后把金元宝井上 你觉得没有用的银针 拔歇起来 把它也弄到厨房里来 我就请你喝茶 观和梦瞠目结舌 待了好一会儿 李莲花湿湿然 一手抓住公养无门的左脚踝 犹如拖一大米袋 悠悠然蹭过大片地面 往厨房而去 方多病本来端着李莲花煮的那碗面 正在考虑方大公子 到底吃不吃这种面条 免为其难 喝了一口面汤 突见李莲花拖着公养无门的左脚 慢吞吞往厨房而来 扑的一声 一口面汤全喷在地上 李莲花 你杀人了 我杀过的人多过你吃过的面条 李莲花皱眉看着满滴面汤 突的把公养无门的左腿丢给方多病 他去灶头寻了块抹布擦地 方多病抓住公养无门的左脚 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哇哇大叫 李莲花你干嘛把这老小子弄成这样 李莲花擦完地上的面汤 满意的把抹布丢掉 微微一笑笑得很温和 等一下你就知道 未过多时 观和梦已把金元宝带来 却没有拔掉他颈上银针 花如雪还有他的几个牙翼都已赶到厨房 见方多病手持公养无门之左脚都是大为奇怪 李莲花慢吞吞走到厨房左边窗户底下 伸手把镶嵌其中的窗锁拆了下来 回头微笑 花捕头 金满堂之死你可有头绪 花如雪冷冷地道 有 方多病大齐 观和梦也十分惊讶 李莲花微微一笑 愿闻详情 花如雪道 头绪太多 尚无结论 方多病吃得一声笑 李莲花恭恭敬敬地道 元宝山庄之中处处都是线索 随便一看就看得出可疑 寻现想去却又难以得出结论 花如雪道 废话 李莲花面不改色 继续微笑道 这是因为在元宝山庄之中 发生的不是连环谋害之案 而是发生了三起不同的杀人之事 花如雪脸色一变 观和梦震惊异常 几个牙异哗然议论 只有方多病方才听过 提了提公养无门的左脚 真凶之一就是这个老小子 李莲花道 他是不是凶手之一 我还真不知道 方多病怒道 不知道你打婚他干什么 李莲花微微一笑 你听我说 他的视线转向花如雪 手指从怀中取出了方多病 自造台里找到的两片档票的残片 这是一张温州捐纸 其商内容应该是一张档票 所点荡之物 乃稀是其真博蓝人头 也就是金满堂这件珍宝的来路 其商盖有元宝档铺的印件 花如雪点了点头 这张残片他也见过 温州捐纸只有温州一地方有 元宝档铺能以他书写档票 此店当年应在温州 金灵剑董灵来自温州 所以他和这张档票之间 必定有些联系 李莲花道 假设柏兰人头本是温州董家之物 二十年前点档给了金满堂 二十年之后董家游子成器 要赎回家传之宝 所以携带档票来到金府 如此猜测 当在情理之中 花如雪汗手 观和梦也点了点头 但柏兰人头乃是金满堂 最喜爱的宝物 他当然不肯还给董灵 李莲花继续道 论武功他不及董灵 他又没有理由不归还柏兰人头 天下皆知柏兰人头 为金满堂收藏 他抵赖也抵赖不了 要保全柏兰人头 只有害死董灵 最好做得无声无息 不动声色 观和梦沉吟 这道有些难 李莲花道 不难 方多病奇道 难道元宝山庄里 真有的杀人密室 李莲花微微一笑 要说有也有 要说没有也没有 花如雪淡淡地道 我早已说过 元宝山庄门窗 都以金刚打造 只要门窗一锁 尖尖都是密室 李莲花嗨了一声 观和梦插口道 但是董灵并非死得无声无息 他倒在窗外 人人都见到了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他当然不是在窗户外面 大草地上被凭空吊死的 各位见过董灵的尸体 可有发现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事 方多病问 观和梦和花如雪 却都点了点头 观和梦道 我施展草上飞之后 便觉得奇怪 董灵的衣着一尘不染 前进的出奇 似乎被人换过衣服 李莲花微笑道 不错 金满堂窗外的青草柔嫩异常 又多枝叶 董灵扑到地上 怎么可能衣衫前前静静 连个痕迹都没有 可见他被人换了衣衫 为何要换衣服 这衣服如果不换 他是怎么被运到花园里去的 人人一看便知 他是怎么死的 方多病瞪眼问 李莲花快速地道 董灵是在厨房中被吊死的 厨房中吊死的 方多病张口结舌 居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莲花 你疯了不成 哪里有人会在厨房里上吊 李莲花摇头 他是在厨房里被人置住 然后吊死 花如雪沉吟 厨房 厨房 只听方多病继续吃笑 这厨房窗锁都是坏的 连窗户都关不好 怎么可 花如雪突然一震 窗锁 李莲花只肩窗锁一晃 微笑着 以锁头敲了敲桌面 锁眼里掉下来两样东西 跌在地上叮当一声脆响 翡翠齿书 断了齿的翡翠齿书 居然是插在这窗户的锁眼里 那 那 方多病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 李莲花弯腰拾起那两个齿书 轻轻搁在桌上 这证明董灵曾经用翡翠梳子撬过窗锁 为什么呢 花如雪冷冷的道 因为它被锁在厨房之中 李莲花笑得很愉快 要把董灵 骗入厨房容易得很 只需告诉他 柏兰人头藏在厨房某处 他就会乖乖待在厨房里 但是为何定要把董灵 锁在厨房之中 他环视了众人一眼 这厨房不大 只有两扇窗户 却有一个大灶 五个锅炉 只需将门窗关上 厨房便不易透风 上头虽有烟囱 但底下没有透气 上头的烟囱距离太远 并没有太大作用 如果厨房之中门窗禁闭 灶里却点着闷火 关上一两个时辰 大家以为 将会如何呢 观河梦一阵 脱口而出 窒息 李莲花微微一笑 花如雪 脸色难看至极 但董灵如何肯走进 门窗紧闭的厨房 他不觉有诈 难道不能从烟囱逃走 李莲花缓缓地道 这其中需要一点伎俩 花捕头 如果你是董灵 我是金满堂 是个有名的铁公鸡 我本该还给你柏兰人头 然后从你手中取得三千万两银子 银货两清 我却突然告诉你 其实柏兰人头藏在厨房里 你去找 找到了你尽管带走 你信吗 花如雪略意迟疑 当然不信 李莲花点了点头 如果是金满堂要骗董灵 董灵当然不信 若是如此 金满堂那三千万两的赎金 便会落空 所以 只点董灵入厨房 和给他翡翠梳子的人 必定不是金满堂 他可以是张三李四 是大丫头小丫头 也可能是金元宝 花如雪点了点头 李莲花继续道 金满堂只需受益一个人 暗示董灵 金满堂不愿归还柏兰人头 将他藏了起来 但是那本是董家之物 这个仆人 由于对董灵的好感 或者其他什么理由 告诉他柏兰人头藏在厨房 又给予价值连城的翡翠梳子 董灵若是心思不细 多半就会相信 方多病皱眉 信了又如何 李莲花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信了之后 他便会在夜里到厨房寻找机关 多半就像你早晨那样 方多病哼哼 如我早晨那样又如何 李莲花十分惋惜地看着他 那目光温柔怜悯地 如一个屠夫见到了一头猪 他要找东西 首先要点灯 为了避免暴露行踪 他就会关窗户 然后点灯 关和梦啊了一声 方多病有些惨惨 原来如此 李莲花继续道 然后这个锁 却是个死锁 窗户一关 咔哒一声 他便再也打不开 除非有元宝山庄特制的钥匙 所以并没有人把董灵锁住 他笑得很灿烂 看着方多病 门窗都是他自己锁的 而后灶中柴火烧尽空气 带到董灵发觉不对 已经迟了 即使以翡翠梳子翘挖窗锁 也无法逃生 花如雪抬头看着烟囱位置 冷笑道 这烟囱可真高得很 没有一等一的轻功 绝尚不去 李莲花也瞟了烟囱一眼 悠悠地道 按照金满堂的戏本 这出戏本应当在董灵窒息昏迷 或者窒息而死之后 就可以结束了 不过 他转过视线 对关和梦一笑 不过 所谓螳螂捕蝉 柏兰人头号称可治百病 价值连城 董灵和金满堂都不愿放手 自然还有别人禁语 关和梦心头一跳 他之所以愿意远道而来 不过 也只是未见柏兰人头一面而已 金满堂等待董灵昏迷之后 为求杀人于无形 必是要毁尸灭迹的 李莲花接着说了下去 毁尸灭迹这等事 自是要交托心腹 所以董灵的尸体 要交由金元宝来处理 金元宝 几人难难的道 均看了金元宝一眼 李莲花道 金元宝跟随金满堂几十年 自然是信得过的心腹 但是金满堂却忘记了一件小事 什么事 方多病诧异 李莲花望向观和梦 观大侠想必看得很清楚 金元宝患有寸白虫之病 此病虽不是绝症 但寸白虫已入脑中 令人十分痛苦 观和梦汗手 却是如此 李莲花又道 所以金元宝自己也很需要柏兰人头 金满堂对此珍宝却十分看重 二十年之中 他只让数人饮过杯中人头酒 自然是不肯轻易给金元宝服用 柏兰人头听说进过一次酒 效力便减少一分 金满堂对他珍惜之极 打算用以延年益寿 金元宝身为奴仆 对柏兰人头只不过能忘景而已 但他却知道柏兰人头藏在哪里 李莲花缓缓地道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看得到却得不到 所以金满堂吩咐他处理董灵尸体的时候 他说不定想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花如雪冷冰冰地问 一个能把柏兰人头偷走 而自己能洗脱嫌疑的主意 李莲花虚出一口气 他如果把董灵的尸体悄悄运走 对金满堂说董灵晕而不死 突然醒来 潜伏山庄倒走柏兰人头 只捎他安排妥当 让董灵消失的时候 他和金满堂在一起 就能取信于人 方多并越听越奇 他和金满堂在一起 却要令董灵的尸体突然消失 李莲花微微一笑 不错 他要让金满堂误以为董灵未死 花如雪抬头看着烟囱 缓缓地道 我明白了 观和梦也望着烟囱 我明白了 但仍是不明白 李莲花很遗憾地看了方多并一眼 要令厨房里的尸体突然消失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通过烟囱 方多并皱着眉毛 烟囱 李莲花叹了口气 对方多并失望得很 你是想一下 无论你眼神多么差劲 一个大火 嗯 一个死人从身边的窗户被抛出去 不管是什么人都会察觉的 但如果是从上面拉走 那就不同 你莫忘了 董灵是被麻绳吊死的 他窒息昏迷 用菜刀也可杀死 用半缸水也可淹死 为何要用麻绳吊死 他一字一字地道 这厨房有五口锅炉 为了排烟 烟囱大的很 元宝山庄里许多花木 树枝十分柔韧 金元宝如是找到了两棵高度相当的花树 在上头附一条长长的钢丝 让钢丝紧绷 成一条直线 然后再在一字钢丝上 打个能滑动的死结 套上一条长锁 用以吊井 吊井之锁藏在烟囱之中 那便成了 只要金满堂确认 董灵已无抵抗之力 或者已死 吩咐金元宝处理 准备离去的时候 金元宝拉下绳索 附在董灵井上 由于吊井的绳索太短 一字钢丝便会被拉下 钢丝拉下 两端的花树就会弯曲 这便有了一股力 只要金元宝一松手 被拉弯的花树 就会把董灵的尸体 通过烟囱猛拉出去 吊在树林之中 黑夜里 元宝山庄人少数多 想必不亦令人发现 花如雪皱眉听着 想了许久 姑且算是有些可能 如此也可解释 为何董灵的衣裳被人换过 如是经过烟囱 董灵的衣服 必定沾了厨房特有的油污 李莲花微微一笑 如此推测 是因为院中花树 尚有摩擦痕迹 金元宝只当如是董灵失踪 他一旦偷走柏兰人头 便可推在董灵头上 不料金满堂一发觉 董灵失踪 却立刻回房 守在柏兰人头之旁 金元宝没有机会下手 就在这时 发生了一件 让金元宝意想不到的事情 董灵复活了 方多病开玩笑 失变 李莲花露齿一笑 不错 方多病吓了一跳 真的失变 你莫吓我 李莲花指的指窗外 摇摇对着的金满堂卧室 这个厨房的烟囱很高 高得过厨房烟囱 又能顺利让董灵的尸体 出来的高度 在四丈左右 通关整个元宝山庄 如此高度的花束 只有两颗 一颗就在厨房之后 另一颗却在金满堂卧室前面 金元宝拉的钢丝 横过一个小院 他无法将钢丝 附在完全相同的高度 附在金满堂房前的那段 明显低了 如此这根钢丝就不是平的 董灵被吊在上面 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 自然会往比较低的一段滑下 话说到这里 听者几人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想及那时情形 尾时恐怖得很 李莲花却越是微笑的心情舒畅 然后金满堂赶回房间守卫 博蓝人头 突然从窗口 看见了十分可怖的一幕 表情争鸣可怖 吐出舌头的董灵 一身斑斑点点 双足离地 缓缓向他这边飘来 观和梦心头砰砰直跳 如是他本来气血有病 如此一击 突然中风而死 十分正常 李莲花汗手 于是金满堂意外而死 董灵挂在钢丝之上 双足在草地上掠过两道古怪的擦痕 方多并常常吐出一口气 所以金满堂也死了 吓死他的东西居然就是董灵 李莲花继续道 金元宝却一直在等候盗窃 柏兰人头的时机 看到如此情形 他只怕也很惊慌 所以他立刻把董灵的尸体放下 抛弃在草丛之中 剪断钢丝割断麻绳 然后盗走柏兰人头 装作大受刺激而疯癫 准备对当夜之事一问三不知 金满堂暴毙绝非金元宝本意 如果有人追查起来 说不定就会查到柏兰人头失窃 而且金府财富名扬天下 金满堂一死 元宝山庄树岛胡孙散 他定要有些时间做些逃离的准备 所以对外宣称金满堂未死 但董灵的尸体却已无法瞒过 何况金满堂的尸臭也要由董灵掩盖 所以他把董灵的尸身放在金满堂隔壁 但在金元宝身上 我也并没有搜查到柏兰人头 花如雪冷冷地道 这番说辞异想天开 虽然解释得了许多疑点 却未免没有旁证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无论我怎样猜测董灵和金满堂死亡的经过 柏兰人头都没有外流 都在元宝山庄中流转 他突然不见了 方多病 他突然叫了一声方多病的名字 方多病吓了一跳 啥 李莲花问 你如果突然得了长生不老药 你会把它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花园的地下 床板底下 还是什么花盆里面吗 方多病 想也不想 不会 除非我整天坐在上面 或者直接吃掉 李莲花嘻嘻一笑 所以 性命攸关的东西 不是不得已 金元宝不会让他离身 但这件东西却不在金元宝身上 不但不在他身上 他还要去上吊 为什么呢 花如雪阴沉沉地问 他难道把他吃掉了 李莲花吓了一跳 苦笑道 他如果把柏兰人头吃了定是淹死的 我是说 有别人又把他偷走了 或者抢走了 别人 方多病吓道 还有别人 李莲花伸出一根食指 点了点方多病的鼻子 点了点观和梦的鼻子 点了点花如雪的鼻子 点了点宫阳无门的鼻子 再点了点自己的鼻子 微笑道 有 观和梦大师已经 漠然失声道 你说是我们之中有人 李莲花很温和的道 我们之中有人看破了金元宝的把戏 夺走了他的柏兰人头 方多病提了提宫阳无门的左脚 你是说这个老头 李莲花微微一笑 嗯 花如雪突然道 我也觉得公阳无门 十分可疑 李莲花啊了一声 哦 花如雪冷冷看着观和梦 我也觉得你十分可疑 观和梦又大吃一惊 我我 花如雪充耳不闻 森然道 你号称乳燕神针 却不通医术 方多病扑得一声闷笑 差点被口水枪死 难道世上不仅李莲花是个假神医 连观和梦也是个假神医 李莲花却是脸色温和 似乎并不意外 只听花如雪阴森森的道 董灵死尸脸色红润 和寻常吊死之人全然不同 他分明死于窒息 你却并不觉得有疑问 观和梦脸色一阵发白 花如雪看了李莲花一眼 李莲花却脸露微笑 似乎他其实认出董灵 其实早已死于窒息一般 方多病倒是满脸前笑 只听花如雪继续阴森森的道 我虽然不是精通医道 但凡是精通点学之术 无人不知 人井上并无实术处学道 公阳无门在金元宝井上 插了十几只银针 我是觉得奇怪得很 却不知你为何不觉奇怪 观和梦咬了咬嘴唇 我花如雪又道 金元宝上吊之时 你和公阳无门都在门外 我伪实不明白 以观和梦的武功 居然会听 不出身后房屋之中 有人上吊 方多病惊奇地看着观和梦 只见他一张俊美的脸蛋 上阵红阵白 突然吐出一口气 跺了跺脚 恼怒得道 好了 我 人家不是观和梦 人家是 李莲花的表情也很惊讶 却见观和梦瞪着他 你明明就知道人家 李莲花的微笑十分徐雅温柔 我什么也不知道 观和梦争了一阵 缓缓低下头来 我姓苏 姓苏 花如雪极快地在脑中 把所有姓苏的武林人过了一遍 你是汝燕神针的一美 双飞苏小雍 那观和梦点了点头 他却是观和梦的一美 观和梦极恶如仇 不肯为金满堂治病 他却好奇那柏兰人头 悄悄改装来看看 方多病吃得一笑 苏小雍轻功不错 内力甚差 也并不精通点穴之术 无怪他听不到 身后脊胀之外的动静 也不知金元宝井上的银针太多 苏小雍偷眼看着李莲花 这人和他在门口一撞的时候 分明知道他是女子 为什么 为什么真的好像不知道一样 李莲花却很有趣地 看着公羊无门的屁股 观大侠的妹子 想必不会是逼人上吊的恶棍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这位公羊 大侠前辈有点奇怪 怎么奇怪 方多病这回是故意凑去 李莲花也十分满意地 继续往下说 金元宝明明在装疯 他却装作不知 董灵死于窒息 他却说上吊 最奇怪的是 苏小雍这回打断他 你怎么知道金元宝在装疯 他明明有病 李莲花对女子特别有耐心 温和的道 他腰间挂着橘皮和纵米 那是防治尸毒用的 他又不和董灵的尸体 整日在一起 若真的以为金满堂还活着 何必佩戴此物 苏小雍脸上微微一红 不说话了 李莲花继续道 最奇怪的是 金元宝上吊的时候 他和苏姑娘在外面 苏姑娘是偶然走到那里的 宫阳前辈比苏姑娘早到 那他在遇到苏姑娘之前 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一字一字地道 我们分头寻找密室 各自都花费了不少时间 宫阳无门在这段时间内 到底做了什么 却无人知道 方多并和苏小雍面面相去 各自哑然 李莲花又缓缓地说 何况关于柏兰人头的去向 他原本应该在府里 但花捕头到达元宝山庄之后 却找不到他 他搜查了府内个人之身 竟然找不到猫头大小的一件东西 而在花捕头到达之前 还有一个人来到元宝山庄 那就是公阳无门 他凝视着花如雪 你有搜过公阳无门的身吗 花如雪阴沉半日 没有 李莲花常常虚出一口气 我不知道金元宝究竟是自己上吊 或是被公阳无门吊上去的 但如果公阳无门因为早到一步 而发现了更多金元宝盗取 柏兰人头的线索 加上他医术高超 看穿金元宝装疯 从而威胁他交出柏兰人头 藏于己身 也都毫不出奇 柏兰人头一旦得手 金元宝却是不能活的 他活着公阳无门 就不能安稳地拥有柏兰人头 苏小庸悠悠叹了口气 你既然早知道他可疑 为什么不一早告诉花捕头 却要用起死回生之草骗他 李莲花突然笑了 方多病 方多病袖子微灰 兴致勃勃勃地道 再 李莲花手指一翻 那只青黄浅瘪的狗尾草 又在手上 只听他含笑道 这是我起死回生的奇药 和寻常狗尾草极易混淆 两位请细看这只奇药 它共有一百三十五粒子 颜色是青中带黄 经上仅有两片叶 紫上绒毛越有半寸长短 最易区别的是折断之后 它流出的是鲜红色之叶 犹如鲜血 苏小庸瞠目结舌地听他 居然又把那番话说了一遍 末了只听李莲花问方多病 你信吗 方多病破口大骂 我信你一个大头鬼 这明明就是一根狗尾草 你要说我方大公子没见过狗尾草吗 李莲花急认真的道 他和寻常狗尾草不同 留的是鲜红色 啊 黑红色枝叶 他凸地看见草经折断处的枝叶 已经变黑 临时改口 方多病的脸色比那草经还黑 嘿嘿的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是你折草的时候 割到了手 李莲花手中狗尾草微微摇晃 斜眼屁你苏小庸 微笑道 连方多病都不信之事 公养无门活到87岁 是个成了精的老狐狸 怎会相信 他说信了 才是有鬼 谁不知道四种剧毒 灌下咽喉必死无疑 何况是趁热灌下 就算不毒死 烫也烫死了他 但是我料他拿不准 我是不是在骗他 毕竟我说的天花乱坠 说不定我偶然 以毒攻毒治好了一二人 便自以为能起死回生 如果我真要给金元宝 灌下这起死回生药 他当然乐见其成 要是我不过再炸他 他却要先套出 我要炸他什么 还可借口针灸 冒暴露之险 扎死金元宝 只不过他不料我那奇药的妙处 不过只是想要在他背后 打上一拳而已 李莲花看了苏小雍一眼 倒是苏姑娘心善 连连阻止我使用那起死回生药 苏小雍脸上又是一红 我怎知你 心思弯弯曲曲 有那么多古怪 李莲花温言道 你是小姑娘 不要和我学 苏小雍却道 如你这样 也没什么不好 我只恨我不够聪明 李莲花微微一笑 不再说话 方多并心里一乐 这小姑娘只怕心里桃花朵朵开 喜欢上李莲花了 说话之间 花如雪已把公羊无门 全身上下都搜了一遍 果然从这貌若公羊的老头兜里 摸出了一个圆球形的东西 苏小雍眼睛一亮 打开来看看 方多并也稀奇得很 博兰人头好大名气 却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 花如雪揭开包在上头的紧端 打开一看 三人都是遗症 那是一块浅蓝色的透明石头 光滑灿烂十分美丽 的确也挖着两个眼窝 一个鼻梁什么的 也用黄金堵了起来 做成了杯子形状 但三人却失望得很 方多并忍不住道 这就像个蓝宝石做的假骷髅 不过是件珠宝 苏小雍皱皱下眉头 这 这虽然漂亮 不过 不过和她心中所想的 诡异可匿的伯兰人头 差距甚远 花如雪眉甚表情 吩咐牙翼贴上字句 列入清单之中 所谓柏蓝人头 其实便是用柏蓝之石所刻的人头 李莲花站在一边 心情很愉快地道 柏蓝之石是蓝宝石的一种 不过 她在光线之下不仅可见蓝光 偶尔还可见浅绿色光芒 犹如湖泊 所以称为柏蓝 喝下人头酒既不会延年 也不会异寿 能解百毒能治百病 不过是这块宝石十分巨大 雕刻又很奇特 自古流传下来的传说 李相仪当年喝过人头酒 如果那酒真能解百毒 她又怎会 她没再说下去 只是微笑 大家都即是诧异唏嘘 原来明争暗斗 死去几条人命所索要的东西 居然只是虚幻 方多病却奇道 她又怎会如何 李莲花道 她又怎会掉下海淹死 方多病诧异 你怎知她是因为中毒掉下海淹死 李莲花欠然道 我想她既然那么厉害 如果百毒不侵 岂不是更加厉害 这么厉害的人 怎么会掉下海淹死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方多病将信将疑 伴赏道 死莲花 你很奇怪 李莲花 苏小雍很快对柏兰人头 失去兴趣 突然对李莲花道 下个月武林之中有一件盛事 你知道吗 李莲花眨了眨眼睛 什么盛事 苏小雍露齿一笑 她的牙齿白白的 很是好看 下个月出发 紫袍喧天 孝紫金要去乔婉免过门了 我一兄会去祝贺 我也会去 你去吗 李莲花突然微微一震 孝紫金要去婉免过门了 苏小雍点头 很有些羡慕 孝大侠十年苦练 终于赢得家人芳心 结局真是美满得很 听说这位乔大姐 当年是相仪太监 李相仪的红颜知己 李相仪坠海失踪以后 乔大姐数度跳海 都让孝大侠救下 而后两人相伴行走江湖 经过十年漫长岁月 乔大姐终于决定 嫁给孝大侠 连我后生晚辈听着 都觉得是神仙般的故事 李莲花叹了口气 是 是吗 随即微笑 果真是神仙般的故事 若没有孝大侠相救陪伴 这位乔姑娘早就死了 苏小雍叫道 正是正是 我最看不得别人说 她水性杨花 一女配二夫 李大哥你也去祝贺吗 李莲花想了想 我 你当然也去了 既然苏姑娘要去 李大哥岂有不去之理 方多并笑嘻嘻地看着苏小雍 大力拍着她的肩 放心放心 就算死莲花懒得去 我也会逼她去的 苏小雍大喜 抿起了嘴偷偷地笑 李莲花叹了一口气 又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道 我觉得下个月需要修房子 买新棉被 做冬衣 冬天快到了 而花如雪却拍醒了 公羊无门 强迫她拔去金元宝 井上多余的银针 把金元宝从鬼门关上 救了回来 过了几日 金元宝井上 伤势好了大半之后 说出了元宝山庄知识真相 董灵果然是拿着当票 前来索要博兰人头 不过却是为了女友芙蓉中毒 事情经过和李莲花索料 并无太大出入 只是她却不是上吊 而是公羊无门 本打算掐死了她 听到苏小雍的脚步声 临时以腰带将她吊起 本以为必死无疑 却又很快被仆役发现 算是万幸 金元宝和公羊无门 都被关入大牢 花如雪追问公羊无门 为何抢取柏兰人头 公羊无门终于说是 想要此物已有多年 她只想独有此物 而后惊严博兰人头 能解百毒 治百病的奥秘 花如雪冷冷地问了她一句 原来你是要先杀人 然后救人 公羊无门哑口无言 突然在大牢之中 嚎啕大哭 悔恨之急 她势必要等到九十高龄 方才能出狱救人 如果她有命活到那时 出狱之后 想必会真是一个好人 金元宝却因为寸白虫之症 很快疯癫而死 谁也不知她那奇特的病症 是为何感染上的 关押她的狱却都私下流传 她喜欢吃腐肉的传说 武山外青山楼外楼 紫袍轩天孝子金 和乔婉勉的婚事 在武林中掀起轩人大波 数日之内 已成了江湖中人最关切的事 孝子金乃是当年四顾门三门主 李相仪的结拜兄弟 乔婉勉却是李相仪的红颜之急 当年并配纵横江湖的女子 如今嫁为兄弟妻 不知李相仪若在世 作何感慨 李莲花却在发愁 冬天快要到了 她那吉祥闻莲花篓四处漏风 需要大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愁